一切重归于迹,只有狂暴的雨声在继续肆虐 双马尾萝莉收敛目光,继续往前走着 她穿过一条小巷,又拐过了一片废墟 最终来到了一处荒野之前 这里的雨水要比城里小很多,但依旧狂暴异常 双马尾萝莉目光流转,尽力了片刻 然后便抬步走入了这片荒野 周围漆黑一片,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些随着风雨而摆动的树木 在这样的雨夜中显得分外甚人 双马尾萝莉脚步不停,很快便穿过了大片的丛林 来到了位于荒野正中的一棵大树之下 这棵大树枝叶繁茂,遮挡了许多的雨水 因此,树下的地面显得并不是那么潮湿 而就在这片空地的角落中,树立着一个小小的墓碑 见到这个墓碑,双马尾萝莉的眼中现出哀伤之色 然后缓缓走到了墓碑之前 哥,我又来看你了 风雨依旧,遥远的天际传来了一声隐隐的雷鸣 然后迅速地碾过了苍穹 咔嚓!一道立闪照亮了天地 映照出双马尾萝莉那满脸的泪水 在这戚风苦雨的天地中 一人一幕相断力,显得分外凄凉 双马尾萝莉静静地看着 缓缓地蹲下身来 轻轻抚摸着这个小小的墓碑 然后将头轻轻抵在了上面 哥,我好嘞 真的好嘞 说到这,双马尾萝莉开始低声啜泣起起来 很快,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大 最终变成了嚎啕大哭 只不过这样的哭声 很快便被这狂暴的雨声给吞没了 良久 在这一通近乎发泄般的哭泣后 双马尾萝莉渐渐止住了哭声 然后轻轻吻了墓碑一下 哥,现在只有在你面前 我才能说一说心里话的 谢谢你 说吧 他缓缓站起身来 抬手将胸前那朵越发烟红的花朵摘了下来 搁在了墓碑之上 花朵轻轻摇摆了几下 然后怯生生地低下了头 逐渐变得暗淡 双马尾萝莉深吸一口气 哥 外面有些小麻烦 我先解决下 明年 我再来看你 说吧 他转过身来 之前的软弱和哀伤 瞬间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冷峻沙印 都出来吧 这么大的雨 也难为你们能找到这里了 随着他的话音 在无垠的荒野之中 一道道阴影开始显现 咔嚓 恰在此时 又是一道 立闪划过长空 刺目的亮光 照亮了这些出现在荒野之中的身影 每一个人都穿着厚厚的雨衣 面目遮掩在了阴影之中 但在胸前 却有一个心灰坠落的灰影 在这样的雨夜 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群沉默无声的人 这种感觉真好似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双马尾萝莉莉 面色一寒 心罗道 哼 真是没想到 为了对付我一个人 你们心罗道 居然不惜动用了这么多人 还真是心事动众吗 人群后面传来了一阵节节怪笑 堂堂极恶之花的宗主自然值得这样的场面 哦 这么说来 你们心罗道士早就已经设好圈套了吗 双马尾萝莉淡淡言道 眼中却闪烁着危险的寒光 人群自动分开了一条道路 一个面带微笑 衣着锦绣的男子缓缓走了出来 然后冲着双马尾萝莉一笑 洛兰婷 你说对了 为了对付你 我们已经筹划了许久 没错 这个双马尾萝莉 正是极恶之花的宗主洛兰婷 他静静看着这个男子 突然冷笑了一声 许贤月 没想到连你都出动了 看来你们心罗道 还真是舍得下本钱呢 许贤月微微一耸肩 我说了 只要能灭掉极恶之花的宗主 那么付出再多的代价 都是值得的 洛兰婷文言轻叹了一声 能如此准确地知道我的行迹 看来极恶之花中有人背叛了我 暗算与背叛 这本来就是失乐园中 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不是吗 许贤月笑得很开心 洛兰婷仰起头来 看着那伸向天空的枝丫 淡淡道 是啊 失乐园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可我一直以为 极恶之花是会有些不同的 现在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看着似乎已经陷入 失神状态的洛兰婷 许贤月冲着身后的手下一石眼色 一道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羽目之中 然后许贤月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这里便是当年那位独占八方的 洛残阳的陨落之地了吗 则则 看来你们兄妹二人都跟这里有缘 要接连陨落于此了呢 许贤月的这番话显然包藏着祸心 为的就是用当年的事来故意激怒洛兰婷 对于他们这些 整日在死亡刀锋上舞蹈 以血为生的人而言 物一旦陷入了愤怒之中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离死不远了 果然 洛兰婷的眼中 现出了一抹愤怒之色 但这只存在了极短的一个瞬间 旋即便恢复了正常 可对于这些杀手而言 这已经足够了 只见一道道身影自黑暗之中暴起 激荡而起的狂暴气流 将落下的雨滴 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大杀气 毒毒 几声闷响之后 树木开始咔咔折断 这些生存了几百年 树干坚硬无比的大树 就这样被直接洞穿成了筛子 可想而知 这要是落在人身上 会是什么样子 可就在这些雨滴业意 飞至洛兰婷境前 眼看就要将其洞穿之时 一柄巨大的黑伞陡然张开 将这些雨滴阻隔在外 这些蕴含着狂暴心力的雨滴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股莫大的危险涌上心头 那些冲在最前的星罗杀手 毫不犹豫地开始往后击退 可就在这时 聚伞缓缓抬起 露出了洛兰婷那张精致的脸颊 只见她的眼中光滑闪烁 淡淡言道 打了人之后就想这么做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随着话音 在洛兰婷脸颊的肌肤之下 隐隐现出了一朵花的刺青 散发着危险而诡异的美感 碰 当此花出现之时 那些正在急退的身影陡然一阵 然后便齐齐地跌落余地 紧接着 在他们的口鼻之中 出现了纤细的根筋 在风中飘摇了几下后 便徐徐绽放出了一朵烟红似血的奇花 极恶之花 见到这美轮美奂的一幕 许贤月等人 却未落蛇蝎般 纷纷往后退去 生怕沾染上了半点 而就在这时 这些倒地的杀手们 居然还没有死去 只不过 这种活着 却比死还要难受 只见他们 在地上挣扎着 想要惨叫 却连一个声音都发不出来 反倒让那极恶之花 越发地鲜艳起来 当极恶之花 达到了怒放的极致之时 只听砰的一声 这些倒地的杀手们 脑袋开始一个个地爆裂开来 一阵此起彼伏的闷想之后 之前冲上来的杀手们 一个都没剩下 全都倒闭于地 雨水继续无情地冲刷着大地 地面上的鲜血 汇聚成了一个个血泊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许贤月的面色 变得极为难堪 尽管他已经将这位 洛兰廷的实力 极力拔高了 却没想到 这极恶之花的威力 还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仅仅一个照面 自己便折损了五分之一的手下 而洛兰廷却毫发无损 这个战果 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 洛兰廷撑着这把巨散 自大树之下缓缓走出 精美的高跟鞋 踩在那些泥泞的血泊之中 给人一种极为残酷的美感 如果所谓的兴罗之力 就只有这么点威力的话 我实在是很失望的 洛兰廷抬起头 双眸之中满是烟红 舔了舔嘴唇 你说呢 许贤月心中没来由的意涵 但是已至此 他已经无路可退 要知道 兴罗倒穷极了各种力量 方才布下了这个杀局 若是在雨庭之前 不能完成任务 那么自己 可能比洛兰廷还得先死 所以他私生凝喝道 洛兰廷 死无疑 动手 一声令下 这些兴罗杀手们 一拥而上 犹如黑色的潮水般 向洛兰廷扑来 面对如此强决的杀局 洛兰廷毫无聚色 反而轻轻捋了下 腮边的头发 将其咬在了嘴里 然后他豁然抬眸 猛地一按聚散的伞柄 咔的一声脆响 伞柄直接自中间裂开 然后洛兰廷猛地往外一把 杀 一柄如一红秋水般的长剑 赫然出现在洛兰廷的手中 洛兰廷挽来的剑花 吐气开声 轻喝一声 杀 说吧 他跨步 上前 直直地迎向了这些冲来的 兴罗杀手们 但见一道剑光若蛟龙入海般 在兴罗杀手组成的黑色浪潮中 左冲右突 雪白的剑光之下 鲜血之花正在肆意绽放 不知道过了多久 洛兰廷一剑砍断了一名 在地底埋伏的兴罗杀手 然后转身又是一剑 直接将另一名意图偷袭的 杀手脑袋砍落下来 然后 他便持剑在手 警惕地看着四周 此刻 他身上那件精美的碗礼服 早已被雨水跟鲜血浸透 一条巨大的伤口 自左肩斜斜向下 险些将肚子剖开 虽然已经止住了血 但在雨水的冲刷之下 这条伤口 却犯着一种不祥的惨白 洛兰廷微微地喘息着 脸上的那个花朵 刺青越发的明显 而那些兴罗杀手们 此刻的眼中也写满了金句 因为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死在洛兰廷剑下的兴罗杀手 已经不计其数 这种如杀神般的手段 令这些见惯了死亡的杀手们 都为之胆寒 所以 此刻的局面便陷入了僵持之中 你不行了 躲在角落中 一直没有动手 全程座闭上关的许贤月 突然自阴影之中 现出了身影 凝声笑道 洛兰廷微微喘息着 并没有说话 说真的 你能在这么多人的联手围攻之下 撑到现在 我已经感到很惊讶了 可惜 你毕竟还是闯不过去 许贤月脸上的神情 变得越发得意 要知道 我之所以在一旁看着 而没有动手 就是在等这一刻的 现在我体力充沛 修为完整 正是巅峰之时 你却身负重伤 所以 你拿什么爱跟我斗 洛兰廷的脸色 变得越发难看起来 冷哼一声 你可以试试 许贤月仰天大笑起来 我很喜欢 你嘴硬的样子 所以 你必将死在我手中 而你的头颅 则会成为 我最好的一个收藏 划落 许贤月的身体 陡然化为无数星光 散入了黑暗之中 身为星罗道大护法的他 实力自然不是那些 普通杀手可以比拟的 这一时深化星辰便如羚羊挂脚般 无迹可循 他似乎消失了 又似乎无处不在 在这种情况下 黑暗也变得越发的危险起来 洛兰廷面色苍白 却在此时缓缓闭上了眼睛 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 就在这时 一个油淡淡的星光构成的身影 出现在洛兰廷的身侧 然后宁笑着便要下手 可就在这时 洛兰廷豁然睁开了双眸 烟红的眼眸之中 闪过了一抹讥讽之色 星头狂震一股极度的危险 让他的骨头都在颤抖 不好 自己中计了 这个念头刚刚浮上星头 他的人已经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可一切都太晚了 只见洛兰廷轻声言道 极恶此间 咔 一声微不可查的脆响 许贤月却发出了一声 凄厉至极的惨嚎 不 但喊声戛然而止 因为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口鼻身上 全都开满了极恶之花 碰 被生生抽为干尸的许贤月 不甘倒地 强大的生命力 让他此时依然没有死去 只是睁大了双眸 满脸怨毒地看着洛兰廷 洛兰廷笑了笑 张嘴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但他却若无其事地 将嘴角的鲜血逝去 然后淡淡道 不好意思 你才是我最好的收藏 雨 下得更大了 在这样的天气中 即便是那些最卑劣的恶徒 都会躲在阴暗的角落中 不会轻易地出现 但在荒野之中 却有一个亮亮呛呛的身影 正在奔走着 此刻的洛兰廷 身上又多了几道巨大的伤口 这是为了摆脱那些心罗杀手 而付出的代价 失血过多 导致洛兰的眼前开始发花 被刺破的肺泡 正在阻碍着自己的呼吸 洛兰廷不知道 自己还能撑多久 但他还是要走 就在这时 一道雷光闪过 洛兰廷忽然站住了脚步 然后抬起被鲜血 遮蔽了一只眼睛的毛子 轻声言道 还有 我就知道 许贤月那个家伙 是个废物 果不其然 带了这么多的手下 居然还是让你给逃出来了 随着话音 在远处的一棵大树之上 一个身影缓缓浮现 这是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 身形窈窕 相貌严厉 洛兰廷凝视着这个女子 眼神闪烁不定 最终沉声言道 陆影西 你居然也来了 洛宗主好眼力 没错 正是我呢 来者正是新罗道的另一位大护法 陆影西 只见他上下打量着洛兰廷 然后捂着嘴哥哥娇笑起来 洛宗主 没想到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能坚持到现在 真是令人钦佩呢 洛兰廷没有吭声 只是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 面无表情地看着陆影西 废话少说 动手吧 面对洛兰廷的举动 陆影西的眼中 现出了一抹一色 但玄机脸上 便露出了击翘之色 洛宗主 我敬重 你是一方强者 所以没有直接出手偷袭 但你觉得 就凭现在的你 能是我的对手吗 洛兰廷依然没有说话 实际上 若不是许贤月那个家伙 太过饭桶的话 此刻的你 早就已经死了 所以 我可以给你一个 强者应有的礼遇 自己动手自裁吧 也算是成全了 你们洛室兄妹的脸面 陆影西侃侃儿谈 洛兰廷却是一言不发 直到她已经说完了 方才露出了一丝 讥讽的笑意 你在害怕 胡说 我怎么可能会害怕 我只是 给你一个面子而已 洛兰廷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又一次 将塞边的头发 咬在了嘴里 我的面子 不需要别人来给 所以 若是真想杀我 那就放马过来吧 说吧 洛兰廷的眼眸之中 陡然暴射出 璀璨的光滑来 陆影西心中 微微一颤 因为 她确实对这个洛兰廷 有着颇多忌惮 谁不知道 饥饿之花的诡异和强大 再加上她 居然能突破 许贤月部下的 陆影西为之震惊了 所以 她才会试图用言语 来打击洛兰廷 若是能让她自己了断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可惜 这个努力失败了 看着虽然遍体鳞伤 依然手持长剑 丝毫不肯退缩的洛兰廷 陆影西的眼神 变换不定 她自然是很想杀掉洛兰廷 获得这个功劳的 但又怕这个洛兰廷的 临死挣扎 会伤到自己 这不禁让她犹豫起来 但很快 斩获立功的心 还是逐渐占了上风 很好 看来你是真的执迷不悟 打算找死了 那我就成全你 说吧 陆影西一踩脚下的树枝 整个人瞬间弹射出去 犹如一枚炮弹般 直奔洛兰廷而来 此刻 洛兰廷的一只眼睛 已经被鲜血猛逼 只剩下了一只眼睛可用 可面对着陆影西的这一击 她依然不惧 反而上前一步 一箭斩落 陆影西做梦也没想到 洛兰廷居然会不退反镜 因此 这一步算是彻底打乱了陆影西的节奏 猝不及防之下 这一箭直奔陆影西的面门而来 陆影西下的亡魂接冒 赶忙催动修为 声声一个闪身 这才显之又显地 躲过了这一箭 但还不等陆影西喘过这一口气来 洛兰廷上前一步 手中的剑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又一次展落下来 扑 陆影西惊叫一声 身形暴退了数百丈远 再看她的左臂之上 赫然已经有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这让陆影西的面色变得苍白起来 因为她很清楚 若不是洛兰廷此刻气力衰弱 仅凭这一箭 就能让自己失去抵抗力 这不禁让陆影西 暗暗倒吸一口冷气 莫非这个洛兰廷根本就没事 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而已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就见洛兰廷突然闷哼了一声 紧接着浑身的伤口 便同时蹦裂开来 鲜血一涌而出 染红了脚下的地面 这下 洛兰廷算是连站都站不稳了 身形一个摇晃 她已见主地 算是勉强没有摔倒 见到这一幕 本来已经打起了退堂鼓的陆影西 不禁大喜过望 嘿嘿 洛宗主 强弩之末的滋味 不好受吧 呵呵 也不枉我在这样的鬼天气 中等你这么久了 你给我去死吧 随着话音 陆影西又一次扑向了洛兰廷 陆影西对自己的这一击 充满了必胜信心 洛兰廷虽然还想还手 但以静游静灯枯的她 只觉得眼前发黑 根本动弹不得 她暗叹一声 缓缓闭上了眼睛 罢了 看来一切都要结束了 但自己绝不能落入 心罗道的手中 即便是死 也要同归于尽 一念至此 洛兰廷瞬间燃烧起了 全身的修为 眼中光滑爆亮 一朵朵极恶之花 开始在她身周浮现 陆影西见状 面色陡然一变 眼中现出了惊恐之色 极恶之花的名头太盛了 谁都知道 这个东西的诡异难缠 但陆影西也知道 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 落个一无所获的结局 这怎能让等候了 许久的陆影西甘心 因此 她冷喝一声 来得好 说着 便凝练起全身的心罗之力 想跟这些极恶之花 对轰一计 与此同时 在洛兰廷这种 近乎疯狂的 燃烧修为的补充下 这些极恶之花 开始缓缓绽放 一旦盛开 那么洛兰廷 将就此身亡 可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 气流陡然开始扰动 而后空间逐渐扭曲 最终现出了一个 时空之门 薛安从中缓步而出 然后颇为惊讶地 看着地面上 那些即将盛开的 极恶之花 她的门徒 而这一幕 自然也惊动了 陆影西和洛兰廷二人 但他们两个此刻 全都无暇顾及其他 正要拼个你死我活 薛安轻轻摇了摇头 有点她的气息 但怎么会如此孱弱呢 算了 不管是不是 应该都是跟她有关的人 那我就帮你一把 说着 薛安随手一挥 即将绽放的极恶之花 瞬间凝结 然后蓬的一声破碎开来 陆影西来不及高兴 因为就在同一时刻 她感觉到 一股佩然莫知能欲的 强横距离 陡然灵体 然后她连挣扎都做不到 直接便被轰飞了出去 还未等落地 陆影西已经化作流光 疯狂地逃窜出去 她是个很聪明的人 实际上 能在失乐园中生存下来的 就没有傻子 这个突然出现的白衣少年 显然不是一般人 仅凭随手一挥 便将自己震飞出去 便可看出 其实力绝对不同凡响 再加上困兽犹斗的洛兰亭 陆影西立马就认定 自己的这次伏击 彻底失败了 事已不可为 一念至此 她毫不犹豫地 便放弃了目标 转身变逃 薛安并没有追击 对于这种小喽啰 薛安压根就懒得理会 她的眼中光滑一闪 一到神念 便悄无声息地 依附在了疯狂逃窜的 陆影西身上 而后她便转过头来 饶有兴致地 打量起面前的洛兰亭来 洛兰亭此刻 已经接近昏迷的边缘 但面对这个突发的状况 她也不禁悚然一惊 然后狠狠咬了自己的舌头一下 让自己努力保持着清醒 你是谁 洛兰亭沉声问道 薛安微微一笑 我是谁并不重要 关键是 是谁教会你这个的呢 随着话音 薛安伸出手来 手心之中 缓缓浮现出一朵 徐徐绽放开来的 极恶之花 洛兰亭为之一阵 难以置信地 看着薛安手中 绽放开来的 极恶之花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拥有 极恶之花 薛安笑了笑 这个很难吗 说着 又是一朵 极恶之花 缓缓绽放 洛兰亭的面色 变得越发凝重 薛安则淡淡道 告诉我 教会你这个的人是谁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洛兰亭缓缓往后退了一步 双手握住长剑 满脸戒备地说道 动手吧 薛安见状微微一恶 玄机明白了过来 似笑非笑地 看着如临大敌的洛兰亭 你似乎有些误会了 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实际上 我跟教会你这个本领的人 还是很好的朋友 但据我所知 他早已不在收徒 所以我很好奇 你又是怎么学会这个的呢 而且还如此地孱弱 听完薛安的解释 洛兰亭依然有些怀疑 但还是满脸戒备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 你跟新罗道那帮人 是不是一伙的 薛安微微一正 新罗道 你是说 刚刚逃走的那个人吗 当然 很好 既然你怀疑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说着 薛安缓缓抬起手来 庞大的神念一涌而出 瞬间便跟之前 在陆影西身上种下的 那道神念 取得了联系 紧接着 薛安手中猛然一握 轻贺一声 回来 一声令下 已经逃窜出 上百里之遥的陆影西 只觉得浑身一紧 然后整个人便僵置在了空中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念头 刚刚在陆影西的脑海之中升起 身后便传来了一股庞然距离 牵扯着她 飞快地往后退去 不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陆影西下的亡魂街帽 疯狂地大喊着 可惜 她所有的喊声 都穿不透着浓重的语幕 顷刻间 她便被声声拖拽了回来 当再次看到面前 这位满脸含笑的白衣少年后 陆影西如遭雷击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大大人饶命啊 陆影西毫不犹豫地 便选择了投降求饶 因为刚刚薛安所表现出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范畴 明明自己已经跑出了上百里地 结果一个呼吸间又被拽了回来 这得多么强悍的修为才能做到 薛安文言却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看向了洛兰婷 你不是说我跟她是一伙的吗 现在还有何话说 洛兰婷也看傻了 她也没想到居然还能这么晚 再结合薛安之前所言的话 她不由信了几分 眼中也渐渐献出了尊敬之色 大人 很抱歉 之前是我想多了 薛安文言一笑 然后转头看着 已经被彻底吓猛的陆影西 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说吧 薛安直接放开了对陆影西的控制 当感受到 自己确实已经恢复了自由之后 陆影西简直都要哭了 这他妈到底是在干什么啊 本来跑得好好的 突然将自己抓了回来 结果说了没几句话 居然又让自己离开 这也太吓人了好不 嗯 不想走 啊不是不是 我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陆影西吓得浑身一颤 一叠声地硬道 然后便如丧家之犬般 落荒而逃了 一边跑 他心中一边暗暗祈祷 星罗大神保佑 可千万不要让我再碰到 这个白衣少年了 这个家伙 显然是个疯子 很快 陆影西便跑没影了 而后薛安再次看向了洛兰婷 现在可以告诉我 到底是谁教会你极恶之花的了吧 洛兰婷脸上现出了黯然之色 然后缓缓低下了头 大人 其实我的极恶之花 都是跟我哥哥学的 你哥哥 嗯 洛兰婷重重地点了点头 怪不得你的这个极恶之花 会如此地孱弱 那你的哥哥 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薛安饶有兴致地问道 他 洛兰婷欺然一笑 已经死了 片刻之后 大树之下 薛安站在墓碑之前 静静凝视着这个小小的坟包 之前洛兰婷放在墓碑之上的极恶之花 此刻叶已枯萎 让这个坟墓 显得是那么的平平无奇 很难想象 这就是之前独占八方 最终壮烈战死的 洛残阳之墓 两久之后 薛安收回了目光 微微轻叹了一声 果然是他的真传弟子 可这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 就以你的性格而言 自己的徒弟被人给杀了 你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这次却一直没有反应 而且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你的弟子 也不应该出现在如此底层的城市中 所以 在我离开后的这段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薛安呢喃自语 站在身后不远处的洛兰婷 并没有听到这些话 他只是满脸哀伤地看着哥哥的墓碑 记忆似乎又飘回了数年前 那个同样下着暴雨的夜晚 那场大战 自己的哥哥 以一己之力对战几大势力 最终在力展八大巨头之后 立即而死 那些画面 就如刻在洛兰婷的骨子里一样 永远也挥之不去 甚至到现在 当洛兰婷闭上眼的时候 依然可以闻到那一碗 那浓烈到足以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正在这时 薛安缓缓转过身来 看着洛兰婷 你是他妹妹 洛兰婷点了点头 是 亲妹妹 洛兰婷沉默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薛安笑了 好 不管是亲妹妹也好 不是也罢 既然你传承了她的记忆 那就算是我的晚辈了 我有义务帮你一把 所以 薛安打量着浑身是伤的洛兰婷 轻声言道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洛兰婷没有丝毫迟疑 立马说道 报仇 薛安微微有些讶然 报仇 他本以为这个少女会说疗伤什么的 却没想到 第一句话就是报仇 洛兰婷重重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报仇 说这话的时候 洛兰婷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中 蹦射出无比璀璨的光滑来 令人未知侧目 哦 那你都想怎么报仇呢 薛安发现自己 对这个看似柔弱的少女 越来越感兴趣了 新罗道的仇自然要报 但在此之前 我要先将 极恶之花中的那个叛徒找出来 还有便是我的那些盟友们 说到这 洛兰婷的脸上 现出讥讽之色 新罗道动用了如此大的阵仗 我就不信 城中的各方势力 全都没有察觉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我的那些盟友们 都知道新罗道要做些什么 但他们 却全都选择了 在一旁冷眼旁观 所以 他们也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双马尾罗莉 最终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很好 那我就帮你这一次 多谢大人 洛兰婷诚心实意地俯首言道 此刻 他已经确信 这个看上去比自己都大不了多少的白衣少年 确实跟自己哥哥的师父 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这个事实 也让他为之正恶 要知道 自己哥哥的师父到底是谁 就连他都不知道 只知道 是一位来拓极大 甚至来自最顶层城市的存在 而若是 这个少年也认识他的话 岂不是说 他也来自最顶层的城市 这些疑问 在洛兰婷的脑海之中盘旋着 这时 薛安抬眸看向了大树之外的夜空 淡淡到 雨下小了 洛兰婷也看向了外面 果然 曾经密集的雨幕此刻 已经变得稀疏 只留下了潮湿而阴冷的风 正在肆虐 薛安转过头来看向了洛兰婷 还能走吗 洛兰婷点了点头 可以 很好 那现在便动身吧 说吧 薛安一点脚尖 整个人便如离弦之剑般 飞向了夜色之中 洛兰婷见状一愣 旋即苦笑起来 看来 自己刚刚真的不应该逞强啊 别说是身负重伤的自己了 即便是鼎盛之时的自己 都不可能追上这个白衣少年啊 正在複雏之时 一道光滑 陡然自黑暗之中飞来 然后没入了洛兰婷的体内 洛兰婷瞬间觉得自己浑身一清 连之前的伤势都随之好了大半 跟上 薛安的声音自她的耳畔响起 洛兰婷满是敬畏地低下了头 是 然后便也飞入了黑暗之中 饥饿之花的总部 房间之中的气氛很是压抑 此刻 窗外的雨已经渐渐停了 靠着窗户的装点 一颗心却越来越烦躁 她不停地探头看向窗外 但窗外的那条小路 却一直空荡荡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见到一切依然如常 窗点的心 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看来 事情进展得应该很顺利 否则的话 她应该早就已经归来了 想到这 窗点隐隐开始兴奋起来 正在这时 一名面色凝重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 宗主大人还没归来吗 窗点立马收连起眼中的所有喜色 换作一副沉重的样子 低头言道 还没有 哎 当时我就劝宗主大人不要独自前往 可她就是不听 中年女子轻叹道 应该没事吧 宗主大人实力惊天 有谁敢对她下手呢 窗点试探性地说道 话是这么说 可谁知道呢 而且 这场大雨也下得太不凑巧了 让我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 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 窗点不说话了 只是深深低下了头 心中暗自得意 呵呵 你的预感没错 因为从此以后 洛兰婷将再也无法回来了 可当她的这个念头刚刚升起之时 就听这名中年女子忽然惊叫了一声 什么人 话音刚落 便听一个沉静的女生自黑暗之中传来 是我 这个声音一出 屋中瞬间沸腾起来 很多正在翘首以盼的人纷纷站起身来 满脸惊喜地言道 是宗主 宗主回来了 这些喊声此起彼伏 庄点却觉得自己的心一点点凉了下来 然后满脸惊愕地看向了窗外 但见在上层城市透下的细微灯光的映照下 有两道影子自远处急飞而来 请客间便落在了房间之中 领头的正是极恶之花的宗主洛兰婷 只不过此时的她模样简直惨透了 浑身都被鲜血所浸染 几条巨大的伤口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见到此情景 屋中所有人全都悚然而惊 宗主 宗主 你怎么了 洛兰婷轻轻摆了摆手 没事 只是遇到了新罗道的埋伏而已 新罗道的埋伏 这一句话让很多人神情一鸣 虽然洛兰婷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但谁都知道 这简单的一句话中 蕴含着何等惊心动魄的杀鸡 宗主 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那个中年女子急切问宝 事情很简单 新罗道提前获知了我的行踪 然后不下了必死杀局 要取我的性命 洛兰婷淡淡言道 提前获知了您的行踪 您是说 极恶之花中有叛徒 有人惊问道 洛兰婷点了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 哄 屋中彻底沸腾了 中年女子第一个蹦了出来 满脸杀气地问道 宗主 叛徒是谁 我现在就劈了他 没错 叛徒是谁 众人纷纷锅躁起来 就在这呼喊声中 洛兰婷环视全场 最终垂下眼眸 淡淡言道 叛徒是谁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在极恶之花中 知道我的行踪的 只有这间屋中的你们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面面相去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和怀疑 妆点更是如遭雷击 头深深地埋下 介意掩盖眼中的仓皇和不安 中年女子沉声道 宗主 您说得没错 知道您今晚去哪的 只有这间屋子里的人 但问题是 叛徒到底是谁呢 洛兰婷面沉似水的环视全场 目光锁过之处 众人全都面色凝重地 跟他对视着 两久之后 洛兰婷轻声道 是啊 叛徒到底是谁呢 庄点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幸好 看样子 他应该还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可就在这时 一直在一旁站立着的薛安 突然迈步走到了他的近前 这下 全场的目光 全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很多人面线惊诧之色 都不知道 这个白衣少年是干什么的 虽然刚刚洛兰婷和薛安 是一起回来的 但所有人下意识地 都将薛安给忽略了 甚至以为他是宗主洛兰婷 从哪招揽来的高手 此刻 薛安静静地看着面前 这个僵头深深低下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的妆点 淡淡道 你在害怕什么 啊 庄典一正 旋即抬起头来 故作迷茫地问道 害怕 我没有害怕啊 没有吗 那原来是我看错了 薛安微微一笑 可还没等庄典松口气 薛安忽然又说道 可我怎么注意到 刚刚你见到自己的宗主归来时 脸上非但没有喜悦之情 反而满眼的失望之色呢 奶奶要 我怎么可能失望呢 分明是你看错了 庄典强笑着说道 是吗 难道说是我又看错了 薛安淡淡笑道 庄典的神情逐渐阴沉下来 色力内忍地说道 没错 根本就是你看错了 而且你是谁啊 凭什么接问我 这位大人便是将我从新罗道的必死杀局中救出来的人 怎么 你有疑问吗 洛兰亭不知道何时走到了薛安的身旁 冷声言道 哄 全场一阵微微的骚动 谁都没想到 这个白衣少年居然是救出洛兰亭的人 庄典的心也随之越发地慌乱起来 但还是强自镇定地笑道 原来是救出宗主的恩人 实在抱歉 请恕我刚刚无礼了 薛安微微一笑 无妨 但你现在得回答我 你刚当脸上的失望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说 泄露消息的叛徒就是你呢 此言一出 很多人都用极为不善的目光看向了庄典 庄典的面色不禁更白了 转头看向了一旁的洛兰亭 宗主 我可绝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您这次的行踪 我也绝对没有泄露出去 你可得相信我 洛兰亭面臣似水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却没有说话 见到洛兰亭这个表现 庄典的一颗心 不禁渐渐沉了下去 最终恨恨一跺脚 好 既然你们都不信任我 那我在这待着 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就此退出了吧 也省得受你们的猜疑了 说着 他转过身 气呼呼地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冲了上来 然后便拦住了庄典的去路 扑 还不等庄典说话 这人一刀便捅进了庄典的胸口之上 鲜血瞬间泵涌而出 染红了脚下的地面 庄典的嘴巴瞬间张大 满脸惊恶地看着眼前这人 中年女子满脸恨色地看着他 沉声道 居然敢背叛极恶之花 并且险些害死宗主 其罪当诛 庄典的嘴巴 无声地动了动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这时 这名中年女子满脸嫌恶之色地 抬起另外一只手 猛的一挥 破 匕首直接切断了庄典的咽喉 这柄匕首显然不是反品 这一下切断的 不光是庄典的咽喉 还有她的神魂 只见她的眼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 咽喉里发出了几声 无力的咯咯声响 最终倒落余地 崛气身亡 中年女子看着死去的庄典 狠狠脆了一口 活该 尽管死了一个人 但屋中的众人 却全都献出了畅快之色 居然敢背叛极恶之花 这样死真是便宜她了 没错 便宜她了 这些喊声中 洛兰婷看着地上的尸体 眼中光滑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就在这时 中年女子又狠狠地 踢了庄典的尸体一脚 然后弯下腰来 用她身上的衣服 将匕首上的鲜血擦净 可就在她正低着头忙活的时候 薛安也走到了镜前 然后蹲下身来 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突然说道 杀人灭口的感觉不错吧 此言一出 很多人都未知一惊 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中年女子 却没有丝毫地动容 反而抬起头来 冷冷地看着薛安 反问道 你在怀疑我 薛安笑了 确切地说 不是怀疑你 而是确定就是你 哄 这下连洛兰婷的面色都变了 中年女子闻言 却是一阵地冷笑 确定是我 这么说来 你认定背叛极恶之花 将宗主行踪泄露出去的叛徒是我了 当然 薛安似笑非笑地言道 中年女子 却像是听到了什么极为好笑的笑话一样 仰头大笑了起来 薛安也没说话 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 片刻之后 中年女子忽然收敛了笑声 满脸讥讽地看着薛安 不得不承认 你说的笑话确实很好笑 居然认为我是叛徒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薛安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中年女子站起身来 抬手一指洛兰亭 宗主的哥哥 也就是上任的宗主 都是由我一直侍奉左右的 可以说 他们兄妹二人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说到这 中年女子忽然激动起来 大吼道 你却认为我是叛徒 你是在故意激怒我吗 中年女子的话 令很多人不禁暗暗点头 是啊 若说全场之中 谁是最不可能背叛的 那就非她莫属了 毕竟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她已经如同是 弱氏兄妹的亲人了 亲人怎么会背叛呢 可就在这中年女子 激动的哇哇爆叫之时 薛安忽然轻笑起来 很少有人是不会背叛的 你觉得自己不会背叛 无非就是价码开得不够吧 所以 你觉得 星罗道能给我开出什么价码 能让我背叛呢 中年女子 满脸讥讽地笑道 条件有很多 但我觉得 能真正打动你的 应该只有一个 比如 薛安欲言又止 呵呵 比如什么 中年女子冷笑道 比如重返上层城市 薛安微笑言道 中年女子的面色变了 薛安接着说道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怀疑你 因为死掉的这位 确实也背叛了极恶之花 但你的急迫 却让你露出了马脚 哼 中年女子冷哼了一声 什么马脚 薛安微微一笑 低头看着地上的死尸 淡淡道 其实这个女人也挺悲催的 因为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新罗道收买的人并不只有她一个 因为不信任 所以新罗道设置了双保险 而你就是另外一个提供讯息的人 而且因为你的资历比她深厚 没有人会怀疑你 所以你所提供的讯息 远比她要精准得多 而这就是 你急于杀掉她灭口的原因所在吧 毕竟 只要稍加盘问于她 就会知道 这里面有着很大的漏洞 所以你 才会迫不及待地杀了她 好让她背上所有的罪责 就此死去 我说的可对吗 说吧 薛安似笑非笑地 看着这个中年女人 全场更是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到了这个中年女子的身上 很多人的脸上 更是浮现出了惊疑不定之色 因为薛安的话 听起来有理有据 似乎有着很高的可信度 可是这真的可能吗 中年女人的眼神 逐渐变得阴沉 然后便满脸击翘之色地 鼓起了掌 精彩 真是精彩 如果不是我就是当事人的话 可能真就信了你的这番话 可问题是 中年女子 满脸狠立之色地盯着薛安 你说了这么半天 证据呢 仅凭一张嘴这么说说 就想诬陷于我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证据 薛安笑了 你确定要跟我要证据 废话 空口无凭的这么诬陷于我 我当然要跟你要证据 中年女子的气势 极为咄咄逼人 薛安也不动怒 反而点了点头 那好 那我就给你证据 说着 薛安抬手在空中 写出了一个简单的符传 然后随手一挥 符传瞬间没入了地上的死尸之中 他这是要干什么 众人纷纷瞪大了双眼看着 中年女子更是面色一变 眼中现出了一抹惶恐之色 但等过了片刻 地上的死尸 没有任何的异样 他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然后便一脸得意地看着薛安 证据呢 薛安淡淡一笑 别急 马上就来了 话音刚落 但见浮光一闪 然后便有点点光滑 自装点的死尸之上飘了起来 紧接着 这些光滑便凝聚在了一起 逐渐现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身影 这这怎么可能 中年女子如遭雷击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要知道 她为了以绝后患 特意用的 可以将人的神魂 一同斩杀的鬼魅之人 这样就可以确保 秘密永远也不会泄露出去了 可万万没想到 本来已经被绞碎的神魂 居然奇迹般地 又重凝在了一起 这简直跟神话一样 不可思议 场中众人 也是一脸的震惊 薛安对此 却只是淡淡一笑 还好 死的时间还不算太久 所以算是重新凝聚起来了 说着 她冲着中年女子眨了眨眼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给你的证据 现在要让她讲一讲 事情的经过吗 中年女子浑身一震 从震步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面色刷的一下就变白了 她低下了头 不闭了 消息确实是我 透露给新罗道的 哄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这个中年女子 因为正如她之前所言 若说极恶之花中 谁是最不可能 叛变的话 非她莫属 可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 看似绝不可能叛变的人 最终却成为了 差点至宗主于死地的叛徒 这其中的反差 简直令人折舌 洛兰亭的面色 渐渐变得苍白 死死盯着中年女子 然后从牙缝里 蹦出了几个字 为什么 中年女子欺然一笑 很简单 就是因为新罗道向我许诺 可以让我重返上层城市 就因为这个 洛兰亭浑身微微颤抖着 寒声问道 这难道还不够吗 中年女子陡然提高了声音 同时脸上现出了猙獰之色 我在这个鬼地方 已经呆够了 而且我为你们洛氏兄妹 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了 难道说 你想让我的余生 都在这个肮脏混乱的城市中度过吗 洛兰亭漠然片刻 然后沉声言道 可你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 只要你当面跟我说 我是可以放你走的 当面跟你说 呵呵 那有用吗 你一心一意 想要为自己的哥哥报仇 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感受 这都是你的错 中年女子歇斯底里的吼道 我的错 我替我哥哥报仇 也是我的错 那难道说 我哥哥就该死吗 洛兰亭也怒了 哈哈哈哈 果然 你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 你以为 就凭你自己 真能替你哥哥报仇吗 放弃吧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说到这 中年女子满脸的疯狂之色 你觉得新罗道 以及各方势力 就是罪魁祸首了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个 听命于人的马前卒而已 这场阴谋 远比你想象的 还要大得多得多 隐藏在幕后的 还是足以惊天的大人物 你我包括各方势力在内 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已 这番话 令洛兰亭面色狂变 猛地冲上前去 一把掐住了中年女子的脖子 急切地问道 你都知道些什么 到底什么阴谋 杀害我哥哥的真凶 又到底是谁 中年女子也不反抗 只是用混杂着悲悯和机翘的目光 看着洛兰亭 然后冷笑道 没用的 对方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存在 你哥哥的死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 你这辈子 也不要想着报仇了 哈哈 中年女子疯狂地大笑起来 可就在这时 薛安忽然轻叹了一声 其实我觉得吧 所有隐藏在幕后 自认为自己是棋手 可以掌控全局的 下场一般都很惨 说着 薛安抬起头来 微微一笑 你们觉得呢 所有人都傻眼了 谁也不知道 薛安突然说这么一句话 是什么意思 中年女子先是一愣 然后怒急反笑道 真是大言不惭 那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存在 你 薛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行了 这些套话就不要说了 反正不管对方是 何等存在 竟然敢这么行事 那么他都死定了 因为这是我说的 中年女子的眼睛逐渐瞪大 似乎难以相信 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会如此的狂妄 薛安却连理都没理他 只是冲着洛兰廷说道 你也不用问他了 真正的内幕他 肯定也不知道 所以 剩下的事 你自己处理吧 洛兰廷点了点头 明白 薛安一挥手 漂浮于装点尸体上的神魂 便又一次破碎开来 消失不见 而后薛安转过身来 静止走到了位于正中的一张椅子旁 湿湿然地坐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 不知怎变 当看到这一幕后 中年女子就觉得自己的一颗心 瞬间揪紧成了一团 之前的嚣张荡然无存 一股惶恐和不安涌上了心头 松 他低下头来 脸上生生挤出了一个谄媚笑容 宗主 这 洛兰廷面色平静 只有眼神冷落冰霜 我还是那句话 你其实根本不必有如此大的怨解 只要你对我说一声 我立即就会放你走 甚至可以想办法让你重返上层城市 中年女子脸上现出了羞愧之色 孽如道 是 宗主 我知道错了 洛兰廷却好似没有听到她的话一样 继续平静地说道 可你却背叛了我 害得我差点再也无法回来 中年女子的面色越发苍白起来 眼神也越发地惶恐 似乎是预感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私生喊道 不不要 其实我真的很不想杀你的 但这都是 你自找的 怨不得我 洛兰廷轻声言道 紧接着 她的眼中光滑一闪 脸上的花纹刺青逐渐显现 一朵朵 极恶之花 瞬间开变了这个中年女子的全身 不 惨叫声戛然而止 这些极恶之花 瞬间吸干了这个中年女子的全部精血 然后徐徐绽放开来 洛兰廷松开手 此时还没等落地 便化作了飞灰 消失不见 全场竞技无声 很多人的大脑还处在当机状态 因为从洛兰廷归来到现在 不过半个时辰的光景 却出现了如此一波三折的剧情 甚至连最不可能背叛的人都做了叛徒 这怎能不令这些人为之震恶 而首刃叛徒的洛兰廷 则缓缓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转过身来 冲着薛安一拱手 大人 事情处理完了 薛安笑了笑 内部的事情处理完了 接下来就该外部了 不是吗 洛兰廷点了点头 没错 那就都在今晚解决掉吧 反正我觉得 今晚应该有好多人是睡不着觉的 洛兰廷眼中也现出了一抹寒光 好 我现在便去通知个方 正如薛安所说 此刻 在这座城市之中 确实有很多人无法入眠 百炼罐的罐主闽华藏 就是其中之一 从刚一入夜开始 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暴躁 甚至因为一点小事 他便连杀了两名婢女 但这并未让他的心情平复下来 反而越来越不安 等到大雨倾盆之时 这种不安也达到了顶峰 他看着窗外那密集的雨幕 心中默念叨 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哼 洛兰廷这个小娘们 长得倒是不错 就这么死了的话 还真是有点可惜了 不过他只要一死 饥饿之花里面 便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到时候 我百炼罐就可以趁机壮大起来了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自己必须要牢牢把握住 从始至终 他都没想过 洛兰廷会不会没死 在他看来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在心罗道部下的天罗地网面前 即便洛兰廷拥有极恶之花 这样的大杀器 也绝对难以逃脱 这也是他答应心罗道 对这件事 全程保持沉默的原因所在 雨渐渐停了 敏华藏微微一皱眉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的 雨停之后 便见结果吗 按理说 这个时候心罗道 应该已经送来战报了呀 莫非因为什么事给耽搁了 可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一份书简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当看到这封书简上的徽章后 敏华藏勃然色变 因为书简上面赫然印着一朵烟红的奇花 正是极恶之花的灰印 怎么回事 极恶之花突然发来书简要干什么 敏华藏的眼皮开始不停地跳动 强自按捺下心中的悸动 轻轻打开了书简 上面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 极客前来意识 可就是这六个字 却让敏华藏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因为这很明显是出自洛兰亭的手笔 可问题是 他现在不是应该已经死了吗 为何突然却发来了书简呢 而且一试 一什么试 莫非他已经全都知道了 这个念头在敏华藏的心中陡然升起 令他的脑门上一下子便浸出了冷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不管去和不去都是死局 去可能会被当场质问 而不去则直接受人以禀 敏华藏陷入了两难境的 直到两久之后 他才恨恨地骂了一声 兴罗道 你们这帮混蛋 害死老子了 然后他颤声吩咐道 准备 即刻前往极恶之花 与此同时 还有很多收到了信件的人 也在对兴罗道破口大骂 可继承的事实无法改变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 往极恶之花的总不赶来 很快 极恶之花的宴会厅便开始热闹起来 跟极恶之花结盟的各方盟友们 齐聚一堂 这些盟友 可都是在这座混乱之都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当此刻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宴会厅中却出气地安静 人们三五成群地凑到一起 声音压得极低 小心翼翼地交谈着 敏关主 这是怎么回事 洛兰亭突然叫我们召集过来 是想干什么 有人低声问敏华藏 敏华藏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哪里知道 莫非他是知道了这些事 想要将咱们一网打尽 一旁有人迟疑着说道 哼 我觉得他没这么大的胆子 因为他要真敢那么做 那咱们也不是吃素的 在场这么多人 谁肯坐以待避 有人冷笑道 正在这时 就听有人低声喧哗起来 来了来了 随着话音 就见宴会厅的入口处一阵的骚动 紧接着便将洛兰亭率先步入了场中 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刹那 全场先是一镜 然后便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因为此刻的洛兰亭 依旧穿着那身 被鲜血所浸透的顽礼服 再加上那密布于全身的伤痕 虽然已经好了很多 但一眼看去 依然十分地争鸣可怖 令人触目惊心 见此情景 在场所有人都觉得心中一景 很多人的面色 更是为之大变 因为在道场的这些人中 其实有很多根本不知道 今晚发生了什么 所以 当他们看到伤痕累累的洛兰亭后 立马就意识到 今晚这场机会绝不简单 甚至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因此 他们全都闭上了嘴巴 面色凝重地看着 至于像百连观观主敏华峰这些知道 内情的人 此刻的面色也很不好看 因为洛兰亭以这副形象出现 摆明了 就是给他们的下马威 而这其中所代表的含义 更是令人细思极恐 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下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紧随在洛兰亭身后走进来的薛安 即便有人看到了 也只是单纯地 以为他是洛兰亭新招揽来的高手而已 很快 宴会厅中的骚动 逐渐平息下来 洛兰亭站于正位之后 面无表情地环视全场 宴会厅中鸦雀无声 静得可以听到人们的呼吸声 就在这种压抑地 让人喘不上气来的气氛之下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光景 洛兰亭方才缓缓收回了目光 轻声言道 我很失望 简简单单四个字 却让很多人如遭雷击一般 浑身为之一阵 洛兰亭继续用平静至极的语气 往下说着 我也知道 在这个城市 或者说在这方天地之中 背叛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但我一直以为 极恶之花 以及在座的各位 会有些不同 因为我一直在尽心竭力地改变着一切 可是我失败了 洛兰亭的语气 没有任何的波澜 但落在众人的耳朵里 却充斥着一种极致的疲倦和失望 这让很多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 就在今晚 我遭遇了一场致命的伏击 并且差点死在了外面 现在我身上的伤口 依然在流血 但这都不重要 因为我失败了 而失败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所以这都是我应得的 我毫无怨言 洛兰亭的话 在宴会厅上空回荡着 众人的神情 都变得有些微妙 有些人低着头 眼中光滑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敏华藏自然也不例外 内心本就有鬼的他 此刻低着头 心中不停地琢磨着 洛兰亭的这番话 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不打算追究了 嗯 应该就是这样 毕竟这次的事件 波及面实在太广了 若是他真要追究的话 那所造成的后果 谁也无法预料 甚至有可能是 极恶之花都 承受不起的 想到这 敏华峰不禁暗暗松了口气 可还不等他的脸上 浮现出笑容 但见洛兰亭 一手拄着桌子 上身前叹 冰冷的目光扫视全场 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那就是 每个人都应该 为自己的行为 而付出代价 现在 我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么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 轮到你们了呢 这句话犹如石破天惊 令令华藏等人 勃然色变 洛兰亭却好似 一无所决一样 继续以舒缓的语气言道 从我受洗开始 整个城市 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甚至连本该第一时间 知晓消消息的你们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就好像提前商量 好的一样 你们都对此事 保持了沉默 这难道不需要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言罢 全场静得可怕 洛兰亭环视全场 脸上逐渐浮现出 一抹讥讽之色 怎么 连个合理的解释 都不想给我吗 还是说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们敷衍 依然没有人吭声 很好 既然你们不想说 那我就主动地问一下 说着 洛兰亭的目光 停留在了敏华峰身上 敏灌主 你不打算说两句吗 敏华峰浑身一颤 心中暗自叫苦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居然被叫起来问话 但现在 都已经问到自己头上了 再继续沉默下去 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他抬起头来抢笑道 宗主大人 我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 确实不知道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哦 什么都不知道 洛兰亭淡淡言道 是啊 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 我最近身体不爽 所以今晚早早地就上床休息了 根本没察觉到任何一样的 敏华峰十分诚恳地说道 连今晚下雨都不知道吗 洛兰亭冷声问道 这就自然是知道的 敏华峰迟疑地说道 洛兰亭笑了 敏官主 你可知道 我为何第一个就问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的百炼罐 离我受洗的地点是最近的 而就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出现了那么多星罗道的杀手 你却跟我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你觉得我会信吗 还是说 敏官主认为 我是个傻子呢 敏华峰被问得哑口无言 眼神变换不定 最终变色 渐渐变得阴沉下来 洛宗主 你说得很有道理 没错 那些星罗道杀手 如此大的阵仗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 我要事先声明一下 我百炼罐跟你们极恶之花 不过是盟友关系而已 并非上下极 洛兰亭点了点头 这个我知道 洛宗主承认便好 既然是盟友关系 哪怕我真的知道了消息 但没有及时告诉你 这也不算什么过错吧 洛兰亭摇了摇头 不算 敏华峰的神情 越发得意起来 然后冷笑道 更何况星罗道 是何等势力 又启示 我这小小的百炼罐 能够惹得起的 所以 几点我知道了消息 但因为害怕 不想告诉你 洛宗主 难得还要因此怪罪我吗 这一连串的反问 不禁让很多 同样心里有鬼的人 眼前一亮 纷纷鼓噪起来 敏关主说的没错 我们跟极恶之花 不过是盟友关系而已 何来过错一说 对 而且 不管是极恶之花 还是星罗道 都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 我们不想招惹 明哲保身 这也算错吗 更有甚者阴阳怪气地说道 洛宗主有时间在这质问我们 还不如想想办法 怎么去对付星罗道呢 这些言语 让洛兰亭的面色 变得越来越难看 尤其那些嘲讽他 不敢对付星罗道 只敢挑软柿子捏的话语 更是令他的眼神 逐渐冰冷下来 末地 他一拍面前的桌子 冷喝一声 够了 全场的声音历时止歇 所有人都看向了洛兰亭 只见洛兰亭面若寒霜的言道 说来说去 你们不过是惧怕星罗道的势力 所以才不敢出头 只想做个缩头乌龟 对吗 这话说得很重 至少很多人的面色都变了 洛兰亭却冷笑着继续往下说道 敏关主刚刚说得不错 我们确实只是盟友关系 我极恶之花为你们做过多少事情吗 这番话 让之前那些一个进鼓噪的人 面色逐渐战红起来 他们之所以愿意跟极恶之花结盟 就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他们无法反驳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真以为极恶之花被打倒了 星罗道就会善罢甘休 对你们这些小势力手下留情吗 别做梦了 他们是什么人 那都是侍奉于黑暗的恶徒 不讲求任何规则的杀手 说到这 洛兰亭的脸上现出讥讽之色 为了眼前的一点迎头小力 跟苟且之安便忽略了以后的危险 你们可真是让我瞧不起啊 这席话令很多人都面现警醒之色 唯有敏华藏 以及少数一些人依然满脸的不屑 他们都已在暗中跟星罗道达成了协议 自然不会因为洛兰亭的几句话 而有所动摇 洛宗主说得不错 但星罗道势力庞大 听闻说 背后更有上层城市的大人物做后台 仅凭我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依我看 倒不如就此投降来得好呢 敏华藏的背后 有人冷笑言道 洛兰亭目光扫过此人 见到是一名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 眼神不禁微微一明 因为此人正是跟 极恶之花结盟的众多势力中 最为强大的一支 金蝉寺的战坟城 他的话也引来了敏华藏等人的点头 战大师说得没错 还是投降得好 毕竟跟星罗道比起来 咱们这点实力根本不够看啊 很多人见状也面现迟疑之色 洛兰亭渐渐握紧了拳头 想说些什么 却发觉自己根本无法反驳 因为他们说的确实是事实 星罗道的实力确实胜过极恶之花很多 更何况 这次气势汹汹而来 胜负真的很难预料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阵倾笑之声从背后传来 紧接着便听有人淡淡道 紧听了个名头 便被吓得想要投降 你们这群家伙 还真是怂得可以啊 什么人在口出狂言 湛坟城勃然大怒 私生力喝道 众人的视线 则齐刷刷地看向了说话之人 但见一名白衣少年 坐在洛兰亭等人身后的主位之上 见到众人看向于他 便抬起头来 微微一笑道 是我说的 怎么了 说话之人自然是薛安 但见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湛坟城 怎么 你有意见 湛坟城怒火一满胸膛 眼中更是杀意蹦险 要知道 金蝉寺的实力 在这底层城市中 可算是相当不错了 身为掌门的他 更是修为不凡 因此 一向自视甚高 现在突然被一个 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白衣少年给嘲讽了 这怎能让心高气傲的他 忍受得了 只见他阴瑟瑟地笑了起来 有意见 当然有意见 好啊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薛安慢条斯理地掏了掏耳朵 好整以侠地说道 这一下不禁让湛坟城心中的怒火更盛 满含杀意地说道 小子 你说我们耸 但你可知道 那新罗道何等实力吗 不知道 薛安摇了摇头 哼哼 我告诉你 在新罗道中 有八大护法 每一位都有着大罗巅峰的实力 而在八大护法之上 还有四天王 这都是堪比先王的存在 至于新罗道主 那更是存在了几千年的顶级强者 怎么样 怕了吗 湛坟城满脸讥讽地问道 薛安却笑了 就这些吗 此言一出 湛坟城的眼珠子 差点没瞪出来 这些难道还不够吗 薛安摇了摇头 当然不够 实际上 我觉得也不怎么样嘛 毕竟就在之前 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大护法 死在我手上了 湛坟城突然有些无语 薛安所说的话 他连一个字都不相信 因此满脸讥讽地笑道 原来是这样啊 既然您这么厉害 那么你觉得 要如何对付新罗道呢 这下 全场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薛安的身上 对此 薛安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道 很简单 既然他如此地不安分 那直接打过去不就行了 到时候 将这个势力连根拔起 岂不是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 湛坟城呆呆地看着薛安 你你是认真的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话音刚落 湛坟城便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区区一个少年 居然如此地大言不惭 还说什么灭掉新罗道 也不撒泡尿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薛安微微一扬眉 放肆 哄 随着话音 一道剑芒凭空浮现 然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轰战坟城 来势之快 乃至于当战坟城 感觉到不妙的时候 剑芒已经灵体了 这下不禁吓得他亡魂皆冒 大喝一声 不 说着便催动起自己浑身的修为 周身瞬间被金甲覆盖 试图硬抗这一剑 要知道 金蝉四赖已成名的 就是其刚猛无双的断体之术了 尤其已经修炼至极高境界的战坟城 一旦施展开的时候 真有神鬼屁翼之威 可当面对这轰来的一剑之时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 甚至连声响都没有半点 这道剑芒便好似热刀切黄油一样 毫无阻碍地斩过金光 然后透体而出 破 一声闷响之后 战坟城呆立在原地 满眼惊恐地看着薛安 喉咙里更是发出了阵阵咯咯的声响 而后 便见一条条血线自他身上浮现 然后于顷刻间崩塌开来 化为了一地血水 隆重的血腥气中 全场一片死寂 而薛安却似笑非笑地看向众人 好了 世界终于清静了 现在你们觉得 我刚刚的提议如何呢 神什么提议 有人艰难问道 当然是灭掉新罗道啊 薛安笑着说道 众人全都傻了眼 这个少年居然是认真的 如果是之前 早就有人开始冷嘲热讽了 但现在战坟城的尸体 就躺在地上 连鲜血都还没凉 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在前 众人当然不敢表现出任何的不满 薛安颇为兴奋地站起身来 看向了远处窗外的夜色 嗯 时间还不算太晚 如果我们现在动身的话 甚至能赶在日出之前回来吃早餐 所以 薛安看向了洛兰亭 要动手吗 洛兰亭深深地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便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切全凭大人吩咐 这一下众人方才明白 这个白衣少年的身份 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 好 事不宜迟 现在就动身 说完 薛安兴冲冲地便往外走 洛兰亭冲身后的人一时眼色 极恶之花的成员们立马起身跟随其后 顷刻间 刚刚还热闹的宴会厅 人已经少了大半 剩下的都是各方势力的人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最终艰难地吞了口口水 要不咱们也跟着去看看 有人试探性地问道 其余的人纷纷点头 也好 还是去看看吧 于是 又有很多人 紧随在洛兰亭等人身后离开了 很快 宴会厅中 就剩下了敏华峰等人 这些家伙面面相去 两久之后 有人满脸迟疑地说道 这个这个家伙 真的能成功吗 敏华峰文言 本想嘲笑两句 这人的异想天开 可当他看到地上战坟成的尸体后 这些话 突然就堵在了喉咙里 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回想起刚刚那个少年挥斥方求 充满自信的姿态 敏华峰的心中 忽然生起了一个 十分荒谬的念头 莫非 这个少年真的可以将兴罗道连根拔起 但这怎么可能 且先不说心罗道本有的实力 就是他背后的那些大人物 也不会允许出现这种事吧 想到这 敏华峰犹豫了片刻 最终一咬牙 走 咱们也跟上去 我倒要看看 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少年 到底有多厉害 薛安并没有去过心罗道的驻地 但这一路上 他都是冲在最前面 而且没有走任何的冤枉路 看着轻车熟路的薛安 就连洛兰亭都有些惊讶 他是怎么知道路线的呢 实际上薛安完全是靠在路影西身上 留下的那道神念做指引 从而赶路的 他想得很清楚 自己并没有时间 在这底层城市中多待 要知道 施乐园可是有13层城市之多的 自己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冲上最高层 然后找回范梦雪 解决掉众多的事情 抱着这个想法 薛安也懒得 再去玩什么扮猪吃虎的把戏了 先帮着这个老熟人的传人 解决掉内外的事物 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往心罗道赶来 而就在此刻 心罗道本部之中也是一片大乱 当然 这并非是他们预知到薛安即将到来的缘故 实际上 哪怕最疯狂的人也不会想到 居然有人赶来这里找事 因为这里可是心罗道的本部啊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也会想到 在这里找事 那就跟找死一样 甚至比找死都快 此刻 心罗道的本部之所以一片的哗然 完全是因为陆影西所带回来的那个消息 什么 徐护法以及他所率领的手下们全军覆没 连一个人都没逃出来 这不可能 有一名面若红丹的男子摇头眼道 没错 区区一个洛兰亭而已 哪怕他的极恶之花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许贤月跟那么多手下的联手之敌 另外一个妖艳女子也是满脸不幸 一时间 场中又一次开始鼓噪起来 正在这时 但见坐在正中间的一名老者 抬起眼眸来看着面色苍白的陆影西 陆护法 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吗 回回禀天王大人我所言句句属实 许贤月他们确实已经全军覆没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 若不是我跑得快 可能连我都无法逃出来呢 说到这 陆影西咽了口口水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显然想起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这一下 全场都安静下来 尽管心中百般的疑虑 但陆影西好歹也是八大护法之一 自然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再加上一直到现在都没能跟许贤月 以及他所带出去的人联系上 这都证明他没有说谎 可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呢 这名老者同样满脸的疑惑 陆护法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洛兰亭 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能一同对付你们 两大护法呢 陆影西摇了摇头 不是洛兰亭 哦 你的意思是 还有其他人 老者的眼中陡然金光一闪 没没错 确实还有一个人 一个修为之高 宛若神魔的人 陆影西颤声言道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着 场中不经一阵的骚动 修为之高 宛若神魔 这个陆影西 莫不是被吓傻了吧 说的这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 是啊 我怎么听着 这么不靠谱呢 这些议论声中 老者一条苍梅 素然言道 细细讲来 到底怎么回事 是 陆影西艰难地应了一声 然后便将自己在外围埋伏 结果碰到了身负重伤的洛兰亭 本想将其擒获 却没想到 突然出现了一名白衣少年的经过 都讲述了一遍 他的话音在场中静静回荡着 所有人的面色都逐渐凝重起来 终于 当他说完之后 老者的脸上不经面显沉思之色 你是说 对方仅仅只是一个人 却压制的你 根本无法脱身呢 甚至一句话 便将已经逃走的你 又抓了回去 是 属下不敢妄言 如果是真的话 那么此人的实力 绝对不可小觑 甚至可以比肩于我 老者 沉生言道 此言一出 众人更是倒吸一口冷气 要知道 这名老者 可是新罗道四天王之一的 新沙天王啊 若是能比肩于他 那实力确实足以令人震撼 这时 老者又吩咐道 传令下去 在诸位大人还没回来的时候 收缩个步 先不要跟极恶之花的人起冲突 然后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探查出 此人到底什么来历 就在这时 自外面传来了一声轻笑 不必费那么大劲去探查了 我已经来了 什么人 新沙天王面色一变 陈鹤一声 便跃到了院中 要知道 以他的实力 不管身处何地 方圆实力范围内 所有的一切都会先毫必现地映射于神念之中 可就是在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侦测之下 却没有丝毫 关于这个说话之人的影子 也就是说 他翘无声息地 便凑到了镜前 整个过程新沙天王是没有丝毫感觉的 这就很细思极恐了 因为 要是对方趁此机会抱起偷袭的话 新沙自问 自己已经失去了先机 也因此 他 才会如此地动容 此刻不光是他 新罗道中的几大护法 以及其余众人也纷纷来到了院中 然后他们便见到了 立于苍穹之上 满脸淡然笑意的薛安 一见是他 陆影熙浑身一颤 然后便嘶声尖叫起来 是他 天王大人 这就是救走骆兰亭的那个人 哄 全场便是一阵的骚动 很多人满脸惊恶地 看着站于虚空之中的薛安 脑海里全都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就是被陆影熙视为什么的那个人吗 看上去也没什么出奇之处吗 无非就是个气质殊胜的白衣少年而已 甚至连威士都显得平淡无奇 这能有多厉害 很多人的眼神 从怀疑 逐渐变为了不屑 唯独星沙天王的面色 越发凝重起来 因为道主 以及其余三大天王都不在 所以 此刻的新罗道本部之中 就属他的实力最强 再加上 在施乐园中这么多年的魔力和锤打 造就了星沙天王 一双毒辣而精准的慧眼 这也是想要在施乐园中 生存下去的必备技能 因为很多时候 某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物 其实就是 某方的黑暗大佬 而这就需要你自己来甄别和分辨了 尤其对于他们这些下层城市的强者而言 一旦出错 很可能就意味着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 星沙很快便注意到了薛安身上 那些与众不同的细节 首当其冲的 便是他的那双眸子 星沙自问 自己见过很多强者 甚至连中层城市的大佬 他都有幸亲眼见识过 可不管是何等强者 都没有如此幽暗如海 深不可测的眼神 这不禁让星沙的心 渐渐收紧起来 而第二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 星沙发现 当自己试图以神念侦测对方的时候 对面却是一片的虚无 也就是说 这个白衣少年 明明就站在面前 可在神念之中 他却是不存在的 这种强烈的反差 让人难受得机遇吐显 但星沙的面色 却因此越发地凝重起来 因为他明白 这种现象 一般只出现在 准仙王级的强者身上 证明其 已经独立于世界之外 自成了一方天地 莫非这个白衣少年 是出自某个星空大教的 准仙王级强者 不然的话 怎么会如此年轻 就有如此强横的实力呢 这些念头 在星沙的脑海中 一闪而逝 旋即 他便沉静下来 冲着薛安一拱手 这位朋友 你就下洛兰亭 我星罗道还没说什么 怎么你又突然来到了 我星罗道的本部所在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星沙的语气十分客气 客气到星罗道中 很多人都为之惊叉的地步 要知道 能位列星罗道四大天王的 都是一等一的狠人 这样的存在 根本不会讲究什么 先礼后兵 更何况 从星沙这个名字 就可以看出来 这位大天王的脾气 有多么暴躁 可今天这位天王大人 是怎么了 居然对这个白衣少年 如此客气 众人正在惊疑不定之时 薛安却在漫条丝里地 打量着星罗道众人 直到听到星沙的话后 他才收敛目光 然后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 没什么意思 只是想见识一下 所谓的星罗道 到底有多厉害而已 结果 薛安摇了摇头 我很失望 此言一出 全场便响起了一片怒吼之声 哪里来的小子 居然如此狂妄 没错 居然敢诋毁我星罗道 真是找死 国造声中星沙更是面色一尘 韩生言道 朋友 我记你是个强者 但并不意味 你就可以如此诋毁我星罗道 薛安笑了 你以为我是在诋毁 你想错了 因为在我的眼中 说着 薛安还止全场 你们都是垃圾 哄 这句话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彻底引爆了全场 狂徒 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这句话 而付出代价的 我会将你的脑袋拧下来 做成酒壶 说话的 正是星罗道的八大护法之一 也就是之前那个面若红丹的男子 星沙的面色也变得极为难看 如果可能的话 他实在不想 跟面前这个不知来历 背景神秘的白衣少年动手 但是以至此 薛安都已经指名道姓地骂人了 身为星罗道四天王的他 自然不能认怂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小子 你说这话的时候 可曾想过后果吗 薛安却没有回答他的这句话 而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轻笑道 我收回刚刚那句话 因为他并不准确 至少跟他们比起来 你还算不错 不能算是垃圾 而是比垃圾强一点 勉强可以算是个废品吧 这下 即便星沙的脾气再好 也无法继续忍下去了 只见他怒吼一声 动手 一声令下 但见苍穹之上 陡然弥漫起了无尽的心力 这些心力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点点光辉 映亮了整片天地 但就在这极为美丽的景象之下 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杀机 因为这乃是星罗道 所有手下的合力一击 名叫星辉之海 而且威力之强 足以撼动整座城市 与此同时 这一幕 也被终于赶到现场的 极恶之花众人所看到 洛兰亭浑身俱阵 尸声惊叫道 不 可就在这一刻 但见星沙宁笑着吼出一字 杀 哼 本来无比璀璨的满天星辉 陡然闪过了一抹寒光 然后便在瞬间化为了最致命的武器 开始绞杀着周遭的一切 薛安首当其冲 这些星辉 自然疯狂地向他涌来 顷刻间 满天星辉就此将薛安牢牢地包裹起来 并且其中光滑涌动 显然正在疯狂地攻击 不 洛兰亭面色苍白 浑身颤抖不已 别看和薛安相识不过半天光景 但对于这个身份神秘的少年 洛兰亭却是充满了尊敬 毕竟 他可是救下自己 并帮助自己整顿内外的人啊 所以当他看到薛安身陷星辉道的星辉之海时 自然是心急如焚 但他着急 却有很多人暗自欣喜 比如敏华峰 他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说实话 再来的路上他就在不停地后怕 若是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少年 真能将星辉道给灭掉 那自己这些人的下场 自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 当他看到薛安被星辉淹没的时候 差点就笑出声来 你不是牛吗 这一下看你还怎么牛 还大言不惭 口口声声说 要将星罗道连根拔起 我看 是你将自己先给拔起来了吧 这时的星沙 也不为人所察觉的 擦了擦鹅脚的冷汗 他一直在担心 这个白衣少年 会不会真的有什么惊人之举 幸好 一切都结束了 没有人能在星辉之海的绞沙下活下来 可就在他转过身来 准备离开的时候 星辉之海中 突然传来了一声轻笑 很有意思的招数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话音刚落 就见将薛安包裹起来的星辉之海 陡然变得暗淡下来 紧接着 这星辉之海便开始急速膨胀 最终就好像吹起的气球一样 轰然爆炸开来 再散落苍穹各处 然后如流星般落下的星辉之中 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衣的薛安 缓步走出 然后冲心罗道众人微微一笑 类似这样的招数 可还有吗 我想都试一下 因为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这个形容让很多人都未知无语 历经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 用好玩来形容星罗道的杀招 这其中所蕴含的狂妄 简直已经到了舍我其谁的地步 至少在星沙看来就是这样的 只见他怒不可遏地吼道 树子狂妄 杀了他 一声令下如山崩 瞬息间 在星罗道的人群之中 有数十道身影冲天起 然后直奔薛安而来 冲在最前面的 便是之前对薛安颇多嘲讽的那位大护法 只见他宁笑道 星光铸剑 哄 随着话音 满天星光在寝壳间凝聚 为了一柄长足有十里的巨剑 然后直直地展向薛安 其实用斩这个字已经不准确了 在如此巨大的剑气面前 斩跟轰是一样的 这同时也是 这位大护法的成名绝技 可面对这一剑 薛安只是冷冷一笑 就这 真是没意思 说着 还不等剑气灵体 薛安便猛的一跺脚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星光铸剑 说着 薛安抬起手来 手心向上 轻贺一声 满天星光 为我所用 在以前 薛安要想动用天地之力 还需要说 一个戒字 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只要简单地说出 为我所用这四个字 便可以掌控常人难以想象的天地距离 比如此刻 当薛安的话音刚刚落下 弹剑已经泛起了细微尘光的苍穹之上 陡然献出了无数道巨大的光柱 这些光柱之中 充盈着无比充沛的星光之力 然后齐齐往薛安的手中汇聚而来 弹指间 一柄长足有千里的黄黄巨剑赫然成形 跟这柄绝世剑气比起来 这个大护法宁出的剑气 就跟牙签一样 孱弱可怜 而这一幕 同样也震动了天上地下的所有人 星沙先是一阵 然后便忽然明白了什么 立马狂呼道 快跑 但已经晚了 当这些人如梦方形 转身便想要逃离此处的时候 薛安淡淡道 我说 让你们动用些有趣的招式 结果你们就是不听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送你们上路吧 斩 没有多余的声响 这一柄绝世剑气快的 就好像天地间的一股清风一样 顺斩而过 咔 剑光所及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物体都齐齐断位了两截 这个所有的物体 自然也包括了人 但见刚才还气势汹汹 准备找薛安心事问罪的这些人 此刻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 呆呆地立于虚空之中 不知道是谁掀起的头 就听一阵避波避波 好似瓷片断裂的声音 从这些人的体内传来 紧接着 这些人的身体表面 便现出了无数细密的裂纹 碰 随着一声声闷响 这些人的尸体 就像是烟花一样 彻底炸裂开来 碎片混杂着萌萌血雾 漂浮于天地间 所有人都被这充满 极致暴力美感的一幕 给吓傻了 薛安耸了耸肩 诺 这不能怪我 怪就怪这些家伙命不好吧 星沙本来呆呆地看着 然后便被薛安的这句话 气得差点吐了血 敢杀我之精锐 星罗道跟你势不两立 星沙又满含着 怨毒的语气吼道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不用跟我势不两立 因为我就是 为解决这件事来的 之前你不是问我到底 想干什么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要将你们星罗道 连根拔起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见呢 是不是好开心啊 星沙被薛安气得浑身直哆嗦 若不是修为高深 可能直接就被气得脑溢血 当场去世了 开心 哈哈 想将我星罗道连根拔起 你先摸摸自己有几个脑袋吧 话落 星沙的身躯便散入了天地之间 消失不见 这一招之前 陆影西也用过 但当星沙施展开来的时候 明显更上一层楼 他不在 却又处处都在 这便是星罗道秘书的恐怖之处了 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侦测到 化为星光之后的他们 可别人不能 不代表薛安不能 只见薛安缓缓闭上了双眸 冷声道 想操控天地跟我作战 好 那我就陪你玩玩 说吧 薛安的身躯瞬间蒸发 也随之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众人嘴巴微张 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虚空之中便已传来了阵阵暴响 隐约间 可以看到 有两道身影 正在疯狂地对轰 但随即又再次消失不见 轰隆隆 伴随着一声声震彻环语的巨响 苍穹之上 薛安和星沙二人正在不停地对轰 每一击都令天地为之颤抖 所掀起的狂暴气流 更是席卷了整片天空 这哪里是两个人在争斗 分明是两个来自洪荒上谷的巨人 正在绝力 而这种充满了极致力量美感的画面 也令所有人都为之目炫神窑 人群之中的敏华蜂 此刻则偷偷咽了口口水 脸色白得跟纸一样 这 这就是这个白衣少年的真正实力吗 居然能抵挡住星罗道四天王的攻击 他到底什么来头 这些疑问在敏华蜂的脑海中盘旋着 也让他的眼神越来越恐惧 也就是在这时 苍穹之上传来了一声轻笑 好久没这么活动过了 真是痛快 文婷此言 兴罗道众人齐齐色变 因为说话者正是薛安 星沙的脸色也变了 因为此刻的他已经拼尽了权力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可没想到 就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依然能够如此气定神仙地说话 这岂不是说明 彼此间的实力 有着巨大的差距 不 这不可能 我乃是星罗道的四天王 媲美仙王的强者 怎么可能败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 星沙的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攻势随之又淋漓了几分 面对这种狂风暴雨般的攻势 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道好了 热身完毕 接下来就该正题了 什么 热身完毕 难道说 之前他只是在试水 根本没有动用真正的实力 这怎么可能 这些念头 在星沙的脑海中 电闪而过 但比这些念头来得更快的 却是薛安的拳头 就在话音刚落的那一刹那 薛安举拳在手 然后跨步轰出 这是极为矛盾的一拳 极快与极慢 平静与狂暴 两种本该截然相反的性质 却在此刻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一剑此拳 星沙的眼中 便现出了金句之色 但身为强者 他也知道 自己现在已经必无可避 在这一拳的锁定之下 不管自己上天还是入地 都不可能躲得开了 所以他抱贺一声 然后鼓动起全身的气血 硬着头皮迎了上去 哄 一道次目的白光闪过之后 天地进阶失声 所有人都被震得气血翻涌 修为稍差些的更是双耳流血 满脸的痛苦之色 尽管如此 依然没有人敢说话 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苍穹之上 想看看 这一拳的结果到底如何 白光散去 现出了其中的两道身影 薛安和星沙相对而立 全都静默无言 星罗道的众人 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 看样子 星沙大人并没有办 可似乎是为了回应他们的这个想法 就见星沙突然一张嘴 扑的一声 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这下 全场皆惊 星沙大人 大人 星罗道的人 奇奇惊呼 更有慎者 便要飞升而起 可就在这时 星沙沉声喝道都不许动 在星罗道中 上尉者所说的话 便是绝对的权威 没有任何人敢于违抗 所以 尽管满星的不甘 星罗道的众人 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而后星沙缓缓抬起头来 看向对面的薛安 这是什么拳法 薛安笑了笑 厉害吗 星沙点了点头 由衷赞叹道 厉害 厉害就好 我自创的 薛安淡淡言道 人群又是一阵 微微的骚动 很多人都面线不幸之色 因为学一招拳法 跟自创一招拳法 完全是两码事 其中的难度差距 更是不可以道理计 但星沙文言 却满脸幸福地点了点头 怪不得我从中感受不到 任何拳术流派的影子 薛安微微一笑 你也不错 能接我这一拳并且撑到了现在 星沙面现苦笑之色 我可以感受到 马上就要到极限了 说着 他便抬起头来 大人 临死之前 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 哄 星沙的这句话 犹如在热锅中倒下了一瓢凉水 令本就沸腾的局势 越发地躁动起来 临死之前 难道说 是这个星沙败了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星罗道的四天王啊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但星沙脸上的神情 却是做不得假的 只见他满脸至成地看着薛安 眼中满是稀迹之色 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一笑 怎么 想求我放过你们星罗道 你觉得可能吗 星沙文言沉默半上 最终苦笑着摇了摇头 是我瞻忘了 但不管之前是对是错 大人可否高抬贵手 给我的这些门人们一线生机 说这话的时候 星沙的语气 已经近乎祈求一样了 这也让星罗道众人未知失语 谁也没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只有陆影西神情呆滞地看着 嘴里轻声呢喃到 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真傻 面对星沙的祈求 薛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冷冷地扫了星沙一眼 然后便慢条思理地说道 是什么让你认为 你可以求我放过这些人吗 所谓的强者之间的心心相惜 还不等星沙说话 薛安便继续往下说道 别闹了 如果现在落败的是我 你会听我的气球吗 肯定不会吧 星沙的面色越发地灰败 眼中的光滑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暗淡 贪孽如道 可是 薛安摆了摆手 而且你还说错了一件事 能救这些人的 从来不是我 而是他们自己 只要他们没做过穷凶极恶之事 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而如果他们死了 也是他们救游自取 可明白了吗 星沙文言 神情便是一阵 然后整个人好似回光返照一样 极为惊诧地看着薛安 您的这番话 我似乎听别人说过 哦 薛安微微一扬眉 谁 一位令人尊敬的大人物 当然 以我身份 是不可能见到这位大人的 我也只是听其他人说过几次而已 薛安的眼中光滑闪现 这个大人物 叫什么名字 星沙的整个人 已经开始不停地颤抖 显然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强撑着言到 这位大人的名会贵不可言 我也只知道 他姓范 而已 话落 星沙的身躯 便寸寸断裂开来 实际上 当他中了薛安的那一拳之时 他整个人的生机 便已经被彻底灭绝 能称到现在 已经是殊为不义了 大人 求您 尽量放心罗道一马 星沙艰难地说吧 然后神魂便彻底地崩塌开来 就此神魂俱灭 所谓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这个星沙 能在临死之前 说出这等话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薛安却没有太多的表情 实际上他此刻的内心 全都被星沙的那句话所占据 信范的大人物 是他吗 应该是吧 看来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孟雪 你也已经成长起来了 想到这 薛安欣慰的一笑 然后才低下头来 看着正在瑟瑟发抖的星罗道众人 虽然懒得理会这个家伙 但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就给他一个面子 本来因为星沙的死 而陷入无限阵部之中的众人 闻言全都暗暗松了口气 此刻的星罗道 已经再无刚刚地嚣张其言 尤其之前还想着飞身而起 跟薛安一决高下的人 此刻更是面色苍白 连头都不敢抬 因为之前 他们自觉有星沙天王撑腰 所以才会无所畏惧 可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这些人眼中 战无不胜的星沙大人 却被眼前这个白衣少年 给一拳轰杀了 这简直就跟天方夜谭一样 令人难以置信 可问题是 它就这么真实地发生在眼前 由不得众人不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薛安语气的松动 也让很多人认为自己 可以保住这条小命了 可就在这时 薛安的下一句话 却让这些人 如躲冰窖之中 本来想着将你们一网打尽的 但现在情况有变 那一切 就交给你们自己的善恶来裁决吧 什么意思 由自己的善恶来裁决 星罗道 以及所有人文言 全都大获不解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轻贺道 寻恶之剑 谢 一声令下 天地间便飘起了 无数雪白的剑芒 而后薛安好征一霞地 掏了掏耳朵 淡淡道 动手吧 哼 剑芒如雨般落下 将星罗道的所有人 全都笼罩其中 紧接着 便听里面传来了惨叫之声 这是什么鬼剑法 不 我不要死 求大人饶命啊 各种声响混杂在一起 依然遮掩不住 剑芒划过人体的脆响 不过瞬息光景 剑芒之中 便重归于迹 薛安随手一挥 这些剑芒随之散去 一幕奇鬼 而血腥的画面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但见鲜血横流的地面上 满是断壁残肢 一具具神情扭曲的尸体 横躺竖握 脸上依然凝固着 临死前的恐惧 死 众人见状 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看向薛安时 眼中充满了敬畏之色 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 到底怎么样的修为 才能一见 便将整个星罗道的人 给涂灭得干干净净净 并不感到意外 星罗道霸占底层城市这么久 平素更是擅长 以血腥的手段来谋取利益 所以这些门人什么样子 也就可想而知了 全军覆没 也只是他们旧游自取而已 毕竟寻恶之见 寻得便是人心之中的那些恶 做完这一切后 天穷刚刚献出了一丝 细微的尘光 薛安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低下头冲洛兰婷等人一笑 好了 事情了结 我们回去吃早餐吧 看着一脸笑容的薛安 洛兰婷忽然有些哭笑不得 但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是 然后薛安便兴冲冲地转过身来 往极恶之花的本部飞去了 洛兰婷深深看了一眼 已经变成一片死欲的星罗道本部 陈生吩咐到留下一部分 在这里收拾首尾 是 而后洛兰婷方才飞身而起 跟在薛安身后离开了 很快 极恶之花的人便满脸喜色地 开始收拾现场 对于他们而言 星罗道被铲除 简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心里自然高兴 至于其他人 大部分也都离开了 只剩下敏华藏等一小部分人 十分尴尬地站在原地 两久之后 有人巧声问道敏关主 现在我们怎么办 敏华藏苦笑一声 还能怎么办 星罗道都没了 自然是赶紧各回个家啊 要不 咱们趁现在四方贺喜的时候 想办法跟极恶之花 重新搞好关系 有人说道 呵呵 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极恶之花的人是傻瓜吗 当初我们背叛了同盟 现在又想重新搞好关系 可能吗 敏华藏冷笑道 难道就只能这样吗 有人依旧满心地不甘 敏华藏却懒得再说什么了 转身便走 今天薛安所表现出的实力 已经彻底下破了他的胆子 所以现在的他 只想离着薛安远远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 他都跑到了脑后 甚至他都不准备回百炼罐 而是直接跑到某个偏僻的角落里躲起来 毕竟 天知道这位杀人不见血的白衣少年 会不会突然想起自己这些背叛者 抱着这个决心 他转身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几道身影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敏华藏抬头一看 脸色一下就白了 赶紧谈笑到己 几位这是要干什么 拦住敏华藏的人 正是极恶之花中的几位精英长老 这也是洛兰婷临走前吩咐过的 对于这些人的背叛 洛兰婷可是一直记在心里的 敏官主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领头的精英长老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敏华藏心中震战 但还是强子笑道我 我这不是突然想起点事 准备先回百炼罐一趟吗 哦 就是回百炼罐吗 是 是啊 呵呵呵呵 敏华藏一个劲地傻笑 介意掩盖心中的惊恐 敏官主 那就得说声不好意思了 之前宗主吩咐过了 你 还有这些人 哪里也不能去 都得回极恶之花 所以敏官主 跟我们走一趟吧 施乐园中 虽然有13层城市 但除了最顶层的城市之外 其余的12层 被从下道上分为了三阶 这三阶分别是底位阶 次位阶 以及高位阶 每一层位阶中 都包含有4层城市 这也构成了 施乐园的整体框架 而就在薛安 将新罗道本部灭掉之时 在从下网上属的 第4层城市之中 新罗道的道主萧鹤 正在满脸堆笑地 跟人说着话 此事便麻烦大人了 还请您向上面转告 就说我新罗道 一定全力以赴 将那人的残党余孽 彻底清除干净 在他对面 坐着一名相貌俊美的男子 听到萧鹤的话后 男子微微一笑 这件事 我自然会向父神大人说明 但至于父神大人 会不会向上禀报 那就不是 我能左右的了 明白明白 一切就有劳大人费心了 萧鹤一边点头哈腰地说着 一边递过去了一枚空间戒指 这里面是一些光明晶石 是我特意为大人 您准备的 哦 光明晶石 男子微微一震 然后脸上便现出了 玩味之色 没错 听闻说 大人最喜欢这样的晶石 所以我便收集了一些 希望您能喜欢 男子随手打开空间戒指 从里面取出了一块 光滑璀璨的晶石 然后点了点头 嗯 不错 看来你倒是挺有心的 不敢不敢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萧鹤笑的脸 都快烂了 如果此刻有其他人 看到这一幕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惊诚 要知道 萧鹤贵为新罗道的道主 谁曾见过他这样 卑躬屈膝的作态 放心吧 我收你的东西 也不是白收的 到时候 我自会在父神大人面前 替你美言几句的 萧鹤文言大喜 连连点头道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萧某定不忘大人的帮助之恩 但前提是 你得将这件事做得漂亮一些 毕竟清除那人余孽的事 可是上面亲自吩咐下来的 连我的父神 对此都十分地重视呢 大人请放心 我在来之前 便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极恶之花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跑不了 说这话的时候 萧鹤脸上满是狠利之色 很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男子笑眯眯地说道 是是是 萧某定不负使命 萧鹤连连点头言道 行了 先下去吧 男子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是 萧鹤躬身一礼 便要退下 可就在这时 一股发自于内心的战力 令萧鹤浑身一震 然后便呆立于原地 怎么了 男子也察觉到了异样 沉申问道 萧鹤的脸色 逐渐变得苍白起来 是本部 哦 本部怎么了 萧鹤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我跟本部那边的联系 突然断开了 断开了 怎么会这样 男子也不禁有些惊异 虽然他看不上萧鹤这些来自最底层城市的强者 但新罗道的实力 他还是知道的 突然断开了神念联系 这件事显然透露着不同寻常的味道 萧鹤面色十分凝重 有些迟疑地说道 有可能是因为空间波动导致的神念断开 可就在他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便见新罗道的其余三大天王满脸焦急地走了进来 大人 道主 本部那边是不是出事了 不然怎么会突然断开联系呢 此言一出 萧鹤的脸色彻底变了 因为如果 只有自己一个人断开跟本部的联系的话 还可以用空间波动等理由来解释 但此刻这么多人都感受到了异样 这显然不是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 本部那边出事了 这个念头 令萧鹤浑身汗毛植树 面色更是难看至极 果然出事了吗 说到这 萧鹤转身冲男子躬身一礼 大人 现如今本部那边可能出了点事 我要赶回去解决一下 所以请恕我不能再次久留了 说吧 萧鹤转身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男子叫住了他 慢着 大人还有何事 你们离开底层城市多久了 男子沉声问道 前天离开的 那这么说来 你们离开了不过两天的光景 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们新罗道的本部却出事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 萧鹤意识到了什么 眼中现出了一抹惊恐之色 男子点了点头 没错 这就说明 动手之人显然不是一般人 否则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掉你们新罗道 那怎么办 萧鹤焦急问道 呵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动手之人肯定便是那人的残党余孽 说到这 男子的眼中 现出一抹兴奋跟狠力之色 正好我现在没有什么事 便跟你走这一趟 顺便也将这些残党余孽 彻底清除干净 萧鹤文言 不禁大喜过望 因为他很清楚 面前这个男子的实力 这可是神王大人坐下的长子 继承了极为恐怖的神力 被人称作光雨之剑的存在啊 如果他跟着自己回去的话 那可谓是万无一失 想到这 萧鹤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 萧某多谢大人 呵呵 不必那么客气 毕竟你也是 为我妇神大人做事嘛 男子站起身来 拍了拍萧鹤的肩头 十分亲切地说道 萧鹤简直感激涕零 连连点头道 是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便动身 男子笑着说道 作为底位阶的所在之处 这第四层城市 距离最底层 有着一段距离 但在这名男子的带领之下 一行人仅仅花了很短的时间 便回到了底层城市之中 当来到新罗道的本部之前 萧鹤不禁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因为此刻的新罗道本部 也已成为了一座空城 所有人都荡然无存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痕迹 都没有留下 这这 萧鹤浑身都在颤抖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男子的面色也有些凝重 好浓重的血腥味 说着 他落下地面 来到了新罗道本部前的空地之上 地面很干净 似乎被人刚刚打扫过 但当男子轻轻踢开表面的浮土后 下面赫然是一层斑驳的血迹 萧鹤以及新罗道的众人 此刻也已落在了地面之上 当看到这一幕后 他们的面色齐齐一变 大然 萧鹤的眼中 现出无限的愤怒之色 男子却没有回应 只是冷笑了几声 真是好手段 居然直接抹杀了所有人 说着 他抬起头来 看向了某个方向 可惜 你还是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 至少瞒不过我这双眼睛 言罢 男子转身看向了萧鹤等人 现在可以确定一点 有人将你们新罗道本部的人 全都给杀光了 萧鹤以及其余三天王 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都感受到了异样 但当听到男子的话后 还是不禁献出了悲愤之色 谁 是谁居然敢 对我新罗道下此毒手 萧鹤私生怒吼道 男子抬手指向了前方 我可以感受到 人是从这个方向离开的 可有什么线索吗 萧鹤等人 顺着男子所指的方向看去 脸上全都现出了疑惑之色 底层城市之中 根本没有什么势力 是能够威胁到 我们新罗道的 萧鹤说道 可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站着的星宇天王 突然想起了什么 浑身一震 忍不住惊叫道大人 道主 我想起这个方向有什么了 哦 是什么 男子问道 是 是极恶之花 心语天王颤声言道 话音刚落 萧鹤便断然说道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因为洛兰廷的极恶之花 虽然厉害 但也绝不可能 无声无息地 涂灭掉整个 新罗道本部的人 男子却突然来了兴趣 舔了舔嘴唇 说道这个洛兰廷 就是当初那个 骆残阳的妹妹吗 是 呵呵 这样的余孽 活了这么久 已经算是赚到了 而且 不管是不是他做的 都得过去看一下 明白 萧鹤立马就明白了 男子的意思 走吧 过去看看这个洛兰廷 到底有多厉害 而就在这名 号称光雨之间的男子 率领着萧鹤等人 往极恶之花赶来的时候 薛安正享受着 美味的上午茶 屋里鸦雀无声 包括敏华峰在内 所有曾跟新罗道 暗中勾结的人 此刻全都垂头丧气地 跪在地上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直到两酒之后 薛安方才满意地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拿起一旁的丝巾 擦了擦嘴角 然后他缓缓抬起头来 目光字底下跪着的 这些人身上扫过 然后微微一笑 有什么想说的吗 趁现在还有时间 赶紧说出来吧 此言一出 跪着的这些人 全都为之颤抖起来 其中有那胆小的 更是直接失声痛哭 大人饶命啊 大人 我不是故意要跟 新罗道勾结在一起的 实在是他们太过强势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是啊 大人 求您饶命啊 这些求饶声中 唯有这位敏华峰 以及少数几个人 面色铁金地低着头 一语皆无 薛安看向他们 饶有兴致地问道 嗯 你们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敏华峰文言抬起头来 冷冷地看着薛安 你是不是想听我们求饶 呵呵 那你就打错算盘了 事已至此 我无话可说 要杀药寡随便你 但有一件事 我想告诉你 哦 什么事 薛安淡淡道 新罗道的本部 虽然被灭了 但新罗道的道主 以及其他三天王都不在 如果他们回来了 你觉得你能抵挡得住他们的怒火吗 说到这 敏华峰的眼中 现出幸灾乐祸之色 到时候 你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 气定神闲呢 薛安文言也笑了 你觉得我会害怕 呵呵 害怕不害怕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敏华峰冷笑言道 此刻的他 自知必死无疑 索性便豁出了一切 试图让薛安感到恐惧 可他却想错了 因为就在这时 薛安抬起头来 看向了窗外 悠悠到来得倒是挺快啊 说着 他转头 冲敏华峰一笑 你不是觉得 我会害怕吗 那好 接下来 请你睁大眼睛 看看我是怎么打爆你口中的这些道主跟天王的 说吧 薛安长身而起 缓步走到了窗边 屋里一阵的骚动 人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但见数十道光滑 自天际狂飞而至 瞬间便来到了极恶之花本部的上空 领头的 正是光雨之剑 而在他身后站着的便是星罗道主萧鹤 以及星宇 星河 星灭这三位天王 他们的出现令天地掀视一镜 然后便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闽华峰以及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的众人 见此情景全都为之一喜 而洛兰廷等人的神色则变得无比凝重 就在这时 但见这名光雨之剑俯看着脚下的极恶之花本部 然后冷冷一笑 谁是洛兰廷 出来受死 话音刚落 薛兰看着这名光雨之剑眼中光滑一闪 然后便像是发现什么新奇事物一样 忽然轻笑了一声 低声嘀喃道 有趣 真是有趣 没想到 薛兰跑到这里来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索性便将你们一并解决了吧 说吧 薛兰一步登天 来至了苍穹之上 站在了星罗道这些人的对面 薛兰的这一步极快 至少星罗道的这些人 没有任何的准备 被吓得齐齐往后倒退了一步 光雨之剑也是面色一变 然后便打量起了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片刻之后 他的眼中现出了一抹不屑之色 因为 不管从哪方面看去 这个白衣少年都没有多少出奇之处 因此 他满是巨傲地问到你是什么人 薛兰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 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慢调私理地言道 虽然说 你们这些神灵一直很虚伪 但至少表面上一直吹嘘自己 是光明的化身 可为何 你们却会出现在 这黑暗圣地之中呢 难道说 准备铜流合污 此言一出 光雨之剑勃然色变 你 你 你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薛兰微微一笑 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很简单 因为你身上有一股 我很熟悉的气息 所以 光明神王是你什么人 光雨之剑面色大变 死死盯着薛兰 沉生鹤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会知道我父王的神明 薛兰笑了 原来是你的父神啊 废话少说 你到底是谁 光雨之剑又惊又怒的吼道 他惊的是 这个白衣少年 怎么会知道自己父神的名字 怒的是薛兰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令光雨之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轻视跟屈辱 哎呀 别那么着急嘛 薛兰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慢条思理的言道 说起来 我跟你父王 还是老熟人了呢 熟人 是啊 薛兰似笑非笑地点点头 有记得当初在地球之上的时候 你父王曾经降临下来一个神子 结果被我给灭掉了 这些事 你应该都知道吧 什么 此言一出 光雨之剑的眼睛瞬间瞪大 浑身也未知一颤 这件事 他当然知道 因为当初那个被派往地球的神子 乃是跟他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说到这 咱们得简单地回顾一下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薛兰还没出地球的时候 欧洲光明教会一直在暗中针对华国 后来 因为薛兰的横空出世 导致光明教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 他们便开始向自己所信奉的神灵祈祷 希望获得帮助 而光明教会所信奉的神灵 便是光雨之剑的父王 那位光明神王 当时光明神王也对地球上即将出现的气韵 垂涎三尺 于是便不惜动用自己的神力 护送了一名神子下去 试图掌控地球 可本以为会是手道擒来的事 结果却碰了一个大钉子 这个降临下来的光明神子 被薛兰直接打爆 并且连光明神王的一道分身都给斩灭了 而这件事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也是光明神王 且整个神国逃到这失了原来的重要原因 本以为这下算是能够松一口气了 可万万没想到 怎么会这么凑巧 居然又碰到了这个家伙 但就在这时 光雨之剑的心中突然移动 当初自己弟弟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球上天道法则的限制 导致他只能将自己的实力压缩到千百分之一 方才能够降临下去 但在这失了原中却没有这些束缚 自己现在可是以完全体的姿态出现的 而这个杀死自己弟弟的凶手 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厉害吗 若是能趁此机会将其一举铲灭的话 也算是替父王大人除去了一块心病 这些念头在光雨之剑的心中电闪而过 也让他看向薛安的眼神逐渐变得冷冽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而且还真是凑巧呢 薛安在这里又遇到了你 薛安也笑了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呵呵 缘分 你可知道死在你受伤的乃是我弟弟 而且因为这件事 我光明神国被迫迁徙到了这里 你却跟我说缘分 光雨之剑声嘶力竭的吼道 是吗 那还真是抱歉呢 但我说的有错吗 要知道 我本来没想着 去找你们这些所谓的光明神族算账的 但在这里遇到了你们 那就不由的 我不管一管了 也就是说 你们注定要死在我手上 这难道不是缘分吗 听完薛安的话后 光雨之剑简直是暴跳如雷 狂妄至极 就凭你也想灭我光明一族 真是痴心妄想 说吧 只见他陡然一抬手 背后的衣服瞬间撕裂 然后有两只巨大的白色羽翼 便从中伸展出来 羽翼之上密密麻麻的 都是闪烁着森冷寒光的羽毛 轻轻扇动了一下 整个人便瞬间飞至了高空之中 然后冷冷地俯瞰着薛安 一股狂暴的光明微压席卷天地 令人不寒而栗 薛安仰着头看着 脸上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反而笑得越发开心了 闹了半天 原来是个鸟人啊 本来正在积攒 威时的光雨之剑 闻言 气得闷哼一声 无奈高贵的圣天使 你居然敢戏弄于我 真乃罪无可恕 光雨剑杀 说吧 光雨之剑身后的两条羽翼 猛地伸展开来 然后一个山洞 无数的光雨化作锋利无匹的剑芒 直奔薛安而来 这也是光雨之剑这个名号的由来 薛安对于这些 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直到这些剑芒 都已经到了境前了 他才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这也配交剑吗 说着 他随手一挥 这些本来汹涌而来的剑芒 就好像遇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壁一样 纷纷止步于薛安的脚下 然后碰撞在一起 最终削米欲无形 光雨之剑面色微变 但他也没指望着一招 就能将这个白衣少年给抹杀 只见他眼中光滑闪烁 眉心之中神闻显现 然后踏前一步 神说 要有光 一声之下 神音隐隐 四方震动 无尽的光明之力 分涌而出 天地间一片大光明 但就在这圣洁的景象之下 却蕴藏着恐怖的杀鸡 这些光明之力 犹如复古之躯般 疯狂地涌向薛安这边 试图绞杀于他 薛安的神情依然平静如水 而这些光明之力 只能来到他深舟一丈的距离 然后就再也无法存尽了 薛安安稳地 就好似屹立于大海中 一块顶天立地的礁石一样 然后饶有兴致地 看着高空之中的光雨之剑 轻笑道 不得不承认 你们这帮神灵实力虽然不怎么样 但装起XI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比如这一招吧 杀伤力如何且先不说 X格却真是满满 还什么神说要有光 光岂是你们这些神灵所能左右的 这番话里所蕴含的讥讽之意令 光雨之剑愤怒欲狂 神说 一切不信我的 都将死去 哄 本来汹涌的光明之力 瞬间又狂暴了无数倍 乃至于震荡的空间 都开始现出了细小的裂纹 但就在这等滔天威势之下 在那光明之海中传来了薛安的声音 我说 众神皆死 唯我独尊 语气淡然 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威势 哄 本来汹涌的光明之力瞬间凝固 然后便无声无息地破碎开来 薛安自终缓步而出 然后抬眸 看向高空之中 那满眼惊恐之色的光雨之剑 淡淡一笑 看 我也学会了 看到薛安的笑容 光雨之剑的内心之中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极度的危险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为何当初父神在明知道 弟弟被人所杀的情况下 不但不想报仇 反而逃到了这个地方 原来 这个少年远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恐怖得多啊 至少他刚刚所表现出的实力 就是光雨之剑无法理解的 而无法理解 就意味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一念至此 光雨之剑战役全消 翅膀猛地一扇动 身形瞬间倒转 然后不要逃窜出去 论速度 光雨之剑 有着绝对的自信 因为在这对光雨之意的加持下 没有谁能追得上自己 这源自于圣天使那强大的血脉天赋 而且几乎是无解的 可就在他的身形微微一闪 马上便要虚化 然后消失在原地的时候 后脖梗畜 忽然有人在吹气 这不禁令他悚然一惊 与此同时 只听薛安清笑道 怎么 这就想逃吗 光雨之剑 被吓得差点惊叫出声 这个家伙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难道说 他的速度比自己还要快 不可能 一定是错觉 这些念头 在光雨之剑的心中电闪而过 同时 他的动作没有丝毫地停顿 光一疯狂煽动起来 便要顿入虚空之中 可就在这一刹那 薛安猛地一伸手 直接探入了虚空之中 一把抓住了光雨之剑的一条羽翼 不 光雨之剑绝望地尖叫一声 另一条羽翼对准薛安 便释放出了无量光雨 可这些杀伤力巨大的光雨之剑 在薛安眼中 却好似拂面清风一样 甚至都没能 让他的眼睛眨一下 只是轻轻吹了一口气 噗 这些光雨之剑 便被直接吹灭 紧接着 薛安抓着光雨之剑的这条羽翼 猛地一用力 便将其声声抡了起来 然后灌在了地上 碰 严尘四起间 地面出现了一个深坑 那是被光雨之剑的身体 给声声砸出来的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但见薛安双手用力 将光雨之剑 轮得呼呼带风 然后在地上疯狂地砸着 砰砰砰 接连不断的闷响声中 大地不停地震战着 其中还伴随着光雨之剑的惨叫 终于 当薛安终于停下手来后 地面上的大坑 已经一个挨着一个了 至于光雨之剑 则灰头土脸地躺在地上 夜已奄奄一息 这一幕 让很多人暗自吞了口口水 因为这其中所蕴含的狂暴之力 尾时太过让人心惊了 要知道对方 可是堂堂的圣天使啊 结果在薛安的手中 却像是个玩具一样 差点被生生砸死 这时 薛安松开了手 光雨之剑的身体软瘫在地 羽衣不停地收缩 转眼间 就只剩下了一个小的可怜的翅膀 薛安落在她的面前 然后缓缓蹲下身 静静地看着她 光雨之剑 确实是被砸晕了 按理说她的身体极为强横 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受伤 但在薛安的手中 她所有的实力和修为都失效了 甚至连动都动不了 所以才会落得个这样的惨状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薛安轻声问道 大大人饶命 光雨之剑满脸惊惧地言道 薛安文言轻笑摇头 这个回答 我不太满意 也罢 有什么事我还是问你的父王去吧 说吧 薛安抬手点在了光雨之剑的眉心之上 破 鲜血四剑中 光雨之剑的身躯 疯狂地挣扎起来 但一切都于事无补 薛安的手指 缓慢而坚定地伸入她的眉心之中 硬生生将她的神格给挖了出来 当这个散发着璀璨光滑的八面隔金体 出现在众人面前 光雨之剑 发出了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嚎 然后身躯便轰然破碎开来 化为了点点光亮 归于虚无 全场一片禁忌 实际上 从薛安动手到现在 总共也不过一盏差的光景 可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 气势汹汹而来的光雨之剑 便化为了乌有 甚至连她的神格 都成为了薛安的收藏品 这样的事实令 所有人都为之施语 至于满怀西记的 跟随光雨之剑而来 期望她能为星罗道出 这口气的萧鹤 此刻更是嘴巴大张 在风中凌乱地不能自己 看不到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我 别笑 这就是此刻萧鹤等人 内心之中的真实想法 他们都在祈祷 祈祷薛安可 千万不要想起自己这些人啊 可惜 事与愿违 就见薛安将目光 从手中的八面隔金体上收回来 然后抬起头来 看向了萧鹤等人 目光所及之处 所有人的面色都为之惨白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淡然的微笑 你们是星罗道的人 话音刚落 洛兰亭上前一步 功声言道 大人 这些人都是星罗道的人 领头的便是星罗道主萧鹤 在他身后的 乃是星罗道的三大天王 薛安闻言 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好整以侠地问道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气势汹汹而来 甚至还拉来了一个帮手 是想干什么呢 替你们星罗道的人报仇吗 声音轻松淡然 就好像在陈述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 可听到薛安的质问 萧鹤等人 却是暗自叫苦 要早知道 灭掉星罗道总部的事 这样一位杀神爷爷 自己说什么 也不能来啊 可是已至此 后悔也没有用了 只见萧鹤深吸一口气 冲着薛安攻身一礼 然后十分恭敬地言道 大人 我们确实都是星罗道的人 但我们来此 却不是为了报仇 那你们 是打算干什么呢 薛安慢调思理地问道 是啊 自己这么多人过来 是想干什么呢 难道说 是来跟极恶之花 沟通有益的吗 开什么玩笑 这样的话 傻子都不会相信的 而如果自己敢将面前 这个白衣少年 当成傻子的话 那先死的 可能就是自己了 但不回答又不行 萧鹤一时间 陷入了两难之地 就在这时 他忽然灵机一动 胆忙说道 大人 我要是说 我们都是 被这个光雨之剑 胁迫而来的 您信吗 胁迫而来的 没错 之前 我们正于底位阶的城市中 败会于他 没想到 凑巧便被他知道了 星罗道本部出事这件事 并且非要跟来 无奈之下 我们也只好同意了 萧鹤越说越顺流 还添加了很多的细节 力图让整件事变得更加可信 可薛安听着 却只是一笑 其实 你们来找我报仇 也是正常的 毕竟 你们星罗道的本部 确实是被我锁灭 冤有头债有主 报仇也是 无可厚非 呵呵 萧鹤的笑容极为僵硬 心中却在疯狂吐槽 是啊 事情确实是你说的这样 可关键是 我们敢说实话吗 因此 他连忙陪笑道 大人说笑了 我的这些手下们 一贯胡作非为 这次能死在大人的手中 也算是他们的报应了 一边说着 萧鹤的后背上 一边往外伸着冷汗 其实 如果真的比论修为的话 萧鹤丝毫不次于光雨之剑 只不过没有光雨之剑 那些奇奇怪怪的天赋加成罢了 但这并不代表 他没有实力 相反的 能执掌星罗道这么多年而不倒 就足以证明萧鹤的实力了 所以他本不必如此地卑躬屈膝的 但此刻的萧鹤 却已经被薛安给吓破了胆 因为 从开始到现在 薛安都表现得太冷静了 甚至连涂灭光雨之剑 将他的神格生生挖出来的时候 脸上都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这种感觉 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再加上不管怎么观察 萧鹤都无法感知到 薛安身上有一丝一毫的一样 而在这个时候 没有异样 就是最大的异样 所以他才会如此老实 至于脸面 对于萧鹤这样的人而言 能活下才是重要的 脸面能值几个钱 说得好 薛安轻轻鼓掌 满脸的赞叹之色 不过 我最奇怪的 还是你居然也知道报应 萧鹤强笑道 大人 我当然知道报应了 您 薛安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知道报应 那么你觉得你又应该落得个什么下场呢 萧鹤以及他身后的心罗道众人气 接色变 大人 萧鹤面色难看至极 轻声说道 嗯 薛安却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微微一扬眉 沉声问道 萧鹤的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死死盯着薛安 然后缓缓吸了一口气 非要如此赶尽杀绝吗 我说过要赶尽杀绝吗 我只是在问你 觉得自己应该得个什么报应而已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薛安笑眯眯地言道 萧鹤终于按捺不住了 倪人尚且有三分火星 更何况他认为自己的姿态 已经放得足够低了 这样都不能让薛安满意 那显然就是 他不知道好歹了 抱着这个想法 他不动声色地 冲身后的众人 做了个手势 心罗道所有人的眼神 也随之变得阴冷起来 朋友 你已经灭了我心罗道的本部 现在还如此地咄咄逼人 不觉得欺人太甚吗 萧鹤试图用话来分散薛安的注意力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摇头轻叹道 你还是没搞明白啊 并不是我要欺人太甚 我只是问你 应该得个什么报应而已 动手 薛安的话音刚落 萧鹤便怒喝了一声 实际上卡得恰到好处 刚好是薛安的话刚刚说完 契机还没恢复的那一瞬间 一声令下如山倒 早已暗中做好准备的心罗 道众人狂勇而至 全都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绝招 试图击败面前 这个傲然而立的白衣少年 进了 又进了 当众人都已经冲到了境前 甚至有很多人都能看到 薛安额前那飘荡的头发之时 薛安豁然抬头 眼中现出一抹冷然之色 既然我问了好几遍 你们都不回应 那我只好亲自动手 给你们安排一个结果了 这番话说得很多人面现疑惑之色 不知道薛安这是什么意思 可冲着最前的萧鹤 却没来由的感觉 心头一紧 似乎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危险 在这一瞬 萧鹤真想转身就逃 而且有多远逃多远 但此刻的他已经冲到了薛安静前 眼见再过一瞬 自己积蓄已久的大招便能释放而出 到时候 不管这个家伙有多厉害 估计也得倒下 这样的诱惑 实在太大了 大到萧鹤都忍不住将心中的不安压下 然后继续往前狂冲 但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的嘴角渐渐扬起 然后轻声嘀喃道 若得我命皆有我 声音清朗 传于天地 新罗道的众人 便觉得身体一沉 险些被一股狂暴之力生生压倒 速度也随之放缓下来 薛安继续往下说道 方能火里种红莲 说吧 他抬眸 眼中光滑一闪 一个小小的金色莲花 便出现在了他的瞳孔之中 当看到这近乎妖异的一幕后 离着最近的萧鹤浑身俱阵 然后难以置信地吼道 这怎么可能 声音之中满含着无限的绝望 因为萧鹤可以感受到 有一股气机 正自薛安的身上冲天起 在这种令人颤抖的威势之下 萧鹤第一次感觉自己 是如此的渺小 他想逃跑 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因为就在这时 一朵朵红莲凭空出现在了萧鹤等人的头顶 然后根须猛然往下一扎 噗 没有人抵挡得住这样的一击 根须瞬间探入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紧接着 无数的光滑 开始自根须之中往上涌动 请客之间 这些红莲便开始微微摇曳 然后徐徐绽放开来 当莲花怒战的那一刻 包括萧鹤在内 兴罗道所有人的神情都变得很是呆滞 直到两久之后 萧鹤方才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 好招好法 化落 但见兴罗道的所有人齐齐一阵 然后整个身躯便化为了飞灰 散于天地之间 这样的一幕 令所有人都为之惊恐 谁都知道薛安厉害 可人们没想到的是 居然会这么厉害 那可是兴罗道所有的精锐啊 居然被薛安一招秒杀了 但他们并没有看到 此刻 背对着他们的薛安 眼眸之中的光滑也变得有些暗淡 显然 这一击对薛安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洛兰亭恭恭敬敬地推开房门 走进了房间之中 屋里有些阴暗 光线透过薄薄的沙帘照射进来 让一切变得有些朦胧 在靠窗的位置 放着一张椅子 已被冲着房门 看不见上面坐着的人 但从椅子前的茶几上 那鸟鸟升起的水汽 也可以看出 有人正在饮茶 洛兰亭的神态 变得越发恭敬 扶手言道 大人 您找我 一阵无言的沉默之后 椅子轻轻转了过来 坐在上面的薛安手端茶杯 似笑非笑地看着洛兰亭 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回大人 都处理完了 新罗道所辖的地界 已经尽数纳入了极恶之花 至于那些背叛我的盟友 也已经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说这番话的时候 洛兰亭眼中 隐隐现出了泪光 因为他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太久了 当初哥哥 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他就立下了誓言 一定要灭掉仇敌 而新罗道 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可惜 在这几年中 因为实力上的差距 洛兰亭只能一直采取首饰 根本无力灭掉新罗道 结果就在今天 目的突然达成了 新罗道的所有人 全都被薛安一人所杀 虽然不是亲手灭掉仇敌 但洛兰亭已经很满足了 这也是 他对薛安越发恭敬的原因所在 薛安听完之后 微微点了点头 很好 但是 薛安画风一转 你觉得这件事 会就此了结吗 洛兰亭闻言面现凝重之色 这也是他一直为之担忧的 要知道 那些光明神灵 既然能够占据底位阶 就说明 他们的实力 一定极为强横 而这次连神王之子光雨之剑 都死在了这里 这件事 显然不会那么轻易地就结束 那帮光明神灵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 饥饿之花 该如何应对 这将是一个大难题 薛安看到了 洛兰亭脸上的凝重之色 不禁微微一笑 不用那么紧张 不过是群虚伪的神灵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而且我所言的这件事 也不是指他们 洛兰亭微微一正 不明白 薛安这是在说什么 薛安淡淡道 你真的认为 你哥哥的仇 这样就算报了吗 此言一出 洛兰亭浑身俱正 眼中现出骇然之色 大人宁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你哥哥根本不是死在 星罗道 或者这些神灵的手中 真正的罪魁祸首 薛安抬手往上折了指 在上面 洛兰亭的面色 逐渐变得苍白起来 其实对于哥哥的死 他一直隐隐有些预感 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但困于眼界和实力 他也只是有所预感而已 现在从薛安的嘴里得到证实 这怎能不令他为之震步 洛兰亭低下了头 两久之后 方才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嘶声道 为什么 那些大人物 为什么要对我哥哥下手 很简单 因为他们惧怕传给你哥哥 极恶之花的那个人 薛安语气悠然地说道 那个人 洛兰亭轻声呢喃着 身躯微微颤抖 薛安接着往下说道 是啊 而且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人现在肯定也已经出事了 否则 就算给这帮家伙使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擅自对你哥哥下手 因为那个家伙 可是很护短的 洛兰亭的眼泪 扑素素地掉落下来 如果事情真如薛安所说的那样 那么自己 给哥哥报仇的希望 岂不是渺茫到近乎没有了吗 洛兰亭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即便是在这最底层的城市之中 他都不能说数一数二 更何况是那些占据高层城市 实力高深莫测的大人物呢 薛安也看到了他眼中的绝望 不过他没有劝慰 只是突然问道 听到这些 你害怕吗 洛兰亭摇了摇头 坚定地说道 不怕 真的不害怕吗 那可是一群实力不可测夺的存在哦 薛安一有所指地说道 洛兰亭依然没有犹豫 真的不怕 只是觉得对不起哥哥 以及他的师父 洛兰亭艰难地说道 一脸黯然之色 薛安却笑了 很好 看来那个家伙 以后要多个徒弟了 毕竟 他可是最喜欢你这样心智坚定的人了 洛兰亭没听明白薛安这句话的意思 只能满脸迷茫地看着薛安 实际上 此刻的他对薛安 有着各种各样的问号 比如 他到底是谁 为何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等等 似乎感受到了洛兰亭心中的不解 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便站起身来走到了窗前 划 窗帘猛地被拉开 明亮的光线 一下子便铺满了整个房间 洛兰亭瞳孔微缩 只觉得站于窗前的薛安 好似镀上了一层金边 令人难以直视 与此同时 薛安看着窗外 头也不回地淡淡道 我是谁你不用考虑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解决掉那些肆意妄为的家伙 说吧 薛安默然转身 目光灿然地看着洛兰亭 你不害怕 这很好 但你可有胆量 与我一同杀上九中天 洛兰亭浑身一震 近乎痴痴地呢喃道 杀上九中天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然后他抬眸看向了高空之中 那若隐若现的城市 淡淡道 这个地方很特殊 无法直接逾越而上 所以 若想找出那帮暗中下手的家伙 就只能这么一层层地杀上去 洛兰亭的眼神 逐渐变得凝肃 然后深吸一口气 冲着薛安正中一点头 大人 我愿望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这可是 近乎于跟整个失乐园作对 薛安淡淡言道 洛兰亭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这件事终归需要有个了结 而这个结果不是我死 就是他们死 就这么简单 没有第二种选择 薛安静静地看着一脸坚定的洛兰亭 眼中不禁现出了一抹激赏之色 很好 既然这样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即刻动身 是 旋即洛兰亭有些迟疑地问道 大人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一站会是哪里 第一站吗 薛安微微一笑 自然是要先会议会我的那位老朋友咯 洛兰亭下去收拾了 在新罗道被灭掉之后 现在的极恶之花 已经成为这座底层城市中 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这也意味着纷乱庞杂的各种事物 洛兰亭若要离开 总得先将这些事情交代清楚 当他走后 薛安又在窗前静静地站了一回 而后便见他的眉心之中 一点光滑投射而出 在面前构成了一个虚影 正是安言 这也是安言最近才学会的一张秘书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很方便地 自福保小楼之中出来了 同时 本体却又留在了福保小楼之中 足以保证安全 就见安言先调皮地绕着薛安转了几圈 在这个状态下的他 好似一道没有质量的光影 所以可以很方便地 在薛安的身上蹭来蹭去 薛安见状宠溺一笑 伸手要去抱安言 结果却扑了个空 原来就在那一瞬 安言突然身形散开 然后在薛安的身后 重新凝聚起来 而后便见安言哥哥娇笑起来 笨老公 这下你抓不到我了吧 希希 言语中 好像一个偷吃蛋糕成功的小姑娘 满是得意 扑了个空的薛安也没说什么 只是慢条思理地揉着下巴 然后轻叹一声 言而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调皮了 希希 就调皮了怎样 有本事 你来抓我呀 安言越发地嚣张 你是在击我吗 薛安好整以侠地说道 希希 笨老公 现在的我 可不是以前了 你根本抓不到我的 如果抓到 嗯 怎样 娜娜随便你惩罚咯 薛安眼前一亮 这可是你说的哦 要是被我抓住了 可要小心你的屁股 虽然是虚影状态 但当薛安说完之后 还是可以看到 安言的脸 逐渐泛起了红欲 呸 大坏蛋 臭流氓 希希 愿赌服说 我来了 薛安笑得十分邪恶 摩拳擦掌 便要伸出魔爪之石 安言突然有些紧张 先说好 你可不能用那些奇奇怪怪的招数 而且要以这个房子为鉴 出了这个房间 就算我赢 好啊 我不用 还有不能用神念来封锁空间 薛安微微一皱眉 这 怎么 怕了 希希 看来老公你也会怕呀 既然这样 你干脆认输好了 安言见状 笑得越发开心起来 认输 薛安呵呵一笑 傻严 你也太小瞧你老公了 不就是神念吗 不用就不用 啊 安言没料到 薛安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猝不及防之下 不禁有些傻眼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薛安问道 嗯 安言有些迟疑了 忽然眼前一亮 赶忙说道 还有 你不能用手脚碰到我 喂 这条件有些过分了 不碰到你我怎么抓住你 薛安有些无语地说道 希希 那我不管 你不是说 自己很厉害吗 如果不用手脚抓住我 那才是最厉害的 安言自认为抓住了薛安的痛脚 不禁满事得意地说道 可没想到 薛安笑了起来 好啊 那我就答应你 安言没想到 薛安居然会答应 刚然一愣神 就见薛安的身形一闪 瞬间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夜已来到了安言的面前 安言被吓得花容失色 惊叫一声 我还没说开始呢 这不算 薛安耸了耸肩 笑眯眯地看着安言 好啊 那你随便 开开始 其实喊到开这个字的时候 安言的身形 便已经飞了出去 在这个状态下的安言 不管是反应还是速度 都不能以常理来计算 只是一个闪身 安言就已经飞到了门前 眼看马上就要飞出门外 可就在这时 一团黑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安言便 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 还没等安言反应过来 薛安夜衣服下身 然后恶狠狠地 咬在了安言的嘴唇之上 虽然说是虚影状态 但因为安言这个形态 有精神力蕴含其中 所以这一吻 还是让他的眼睛瞬间睁大 傻在了原地 两久之后 薛安缓缓松开嘴巴 见安言依然一脸地猛逼 不禁凑到他的耳边 轻笑道 怎么样 我可是没用手脚 也没用神念 便赢了你咯 愿赌服输 你说我要怎么惩罚你呢 安言的眼中 开始阴晕起阴晕的水光 然后吐了吐舌头 满脸狡黠地说道 哼 我才不要愿赌服输 喂 你这可是耍赖啊 就耍赖了怎样 女人就是可以耍赖的 有本事 你来咬我呀 这可是你说的 薛安似笑非笑地言道 安言忽然预感到不妙 刚想躲闪 但还是晚了一步 嗯 终于 薛安松开了嘴巴 虽然说没有身体的限制 但安言还是做长息气状 然后恨恨道 你这个大坏蛋 整天就知道欺负我 薛安笑得很得意 然后一把拦过安言 怎么样 欺负你怎么了 安言略扭动了一下 便舒服地窝在薛安的怀中 不动弹了 直到过了好一会 安言才轻声道 老公 嗯 你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姑娘一起跟着呢 那岂不是太危险了吗 安言说的是洛兰婷 薛安文言一笑 因为这件事本来就跟他有扯不开的关系 而且我总有一种预感 他将会是这件事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老公 那你所说的那个老熟人又是谁呢 他呀 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哦 安言又沉默了一会 然后突然说到 这么黑暗杂乱的地方 孟雪一个人在这里 会很辛苦吧 薛安也为之沉默了片刻 然后方才轻声道 是啊 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而通向黑暗王者的路注定是孤独的 所以 他只能一个人来承担 安言文言也不禁有些黯然 将头轻轻靠在了薛安的胸膛之上 老公 孟雪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多帮帮他 嗯 我会的 正当两人享受着这种温馨气氛之时 面前的空间突然又现出了两团模糊的光影 紧接着想想和念念的声音从中传了出来 当然 那团胖一点的是念念 而那团高一点的则是想想 这也跟他们心智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 咦 爸爸妈妈这是在干什么 念念好奇道 噓 爸爸抱着妈妈在说悄悄话呢 想想回应道 一句话 吓得安言立马从薛安的怀中震脱出来 然后极力震惊道 你们两个怎么也出来了 嘻嘻 爸爸 你在跟妈妈说什么悄悄话呀 念念没有回答安言的话 反而好奇地问薛安 即便脸皮在后 但被两个女儿目睹了刚刚的一幕 薛安还是面现尴尬之色 轻咳了一声 没没什么 对了 你妈妈问你们 为什么也出来了 是球球叫我们两个送出来的 想想说道 说着 就见那条锦里球球 便现出了身形 然后冲着薛安讨好的摇起了尾巴 现如今 随着她的逐渐进化 她的诸多功能也开始显现 比如安言的幻化 虽然很大一部分上是自己的功劳 但如果没有她的帮助 安言也是很难突破福保小楼的界限的 而两个小丫头自然也是一样 只不过 她们不能跟安言一样 收发自如 甚至连停留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 比如现在 代表两个小姑娘的光影 开始晃动起来 哎呀爸爸 我们要碎掉了 快帮帮我们 念念有些害怕地喊道 薛安有些哭笑不得 但还是板起脸说道 行了 以后不要这么胡闹了 虽然说这样出来 不会伤及身体 但你们还小 一旦精神受损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说吧 她这才一挥手 将两个小姑娘 安全地送回了福保小楼之中 与此同时 门外传来的脚步之声 安言冲着薛安一点头 老公 你也要多加小心 嗯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现在的安言对薛安 已经充满了信任 不管她做什么 安言都默默地在背后支持 从不说别的话 现在听到薛安的承诺后 安言点了点头 然后便散开身形 也回归了福保小楼之中 也就是在这时 房门被轻轻推开 洛兰亭走进房间之中 满脸肃然的一躬身 大人 已经处理完毕 我们现在便走吗 薛安点点头 好 现在便走 光明神王今天总觉得 自己有些心惊肉跳的 却又不知道 是哪里出了问题 奇怪 这感觉怎么如此的熟悉呢 光明神王皱了皱眉 热大的神殿之中 鸦雀无声 而透过神殿的穹顶 居然可以看到 上层城市的繁华景象 相比起这个 脚下的底位阶 就显得很是冷清了 一座座巨大的光明神殿 散步期间 成为了这座城市中 最显眼的所在 信仰的积攒 还是太骂 光明神王轻叹了一声 站起身来 走下了高大的王座 然后走向了神殿之后的一个秘室 秘室中间赫然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轮盘 轮盘之上光滑缭绕 正在不停地推演运转 而每一道光滑可能就代表着亿万生灵 命运轮盘 一个极为宏伟瑰丽的造物 同时也是光明神王手中最重要的神物 但在命运轮盘之上 却有几个补丁存在 这些补丁犹如丑陋的伤疤 跟那和谐优美的轮盘线条 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不光如此 当本来流畅地 推演到了这几道补丁前时 就会变得很凝色 那种感觉 真是令人难受的 想要吐血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久 但当看到伤痕累累的命运轮盘后 光明神王的眼中 还是现出了痛惜之色 这个 被它是做命根的神物 就是跟随自己神子 在地球上的灭亡 而一起破碎的 详见前的光明教会之战 每每想起 依然痛彻心扉 而且 光明神王之所以 舍弃了那么崇高的地位 且整个神国 一起投奔至这失了园中 也跟地球上的事 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现在看来 也不知道这件事 是对还是错啊 虽然自己的神力 有了长足的进步 可也失去了 作为神王的尊严 甚至只能在这底位阶中 做一个小小的山大王 这其中的滋味如何 就只有光明神王 自己才清楚了 想到这 光明神王悠悠一叹 然后精神一震 将这些杂念 全都抛出脑后 今天他总觉得 自己有些心惊肉跳 却又找不到具体的缘由 因此 才来到了这命运轮盘之前 试图推演一下 光明神力掩斩而出 跟这命运轮盘交汇 融合在了一起 密室之中 光明大作 无数繁密若 星辰的轨迹 在不停运转 推演着光明神王 所需要的结果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单薄 而挺立的身影 光明神王心神一震 总觉得眼前这个背影 十分的熟悉 这不禁令他 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 然后又一次 加大了输入的神力 推演又一次被加速 然后便见虚空之中的 这个身影 开始缓缓转身 当看到这个人 面容的那一刹那 光明神王如遭雷击 惊叫一声 你 与此同时 就见这个身影 冲光明神王微微一笑 来自命运的窥探吗 还真是个有趣的玩具呢 话落 身影猛然消散 而后便听一阵阵的乍响 自命运轮盘之中传来 无数细密的列文 浮现于命运轮盘的表面 然后接连不断地 炸裂开来 顷刻间 这尊命运轮盘 便被炸为了粉碎 只剩下那几个补丁 掉落在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光明神王呆立在原地 满脸的震恶和惊恐之色 因为刚刚那个身影 勾起了他所有的回忆 他可以肯定 这个人正是在地球上 斩杀自己神子 逼得自己只能远顿于此的那个人 怎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来到这里 光明神王轻声呢喃着 突然 他想起了什么 低头看了看 那已经碎了一地的命运轮盘 脸上的神色时青时白 嘴唇颤抖的烟道 为什么又又碎了 然后他猛地仰天怒吼起来 真以为我还是以前的光明神吗 现在的我 已经强大了无数倍 所以 不管你是谁 我都要杀了你 与此同时 正在王底未接所在的 第四层城市赶去的薛安 忽然眼光一闪 然后失声轻笑起来 大人 你在笑什么 哦 没什么 只是忽然觉得 有些人真是可怜而已 弗拉诺站在赌场门前 正在小声地冲着同伴抱怨着 我真的很讨厌在门前站岗 因为这简直蠢透了 难道说 还有谁敢来这里捣乱吗 他的同伴 自然也是一名神卫 在听到弗拉诺的话后 这名神卫耸了耸肩 好了 上面既然 派我们过来站岗 那就好好站吧 总比帕拉东那帮家伙强 听说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 正在满城的布控呢 弗拉诺文言面线幸灾乐祸之色 这简直是我最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了 一想到帕拉东那个家伙如此倒霉 我就忍不住想笑呢 这名神卫呵呵一笑 并没有说话 但弗拉诺显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 他看了看周围 见一切平静如常 这才满脸神秘地凑了过来 小声问道 哎 你说这次神王大人突然下令全城戒严 并且让我们严加留意 最近进入这座城市的人 尤其是人族少年 这是想干什么 莫非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吗 看到弗拉诺那一脸的好奇之色 这名神卫的面色却严肃下来 弗拉诺 有些是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神王大人想干什么 又岂是我们可以揣测到的 弗拉诺被说得一脸善善之色 我这不是好奇吗 最好将你的好奇咽进肚子里 否则一旦出事 谁也就不了你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还不行吗 真是没意思 弗拉诺嘟嘟当当地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之上 但心中依然十分地好奇 因为就在前天 神王大人突然颁布了两条法令 一是关闭整座城市 严禁人员出入 二便是开展全城大搜查 重点则放在了年方若冠的人族少年身上 这两个命令一出 整座城市可谓是鸡飞狗跳 诸多神卫将整个城市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神王大人所说的那个人 但气氛并未因此而缓和 反而越发地紧张起来 乃至于连这些专供神灵享乐的赌场 都提高了防护等级 弗拉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派到这赌场门前站岗的 对于已经懒散惯了的他而言 这种工作可谓是无比的枯燥无味 所以他才会满腹地牢骚 但被同伴训斥了一番后 他也只能将这些不满都放在了心里 正当弗拉诺暗自赋匪之时 自街道远处的黑暗之中 缓缓走出来了两个人 一见到有人 弗拉诺以及另外一名神卫 全都为之一阵 因为就在这两道身影出现之前 他们明明感觉一整条街道 都是空无一人的 但几乎是眨眼间 这两个人就凭空出现了 这样诡异的情景 自然令两人心头为之一己 什么人 弗拉诺声色俱力地喝道 没有人回应 这两道身影依然在黑暗之中 不急不缓地行走着 弗拉诺和同伴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之色 然后这名神卫冲弗拉诺 微微一点头 弗拉诺明白 这是让自己进去送信 因此便要转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两道身影夜已走出黑暗 来到了光明之中 走在前面的是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 身后则跟着一名黑衣双马尾的萝莉 这样的组合 即便是在如此寂静而肃杀的夜色中 依然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但弗拉诺二人 却完全没有半点赏心悦目的感觉 相反的 他们的眼睛全都睁到了最大 浑身微微地颤抖着 因为这个少年 正是神王大人 亲自下令要找的那个人 这下事情可大条了 正在弗拉诺二人为之惊惧的时候 薛安缓缓停住了脚步 目光从他们两人的身上扫过 然后微微一笑 麻烦问一下 这里可是光明大赌场吗 两人浑身僵硬 机不能言 但弗拉诺见机得比较快 率先恢复了清醒 然后疯狂点头 是是的 谢谢 薛安点头微笑 然后迈步便往赌场内行去 弗拉诺二人 全都面线挣扎之色 他们是被派到这里站岗的 可以说 每一个进入赌场之中的人 都需要他们的同意 而现在这个白衣少年 自然是不被允许放进去的 但若要动身阻拦 弗拉诺二人又不敢 因为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虽然看上去气势平平 但那双眼眸 却忧深地令人不寒而栗 就在他们惊疑不定的时候 薛安叶已走到了他们身前 弗拉诺的那名同伴 暗自一咬牙 若是就这么放薛安进去的话 那自己二人到时候 也落不了好下场 所以他上前一步 便试图阻拦薛安 可就在这时 薛安抬眸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就是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扫事 却令这名神卫如遭雷击 亮亮呛呛地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再也无法起身了 死 看到这样一幕 弗拉诺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 也随之荡然无存 完了 这一下自己两人算是死定了 正当弗拉诺心中哀叹不已之时 却见薛安头也不回地 继续往里走去 压根就没有理会他们二人 直到已经走到门前了 薛安方才淡淡道 如果我是你们 现在就应该有多远跑多远了 毕竟今晚的城市将会很不平静 说吧 薛安推门而入 洛兰亭紧随其后 消失在了门后的走廊之中 弗拉诺两人呆呆地看着 过了片刻 弗拉诺方才击凌地打了个冷战 然后看向了自己的同伴 恰好这名神卫也看向了弗拉诺 两人目光对视在一起 然后一口同声地说出一个字 走 一言即出 两人立马站起身来 连回头看一下都不敢 直接便飞离了此处 光明大赌场 这个名字简直充满了讽刺意味 毕竟光明一向是比较正面的词汇 而赌场往往与黑暗相伴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自然给人一种 滑稽到近乎魔幻的感觉 但这个名字又是那么的贴切 因为能出入这个赌场的 都是光明神国中的神灵 没错 就是光明神王麾下的那些光明神灵们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 神灵居然也会赌博 但这确实是事实 实际上 当光明神王将整个神国都搬到施乐园中后 这些神灵便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堕落腐化了 短短几年光景 打着神殿名义的赌场便在这座城市之中遍地开花 这些神灵们之前尽管也很虚伪 但至少还能维持一丝体面 可等到了这里后 连最后的一丝伪装也彻底撕碎了 所有的神灵都变得醉生梦死 放浪心海 而作为统领一切的光明神王 对于这种现象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压根就没管过 就在这种放纵之下 情形愈演愈烈 最终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这座光明大赌场 可以称得上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赌场了 里面的布置极尽奢华之能事 偌大的大厅之中更是摆满了各色赌具 神卫以及诸多低级神灵们 便在此赌得不亦乐乎 如果不提醒的话 你第一眼看去 甚至会以为回到了地球之中的赌城 只不过 此刻围坐在赌桌旁的不再是人 而是一个个的神灵 这样近乎魔幻的一幕 也让洛兰婷有些傻眼 尽管他出身失乐园 却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不禁轻声问道 大人这 薛安微微一笑 很惊讶吗 洛兰婷点了点头 有点 然后他有些不自然地看了看四周 压低了声音问道 而且 我实在搞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先来这里呢 别着急 待会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说吧 薛安迈步走向离着最近的一张赌桌 同时淡淡道 既然来了 那咱们也先玩两把 这里要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座赌场 虽然很像地球上的赌场 但在很多地方上 还是有显著的不同的 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这些赌具 光明赌场中的这些赌具 都是蕴含有神力的特殊道具 毕竟 地球上的赌场 面对的都是些普通人 而这里可都是神灵啊 如果不用特制的赌具 那么赌博也就失去了意义 比如薛安现在所在的这张桌子 虽然看上去很像是地球上的轮盘赌 但实际上 其中的构造要复杂千百倍 更有独特的神念护具屏蔽 防止有人通过修为 或者神念来作弊 而也因为这种读法的刺激和不确定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低级神灵 以及神位 再次流连忘返 当薛安这个生面孔 出现在人群之中后 自然也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 但因为 此刻众人笃性正憨 所以人们 也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便不再理会 毕竟 能出现在这的 应该都不是外人 薛安先静静地看了一会 等到新的一轮即将开始的时候 他随手一挥 一枚金石便落入了一个指定的区域之中 金石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正是一块品阶极高的光明金石 见到这一幕 很多人满脸惊诧地看了薛安一眼 但也没人说些什么 很快 轮盘缓缓开启 众人的心情也随着这个轮盘的转动 而开始起伏不定 停停停 这些喊声此起彼伏 喧闹异常 唯有薛安静静地站在人群之中 面色淡然如水 压根没有任何表情 终于 轮盘缓缓停顿下来 指针赫然指向了一个数字 买中了的兴高采烈 没有买中的则是满脸的不甘 薛安自然是中了 于是 一枚金石就此变成了石枚 旁边有几个人艳羡地看着薛安 不明白 这个刚来的少年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薛安也没说话 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直接将那石枚金石又扔了出去 压了一个数字 这下不禁激起了很多好奇的目光 堵桌之后 站着的一名中年男子也用锐利的目光 扫了薛安一眼 见到只是一个普通少年后 他便收敛了目光 然后冲着手下一挥手 轮盘继续进行 这一次的喊声比刚才还大 人们似乎要将所有的不满 都发泄出来一样 但最终 轮盘还是缓缓停在了数字之前 哄 全场一阵大滑 然后众多的目光 便齐刷刷地看向薛安 因为这次薛安又一次压重了 这一下 十枚金石就变成了一百枚 这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很多人艳羡地看着薛安 纳闷这个白衣少年到底哪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那个中年男子也危感惊诧 然后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薛安依然面无表情 当一百枚金石送到面前后 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随手便又一次挥了出去 全场随之一镜 如果说之前薛安还只是引起了一小部分注意的话 那现在的他便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毕竟 这么大手笔的赌注 在这大厅之中可是不多见的 负责开启轮盘的服务生 有些为难地看向了那名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略意沉吟 然后便点了点头 轮盘又一次开启 这次的喊声却小了很多 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 都想知道最终的结果 这一次的轮盘转动 似乎要比之前漫长一些 但最终还是缓缓停了下来 当指针彻底停下的那一刹那 场中便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神王大人在上 他居然又赢了 这下就是一千枚金石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泽泽 这个家伙是谁啊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钱 这些议论声中 中年男子的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一千枚金石确实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 但他还不至于为此而动容 关键是 这个白衣少年从一枚金石赢到一千枚 总共只用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三把百分之百的胜率 而且还是轮盘赌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所以他一直死死盯着薛安 试图从脑海中检索出这个人的资料来 可惜 他一无所获 这时 一千枚金石业蚁 拨付给了薛安 在他面前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包 薛安看着这些光滑夺目的金石 手指轻轻从上面划过 眼中现出了一抹玩味之色 然后 他双手合拢 将这一千枚金石往前一推 全都放在了一个数字的区域之内 全场瞬间禁忌下来 很多人嘴巴张得老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那可是一千枚金石啊 就这么一把唆哈了 中年男子更是豁然而惊 然后面色阴沉地看向薛安 朋友 赌得这么狠吗 薛安微微一笑 狠吗 我不觉得 中年男子深深凝视了薛安一眼 然后亲自上手 开始转动轮盘 这个轮盘 当然是有猫腻的 实际上 整个赌场之中的赌具 基本上都留有暗门 至少薛安一眼 便能看出来 但他并未有任何动作 依然站在桌前静静地看着 轮盘飞快地转动着 也牵动着全场所有人的心 毕竟 这可是 一笔巨额的赌资啊 终于 轮盘逐渐停下 所有人都 极为紧张地看着 唯有薛安 依旧满脸的淡然之色 似乎这一切都跟他全部相关一样 中年男子健壮 不禁暗暗冷笑 这个家伙 要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虫儿 要不就是城府极深的强者 但从现在看来 前者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 没有谁能在这种情形下 还如此地淡然 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压根 就不符合常理 只能证明 他是装的 可不管他看也好 不看也罢 这次他都输定了 因为中年男子夜已动用了 那个暗门 保证不管是谁 都得连裤子都输掉 可就在他自信满满之时 轮盘逐渐停止下来 全场的气氛 也随之高涨起来 听到人们那一声 高过一声的叫喊 中年男子不禁低头望去 然后他脸上的得意 便全都僵住了 因为随着轮盘的停滞 只真正逐渐朝着薛安 所买下的那个数字奔去 怎么会这样 这绝对不可能 中年男子的眼睛 差点瞪出来 要知道在启动轮盘的那一刹那 他就已经暗中动用了后门 按理说 现在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可事实是无情的 眼见那指针颤颤巍巍地 停留在薛安所买的 那个数字之前 全场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天哪 他又赢了 这不可能 从开始到现在 他已经连赢了四把了 从概率上来说都是 完全不可能存在的 一万光明晶石 这要是我的 该有多好 一时间 议论之声甚消沉上 简直将房顶都快要掀开了 薛安依旧一脸淡然 只是抬眸看了一眼 面色苍白 额头上满是冷汗的中年男子 然后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好像又赢了 中年男子的嘴唇动了动 本想说些什么 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他实在搞不明白 薛安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赢得自己 自己明明已经动用后门了 为什么还会说呢 正当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薛安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阵清脆的掌声自远处传来 然后便听一个清冷的女生说道 好 好厉害的读术 随着话音 人群瞬间分开了一条通道 然后便见一名女子 自终款步而出 艳丽的脸庞之上 满是冰冷的笑意 见到这个女子 中年男子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深深俯首 二小姐 这 来者正是光明神王的二女儿 沙莉 只见她满脸冷冽之色 连看都没看 这名中年男子一眼 寒声念道 行了 我都看到了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退下吧 中年男子 却如蒙大赦一般 功身义礼 是 然后便恭恭敬敬地 退到了沙莉身后 随着沙莉的到来 全场更是一片的禁忌 没有人敢说话 甚至有那胆小的 已经退到了远处 连头都不敢抬了 沙莉没有理会周围人的目光 她静止 走到了堵桌之前 之前掌管轮盘的那个人 立马让开了位置 而后 沙莉便站到了薛安的对面 微微一笑 这位大人远道而来 光明赌场未能远赢 实在是抱歉 薛安微微抬眸 看了这沙莉一眼 然后便不置可否地说道 怎么 换人了 沙莉笑容未变 大人赌字太大 已经不是他们这些坐下人的 能接得起得了 所以 自然要由我出场 薛安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 接下来 就能接得起了 此言一出 站在沙莉身后的很多人 微微色变 有些人 更是用无比凛冽的目光 看着薛安 要知道 沙莉可是光明神王的二女儿 这样尊贵的出身 注定了她 不是一般人 实际上 之前根本没有人敢跟她这么说话 薛安是第一个 这些护卫 自然满心的愤怒 正待发作 沙莉随手一挥 制止了身后 这帮跃跃欲试的手下 然后笑容渐冷地看着薛安 当然 接下来的赌注 都有我一人承担了 哦 是吗 薛安微微一扬眉 当然 可惜 我怕你承担不起 薛安摇了摇头 沙莉面色微变 与其越发冷冽 不试试 怎么知道能不能承担得起呢 薛安淡淡一笑 你似乎很不服气 沙莉冷哼一声 然后便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位大人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但我有句话需要告诉你 在这片土地上 没有谁能是我光明一族的对手 我的意思是说 任何人 沙莉的话中隐含威胁之意 薛安却好像没听懂一样 淡淡一笑 听起来似乎很厉害 但我偏偏就不信邪 所以这次我依旧缩哈 说吧 薛安双手猛地一推 十万枚灵金 便被薛安直接推到了一个数字区域之内 当众人看到这个数字之后 不禁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呼 因为这个数字 赫然是一 要知道 在轮盘赌中 首尾的数字 是最难出现的 尤其是最开头的这个一 可谓是百年难遇 一般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去压这个数字 所以 这个数字的赔率 也是最高的 达到了五十倍的赔率 但即便如此 依然没有人去压这个数字 因为那希望 简直太渺茫了 现在薛安一出手 却将足足一万枚的金石 压在了一上 这也意味着他 若是赢了的话 将会收获五十万枚金石 而若是输了 不但会血本无归 甚至还会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 因此 全场在一阵的骚动之后 逐渐变得宁记下来 莎莉也是一惊 旋即便深深看着对面的薛安 试图从她的表情上 看出些端倪来 但她失败了 在薛安的脸上 除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之外 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就好像压出去的这一万零金 根本不是她的一眼 甚至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 这不禁让莎莉的心 逐渐缩紧 莫非这个家伙 真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秘籍 可以控制轮盘 不 这绝不可能 因为这轮盘 乃是自己父王亲自监造而成 没有人能在这上面捣鬼 由此可见 这个家伙 分明就是在故弄玄虚而已 想到这 莎莉的脸上 不禁献出一抹 莫测高深的笑意 然后轻声赞叹道 好 无论胜败如何 丹论阁下的这份胆量 就足以令人钦佩了 薛安不置可否 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便好整以侠地 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淡淡道 废话少说 开始吧 全场的目光 瞬间又聚焦在了莎莉身上 只见她深吸一口气 然后眼中也现出了凝重之色 毕竟这次不同往日 自己手中 可是承载着 整个光明赌场的荣誉的 所以 她面沉似水地 将手放在了轮盘之上 猛然抱贺一声 开 说着 她的手掌一用力 这个轮盘便开始飞快转动起来 与此同时 莎莉直接动用最高权限 动用了这件轮盘的后门 不得不说 她这一手玩得极为漂亮 甚至瞒过了在场所有的人 只有站在莎莉身后的中年男子 看出了端倪 然后眼中便现出了兴奋之色 她可以确定 在这个后门的掌控之下 薛安这次将必输无疑 看来还得是二小姐啊 要是换作我 现在估计已经露出马脚了吧 中年男子心中暗暗感叹 莎莉更是一脸的得意之色 先看了看飞快转动的轮盘 然后便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薛安 与含讥讽的言道 朋友 你觉得这次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薛安将目光从轮盘上收回 然后抬头冲莎莉微微一笑 你觉得呢 呵呵 我觉得朋友 你这次似乎是输定了呢 毕竟 轮盘之上的一可是 极难出现的欧一薛安摇了摇头 你说错了 我倒觉得 这次肯定能开出一来 哦 莎莉心中冷笑 现在这轮盘 已经全面纳入了她的管辖之中 她说停就停 怎么可能还会出现一这个结果 你不信吗 当然 那好 我可以证明 给你看 薛安耸了耸肩 轻描淡写的言道 言语中的轻松 令沙莉为之惊恶 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 莫非这个家伙 真得能控制轮盘 不 绝不会 沙莉瞬间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她看来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 可就在这时 轮盘的转速 逐渐迟滞下来 所有人秉息宁神 都想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终于 轮盘在这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转动得越来越慢 指针也跨过了那一个个的数字 27 28 29 最终 指针终于缓缓跨过了32 来到了一支前 沙莉的眼睛瞬间睁大 可就在这指针即将停落的时候 忽然间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 令这指针又艰难地往前转动了两个格 最终停留在了三上面 哄 全场一阵骚动 沙莉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冷笑 朝着薛安刚想 说些什么 可就在这时 就见已经缓缓停下的轮盘 忽然像是因为某种惯性的缘故 居然又往后退了两个格 最终停留在了一上面 再也不动弹了 啊 本来准备欢呼的众人 瞬间张大了嘴巴 所有的话语都堵在了咽喉之中 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剩下一阵阵咯咯声响 沙莉更是差点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瞠目结舌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好像又赢了 沙莉茫然地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眼神逐渐寒凉 在他身后的守卫 更是上前一步 准备动手 但就在这时 沙莉抬手 制止了身后所有的人 然后声音嘶哑地说道 兑换给他 二小姐 中年男子悚然一惊 刚要劝阻 沙莉咬牙切齿地言道 没听到我的话吗 我说兑换给他 是 中年男子浑身一颤 只能面色惨白地 冲身后的手下一时颜色 很快 五十万枚灵精便送了过来 当然 这里面有很多是更高阶的灵精 可以行兑换之意 否则 哪怕是把这个赌场搬空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凑齐这么多的灵精 即便如此 这么多的灵精 依然落满了大半张桌子 薛安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甚至都快将整个人给淹没了 而这时 整个光明赌场都被轰动了 不管是大厅还是包厢中的人 全都被这件事所惊动 聚集在远处 探头缩脑地议论着 但不管围观的人有多少 薛安的身后却十分地冷清 甚至连一个看热闹的人都没有 因为谁都害怕 因为这件事 在被光明赌场给惦记上 自然离薛安有多远躲多远了 薛安似笑非笑地 扫视了一眼面前的这些灵精 然后点了点头 没想到二小姐还是个信任 五十万灵精可不是小数目 居然说对就对了 沙利的脸上 映现惨白之色 目冷如冰地盯着薛安 朋友 你都已经赢了这么多了 赏个字号下来吧 沙 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静静地听着 谁都想知道 这个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白衣少年 是何许人也 薛安文言也笑了 按理说 应该告诉你我是谁的 但很可惜 就凭你的身份 还不配知道 哼 此言一出 全场死计 因为这已经不是在打沙利的脸了 这分明就是 在将沙利的脑袋 踩进泥里当求彩啊 果然 沙利的面色 变得铁青一片 死死盯着薛安 你说这话的时候 可曾考虑过后果吗 后果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猛地站起身来 轻轻拍了拍 面前的这五十万枚灵精 淡淡道 既然你问我 那我就告诉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后果 五十万枚灵精一把梭哈 继续满意 五十万枚灵精 什么概念呢 打比方说吧 一个神位的所有光明之力提炼出来 可以凝结百枚光明灵精 而一个低等神灵 则是千枚 中等万枚 以此类推 而五十万枚灵精 则相当于一名 具有神王血脉的高等神灵 所有的力量 注意 是所有的力量 也就是说 一旦凝炼出来这么多的灵精 这个神灵 也就离陨落不远了 这样一对比 也就知道 薛安现在的手笔 有多么惊人了 因为若是他这次再赢了的话 那么他将赢得 两千五百亿的灵精 这个数字 甚至大于整个光明神国 所有神灵的总和 到时候 别说光明赌场了 就算是将整个光明神国 赔给人家都不够 也因此 当薛安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的事 将不能善了 胆小的人 已经开始悄然往后退却 只不过沙利在之前 便已经吩咐过 将整个光明赌场 彻底封锁 所以他们 也无法离开这里 沙利的目光 陡然变得比真尖还锐利 死死盯着薛安 半赏之后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看来朋友 今天是执意要赌到底了 薛安耸了耸肩 怎么 这么大的赌场 难道还接不下这个赌局吗 沙利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接得下 当然接得下 薛安笑了 那还说什么 开始吧 沙利面色铁青 与此同时 一个个神情冷冽的人 开始自人群之中浮现 然后悄无声息地 站到了薛安的身后 赌场大厅之中的气氛 变得越发凝重 闲杂人等 则躲到了角落之中 面色苍白地 看着远处所发生的一切 好 开始 沙利淡淡言道 然后便拨动了轮盘 他这次没有动用任何的后门 甚至都没有看轮盘一下 自始至终 他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过薛安 因为在他看来 不管这个结果如何 面前这个白衣少年都将必死无遗 更何况 他就不信 这轮盘 还能接连两次的出现 一 因为按照概率来说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至于作弊出千 沙利已经仔细查看过很多遍了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别说神念了 甚至连一丝多余的波动都没有感知到 这也坚定了沙利的想法 可万万没想到 当轮盘逐渐停止转动之后 只针赫然又一次指向了一 这下 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 没有人敢相信这是真的 薛安则好整以侠的一笑 不好意思 我又赢了 这次是2500亿枚灵精 沙利先是一正 然后便气急败坏地一指薛安 抓住他 他出千 一声令下 这些手下们蜂拥而上 凶神恶煞地 便想将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少年 斩于刀下 可就在他们的攻击刚刚发出的时候 坐在椅子上的薛安忽然消失了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沙利面前 沙利浑身一震 立即往后退去 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但他快 薛安更快 但见薛安猛地一抬手 一把便掐住了沙利的脖子 然后轻贺道 兜住手 一瞬间 大厅里安静地连一根针 掉下都能听到 所有人张大了嘴巴 满脸 惊恐地看着薛安 谁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会如此干脆利落地抓住二小姐 而如果二小姐在薛安的手中 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在场这些人 谁都别想活 一念至此 很多人不禁开始颤抖起来 沙利更是难以置信地看着薛安 想说些什么 但因为 被薛安所现根本说不出来 只能满脸怨恨地看着薛安 薛安对此根本不以为意 只见他淡淡道 还真是能沉住气啊 难道说 非让我将你女儿给杀了 你才肯先生吗 他在跟谁说话 所有人的心中都不由浮现出这个疑问 沙利则逐渐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看到 在薛安身后的虚空之中 有一个身影正在逐渐显现 紧接着 就听这个身影轻叹一声 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我在这了 薛安松开掐着沙利的手 轻轻拍了拍手掌 然后转过身来 冲着这道身影微微一笑 当然 实际上从我踏入这个城市开始 就已经感知到 你在这里了 对吗 光明神王 什么 这个虚无缥缈的光球 就是光明神王 所有人悚然而惊 却听光球之中 传来了一声叹息 果然瞒不住你 随着话音 光球之上有一个虚向凭空而起 正是光明神王 确切地说 是他的一句分身 只见这光明神王的分身 深深凝视了薛安一眼 然后轻叹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薛安笑了笑 你难道没看到吗 我之前可是赢了好几把了 愿赌服输 你们这些神灵 总不能赖账吧 你分明是在出窃 沙利揉着脖子 满脸不服地喊了一声 哦 你有证据吗 沙利被问得一愣 他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薛安出窃 没有证据的话 还请你闭嘴 好吗 薛安淡淡言道 沙利满脸不甘地闭上了嘴巴 光明神王的分身 却忽然说道 这样说的话 如果我将赌约兑现 你就能离开吗 可以考虑 但你要考虑清楚哦 那可是2500亿灵金 薛安淡淡言道 可没想到 这句光明神王的分身 毫不犹豫地回道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只要你能将这件事接过 我立即就会将灵金如数奉上 实际上 对于光明神王而言 不管他之前怎么发狠 但若是 能将薛安这个杀神爷爷请走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毕竟 当初薛安在地球上 给他留下的阴影 实在太大了 大到现在 他依然不敢想起 薛安闻言却笑了起来 你似乎很害怕 光明神王没有吭声 算是默许了薛安的话 薛安接着往下说道 其实你不必用这么多灵金来兑现的 我现在只想问你几件事 只要你如实回答 我立即就走 光明神王面现惊恶之色 薛安自顾自地往下说道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对地球垂涎三尺 那么当初的地球到底发生了什么 光明神王的面色瞬间白到了底 薛安没有理会 接着往下问道 到底是谁在暗中 指使你对付极恶之花的传人呢 那个家伙又去了什么地方呢 告诉我这些 我可以放过你 沙利悄无声息地退到了自己父王身边 一脸戒备地看着薛安 光明神王的面色变换不定 最终轻叹了一声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已经一再忍让 甚至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所以 你拿了东西 就走 难道不好吗 非要如此刨根问底 难道说 这两个问题 比那两千五百亿的灵金还要重要 光明神王满脸不解 薛安却点了点头 你说对了 在我眼中 这两个问题 远比那所谓的灵金重要 因为我很想知道 当初到底是谁 对地球上的生灵犯下了滔天罪行 光明神王满脸的惊讶之色 就因为这点事 你就不惜追杀到了这里 这点事 薛安反问了一句 在你眼中 亿万生灵的生灭 就只是这点事 光明神王漠然无语 最终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忍不住说道 我真的搞不懂 如您这样的强者 怎么还会在乎这些 是因为那可笑的道德感吗 薛安一摊手 看 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你们这些自认为 高高在上的神灵眼中 道德感居然是可笑的 可在我看来 任何生命 都是值得尊重的 尤其是地球上的生灵 光明神王沉默了 直到两久之后 他方才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你问的这两个问题 我只能说 无可奉告 薛安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不禁轻叹道 真是遗憾 那我就只能请你去死了 此言一出 全场众多神灵面色狂变 尤其是这位沙利 更是冲远处的守卫们 狂识眼色 人们开始 翘无声息地围拢过来 将薛安团团围在了当中 光明神王却面现犹豫之色 对于薛安 他一直无法看透端倪 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直蒙在心头 令他心神站立 因此 他最后说道 难道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薛安好整以侠地说道 有啊 告诉我问题的答案 我可以放过你一马 你知道的 那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一旦告诉你 那我也得死 所以 你现在就去死吧 薛安的话音刚落 沙利怒吼一声 动手 一声令下 所有守卫们齐齐动手 将薛安彻底封锁在了当中 哄 剧烈的爆炸 令所有人齐齐往后退去 沙利面现冷笑之色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爆炸中活下来 甚至连神灵都不行 因此 这个人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父王 您不必忧心了 这个敢跟您叫嚣的人 已经死了 沙利公声言道 可他并没有等来来自父王的赞许 反而是一片的沉默 这不禁令他有些愕然地抬起头来 然后便傻了眼 因为刚刚还在面前的光明神王分身 此刻夜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回事 父王大人 怎么突然走了 难道说 他已经预料到 自己会将这个家伙灭掉 这些疑问刚刚涌上心头 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 一身白衣的薛安 自终缓步而出 气定神闲的 甚至连发思都没有乱 见到这一幕 沙利倒吸一口冷气 瞳孔瞬间收缩 为了针尖大小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毫发无伤地 从爆炸中心走出来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环视全场 然后轻叹道 真是可怜啊 被人当成了弃子 还不自知 也罢 那我就先送你们上路吧 弃子 这个字眼 令沙利耸然而惊 在结合父王大人的不告而别 立马便让他明白过来 原来父王大人早就知道 这个人族少年的厉害 所以便将我们当成了挡箭牌 而他则趁机逃离了吗 尽管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但事实胜于雄辩 而沙利的反应 也不可谓不快 只见他大喊一声 拦住他 但在说完这句话后 他却不禁反退 然后疯狂地往外跑去 这些守卫们不明所以 全都依照着沙利的命令冲了上来 薛安没有留情 对于这些习惯了傲慢于杀戮的种族 任何的怜悯 都是对那些死在他们手中的生灵的犯罪 因此 薛安吐气 抬拳 轰出 这一拳 就好似将全场所有的生机 都给直接抽离了一样 离着最近的这些守卫 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化为了积分 其余众人见到这恐怖的一幕 简直吓得亡魂接冒 有那剑机得快的便想逃走 但一切都太晚了 权威迅速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血肉横飞 净化积分 听到身后传来的破碎跟惨叫之声 沙利头皮发麻 真恨不得再多长两对翅膀 然后逃得越远越好 可还没等他跨出这赌场的大门 一声轻叹便从后传来 怪就怪你们 平时太嚣张了 所以 安心上路吧 不 沙利惨叫一声 速度陡然又加快了许多 但再快 也比不上薛安的剑快 就见一缕剑芒凌空飞过 扑得一声 血花似箭 沙利身形停住 呆立在原地 满眼的惊恐之色 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擦肩而过 然后静止走向了 位于城市最中央的那座神殿 当薛安的脚步夜移远去之时 一道淡红的血线 突然出现在了 沙利的咽喉之上 紧接着 这道血线迅速扩大开来 然后沙利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眼中的光滑 随着鲜血的流逝 迅速黯然下去 最终栽倒在地 就此与灭 没错 仅仅只是一件 薛安便将这个身具神王血脉的神灵 斩得神魂俱灭 外面不知道何时起了风 似乎是有所感应 整个城市净得可怕 哪怕平时再怎么狂妄嚣张的人 此刻都老老实实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瑟瑟发抖 薛安也不着急 一步步地走着 但没走一步 他身上的气势便随之狂暴一分 到最后 他身上的威势冲天起 而且浓烈到近乎实质的地步 甚至将大半个天空 都给搅弄得风云变换起来 洛兰廷满眼崇拜地 看着薛安的背影 他怎么也没想到 薛安之前所言的 杀上九仲天 原来不是比喻 而是真的要这么做 这样的风采 怎能不令洛兰廷为之动容 终于 中央神殿到了 可就在薛安的脚 刚刚踏进中央神殿之时 眼前突然现出了 极为璀璨的光明 然后便见无数的圣光天使 浮现于虚空之中 拦住了薛安的去路 这么多圣光天使 集结在一起 所形成的光明威压 足以令任何强者为之动容 可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静静地往前迈出一步 动 好似一击战鼓 敲在了所有人心头 极为狂暴的威势 瞬间便将这所谓的光明威压 绞杀得干干净净净 甚至连离着稍微近一些的圣光天使 也未能幸免 直接便被其轰卫了虚无 这一幕令这些圣光天使 都为之震动 紧接着 薛安又往前迈出一步 这下 这些圣光天使们 也情不自禁地往后退去 薛安健壮 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然后淡然言道 党我者 杀无赦 说吧 薛安又往前迈出一步 这下 这些圣光天使 终于承受不住了 几乎是在同时 这些圣光天使们 便四散奔逃 做鸟兽行散 可薛安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的意思 只见他轻轻抬手 斩 无尽剑芒 直接自光明之中诞生 然后顺势绞杀着周遭的一切 羽翼分落 鲜血炸开 就在这种近乎奇鬼的景象之中 薛安悠然而行 往那神殿深处走去 就在薛安往这神殿深处杀来之时 分身归体的光明神王 也已睁开双眸 满脸的凝重之色 他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 而现在的直觉就告诉他 如果跟这个地球上来的少年作对 那么自己的下场将会很惨 但要是真的回答了那两个问题 那自己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也就是 在这种两难的抉择之下 他才会毅然决然地舍弃赌场 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被当成了弃子 而目的就是为自己多拖延一回时间 但光明神王 这一切仅仅只是权宜之计 那些夜已堕落的光明神灵 根本挡不住薛安 很快 他便将来到这里 所以他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决断 想到这 光明神王的脸上终于现出决绝之色 虽然很不想再做那种交易 因为光明神王知道 那就跟地品一样 是会令人上瘾 并最终走向毁灭的 但事关生死 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逐一打定 他毫不犹豫地 便奔向了之前存放命运轮盘的那间密室 那些破碎的命运轮盘 依然散落余地 光明神王却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走到了中间位置 然后描绘出了一道密 咔 地面裂开了一条缝隙 缝隙之中有台阶蜿蜒向下 好似通向了地狱之中一样 光明神王匆匆奔入其中 片刻之后 便来到了更为隐秘的一间密室之中 这间密室猛一看上去 好像是个会议室 一张巨大的会议桌 占据了大半的空间 但在会议桌旁 却只摆放着一把椅子 这是一把造型和材质 都被显奢华的椅子 新红色的皮革坐垫 阴晕着诱惑的光泽 令人忍不住便想坐上去 光明神王暗自一咬牙 然后便坐到了椅子之上 没有什么异常 甚至连多余的声响都没有 但就在这时 在会议桌的对面 突然现出了一团阴暗邪恶 同时又诡异难言的雾气 紧接着 从雾气之中 传来了一阵节节怪笑 笑声充满了黏腻的邪恶之意 就好似热带雨林中的毒蛇一样 令人仅仅只是 听一下便不寒而栗 你的面色很差 是有什么事 需要本神帮助吗 声音嘶哑难听 但却给人一种极端的诱惑之意 光明神王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是的 我有一件事 需要您的帮助 哼 真是稀奇 你已经有很久 不来向我求助了 上次 还是为了那件命运轮盘 怎么 又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了 以至于让你这样自诩光明的神灵 不惜求助于我这样的深渊恶魔 如果有其他人在场 听到深渊恶魔这四个字后 一定会被吓得张口结舌 因为深渊恶魔 乃是极为诡异的一种存在 他们拥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却以诱惑跟玩弄灵魂为乐 即便是在深渊之中 他们都是令人威风丧胆的存在 要知道 深渊可是诸天之中 体积排名第一的所在 其到底有多大 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能探测到深渊的底部 其中各种诡异强大的种族 更是数不胜数 但恶魔却是深渊已知 族群中堪称第一的存在 甚至一些实力弱小的人 仅仅只是看他们一眼 便会彻底疯狂 没想到 光明神王却跟这种存在 有着不可告人的交易 光明神王没有理会 这个恶魔言语中的冷嘲热讽 只是沉声道 有一个人在追杀我 我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想请求您 出手将其抹杀 哦 你不是对手 是破碎命运轮盘的那个人吗 是 哥哥老 那好 将他的面貌给我 我好计算你 应该为此而付出什么代价 光明神王早就做好了准备 立即将一道裹挟着薛安影像的神念 送入了那团雾气之中 雾气开始翻涌 光明神王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恶魔的回应 正如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提出请求 恶魔计算出自己应付的代价 然后与之讨价还价 最终成交 虽然这些深渊恶魔 都是极为邪恶的存在 但不得不说 他们的能力极为强大 而且向来言而有信 只要能够付出同等的代价 那么 你几乎可以获得想要的一切 这次也不例外 而这 便是光明神王的杀手锏 至少没有谁能够 躲开这些深渊恶魔的抹杀 甚至在之前 光明神王还曾问过 如果将施乐园高层城市中的 那些存在抹杀 需要付出什么 当时恶魔给出了一个 极为离谱的代价 那是光明神王绝对付不起的 但这至少证明了 他确实可以做到 抹杀那些高等存在 而这次 光明神王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能抹杀掉薛安 他愿意付出一切 可就在这时 这些翻涌的雾气 忽然开始往内收敛 紧接着便见雾气之中 隐隐现出了一只巨大的兔子 这还是光明神王 第一次见到雾气之中 出现具现化的食物 因此他连忙问道 请问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只兔子文言抬起头来 用极端憎恶狠的目光 盯着光明神王 你付不起这个价格 什么 光明神王一愣 还想继续往下问 这兔子接着说道 不光是你 诸天之中都没有人能付起这个价格 可是 您不是无所不能的吗 光明神王急切地喊道 兔子沉默片刻 然后淡淡道 是的 我们恶魔一向秉持等价原则 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那我们就是无所不能的 但唯独你要杀的那个人是个例外 例外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 不想跟他沾染上半点的因果 说到这 兔子忽然暴怒起来 结果就是因为 你这个蠢货 让我们暴露在他的目光之下 但我不会杀你 因为你必将死去 说着 兔子的身影开始摇晃 并逐渐变得模糊 与之相对的 光明神王坐着的这个椅子 也开始变得斑驳 但他没有理会这些 只是满脸呆滞的 你难道 怎么可能 连恶魔都不是你的对手吗 那你到底什么来临 也就是在这时 房门外突然传来了 咚的一声巨响 而后这扇巨大的房门 便轰然倒落下来 激起了满天烟尘 就在这四起的烟尘之中 薛安款步走了进来 目光自房间之中扫过 然后微微一笑 怎么 侍奉光明的神灵 居然跟这些恶魔做交易吗 说着 薛安转过头来 看向那只即将消失的巨大兔子 淡淡道 你们这些深渊恶魔 不在深渊之底好好待着 也想掺和我的事吗 巨大兔子惊叫一声 然后忙不迭地解释道 大人 这一切都是误会 都是因为这个蠢货的自作主张 我才会出现在这里 但我们恶魔一族 绝不敢跟大人作对 行了 薛安摆了摆手 我不想听解释 这件事 还是等我以后 亲自去一趟深渊再说吧 巨大兔子的眼中 现出了懊悔和惊惧之色 但最终只能深深俯首 是 说吧 他重归雾气 然后消失不见 啪 光明神王坐着的椅子 也化为了鸡粉 这把椅子 就是光明神王 能够跟深渊恶魔沟通上的媒介 现在椅子碎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深渊恶魔 已经切断了这道联系 光明神王自然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居然连恶魔都将自己给抛弃了吗 这说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那就是 面前这个少年 是连深渊恶魔都恐惧的存在 一想到这 光明神王懊悔的长子都要清了 当然 前提是他有长子的话 说吧 还有什么招数 趁现在一起用出来吧 否则 一会就没机会了 薛安淡淡言道 光明神王陡然抬起头来 眼中 已经满是绝望之色 大人 您真的想知道 当初的地球 发生了什么吗 当然 可这个问题的因果实在太重 如果可能的话 我劝你 最好还是不要过问这件事的好 因果太重 薛安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我最不怕的就是背负英国 而且 现如今离恨天君 紫薇新主 都已经死在了我的手中 你觉得 其他人还能躲得过去吗 什么 离恨天君和紫薇新主 都已经死了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薛安淡淡道 光明神王颤抖起来 是啊 他没有必要在这种事上骗自己 但犹豫了两久之后 他还是轻叹道 大人 虽然您能灭掉 离恨天君等神灵 可他们不过是小喽啰而已 真正的大人物 是您无法想象的存 话刚说到这 光明神王忽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同时身周光滑闪烁 似乎随时会爆炸开来 见到这一幕 薛安眼神一灵 瞬间冲到了境前 与此同时 光明神王歇斯底里地惨叫起来 是他们 他们知道我在说这些 所以他们要抹杀掉我 救我 薛安伸手便抓住了光明神王的肩膀 然后疯狂地往里灌输着修为 试图稳定 他那即将崩溃的神格 可一切都于事无补 光明神王的身体 正在迅速地崩解开来 不 我不想死啊 大人 快救救我 光明神王下的涕泪横流 薛安却只能默默地摇了摇头 没办法了 这是一道在很久以前 便设置在你神格内的因果秘书 一旦你提及禁忌 那么便会直接抹杀掉你所有的一切 光明神王浑身一震 终于明白了一切的根源 然后他便近乎疯狂地大笑起来 怪不得 可笑 我还一直自认为是在给人家当狗 实际上在那些人眼中 我连狗都不如啊 说到这 光明神王的身躯正在迅速崩解 但他还是不能提及任何关于那些人的事 因为这是设置在他体内的最高权限 他只能拼尽最后的力气 握住了薛安的手 然后赶在最后时刻大喊道 大人 我无法说出他们的名字 但我只能说 那些人跟灭掉极恶之花的存在 是一伙的 话音刚落 光明神王的身躯彻底炸裂开来 巨大的威力瞬间席卷了整个神殿 并往四周扩散开来 哄 整个城市都在这爆炸的巨大威力之下颤抖着 无边的光明之力瞬间泯灭了大半个城市 至于原先神殿的位置 更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甚至可以透过其中看到下层的城市 薛安自云层之中走出 默默地看着脚下的惨状 他在最后那千军一发的时刻 自神殿之中飞了出来 所以此刻的薛安毫发无伤 这时 洛兰廷面色苍白的也走了过来 大大人 那个光明神王都说了些什么 薛安淡淡道 他说了很多 却又什么都没说 洛兰廷面线疑惑之色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 薛安却仰起头来 看向了苍穹上空那一层层的城市 淡淡道 连你牵涉其中的时候都如此的被动 这些人的势力到底有多大呢 经此一战 底位皆所在的第四层城市 几乎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光明一族更是全体殒灭 但薛安并未立即离开 因为接下来的路 他需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走 当初在鬼界之中 为理所惠的时光技能显然出自施乐园 那么 是谁教会他的呢 还有 他最后将钱熙蕊送进了施乐园中 又是为了巴结谁 这些疑问 在薛安的脑海中翻腾 并逐渐跟极恶之花重合在一起 他预感到 当初华族被屠戮之谜 即将有一块很大的拼图被拼上 底位皆出了这么大的事 上层城市的人自然也不是瞎子 几乎是在同时 一封来自上层城市的质问信函 便发了过来 这封信函 在之前中央神殿所在的位置上空徘徊着 显然是在搜寻光明神王的气息 可惜 这一切注定都是徒劳的 就在这时 一只宛若轻欲雕琢而成的手 从旁边伸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这封信函 薛安将这封信函打开 略略扫了一眼 然后脸上便现出了一丝冷笑 信手一捏 信函随之破碎 大人 上面说了些什么 洛兰廷有些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刺猬街的这帮家伙 质问光明神王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何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薛安淡淡言道 哦 洛兰廷点了点头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当然是继续前往刺猬街啊 不过这封信函也得回一下 省得还没等到娜娜 便已经打草惊蛇了 说着 薛安信手在空中写下了一道信函 然后一挥手 一道光明之力便灌入了这道信函之中 洛兰廷瞪大了眼睛 薛安师展出的这道光明之力 纯正柔和 跟光明神王所施展出的 简直难分真假 薛安也感受到了洛兰廷的惊异 但他只是微微一笑 做戏就得做全套 而且 不过是个光明神力而已 没什么难的 说吧 这道伪装成光明神王的回信 便冲天起 飞向了刺猬街 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淡淡道 这个信间至少能争取到三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跨过三层城市 前往位于第八层的刺猬街 时间紧迫 我们稍微休整一下 即刻动身 是 接下来 薛安和洛兰廷二人 稍稍清理了一下战场 薛安更是将光明神王遗留下的诸多财宝 一扫而空 反正留下来也是便宜了别人 还不如自己收起来 也算是为光明神王 榨取地球信徒这么多年 所收取的一点利息了 等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这才带着洛兰廷飞升而起 很快便也消失在了苍穹之中 直到他们两个人 已经彻底走远了 那些幸存的人 才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 当看到城市之中那满目的窗移后 这些人的面色全都苍白地可怕 之前薛安所展现出的狂暴威势 压制的他们根本喘不过气来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 却又被面前的惨状给惊呆了 尤其当他们看到昔日那巍峨宏伟的中央神殿 此刻夜已成为了一个大坑之时 浑身更是抖落筛糠 连话都不会说了 两久之后 才有人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颤颤巍巍的言道 这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甚至连整个光明神族 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猜没准是来自上层城市的强者 否则不会这么厉害 嗯 我也这么认为 莫非是刺猬阶的人 哼 刺猬阶的人虽然厉害 但也不可能直接秒杀光明一族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高卫阶的存在 听到这句猜测 很多人更是静若寒蝉起来 高卫阶的存在 这俨然 已经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存在了 而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件事 可谓充满了蹊跷 毕竟 高卫阶的存在 向来高高在上 别说底卫阶 即便是刺猬阶 都很少有他们的人出现 这次却突然降临 这说明什么 莫非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甚至涉及到了 刺猬阶跟高卫阶之间的争斗 一想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的面色都变了 因为这种涉及到高层争斗的事 一旦沾染上半点 对于他们而言 便是灭顶之灾 一念至此 刚刚还围拢在一起 看热闹的众人 立即做鸟兽心散 能在失乐园中活下来的人 可能实力不怎么样 但绝对没有傻子 而这件事中 所透露出的阴谋味道 自然也令很多人 逼之唯恐不及 甚至有那见机快的 立即准备逃离这第四层城市 哪怕先去下面的城市中 避避避难呢 也好过在这里 战战兢兢地等死墙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失乐园中的这13层城市 彼此之间的歧视 可是极为严重的 哪怕仅仅只是高一层 都会对下层城市的人 充满鄙夷和不屑 如果不是极为特殊的情况 几乎没有高层城市的人 会前往下层城市 这也是底卫街 出了这么大的事 次卫街却仅仅只是 发来了一封质问信函的缘故 而现如今 这些幸存者 却不惜躲到下层城市中 也要避难 由此也可见 他们有多么的害怕 对于这些 薛安自然不知道 此刻的他 领着洛兰亭业椅 来到了第五层城市之中 因为失乐园中 这13层城市的构造十分特殊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往上走的话 必须得一层层地往上飞上去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言 而每往上攀升一层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 更大的面积 以及更强的实力 第五层城市 已经脱离了底卫街 属于次卫街的管辖范围 再加上 这里位于两层卫街的交界处 这些都让这座城市 显得异常繁华 而且走在大街上 你可以看到 诸天之中 几乎所有的种族 妖魔鬼怪 失魅亡俩 简直是应有尽有 相比之下 行走期间的薛安和洛兰亭 就显得不那么起眼了 甚至还因为两人的柔弱和鲜美 引来了很多隐含不善的目光 面对这些目光 洛兰亭面色微微有些发白 尽管他极力想让自己 显得比较镇静 但还是忍不住 内心之中的站立 这无关胆量 而是因为实力上的差距 导致了他的气势 根本不受控制 相比之下 薛安却没有任何多余的神色 而是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街边的商铺 不得不说 这里相对于底位街的城市 要整洁太多 就连街边的这些商铺 也都是富丽堂皇 琳琅满目 薛安静静地走着 但是突然之间 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 眼中也现出了凛冽寒意 洛兰亭自然也感受到了 来自薛安身上的冰冷沙印 但他不敢问 只是默默地在后面站着 薛安经历了片刻 继续往前走着 终于 他们二人 走到了位于街中央的 一栋楼宇面前 楼宇很宽大 门前宾客来往 显得十分热闹 而且站在大街上 都能闻到从楼宇之中 传出来的扑鼻响起 不用问 这显然是一座酒楼了 薛安站在门前 抬头看了一眼这栋楼宇 一言不发 面沉似水 洛兰亭在后面站着 心中有些惊异 大人这是怎么了 莫非是打算进去吃饭吗 可为什么 又站在门前不走了呢 正在这时 站在门前负责招呼客人的 店小二 也看到了薛安二人 然后眼前便是一亮 要知道 能站在这个位置招呼客人的 都得有极其毒辣的目光 哪个是一方豪强 哪个须有其表 这些店小二一看便知 所以 当他看到薛安之后 立马便看出 这个白衣少年 虽然表面上威势平平 但气质却如若晕停越智一般 再加上在他身后站着的 那个双马尾小丫鬟 都彰显出此人的不凡 看样子 极有可能是来自 某些世家大族的传人 想到这 这名店小二脸上的笑容 不禁越发浓烈 不禁越发浓烈 连忙迎了上来 这位大人 可是要吃饭腰 薛安收回目光 垂眸看了这个店小二一眼 这一眼令这个店小二 更是暗自心惊 好沉静的眼神 简直如一汪幽谈一般 因此 他的笑容越发谦卑 大人 我们这展香楼 可是在整个失乐园中 都闻名的饭装 您要是想吃饭的话 一定要尝一尝 薛安不动神色 甚至都没有理会 这个店小二 而是禁止 往楼内走去 这名店小二心中大喜 连忙跟了上去 洛兰廷心中 却微微有些疑惑 不知道薛安这是怎么了 为何突然之间如此的冰冷 正如这个店小二所言 这个饭装确实足够规模 光是大厅就极为的富丽堂皇 堪称美轮美奂 薛安进来之后 这名店小二 殷勤地引领着薛安 走上了一层台阶 来到了一处平台处 大人 您看这里如何 直接俯瞰整个大厅 位置可谓绝佳呢 薛安默不作声 直接坐在了椅子上 很快 香名送上 大人 您看您打算吃点什么 店小二拿着一份精致的菜单 笑呵呵地问道 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只是淡淡道 我不吃东西 店小二脸上的笑容 瞬间变得有些僵硬 可是大人您 他刚想说 如果不吃东西的话 可是不能在这样的地方落座的 但还没等他将话说完 几枚极品灵精 便砸在了他的脸上 让他住了嘴 薛安转头看了他一眼 这下够了吗 这个店小二 被灵精砸的脸上 起了几个大包 但却笑得连眼睛都看不到了 够够够 这简直太多了 要知道 平素他伺候一整天的客人 最多也不过得到一枚 普通灵精而已 今天这个白衣少年一出手 却是好几枚极品灵精 这不禁令这个店小二 越发庆幸起自己的眼光来 这绝对是某个世家大族中 出来的公子哥 否则出手不会如此地阔绰 与此同时 薛安随手翻了翻桌上的菜单 然后淡淡道 这些菜单上的东西 我都瞧不上 但若是有什么新鲜的菜品的话 我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文婷此言 这个店小二的眼睛亮了 然后上前一步 压低了声音 黑黑笑道 原来大人也是听闻了 我们展香楼的名号而来的呀 那您这次可算是来对了 我听掌柜的说 最近刚进来了一批极品货色 今天便准备是菜呢 极品货色 薛安一由所指地问道 店小二重重点头 绝对的极品 那好 那我倒要开开眼见 说着 薛安随手又扔过去了一枚灵精 店小二激动的一个镜拍着胸脯保证 大人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做得妥妥贴贴的 包您满意 说吧 他转身兴冲冲地离去了 可他压根没有注意到 薛安看向他背影的眼神有多么的冰茫 大人 这个人所说的极品货色 到底是什么啊 洛兰婷忍不住问道 薛安默然片刻 最终轻声道 很快 你就会知道了 这时 展香楼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这次的试菜 显然惊动了不少人 至少大厅之中 就有很多人 是奔着这个来的 只见他们全都茶饭不思 满脸兴奋地 跟身旁的人 巧声议论着什么 有的更是顺着嘴角 都开始往外流起了口水 显然都在期待着什么 终于 在又过了足足一顿饭的光景之后 那名店小二回来了 然后满脸笑意地冲薛安言道 大人 都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开始验货 您到时候 要是看上了哪个 可以告诉我 我来替您安排 薛安不置可否 正在这时 从大厅的后面 运来了一长六的铁笼子 这些铁笼子 都被红布遮盖得严严实实 并有法阵负于其上 令人根本看不清 里面是什么 然后便见一名 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走到了台前 冲着全场众人 笑呵呵的一拱手 这次的货色 可是我们展香楼费了不少 竟才搜罗来的 诸位想必也已经久等了 所以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焰火 随着话音 有仆役一把将笼子上的红布扯掉 现出了里面的情形来 洛兰婷的眼睛瞬间瞪圆 然后眼中便现出了腾腾目火 因为就在这些铁笼子中 赫然关着足足上百名的人族女子 这些人族女子 年岁大的 也不过十七八岁 小的更是只有十二三岁 每个人都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 但依然掩盖不住 她们脸上那深切的绝望和惊恐 尤其当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后 这些女子全都惊叫一声 然后蜷缩到了角落之中 瑟瑟发抖 但这种柔弱的表现 非但没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反而激起了很多人的兽性 令全场越发地喧闹起来 一些异族之人 满脸贪婪地看着这些人族女子 嘴里的口水 一个劲地往下流淌着 这名中年男子黑黑一笑 诸位 想必都看清楚了这次的货色 那么下面咱们 就先试试菜吧 哗啦啦 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铁龙的门被用力推开 这些少女们浑身一颤 然后便疯狂地 爬到远离龙门的角落之中 满脸 惊恐地看着笼子外 这些凶神恶杀的仆役 中年男子淡淡道 把他们轰出来 是 仆役们立马便抡起了手中的棍棒 透过铁龙的缝隙 疯狂地往里捅去 这些棍棒的一头 被削成了尖头形状 捅在人身上 当时便是一大块的淤青 这些少女发出了低沉的惨叫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死死抓着笼子 不肯出去 中年男子见状 微微一皱眉 感受到了男子的不愿 这些仆役们面色一白 眼中献出狠粒之色 然后便有人探入笼子中 抓住这些少女的头发 开始往外拖 大人 站于高台之上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洛兰亭 终于忍不住了 满脸怒涩的低声言道 薛安面沉似水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沙意 但却没有更多的动作 只是沉声言道 我看到了 先别急 且先看着 洛兰亭尽管十分地不情愿 但薛安都这么说了 她也只能沉默了 与此同时 那些仆役将铁笼中的少女 全都给拖了出来 哭泣声淫于大厅 令洛兰亭转过头去 不忍再看 同时 她的心中满是疑惑 大人这是要干什么 为何见到这样的事 都不动手 还要再看看 如果说薛安不打算动手的话 那洛兰亭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毕竟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洛兰亭相信 大人绝非那种残暴之人 薛安眼中目光闪烁 看着这些满脸泪水的少女 心中满是寒凉 她之所以不动手 只是想看看 这些人口中的是菜 是什么意思 而且 薛安想得远比洛兰亭深远 现在她可以出手救下这批少女 但之后呢 等自己离开以后 这些人继续作恶怎么办 所以要想彻底杜绝这种现象 必须从源头上 斩断这一整条的利益链 否则一切都将死灰复燃 这时 大厅之中的很多异族之人 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贪欲 站起身来对着这些少女们 平头论足起来 这个不错 身体风鱼 而且不过二八年华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汉宁笑道 嘿嘿 我倒是更喜欢旁边那个 你看看那哭得梨花带雨的小模样 真真我见有脸啊 这样的娘们 吃起来的时候会哭得很惨 那尖叫和求饶声听起来才过瘾啊 一个头颅呈三角形的男子说道 那有什么意思 瘦得跟排骨似的 吃起来都没啥意思 我还是觉得那个好 你丑丑多白啊 这皮肤包下来做毯子 一定是上好的原料 满脸胡须的大汉 越说越是兴奋 而旁边的人也在议论这些少女 在他们的口中 这些少女的胖瘦长 又都成为了决定 他们身价高低的条件 有的喜欢瘦的 有的就喜欢胖的 但不管是何种言论 听起来都是那么的别扭 因为这些话听起来 根本不像是在谈论 同为智慧种族的人类 反而更像是在屠宰场中 对一群猪狗挑肥减兽 这样的恐怖言论 自然也被这些少女们听在耳中 只见他们浑身颤抖 眼中的绝望 简直都要满溢出来了 在这些异族的眼中 自己难道就是一箭发泄兽欲 并最终被吃掉的工具吗 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绝望的了 洛兰婷听着这些话 简直就要被欺诈了 她出身失了缘 平素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主 但她所杀之人皆有因果 从未像现在这样 因一己之欲 便大肆残虐他人 更何况 这些人跟她一样 都是人族女子 自然更是令她气愤填膺 薛安依然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 注视着场中的情形 就在这时 那名店小二 又满脸谄媚地凑了过来 大人 食菜马上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 您要是看上了哪个 可以随时告诉我 我去给您安排 不过要尽快 否则若是被其他人 截足先蹬的话 可就麻烦了 哦 食菜 薛安冷冷一笑 什么叫食菜 嘿嘿 看来大人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啊 别着急 马上您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到时候 保证会让您大开眼界 店小二满脸神秘地笑道 话音刚落 就见有仆役抡起手中的鞭子 罩着这些少女们 便是一鞭子 啪 一声脆响之后 这些少女们惨叫一声 你们这群贱臂 都给我站起身来演舞 少女们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 然后便开始跳起舞来 而且一边跳 这些仆役们 还一边挥舞着鞭子 不时地抽象人群中 那些心不在焉的少女 啪啪啪 每一鞭子下去 这些少女的衣裙便会短上几分露出那银润的肌肤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群少女只能一边哭一边跳舞 而这种情形 却更激起了全场之中众多异族之人的兽性 有些人发出了一阵阵兴奋的嚎叫之声 令人听了便为之毛骨悚然 中年男子笑盈盈地说道 好好跳 不然你们可是现在就会死的哦 洛兰婷简直已经控制不住心中的怒气 上前一步 便带发作 正在这时 虚安摆了摆手 示意她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转过头来问那名店小二 这就是你所说的是菜吗 店小二嘿嘿一笑 是的大人 这就是是菜 而且我们掌柜的刚刚说得很明白 这些女子若是不好好表现 一旦没有人当场将其选走 那么剩下的人便会被立即淘汰 淘汰 对 确切的意义就是说 变成无用的废物 有可能赏给这些仆役 但更多的 则是 为了后院的魔犬 店小二说得很是轻描淡写 但虚安的瞳孔 却在瞬间收缩 然后意味深长地问道 那么这些被选中的呢 被选中的 自然就归主人管理了呀 可以吃 也可以晚几天再吃 反正都是玩具嘛 店小二说得极为自然 自然到令人心生寒意的程度 就仿佛这些少女 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 更是一个个专供人享受的玩具 虚安静默片刻 然后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照你这么说 这些少女不管选中 还是没被选中 都是非死不可了呗 也可以这么说 哎呀大人 您可选好了吗 其他的人可都已经在出嫁了 店小二有些急切地问道 果然 人群之中开始响起了喊声 我要前拍左属第二个的女子 我要旁边那个穿红衣的 我也要 我出嫁三枚灵精 一时间 喊声充斥于大厅之中 显得分外热闹 大人 您觉得哪个比较顺眼呢 我现在就去听您说 否则等会时机一过 那些好货色 可就全被选走了 店小二又催促道 薛安重新靠回椅子上 深深看了一眼 那些满脸屈辱之色 一边哭着 一边舞蹈的少女 淡淡道 不用那么麻烦了 这些我全都要了 什么 店小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 这些我全都要了 薛安慢条思理地 又重复了一遍 店小二傻眼了 有些惊恶地看着薛安 可是大人 怎么 有问题吗 薛安瞥了他一眼 问题倒是没有 关键是 没有这个先例啊 从展香楼 设立这个节目开始 还从未有人如此豪气过 这名店小二 自然满脸的惊异 要先例干什么 反正我有钱 这些够吗 说着 薛安挥手 便又是数十枚 极品灵精 这店小二的眼中 现出贪婪之色 尽管心中隐隐觉得 有些不妥 但这些灵精的诱惑力 实在太大了 因此 他只是稍微犹豫了下 然后便上前一步 朗声说道 掌柜的 这位大人 要将在场所有的女子 全部买下 全场便是一镜 包括 这名中年男子在内 所有人全都有些傻眼 居然要将所有的人 全都买下 这人是谁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 抱着这些疑问 无数目光瞬间 汇聚到了薛安身上 很快 这些审视的目光 就变得不屑起来 呵呵 我当时谁 这么大的口气呢 原来也是个人族啊 有一族强者冷笑道 怎么 见自己的族群受苦 有些不愿意了 想花钱全部买下 更有人冷嘲热讽地说道 薛安并没有理会这些人 而是看着场中的 那名中年男子 这名中年男子 也有些惊异 但当他看到 来自店小二的 微微汗手之后 心中便是一动 然后便换做了一副笑颜 这位大人 您真的要将这些人 全部买下吗 薛安靠在椅子上 不动神色地 看着这个中年男子 怎么 不可以 可以倒是可以 可关键是 这些女子 都是我们展香楼 费了好大的劲才抓来的 价值可谓不菲 话音未落 薛安随手一挥 数百道光滑 便落入了场中 赫然是一枚枚的 极品灵精 要知道 薛安从光明神王 那搜刮来的光明灵精 何止一己 自然不在乎 这么点的东西 这下够了吗 薛安淡然问道 全场一片死寂 紧接着便是一片哗然 众多一族强者 死死盯着场中 这些极品灵精 就差把眼珠子 瞪出来了 中年男子也被吓了一跳 但他好歹是 展香楼的掌柜 因此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意味深长地 看了薛安一眼 够 当然够了 既然够了 那这些人就归我了 薛安淡淡言道 当然 那好 让他们全都过来吧 这些女子 本来全都深陷绝望之中 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了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局势峰回路转 一名少年十分霸气地 将自己这些人 全都买了下来 而且看样子 这名少年 还是一名人族 这不禁令所有少女 全都看到了一丝希望 哪怕死在自己族人的手中 也好过成为 一族的腹中之石啊 这个我当然没问题 中年男子 亦有所指地说了一句话 可还没等这些女子 往薛安这边走来 大厅之中 便有那一族强者 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 我有问题 说话的是一名通体 覆盖着鳞片的男子 眼神阴邪而鬼魅 犹如潜伏于黑暗之中毒蛇 令人望而生畏 见到他蹦了出来 中年男子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 微不可查的冷笑 然后便往后推了半步 一摊手 示意这些事 跟自己无关 哦 你有什么问题 薛安转过头来 看了这名男子一眼 男子冷笑起来 这些女子 可是大家都看到了 凭什么就要全都归你 薛安耸了耸肩 诺 你也看到了 我可是出钱了 钱 哼 这正是我想说的 区区一个人族少年 你怎么会有如此多 纪品灵精 说 这是不是你从哪里偷来的 还不从实招来 否则杀无赦 说这话的时候 男子的眼中满是贪婪和邪宁之色 显然是看薛安气势平平 打算通过这种方式 榨取钱财 薛安却笑了 你说这些灵精 是我偷来的 当然 不然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灵精 乖乖交出来 我还可能饶你不死 话音未落 薛安的眼中 陡然现出了一抹寒光 紧接着便见一抹剑芒 犹如惊鸿一撇斑 执掌而过 破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几乎是在所有人 都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剑芒便以自男子的身后透体而出 带出了滴滴血滴 男子呆呆地看着薛安 两久之后 才见一道血线自男子的眉心显现 并往下迅速延伸 请客间 就听一声脆响 然后这名男子 便从中被破卫了两半 鲜血混杂着破碎的脏气 纷扬落下 也惊呆了全场所有的人 薛安好整以侠地摆弄着手指 淡淡一笑 不好意思 我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威胁 全场先是进了一瞬间 然后便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一些跟死去的男子交好的强者 纷纷怒吼起来 哪里来的小子 居然敢如此地狂妄 杀了他 喊杀声中 中年男子不动神色地往后退了一步 满含讥讽地看着薛安 认为他这下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因为他刚刚的所作所为 实在太过嚣张了 居然抱起杀人 这岂不会惹来众目吗 可就在这些叫嚣声 还没落下的时候 就见薛安的手指 好似弹琴般接连挥舞 然后便见到到剑芒直飞而出 扑扑扑 一声声的闷响之中 这些刚刚还口出狂言的男子 瞬间便被斩卫了两半 鲜血泼洒长空 薛安坐于椅子上 环顾四周 与寒如冰 现在你们谁还有意见 咚咚咚 此时接连倒地 浓重的血腥味 弥漫全场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中年男子的眼睛瞬间睁大 然后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秀气弱的少年出手 居然会如此的狠了 仅仅只是一招 便有数十名异族强者命运当场 看来大家都没有意见了 那就过来吧 薛安淡淡道 这些少女们率先反应过来 连忙往薛安这边奔来 可就在这时 中年男子冷声喝道 慢着 刷 这些仆役们上前一步 拦住了去路 然后便见中年男子 分开人群走到了场中 怎么 你有意见 薛安目光闪动 冷然问道 呵呵 意见倒也谈不上 只是 中年男子冲着薛安皮 笑肉不笑地说道 阁下出手如此狠了 可曾想过后果吗 后果 薛安微微一笑 钱我付了 阻扰的人也死了 现在你还跟我谈什么后果呢 中年男子 面色逐渐冷峻 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按照常理而言 薛安说的确实没错 毕竟 人家钱都付了 这些女子自然 也就属于他的了 可现在死了这么多 相熟的一族强者 如果展香楼不站出来 表明一下态度的话 那以后 这生意还怎么做 因此他冷笑道 阁下实力不错 但我们展香楼 向来是以礼服人的 仅仅因为几句话 您便如此大肆杀戮 这总得给个说法吧 没错 给个说法 见到连展香楼都出头了 人群便也跟着锅造起来 群情激愤之下 薛安似笑非笑地 瞥了这个中年男子一眼 说法 好 那我就给你个说法 说着 薛安站起身来 抬手一指这群少女 面冷如冰的言道 视人族女子为猪狗 肆意凌辱 甚至被你们当成食物贩卖 这就是你所说的 以礼服人 中年男子面色一变 你 薛安却根本不给他 继续往下说的机会 我出钱赎买 却被这些异族强者无力阻扰 你当时不吭声 结果等我将他们全都给杀了 你反倒跟我讨要起说法来了 你的脸怎么那么大呢 此话一出 展香楼的所有人 面色全都变了 中年男子更是勃然大怒 哪里来的小子 居然敢口出此等狂言 给我灭了他 在这次位阶中 真正有实力的 都是来自异族的强者 人族则处于一种 十分弱势的地位 这也是展香楼 敢于如此明目张胆的 贩卖人族少女的缘故 而要想自己这个掌柜 能做得安稳 就必须巴结好 这些异族强者 所以 这名中年男子 才不惜撕破脸皮 也要将虚安给留下 一声令下 众多的仆役们 各持冰刃 便冲了上来 围观的众多异族强者健壮 全都面现幸灾乐祸之色 可他们的这种得意 仅仅持续了不到一秒 但见虚安冷冷一笑 往前迈出了一步 一步之下 整座楼都随之震站起来 冲在最前面的仆役们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直接便被这一脚踩为了肉泥 鲜血混杂着血肉 蜿蜒流淌 所有人的瞳孔 都未知一所 中年男子更是惊叫了一声 然后便往后退去 可薛安早已打定主意 所有参与了 贩卖人族女子这件事的人 都得死 所以 还没等他冲到门前 薛安便又迈出了一步 碰 这一步威势更强 所有的仆役们 连哼都没哼一声 从头颅开始 直接被层层压缩在了一起 骨头爆裂的声响传遍大厅 中年男子心头狂震 却连头都不敢回 逃窜的速度 不禁又加快了几分 眼见得离门口越来越近 中年男子的嘴角不及 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笑意 只要能离开这座大厅 他就有把握逃出生天 可就在距离门口 不过三不距离的时候 一声 轻叹从他的脑后传来 这一声响 令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然后便疯狂地催动起浑身的修为 往后轰出了一击 能在如此大的酒楼之中担任掌柜 这名中年男子的实力自然不俗 再加上这一击未求活命 威势自然更是惊人 猝不及防之下 就算高一阶的强者都得中招 可万万没想到 本来势在必得的一击 居然落空了 不好 中年男子心中惊叫一声 然后便试图躲避 可一切都太晚了 就在这一瞬间 一只宛若轻欲雕琢而成的手掌 凭空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跑这么快 是想出去报信吗 薛安淡淡言道 中年男子浑身僵硬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因为此刻 这只手掌叶椅按在了他的脑门之上 中年男子甚至可以感受到 自这只手掌中传来的温暖 可就是这种温暖 却令他如躲冰窖之中 他明白 这一掌下去 自己绝对会神魂俱灭 因此 他的脸上现出一抹谄媚的笑意 大人 一切都是误会 我只不过是想出去一下而已 哦 这么说来 你不是去报信了 当然不是 可没想到 薛安却摇了摇头 那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连报信都不敢 还留你有何用 说着 薛安掌力意图 便要拍落下来 不 感受到自己即将身孕 中年男子 不禁发出了惨叫 也就是在这时 自大厅的后面 传来了女子的娇和 什么人 居然敢来我展相楼造次 一听到这个声音 中年男子的脸上 便现出狂喜之色 夫人救命 与此同时 一道娇小的身影夜已出现在门外 眼见便要以极快的速度 冲入大厅之中 但还是晚了一步 就见薛安面冷如冰 根本不理会这些喊声 手掌静止拍落下来 不 一声闷响之后 中年男子的脑袋 率先爆裂开来 紧接着是他的身躯 伴随着一阵咯咯咯咯的骨折暴响 中年男子的上半身 迅速被压缩下去 最终化为了一滩烂泥 不 随着这声怒吓 这道身影 终于冲进了大厅之中 待立定之后 赫然是一名 身高不过一米五 但身材妖娆 相貌狐媚勾人的女子 当见到这个女子之后 大厅中的众多一族强者 纷纷起身拱手为礼 见过七夫人 没错 来的这名女子 正是斩香楼的东家 人称七夫人 此刻 这名七夫人面若寒霜 先低头看了眼满地的血泥 眼中不禁蹦射出刺骨的寒意 然后缓缓抬起头来 死死盯着薛安 这都是你干的 从这名七夫人冲进大厅之后 薛安便在注视着她 当听到她的质问之后 薛安不禁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是啊 你刚才不是都看到了吗 七夫人眼中怒火如沸 很好 果然胆子够大 居然赶来我斩香楼中撒野 你可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吗 薛安声音淡漠 缓缓言道 什么地方 呵呵 我只能说 你死定了 不管你的背景如何 后台是谁 都死定了 七夫人满是刺骨恨意的言道 薛安文言却笑了 这么大的口气吗 这不是我口气大 而是事实本就是如此 因为你根本不会明白 你到底招惹了一种什么存在 七夫人居高临下地说道 眼中满是残忍的戏血 而场中的众多异族强者文言 也不禁面色一变 因为他们全都想到了一个传言 一个关于展香楼后台的传言 这不禁令他们都为之胆战心惊起来 可没想到薛安在听完之后 却哈哈大笑起来 招惹了什么存在 区区一个狐妖 居然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文婷此言 七夫人眼神一动 然后冷哼一声 眼力倒是不错 居然能看出我的身份 但你还是得死 如果实相的话 现在乖乖自裁 我可能还会大发慈悲地 留你一条神魂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薛安笑容渐冷 忽然言道 我真是很奇怪 你既然身为狐族 居然还敢贩卖人族女子 做这种桑尽天良的事 难道就不怕狐族的三大法则成见吗 如果说之前这位七夫人 一直面若寒霜 自认为高高在上的话 那么等薛安说出这番话后 她整个人都为之矩阵 然后面色狂变地看着薛安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们狐族的三大法则 也无怪乎 这名七夫人会如此地变言变色 因为薛安现在所道出的事情 乃是狐族内部的秘密 外人根本无从而知 薛安呵呵一笑 却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反而问道 你知道我为何没有杀你吗 因为清理 你这种狐族败类 自然要由你们狐族的人来动手 什么意思 七夫人刚然一愣 就在这时 薛安抬手一点眉心 淡淡道 婴儿 出来吧 随着话音 就见一道光影自眉心之中飞跃而出 带落于场中之时 叶已化作了一名绝色少女 这名绝色女子一出现在场中 很多异族强者 尤其那些出身妖族的强者 便开始站立起来 因为他们感觉到了一股 来自血脉层面的强大威压 至于这位七夫人 更是面色狂变 眼中现出了无限的惊恐和畏惧之色 胡英在福宝小楼之中 便已经知晓了外面所发生的事 因此出现在场中之后 只见她的翘脸 之上满是层层杀意 目光如刀地注视着这名七夫人 你可知罪 扑通 来自血脉上的全面压制 令她扑通一下 便跪倒在地 磕头如捣蒜一般 浑身抖坐一团 颤声言道 小妖小妖之罪 胡英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知罪 那好 你先说说 自己都有什么罪吧 这 七夫人忽然瞅瞅起来 一双胡目之中 眼波流转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胡英冷笑起来 看来你还是抱有侥幸心理啊 那我问你 胡族的三条天规 你可知道 小小妖知道 七夫人色声言道 给我背一下 七夫人默然片刻 然后战战兢兢地言道 第一条 不可祸害人族 第二条 不可参与异族争端 第三条 若是第二条与第一条冲突 那便 站于人族这边 很好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胡英冷笑言道 这三条胡族天规 具体源于何时 已经不可考证 有传言说 这乃是来自上古人族圣人 跟胡族先祖的约定 只要是胡族的人 便要恪守这三条规定 若有违反 那么任何胡族之人 都可出手成戒 更何况 胡英出身于胡族正统的 青秋胡国 血脉纯正无比 身份贵不可言 对于七夫人这种血脉博杂 同时 又霍乱人族的小妖 自然有着极强的威慑 七夫人的脸色 已经白得近乎透明了 大人求您恕罪啊 我这只是一时糊涂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他很明白这件事的后果 有多严重 但以往的他 总是心存侥幸 认为在这规则混乱的 失了缘中 即便自己违反了天规 也不会有人知道 哪怕知道了 也有人替自己撑腰 这才是 他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可万万没想到 今天自己居然遇到了 青秋胡国的大人 这样的存在 可以说是整个胡族中的皇族 他连反抗的心思都不敢有 只能极力求饶 呵呵 再也不敢了 破坏人胡两族的约定 你以为你 还会有以后吗 自尽吧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了 胡英冷冷言道 欺负人的眼中 现出绝望之色 试图求饶 可看到胡英那一脸的决绝 只能默默地低下头 多谢大人 说着 他抬手便拍向了自己的脑门 噗 一声闷响之后 他的脑袋被自己生生拍碎 尸体栽倒在地 整个动作干脆利落 由此也可见胡英的威慑之力 可胡英却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 只见他的身后 突然现出了一条虎尾 在虚空之中一扫 啊 伴随着一声急促而绝望的惨叫 一道隐秘于虚空之中的单薄身影 轰然破碎开来 胡英收连尾巴 冷声道 在我面前也敢耍这些小动作 真以为我岁数小看不出来吗 说吧 他展目 看向大厅之中 那些面色惨白的一族强者 沉声问道 薛哥哥 这些家伙怎么处置 处处置 这个字眼 令所有一族强者 感到了一股发自肺腑的恶寒 就如同他们之前 对人族女子所做的那样 只不过这次角色互换了下 薛安淡淡道 你说呢 依我说 这些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全都杀了算了 胡英杀气腾腾地说道 薛安玩耳一笑 抬手拍了拍胡英的脑袋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杀气怎么这么重 胡英大发娇称 哎呀 薛哥哥 听着他们两人 如此肆无忌惮地 谈论自己的生死问题 这些一族强者们 自然十分恼怒 但没有人想在这时候 节外生枝 所以全都当作没听到 悄无声息地往外退去 就在这时 薛安脸上的笑意见脸 但是你说的倒也没错 反正这帮家伙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直接杀了 倒也省事 话落 已经快要退出 斩香楼的几名一族强者 感到形势不妙 毫不犹豫地 便往外冲去 可薛安既然要他们死 那就没人能够救下他们 只见薛安的手中 陡然献出无比璀璨的光滑 好似手握一枚太阳一样 然后炸裂开来 无数的光线迸射而出 每一道光线 都是一缕刺向黑暗的剑 并以狂暴之姿 横扫了整个斩香楼 没有人能躲得开光的照射 所以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这些一族强者的身体上 便献出了无数细密的伤口 鲜血迸涌而出 染红了整个身躯 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 砰砰砰 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倒地之声 这些一族强者们 开始一个个地倒下 跑得最远的 也只是堪堪摸到了 斩香楼的门槛而已 但就是这么一步之遥 在此刻却化作了天谦 这些一族强者们 就这样满眼惊恐 和不甘地倒地身亡了 顷刻间 全场之中便只剩下薛安一行 以及这些人族少女了 这些人族少女 此刻已经被吓傻了 本以为必死无疑 却没想到 形势峰回路转 自己这些人居然得救了 反倒是抓自己的这些家伙 全都死了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惊恶 但很快 他们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纷纷冲着薛安失礼 多谢大人大救 多谢大人的救命之恩 薛安微微点了点头 你们 都是怎么被抓到这里来的 这些少女们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苦笑着言道 回大人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被抓到这里来的 只是知道我们经过了 十分漫长的转越 方才来到了这里 薛安文言 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情况和他想象的差不多 失乐园中 是很难找到这些柔弱的人族女子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之中 唯有强者才能生存 所以 他们很有可能是从外界被抓进来的 这样一来 如何安置他们 便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棘手难题 如果就这么放置 不管的话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 薛安前脚一走 他们后脚便会再次沦为别人的阶下囚 这些女子们 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全都战战兢兢地看着薛安 满眼的西纪之色 但没有人敢说话 生怕打扰了正在低头沉思的薛安 片刻之后 薛安抬起头来 微微一笑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索性先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吧 在这里等 胡英有些惊讶地反问道 是啊 比起千里远远远远地往第八层城市奔去 还不如在这里等着人过来得好 毕竟某些人此刻应该已经坐不住了 薛安笑得十分开心 这些女子们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大厅中的尸体被薛安随手分灭 这些女子们则开始收拾满地的狼藉 很快 一切便恢复如初 而后薛安搬了把椅子 坐在了大厅的门前 淡淡道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这些女子们早已疲惫不堪 但听到薛安的话后 却没有一个人退下 反而全都静静地站在那 薛安转目看了他们一眼 微微一笑 行了 这里有我便足够了 待会可能会有场战斗 但也无伤大雅 所以你们 还是下去休息吧 听到薛安这么说 这些女子们 方才面线迟疑之色 最终退了下去 洛兰婷本也想在这里守候 薛安吩咐道 你去后面看守他们 是 洛兰婷也走了之后 偌大的大厅之中 就只剩下了薛安和胡英两人 胡英颇为兴奋地说道 薛哥哥 一会会有谁来啊 是这个小狐妖的后台吗 你很好奇吗 当然好奇了 胡英一个劲地点头 好奇的话 那你就先回福宝小楼之中等候吧 啊 胡英傻了眼 然后十分坚决地摇头道 薛哥哥 我才不要回去呢 我要留在这里 帮你打坏蛋 留在这里 帮我打坏蛋 薛安倾笑一声 你不在这里才是 对我最大的帮助 说着 不等胡英反抗 薛安神念一收 直接将胡英 抓回了福宝小楼之中 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好整以侠地 靠在椅子上 静静地等待着 一刻钟 两刻钟 直到一个时辰之后 只听一声怒吼 自极远之处 摇摇传来 是谁 谁敢对我的人动手 喊声震天动地 本来热闹的街头 立马为之一宿 人们毫不犹豫地 各自散去 请客间 大街之上 就变得冷清下来 这里要说一下 之前展香楼 在试菜的时候 是将店门关闭 并开启了防御法阵的 所以 里面所发生的事 外界根本不得而知 正坐在椅子上的薛安 听到外面传来的吼声 眼中光滑一闪 现出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来得比我预想的 要慢一些啊 话音刚落 就见无数黑云 自远处天际遮天蔽日而来 演映了日月 令本来明朗的天气 变得阴暗无比 紧接着 黑云旋转不定 逐渐在苍穹之上 凝聚成了一个 虚发结张的巨大面庞 然后冲着下方怒吼起来 谁 是谁杀了小七 整座城市 都在如此狂暴地 声威之下颤抖着 薛安却连起身都没起 而是依旧坐在椅子上 淡淡言道 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带怎样 黑云之中的契机 瞬间凝聚 然后催哭拉朽般 轰开了斩香楼的防御法阵 一道阴影 逐渐浮现在大厅之中 冷冷地注视着薛安 你又是谁 在斩香楼的后院之中 洛兰亭刚把这些少女安顿好 然后便听到前面 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当她走到院中 抬头看去的时候 就见刚刚还完好的斩香楼 此刻夜已不复存在 是的 那么大一座楼宇 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原地只余下了一个 飘着鸟鸟青烟的大坑 洛兰亭的眼睛逐渐睁大 满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完全不知道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 此刻不光是她 整个城市都被这声巨响所撼动了 大大人现在怎样了 洛兰亭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然后便疯了一样 往大坑奔去 等来到边缘之后 眼前除了这深不见底的大坑之外 什么都没有剩下 洛兰亭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眼皮疯狂地跳动着 难道说大人出事了 如果没有 为何踪迹全无呢 正当这时 天空之中忽然又传来了一声巨响 洛兰亭抬头望去 然后便愣住了 但见苍穹之中 有一白一黑两道身影 正在急速地追逐 并不是对轰着 每一击都令整个天地为之站立 洛兰亭根本看不清 哪个是薛安 只能呆愣愣地看着 末地 两道身影忽然停了下来 并分立于苍穹两边 直到这时 洛兰亭才看清 白色的是薛安 而黑色则是一个 周身笼罩于阴影之中 根本看不清面容的存在 尽管相隔极远 但洛兰亭 还是可以感受到气氛的肃杀 并且 他注意到 此刻的黑影 正在微微颤抖着 就好像人在剧烈运动之后的喘息一样 与此同时 就见阴影用强字镇定的语气说道 朋友 既然你我之间 谁都奈何不了谁 那么我们不如就此结果如何 薛安淡淡一笑 好整以侠地说道 就此结果 没错 小气的死 都是他咎由自取 我不再追究 而你也后退一步 你看如何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你刚刚不是 还气势汹汹地问我是谁吗 怎么突然之间 又不想知道了呢 薛安慢条思理地问道 阴影暗暗叫苦 他要是知道这个白衣少年 会如此地厉害 打死他都不会擅自降临 那个狐妖 确实是他很宠幸的一个小妾 但再宠幸 也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薛安刚刚仅仅只是一拳 便差点将自己轰得神魂俱灭 甚至仅仅只是余波 就将整座楼宇 彻底蒸发为了虚无 若不是自己跑得快 那么此刻 自己不死 也得脱层皮了 为了一个女人拼命 她才没有那么傻 因此 她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 想要议和 我们之前肯定是有误会的 至于阁下的身份 我也不再好奇了 这已经是阴影 最大程度的服软了 本以为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会给点面子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听罢之后 只是冷冷一笑 想打就打 想停就停 你怎么那么大面子呢 今天我还非得让你知道 知道我是谁才行 说着 薛安缓缓吸了一口气 苍穹之上 便好似刮起了一阵狂风一样 阴影一阵颤抖 其中传来了一个 气急败坏的声音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都已经如此让步了 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薛安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没有答话 只是缓缓抬拳 然后一拳轰出 此时的薛安 虽然还不及前世巅峰之时的万一 但在拳术一道上的理解 却可谓是无人能出其用 没有风声 没有夺目的气势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一拳 却令阴影之中传来了一声惨叫 连抵抗都不敢 直接转身逃窜 因为他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 若是应接这一拳的话 绝对会毁了自己的这个身躯 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逃跑 但此时的天地 都已经被这一拳的气机所笼罩 他不管逃到哪里去 都已经被牢牢锁定起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停住身形 硬着头皮 迎接这一拳 这阴影 可是货真价实的先王修为 虽然说在某些地方有些缺失 达不到诸天一流的水平 如果强行类比一下的话 那么如狐叶那样 气韵昌龙法则完整的先王 可称为超一流 稍微差一些的 可称一流 阴影则可以达到三流之上 二流未满的水平 但先王就是先王 哪怕不是一流 也足够强大了 所以 当他全力应对的时候 无数的秘法在面前疯狂叠加 试图阻挡薛安的这一拳 但所有的一切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显得那么脆弱 咔 一阵清脆至极的响声之后 不管何等秘数 都在同时破碎开来 而后薛安的这一拳 便静止轰入了阴影之中 破 随着一声闷响 阴影陡然一颤 然后便见薛安冷声喝道 给我出来 咚 阴影直接破碎 薛安掐着一个东西的脖子 将其声声提了出来 这是一个很凄鬼的生物 有着人类的躯干 但周身却长着诸多的触手 触手上赫然是一只只眼睛 一眼望去 简直如同最恐怖的梦眼一样 令人头皮都为之发麻 此刻 这个生物的触手挥舞着 缠在薛安的手臂上 试图将其搅碎 可辅一接触 强大的威势 反倒将这些触手直接抹杀 这个生物吃痛不过 终于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才逐渐收敛 现出了一个面色阴质的男子身形 薛安掐着他的脖子 微微一笑 被恶魔之血污染过的章鱼怪 被薛安一语道破了来历 这个男子脸上的阴质 瞬间荡然无存 满眼惊骇地看着薛安 你 薛安轻叹一声 接着往下说道 先是深渊魔龙 然后又是深渊恶魔 接着又是你这种怪物 看来这失了缘 果然已经被你们这些深渊生物所污染了呀 男子的脸上的惊具逐渐平息 整个身躯逐渐变得漆黑 然后冷笑道 不得不承认 你的眼力和实力 都是我所见过的人族强者中最顶尖的 但那又怎样呢 既然你知道深渊 那么就也应该知道 得罪了我们深渊魔物 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说到最后 这男子与其中满是得意 甚至毫不顾忌 薛安掐着自己的那只手 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 即便是在诸天之中 深渊都是一个充满了奇鬼和未知的所在 在那近乎无限的空间之中 生存着无数诡异难言的强大生物 有的在诸天之中有所记载 但更多的却是一无所知 在这其中有一无是处 连普通人都无法伤害的鼻涕虫 也有强大到堪比先王 乃至先帝的上古邪神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割据一方的先王强者 都不愿意招惹这些深渊生物 因为谁也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 万一打蛇不死 岂不反受其害 可面对这个男子的威胁 薛安却只是冷冷一笑 你在威胁我 姐姐 人族强者 这并非威胁 而是好言相告 毕竟 你的实力虽然厉害 但现如今 人族已经显现衰落之势 接下来便将是我们异族的天下 所以我奉劝你 最好还是好自为之 不然 我们深渊生物的手段 可是层出不穷的 有些你根本就无法想象 正如这个男子所说 深渊生物之中 有很多难以用常理解释的存在 他们拥有着极为诡异的能力 比如隔空骤沙 比如逆天夺运 这些能力 也是诸多强者 对深渊如此忌惮的原因之一 可薛安文言却笑了起来 哦 人族将衰 一族将起 这是谁告诉你的 不用谁告诉 这本来就是天地大事 毕竟你们人族 已经繁荣了好几节的时间 接下来也该轮到我们了 男子冷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薛安忽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我叫煞 薛安点了点头 突然又说道 这不是你的真名吧 深渊生物 跟妖族或者魔族差不多 都拥有着自己的真名 煞冷笑一声 当然不是 不是也没关系 薛安淡淡一笑 我现在便可以告诉你 人族永远也不会衰落 至于你们这些本不该 出现于世的魔物异族 就更不要想惩罢诸天了 煞翻了个白眼 冷笑道 你觉得 这是你能说了算的吗 当然 薛安目光沉静 因为只要有我在 就绝不允许你们这些异族猖狂 煞哈哈大笑 你的这个笑话 还真是好笑呢 对于这些魔物而言 开始虽然一再地忍让逃避 但一旦必须面对的时候 便会毫不犹豫地丢掉恐惧 而且这个煞心中 有自己的盘算 这个白衣少年 虽然全数惊天 但这一拳 却不见得能把自己怎样 即便这个身躯破碎了 在恶魔之血的帮助下 自己也可以在深渊之中重生 抱着这个想法 这个煞才会如此地嚣张 但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薛安冷冷地看着他 忽然念出了一大段极为拗口 同时又晦涩难懂的语言 听到这番话 这个煞简直如遭雷击一般 私生惊叫道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 无知真明 薛安轻描淡写地言道 这很困难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煞这次终于彻底慌乱了 因为真明一旦泄露 就意味着自己的大半个生死 都被人捏在了手中 薛安笑了 眼中光滑一闪 庞大的神念 瞬间将周遭屏蔽起来 然后他淡淡言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刺猬界的戒主 是不是也跟你一样 同为深渊深恶呢 薛瑟丽内人地说道 是又怎样 很好 既然这样 那我便借 你的身体一用 言罢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危险的光芒 你要干什么 煞惊叫起来 即便你知道了我的真明 我也是杀不死的 你不要枉费心机了 杀不死 呵呵 薛安冷笑一声 面前陡然现出了一朵摇曳的红莲 当见到这朵红莲之后 煞差点把眼睛瞪出来 近乎失神地呢喃道 这这怎么可能 紧接着 他的眼中便现出了 无限的惊恐之色 刚想说什么 薛安冷冷道 去吧 你知真明将云 而你的身躯将流于此间 话落 红莲夜火直接消失在虚空之中 然后于某个玄妙的层面之中 抹杀着薛的真明 大人饶命 我愿意奉您为主 不要杀我 这次薛是真的害怕了 因为真明一旦被销毁 那么他将彻底的销亡 连一丝一缕的神念都不会留下 但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静静地看着 很快 莎的眼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暗淡起来 一直到他的眼睛 彻底失去了光彩 变得无比空洞之时 薛安方才深吸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然后就见莎的身躯 犹如水般 融入了薛安的身躯之中 转瞬间 薛安就化作了莎的模样 等他豁然睁开眼睛之时 一抹诡异的气势 横扫了天地 也将之前薛安所留下的神念封锁 直接破开 洛兰婷正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 他不知道 大人为何突然之间 将天地给封锁了 现在看不见里面的局势 洛兰婷自然满性地纠结和担忧 所以当神念封锁突然破开的时候 洛兰婷心中一喜 上前一步 刚想说些什么 然后便傻在了原地 因为站在虚空之中的 哪里是大人 分明是一个气势诡异的男子啊 洛兰婷如遭雷击 脑海中陡然闪过了一个 令他毛骨悚然的念头 难道说大人败了 不 这不可能 大人是不会败的 可眼前的一幕 却令他根本无从解释 与此同时 虚空之中的男子 扫视了一眼脚下的城池 然后迈步来到了 斩香楼仅存的后院之中 洛兰婷浑身一震 深舟立马绽放出了 朵朵极恶之花 满脸戒备地 看着面前这个男子 你是谁 大人哪 薛安心中好笑 但也不打算再逗这个小姑娘了 因此 她的身躯一阵波动 现出了本来面目 洛兰婷有些傻眼地看着薛安 大大人 怎么 连我都不认识了 薛安笑着说道 洛兰婷面色一喜 刚要上前见礼 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重新浮现出戒备之色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那个家伙假扮的 要知道这些强者的手段 可谓层出不穷 万一是其他邪恶假扮的薛安 那自己岂不是上当了 薛安并未生气 反而赞许地点了点头 你说得不错 但你觉得 薛安的眉间 现出了一缕至尖之锐的剑芒 有人能假扮出这个来吗 洛兰婷见状 终于松了口气 然后上前一步 满脸歉意地说道大人 请恕我之前的冒犯 实在是 薛安摆了摆手 微笑得好了 我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相反 你能有这个警惕心 这很好 可是大人 您为何要装扮成这副样子呢 洛兰婷满是疑惑地问道 这个吗 自然是为了前往刺猬街 而特意准备的 洛兰婷本想再问 但在见到薛安脸上的神秘笑容后 便十分明智地闭上了嘴巴 经此一意 偌大的斩香楼 只剩下了一处孤零零的后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所带来的后续效果 苍穹之上的这一场大决斗 简直震惊了所有人 所宣泄出的力量 更是令人为之站立 最终的结果 显然是那个白衣少年落败了 可是获胜者 却直接进入了斩香楼的后院之中 到现在也没出来 这不禁令所有在暗中观察这件事的人 都心生疑惑 怎么回事 这斩香楼的后院中到底有什么 为何到现在 这位大人还没出来 有些心思活络的 更是开始暗暗盘算 自己要不要趁现在进斩香楼中 拜见一下这位大人呢 正当众人各怀心思之时 斩香楼的后院之中 陡然升起一道光滑 紧接着 重新变为那个深渊魔物模样的薛安 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人群一阵的骚动 薛安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说话 只是冷漠地扫尸了全场一圈 然后方才缓缓言道 无奈借助大人做下灵石 此番前来 是为了剿灭逆挡 灵石 这个字眼 令众人全都为之遗产 在他们眼中 那可是刺猬街中真正的大人物了呀 因此 琪琪变得肃然起来 薛安很满意这种效果 心中暗自好笑 但表面上依然十分地冷漠 现如今逆挡已除 但却留下了众多至关重要的人质 说着 后院门前出现了那些少女的身影 我现在不便将其带到刺猬街中 只能暂时将他们安顿在此处 但此事事关重大 你等要好生护佑 不得有误 可明白了吗 最后的一声贺问 可谓气势磅礴 令所有人心头便是一领 紧接着 便有那见机得快的人一个劲地点头硬道 大人请放心 我们一定尽心竭力 绝不辜负您的嘱托 没错 有我们在 绝对万无一失 人群过躁起来 薛安淡淡一笑 很好 但他们虽然是人质 你们却不可有丝毫地造次 因为我可是听说 连戒主都对这些人十分地看重了 到时候要是出点事 很多人的脸都白了 连戒主大人都知道这件事吗 但旋即他们越发地激动起来 若真的是这样 那岂不是说自己表现好的话 可以凭借这件事 入得戒主大人的法眼呢 一念至此 很多人的心头火热 看向这些人族少女的目光 也变得越发炙热 大人放心吧 我们定不会让这些姑娘们 受半点委屈 没错 戒主大人看重的人 我们怎敢怠慢 很多人将胸脯拍得震天响 一个劲地下保证 薛安文言心中好笑 但表面依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不错 如果这件事做得好 那到时候 我自会在戒主面前 替你们美言几句的 众人大谢 多谢大人 感谢大人提携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转头看了这些少女一眼 刚才她就已经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这些人了 所以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紧张 但当面对薛安那探寻的目光之时 这些人还是纷纷点头 事宜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薛安这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走了 说吧 不带这些围观的人反应过来 薛安便已经冲天起 带领着洛兰亭 消失在了茫茫天际 尽管如此 依然有那习惯了溜须拍马之人 满是谄媚地喊道大人慢走啊 大人一路顺风 喊完之后 这些人便一脸诚挚地 看向了这些人族少女 人族少女们忽然十分紧张 因为他们发觉 这些人看自己的目光 怎么怪怪的呢 就好像 饥渴多日的人 终于见到了一餐美食时的样子 你 你们 有那胆大的少女 刚想说些什么 就见这些人蜂拥而上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便满脸之城地掀起了殷勤 姑娘 您现在吃饭了吗 呃不饿 我现在马上便命人给你们做饭 哎呀 姑娘你受伤了 没事 我只有我们师门独创的密钥 保证药到病除 姑娘 这些嘈杂的喊声 简直都要 将他们给淹没了 这些少女一脸的猛逼 互相对视了一眼 这才明白 薛安临走前的布置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保护自己 这些人的安全啊 很多女子的眼中 不禁献出了激动的泪花 如果不是薛安 她们现在可能早就已经成为了 某些异族的腹中之时了 这等恩德 她们实在无以为报 只能在心中默默悼念 愿大人此去 一帆风顺 早日归来 与此同时 正在往第八层城市赶路的薛安 忽然露出了一抹笑意 大人 你笑什么 哦 没什么 又过了一会 洛兰廷小声问到大人 您将那些女子 独自留在展相楼 真的没事吗 放心吧 绝对不会有事 现在那些家伙巴结她们还来不及 怎么敢有其他的歪心思 更何况 薛安笑得十分神秘 在临走前我可是 特意在她们身上 留下了一道剑芒 若真是有事 也足以忽悠她们的平安了 洛兰廷这才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可是大人 您装扮成深渊魔物的样子 到底是打算做什么呢 别着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薛安笑眯眯地言道 第五层与第八层城市之间的距离 其实并不算太远 关键是 每一层城市之间 都被极强的法阵给阻隔开了 一般人根本无法跨越 但这难不住薛安 得益于现如今所伪装的这个身份 乃是刺猬街的灵石 所以它全程连手都没动一下 十分顺利地便穿越了数层城市 最终来到了第八层城市之中 这里是刺猬街跟高位街的分界点 也是各方巨博跟魔头们的聚居之地 城市之中 密集的楼宇遮天蔽日 有些更是高的植入云端 而且在这个地方 只有黑夜 没有白昼 站于高空之中往下俯瞰 城市之中的光滑犹如星海 令人目眩 能在这里立足的 都不是一语之辈 薛安依照着从刹身上吸收而来的记忆 轻车熟路地在城市之中低空飞行着 所过之处 有众多魔物金具的退入黑暗之中 所发出的声响 但也招来了众多危险而邪恶的目光 当感受到此刻薛安所扮演的 这个魔物的气息后 这些目光全都为之一致 然后便浮现出一抹幸灾乐祸 乃至满含讥讽的气息来 薛安心中了然 却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便跨越了层层叠叠的楼宇 最终来到了一栋极为巍峨壮观的高楼之前 当他缓缓落于楼顶的天台之时 整栋高楼都为之一颤 可还没等他走下台阶 一个饱含机翘异味的声音 便从远处传了过来 呦 我们尊贵的黑煞大人回来了 薛安连头都没回 只是冷声言道 赤霄 你还真是好兴致啊 怎么 一直在这里等着 就是为了欢迎我回来吗 黑暗之中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 然后便见无数的黑色甲虫肺涌而出 铭集成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这是一个面容诡诀 好似从地狱中爬出来的魔神的男子 只见他的嘴角里到了耳根处 无比阴森地怪笑道 黑煞 我也没想到你 居然会这么快变回来 怎么 你的那位小娇妾 没能救回来吗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说吧 他便得意地狂笑起来 薛安不发一语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抹冷然之色 他之所以知道 这个家伙叫赤霄 自然是因为黑煞的记忆 不光如此 他还知道这个赤霄跟黑煞极为的不对付 只要有一丝机会 两人便会拼个你死我活 不过大多数时候 都是黑煞落于下风 咦 这个小娘们长得不错 慈慈 居然还是个人族 黑煞 你的兴趣还真是足够广泛呢 上次找了个狐妖 怎么 这次又换成人族了吗 赤霄注意到了 站在薛安身后的洛兰亭 满是讥讽的言道 薛安微微一扬眉 怎么 我找谁和你有半块灵精的关系吗 轮得到你在这多嘴 你 赤霄文言大怒 刚要发作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不禁节节怪笑起来 我明白了 黑煞 你是在害怕 对吗 所以你才打算故意激怒我 呵呵 薛安冷笑一声 维持着这个魔物的固有形象 但他的这种反应 却更印证了赤霄的猜测 绝对是这样 呵呵 说起来 黑煞你的胆子 还真是足够大呢 以往你只是在其他城市之中养着 这次却敢明目张胆地 带着其他女人回来 难道你就不怕你的夫人 将你的触手给撕碎吗 赤霄越说越兴奋 满脸的幸灾乐祸 因为在这次未接中 谁不知道 这位黑煞灵使 乃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呢 其实这也不怪黑煞 实在是她的夫人 或者说她夫人的家族太过强势了 堂堂的冲须家族 即便是在这第八层城市中 都算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甚至论起亲缘来 都能跟戒主大人扯上关系 这也是黑煞能当上座下灵使的原因所在 但也因为这个缘故 导致很多人在背后讥讽黑煞 纯粹是靠女人才上得位 其实在深渊之中 有众多的生物 本就是雌性强横 雄性则相对弱势 黑煞乃是被恶魔之血污染过的章鱼 真要是屈服于她夫人之下 其实也不算什么 但普通生物可以 强者不行 因为一旦踏上强者之路 也就意味着 你要舍弃掉很多的生物本能 否则你的强者之路 注定走不长远 这也是黑煞回来后 招来了那么多讥讽不懈的缘故 在以往的时候 赤霄只要这么一说 黑煞往往就会败下阵来 这次也不例外 只见赤霄满脸得意地看着薛安 试图看到她脸上的惊慌 可是这次 她却失算了 只见薛安若无其事地 打量着赤霄 最终冷冷一笑 撕碎 呵呵 你觉得她敢吗 嗯 赤霄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要知道 以往自己 只要一提起她的夫人 这个黑煞便会立马认怂 可这次却是怎么回事 这个黑煞 怎么会变得如此强硬呢 呵呵 黑煞 你是在跟我说笑吗 这些话 若是被你的夫人知道 后果会如何 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赤霄宁笑道 薛安其实早就感知到了黑煞的记忆 知道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气管炎 因此 她早有准备 只是淡淡一笑 知道了又能如何 至于后果 我会让她知道知道 什么才叫后果 你 赤霄好像是第一次认识薛安一样 深深看着她 怎么 不相信 那好 你可以一起跟过来 我让你看看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说吧 薛安迈步走下台阶 便往楼宇之内走去 赤霄有些傻眼的 看着薛安的背影 忽然浑身一颤 这个家伙 怎么出去一趟后 病得如何古怪了 莫非被人取而代之了 可那气息以及神念 都是做不得假的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 抱着满腔的疑问 她略意沉吟 便也跟了上去 脚下的这栋楼 便是黑煞之前的老巢 同时也是 冲须家族的总部所在 说白了 这个黑煞 其实就是个上门女婿 所以她平素所遭受的欺凌 也就可想而知了 比如现在 当薛安走入这楼宇之中时 过往的下人们 几乎都当作没看到一样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退到一旁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但当他们看到 薛安身后的洛兰婷后 不禁全都愣住了 薛安也懒得搭理这些家伙 领着洛兰婷 静止往里走去 直到他们两人 都已经走远了 这些下人们 方才从震恶中清醒过来 然后面面相去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难以置信 怎么回事 这位黑莎大人 居然领着女人回家了 这是一间 不管布置还是陈舍 都极度奢华的会客厅 此刻 一场秘密的会谈 正在这座会客厅中进行着 冲须隐满脸娇紧地仰着头 冲坐于一旁的冲须兰 冷笑道 姐 那个废物 不但私自在下层城市中 豢养女宠 这次居然还敢偷偷降临下去 与其私会 看来咱们 必须得给她点颜色瞧瞧了 冲须隐满一脸的冷漠 这件事 我自有分寸 不用你多嘴 冲须隐闻言 撅起了嘴巴 眼中闪过一抹寒厉之色 姐 你该不会真对那个废物动情了吧 我可告诉你 你代表的 可是冲须家族的脸面 要不是 为了夺取这个废物身上的血脉 你也不可能嫁给她 所以 话音未落 冲须隐猛地一抬头 双眸 变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黑色 冷声道 冲须隐 你这是在叫我怎么做事吗 随着话音 强大的黑暗威压狂涌而来 可是面对此等威势 冲须隐却毫不示弱 而是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怎么 你做得不对 难道我就不能教你了吗 说着 便要跟冲须隐对轰一击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 都给我住手 一声令下 冲须隐和冲须隐这姐妹二人 立马停下了手中的攻势 然后冲端坐于正位之上的一名老者 躬身失礼 大长老 老者微微点了点头 好了 我知道 你们姐妹二人素来不和 但不管如何看 对方不顺眼 都不可私自动手 因为你们的命不属于你们 而是属于整个冲须家族 可明白了吗 是 二人齐齐点头 然后这名老者看向了冲须兰 尔这个孩子说话虽然急躁 但刚刚的话 却也不无道理 要不是为了改良我们冲须家族的血脉 也不会让你嫁给那个野物 所以 掠夺他血脉的事情进行的怎样了 冲须兰文言微微一点头 大长老放心 已经大有进展 最多再有几年光景 我便可以将他身上所有的血脉掠夺干净 到时候 就是消灭他的时机 说这话的时候 冲须兰一脸的冷漠之色 很好 大长老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是我冲须家族的传人 冲须兰文言 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意 不就是比我早出生一段时间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正当冲须兰满心赴匪之时 会客厅外 忽然传来了一阵喧哗之声 大人 您不能进去 大人 这里于您而言乃是禁地 所以请回吧 赤汗之声此起彼伏 冲须兰等人的面色 就是一变 与此同时 外面的喧哗 突然变成了阵阵惨叫 但这些惨叫持续的时间极短 几乎是眨眼间 一切便重归于迹 但还没等冲须兰等人反应过来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 会客厅的大门 被直接轰塌在地 在激起的漫天烟尘之中 虚安慢慢走了进来 一见到是他 冲须兰等人 全都愣住了 因为此刻的薛安 依然是黑煞的样子 但紧接着 就见冲须影豁然起身 一个纵月便蹦到了薛安面前 声色俱利地吼道 谁让你来这里的 你难道不知道 这里对你而言 乃是绝对的禁地吗 滚出去 薛安垂眸看了冲须影一眼 基于黑煞的记忆 他知道这个女子 便是黑煞的小姨子了 而且从记忆中还可以知道 黑煞对自己这个小姨子 居然充满了畏惧 别看他号称深渊魔物 但平素在面对冲须影的时候 却可谓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才导致了冲须影越发的嚣张 也因此冲须影会在这个时候 率先发难 如果是以往 面对冲须影的呵斥 黑煞立马就会变怂 然后乖乖地退出去 但是今天 冲须影却发现 事情有了变化 他惊恶地发现 面对自己的呵斥 面前的黑煞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一脸冷漠地看着自己 尤其是那双眼眸 更是充满了嘲讽跟玩味之意 这种态度 立马便激怒了冲须影 只见他冷笑一声 你私自出去的账还没给你算 现在居然还敢这般的态度 真是找死 说着 他扬起手来 照着薛安便是一记耳光 论修为 冲须影只不过半步先王的水准而已 就这还是沾了自身血脉天赋加成的光 但他就是敢对实力远生 自己的黑煞轮巴掌 其原因就是因为 他吃准了这个黑煞 绝对不敢还手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他的巴掌刚刚扇到中途 薛安微微一笑 扬起手来 也扇出了一记耳光 这一巴掌 可谓是后发先至 冲须影几乎还没反应过来 薛安的巴掌就到了 啪 一声清脆至极的响声之后 冲须影整个人被扇得离地而起 足足倒飞 出去了数丈之远 方才堪堪落地 然后张嘴便吐出了满口的碎牙 这还不算 他的鼻子 以及半张脸 都被这一掌生生抽碎了 断裂的肌肉垂落下来 混杂着鲜血 令他的面容变得十分恐怖 这石破天惊的一巴掌 不光震住了屋中的所有人 连紧随其后赶了过来的赤霄 都被吓了一跳 本来他看到冲须影拦住薛安的时候 心中还颇为的幸灾乐祸 因为他知道 黑煞平素 最怕的就是自己这个小姨子 而且赤霄跟这个冲须影之间 还有过一段露水姻缘 知道冲须影性情暴力 绝非善茶 现在薛安善闯会客厅 这件事是绝对不会善了的 可万万没想到 最终的结果居然会变成这样 事情确实没有善了 可倒下的却不是黑煞 而是冲须影 赤霄满脸惊愕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简直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这个窝囊废 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胆量了 与此同时 屋中的众人也已经反应过来 黑煞 你居然敢出手伤人 给我跪下 我还可以替你向长老们求情 否则你必死无疑 冲须蓝上前一步 满脸杀气的河道 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让我跪下 你有这个资格吗 哄 听到这句话 不管是闻讯赶来的众人 还是之前就在场的赤霄等人 全都傻眼了 谁不知道 黑煞平素 对着冲须蓝可谓是静若神明 他说往东 那就绝对不敢往西 人们甚至不止一次地看到过 黑煞冲着冲须蓝下跪求情 可万万没想到 今天这位黑煞大人 却一反常态 甚至敢跟冲须蓝叫嚣了 冲须蓝的脸色 阴沉得 都快要滴出水来了 墨电 他看到了站在薛安身后的洛兰亭 先是一正 旋即便认为自己找到了原因 不禁气的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黑煞 你居然为了一个人族女人跟我如此说话 你是疯了不成 可薛安却只是好整以侠地掏了掏耳朵 是啊 我是疯了 你又能拿我怎样呢 你给我去死 冲须蓝的眼眸化为一片漆黑 身后的头发无风自舞 化为了一条条触手 疯狂地扑向薛安 可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这些触手还没等冲到镜前 便化为了飞灰 消失不见 而后薛安轻描淡写地说道 用从我这掠夺去的血脉能力来对付我 难为你是怎么想的 此言一出 本端坐于正位之上的大长老 眼睛陡然爆亮 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冲须蓝却没有注意到这些 此刻的他显然已经气急 身形一闪 便冲到了薛安镜前 然后便要动手 直到这时 在冲须蓝的心目中 面前这个人 依然还是那个 卫博自己欢心 而跪下求饶的黑傻 即便给他的胆子 他都不敢对自己怎样 但这个想法 很快便被现实无情打脸了 就在冲须蓝气急败坏地 想要教训教训薛安的时候 薛安猛地一仰手 又是一记耳光抽出 啪 这一记脆响 比之前那声还大 猝不及防之下 冲须蓝惨叫一声 然后便如离弦之剑般倒飞了出去 目标更是直指 坐在正中的大长老 但还没等他冲到镜前 大长老随手一挥 一股柔和的黑暗之力 便拖住了他 然后将他缓缓放在了地上 尽管如此 冲须蓝依然是口鼻流血 模样简直凄惨至极 从薛安近来到现在 短短几个呼吸的光景 就已经接连扇飞出去两个人 这不得不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本打算跟过来看笑话的赤霄 更是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一脸失神地呢喃道 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黑煞 莫非真的疯了不成 这名大长老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冷声道 看来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薛安点了点头 算是吧 至少你们偷偷掠夺我血脉之力的这件事 我已经知道了 哎 大长老轻叹一声 真是何必呢 其实只要你一直装作不知道 那么我们冲须家族 是不会拿你怎样的 只是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将你送回深渊而已 到时候 你依然可以保全性命 这难道不好吗 说到这 大长老抬起头来 一脸冷漠地看着薛安 结果你非要主动戳破 这就是你 自己找死了 冰冷的质问声中 大长老的眼眸 逐渐被黑暗所充斥 但这所带来的黑暗威压 可比之前的冲须兰 要强多了 冲须家族 同样出身深渊之中 他们的血脉能力也很特殊 乃是掌控黑暗 这样的技能 在这黑暗失了缘中 可谓如鱼得水 所以他们 才能成为刺猬阶的世家 但没有人会嫌弃自己的血脉能力强 为了改进或者说净化冲须家的血脉能力 他们想法设法地 融入其他深渊魔物的血脉 试图加以改进 而黑暗的血脉能力 便被冲须家族给看上了 于是 当时刚出深渊不久 还什么都不知道的黑暗 便被冲须家族给笼络进来 名义上是冲须兰的上门女婿 实际上就是个阶下囚 现在眼见的这件事就要大功告成 却没想到 作为实验品的黑暗 突然觉醒了 为了以绝后患 大长老便打算亲自出手 将这个黑煞给斩灭 龙愁的黑暗隔绝开了所有人 只将薛安一人包裹其中 在这样的黑暗之中 连声音都消失了 有的只是无尽的虚无 薛安却没有丝毫的金黄之色 甚至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实际上 在这种环境下 睁眼和闭目是一样的 黑暗之中 传来了大长老的宁笑之声 小子 多谢你这几年来 对我冲须家族所做出的贡献 现在给我去死吧 哼 无尽的黑暗 开始疯狂地绞杀薛安 可就在这时 薛安猛地一抬头 眉心之间 便现出了一朵烟红无比的莲花 这朵莲花一出 立即放出大光明 照彻了周边的黑暗 也让大长老变得无所遁形 只见他狼狈不堪地 从虚无之中跌落下来 然后无比惊恐地看着这朵红莲 这就是什么神物 为何能破我的黑暗绞杀 薛安微微一笑 它叫红莲夜火 是我专为 你们这些深渊魔物所准备的礼物 此言一出 大长老的眼睛瞬间瞪大 然后便明白过来 你不是黑暗 你到底是谁 他大声喊叫着 试图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可他却忘记了 在施展黑暗绞杀的时候 他可是特意将周围都给屏蔽了 这个问题 你还是下去亲自问黑莎吧 说吧 薛安随手一挥 这朵红莲微微一闪 然后便出现在了大长老的头顶之上 不 其实这个不字根本没有喊出来 刚到喉咙 红莲便以化为火焰 将大长老笼罩其中 现如今的红莲夜火 已经是薛安手中的不二杀器 甚至比那无双剑翼还要可怕 再加上这夜火对于黑暗的伤害加成 都让这个大长老变得十分悲催 几乎是眨眼间 这个大长老便被生生恋化 为了虚无 在这种情况下 之前包裹薛安的黑暗 自然也就随之破碎开来 而当薛安的身形 重新出现在冲薛兰 以及赤霄等人面前时 这些人也全都傻了 因为就在薛安刚刚被大长老的黑暗 所挟持的时候 包括冲薛兰在内 在场所有人全都尝出了一口气 认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 因为还没有人能从大长老的黑暗 掌控之中活下来 冲薛兰的脸上 现出极度痛恨之色 混蛋 真是个混蛋 居然敢打我 让他就这么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刻骨的恨意 让他的声音之中满是怨毒 赤霄则微微叹了口气 他也不知道 这个黑莎是怎么了 但不管如何 他还是死了 这个结果是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黑暗破开 然后薛安现出了身形 大长老呢 冲薛兰也被吓了一跳 不顾脸上的疼痛 结结巴巴地喊道 薛安文言微微一笑 你说那个人啊 他死了呀 怎怎么可能 冲薛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如果大长老没死 那么薛安又是如何突破黑暗掌控的呢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说谎 给我去死啊 冲薛尹壮弱疯狂地冲了上来 在他看来 这个薛安肯定是用什么密法突破的大长老的黑暗掌控 这也就意味着 他一定损耗了很大的精力 自己趁现在这个机会动手 一定能报刚刚那一掌之仇 可他想得很美好 事实却是极其的残酷 薛安显然不会惯着他 因此 当他刚刚冲到镜前 薛安手中画刃 直接斜斜披落 冲虚影心中一领 下意识地便抬起了胳膊 试图阻挡 可在这一道近乎透明的剑刃之下 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破 一声闷响之后 剑刃先是将他的手臂斜斜砍断 紧接着是他的脑袋 然后顺着腹腔一路向下 最终从胯骨处斩出 一切都变得无比安静 冲虚影呆呆地看着薛安 似乎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家伙 居然真敢杀自己 而后便见一道血线 顺着薛安刚刚斩落的那一剑 显现而出 咔 一声脆响之后 冲虚影的半边身躯 斜斜滑落下来 只剩下了两只坚强毅力的脚 鲜血的气味弥漫全场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得无比苍白 谁也没想到 这个曾为所有人看不起的家伙 居然敢真的杀人 冲虚蓝面白如纸 嘴唇颤抖 你你 你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反倒是薛安微微一笑 我怎么了 冲虚蓝深吸一口凉气 你到底是谁 我 我自然就是黑煞啊 薛安依然不打算暴露身份 因此笑着言道 冲虚蓝心中满是怀疑 因为他绝不相信 那个窝囊废一样的黑煞 会如此的杀法果断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 由不得他不相信 他也怀疑过 面前这个黑煞 会不会是其他人假扮的 但不管是气息 还是神念 都看不出丝毫的破绽 薛安并不是为这个傻呵呵的黑煞 复仇而来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冲虚蓝 实际上 要想不被人所怀疑 他连冲虚蝇都不该杀的 但薛安的性格向来不吃亏 有仇更是当场就报了 大不了直接舍弃伪装 继续一层层地杀到最顶端呗 所以他才会干脆利落地 将这个一再叫嚣的冲虚蝇 给一剑掌握了两半 冲虚蓝明智地闭上了嘴巴 不再说话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便转过头 来看向了目瞪口呆的 站在不远处的赤箫 诺 你现在可都看到了吗 不知道怎叠 当被薛安的目光盯上的时候 赤箫浑身便是一颤 然后便颤颤微微地点了点头 是是 我都看到了 有什么感想吗 薛安笑眯眯地问道 赤箫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 抢笑道 没没什么感想 嗯 薛安微微一扬眉 怎么会没有感想呢 你之前不是还一直在说 我会害怕吗 赤箫真想狠狠扇自己一巴掌 叫你嘴贱 叫你闲得没事 过来看热闹 这下好了吧 这可怎么办呢 赤箫可不想跟面前这个不知道是疯了 还是怎么回事的家伙作对 因此 他绞尽脑汁地说道 有 当然有感想 感想就是都是这些家伙的错 若不是他们充须家族的人一再招惹您 您又怎么会杀他们呢 赤箫眼珠一转 扶置心灵般地说道 薛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看来你也不傻吗 是是是 赤箫点头哈腰地说道 就觉得后背之上满是冷汗 那你可知道出去以后怎么说吗 明白 赤箫点头如捣蒜 那就好 去吧 不要让我失望 薛安淡淡言道 赤箫如蒙大赦 赶紧转身离去 直到走出了会客厅的区域 他才忽然有些疑惑 怎么回事 为何自己在面对这个黑煞的时候会如此地害怕呢 是直觉吗 还是说他身上隐藏着什么呢 赤箫并不知道 刚刚薛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暗中将一缕神念附着齐上 这才导致了他会如此地惊恐 冲薛兰傻傻地看着 走吧 薛安淡淡道 啊 去去哪 冲薛兰还没明白过来 废话 当然是去见你父母他们了 毕竟现在大长老死了 你妹妹也成为了一具尸体 这些事 我总得有个交代不深 薛安轻描淡写地言道 冲薛兰傻傻愣地看着薛安 心里掀起了一阵惊涛海浪 他这是想干什么 现在自己妹妹死了 大长老也生死未卜 他不说赶紧逃跑 居然还要去见自己的父母 他难道不知道 这跟送死没有区别吗 但薛安显然懒得跟他解释什么 转身便往外走 你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我自己过去说一声就行 薛安的语气淡漠的 就好像再说一件 十分稀松平常的小事 冲薛兰暗自一咬牙 不 我去 说吧 他便迈不跟了上去 薛安没有回头 只是在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后 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 于是 一幕奇景 便出现在了众多下人们面前 就见平素在冲薛家族之中 没有半点地位的黑煞大人 此刻正一脸淡漠地走在前面 而大小姐冲薛兰 反倒一步一驱地跟在后面 并且在她身旁 跟她并肩而行的 还有一名人族女子 这样的组合 简直惊爆了很多人的眼球 不知怎店 当跟洛兰廷走在一起的时候 冲薛兰就感觉浑身都很别扭 刚刚自己的脸被抽得肿起老高 现在虽然好了许多 但是否能够看出来呢 自己今天的衣服 也太过朴素了 哎呀 头发怎么也很乱呢 这些想法 居然代替了那些恐惧 占据了冲薛兰的心房 实际上还没等薛安走多远 整个冲薛家族便已沸腾起来 冲薛家族的高层 也不是傻子 尤其那名大长老的突然消失 更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薛安刚刚走过中庭 即将踏入冲薛家 真正的内部禁区之时 来自冲薛家族的各方强者 便已经拦住了去路 薛安停下脚步 面带一丝笑意 静静地看着 很快 人群之中便走出了一行人 领头的乃是一名面容沉静 看不出多大年岁的男子 当看到这名男子之后 冲薛兰浑身一颤 父亲 没错 来人正是冲薛家族的家主 也就是冲薛兰的父亲 冲薛玄 只见她的目光 从冲薛兰身上扫过 然后便停留在了薛安身上 意味深长地说道 真是没想到 我居然看走了眼 薛安淡淡一笑 这很稀奇吗 薛安的态度激怒了很多人 一名光彩夺目 对夫人上前几步 冲着薛安怒吼道 你身上有影的怨念 你把她怎么了 薛安微微一耸肩 很抱歉夫人 我嫌她太过躁 所以直接送她上路了 咧 这名夫人气得差点现出原形 眼中的恨意 更是恨不得将薛安给生吞活剥了 因为她便是冲薛盈的母亲 其实 对于这些深渊魔物来说 对于感情是很淡漠的 更不会有人类那种强烈的父子亲情 反倒更像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 但冲薛家族离开深渊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他们改变着失了缘 但同时也在被失了缘所改变 比如现在的他们 便已经开始注重父子感情了 冲薛盈乃是这个夫人最喜欢的孩子 现在听闻她死在了薛安手中 自然怒火中烧 电带发作 冲薛玄一摆手 拦住了她 然后深深看了薛安一眼 这么说来 大长老也是死在你的手中了 薛安点了点头 是啊 很好 冲薛玄目光炯炯 脸上的神情却渐渐冷峻 我真是看走了眼 没想到你居然能有这样的实力 那么 你在我冲薛家族之中隐忍多年 此刻突然爆发 又是为何呢 薛安抱着肩膀 先似笑非笑地打量了冲薛玄 以及她身后的这些冲薛家族高层一眼 然后慢条丝里的延道 很简单 我觉得 你们有些不太称职 所以便打算整理一下 此言一出 全场大滑 要知道这个黑煞 在冲薛家族之中 本来就不被人所看中 甚至被认为是用完极器的顶炉 现在她突然反水 众人虽然惊愕 但基于惯性 心中还是颇多的鄙夷 所以当听到这番话后 几乎所有人都暴怒了 好一个城府极深的家伙 居然敢包藏此等祸性 杀了她 没错 灭了她为大长老报仇 喊声中 冲薛玄也是一阵的冷笑 我早就该知道 能从深渊之中出来的存在 又岂是那么简单的 但你居然敢对我冲薛家族 起觊觎之心 那就是你自己找死了 说吧 冲薛玄垂下眼帘 冷然道 杀了她 一声令下 黑暗之中便涌现出了 无数的杀手 直扑薛暗而来 对于以黑暗 而生的冲薛家族而言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冲薛家族的众多高层 双眸也在同一时间变为了黑色 然后施展秘技 轰向了薛安 出手便是绝杀 冲薛玄露出了一丝冷笑 她不认为这个黑煞 能在这样的攻击下活下去 实际上若不是为了查看 这个黑煞的底细 她根本懒得说 这些废话 因为冲薛玄在听到消息后的 第一反应 就是这个黑煞 被人取而代之了 否则无法解释这些事 但在看到薛安之后 冲薛玄便熄灭了心中的这些疑问 因为在她的眼中 面前这个人 分明就是那个窝囊了好几年的黑煞 不管是气息还是神念 都没有丝毫的破绽 而这也是做不得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冲薛玄就更不能允许 这个黑煞活下去了 所以她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 想要灭掉薛安 可是很快 她脸上的笑意便凝固了 因为就在这铺天盖地的 黑暗绞杀之中 一缕火光突然冲天起 然后绽放出了无比璀璨的光亮 离这近一些的冲薛家族成员 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直接被融化为了虚无 只有离这稍微远一些的人 才有机会发出了惨叫 可惜这惨叫声 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然后便戛然而止了 因为在这如同光热的火光面前 不分远近 这些习惯以黑暗为生的冲薛家族成员 都受到了极为致命的伤害 冲薛玄勃然色变 深周黑暗涌动 堪堪抵挡住了这火光的侵蚀 呲呲呲的声响传遍四方 那是黑暗被光明炙烤所发出的声响 冲薛玄就觉得头皮发麻 心中无比震撼 他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火焰 要知道他可是先王强者 虽然仅仅只有二流的实力 但依然是极为强大的存在了 可在面对这火光的时候 却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寒意 那是在面对足以致命的死亡威胁之时 才会有的应激反应 因此冲薛玄立即做出了决定 破开黑暗便想逃离此处 可就在这时 在他的驳梗后方传来了一声轻笑 稍有不妙便打算逃走吗 冲薛玄甚至可以感受到 吹到驳梗上的热气 这令他瞬间僵硬 与此同时 火焰已经如海浪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冲薛家族成员 不管他是高层 亦或是普通兵族 全都身陷其中 然后被生生炼化 为了虚无 比如刚刚还叫嚣要将薛安斩灭的那名夫人 此刻便无比痛苦地在火焰之中挣扎着 他离着冲薛玄很近 因此便冲他伸出了手臂 无比绝望地惨叫道 夫君救 可还没他的手伸过来 一道黑芒便将他生生轰飞了出去 还没等落地 便已经化为了灰烬 而后冲薛玄转过身来 冲着一脸笑意的薛安 深吸一口气 缓缓言道 你不是黑傻 所以 你到底是谁 薛安将目光从那已经死掉的夫人身上收回来 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反而淡淡道 为求自己活命 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下得去手吗 随着话音 已经将全场冲薛家族成员 屠露殆尽的火焰 便重新凝聚到了薛安的面前 化为了一朵红莲 在眉间摇曳不定 请客间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冲薛家族便几乎死光了 场中就只剩下了一脸猛逼的冲薛蓝 以及这位家主冲薛玄 冲薛玄无比忌惮地看了薛安眉间的那朵红莲一眼 回答我 你到底是谁 这很重要吗 薛安语气悠然地说道 其实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么多人的 可惜你们太愚蠢 甚至不懂得敬畏 所以我才略施成见 略施成见 冲薛玄文言 差点吐了血 一招灭掉了几乎所有的冲薛家族高层 这叫略施成见 但此时他心中的忌惮也随之越发地浓烈起来 语气也变得审慎了许多 阁下杀了我冲薛家族这么多人 却连真面目都不敢显现吗 你确定要看 看了之后 你可能就没有机会活着出去咯 薛安似笑非笑地言道 冲薛玄心中一领 立马便转变了话题 那么 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一个交易 交易 冲薛玄一愣 薛安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一个交易 我要你对外承认 这冲薛家族业意 交给了我全权管理 冲薛玄心中一动 这个不知道 莱莉的神秘存在 要的居然是冲薛家族 问题是 以她的实力 冲薛家族 有什么值得她 如此大动干戈的 正在这时 她的目光扫过了 站在远处的冲薛蓝身上 然后便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莫非她是因为蓝 嗯 应该是这样 不然的话 她为何杀光几乎所有人 却独独留下了蓝呢 冲薛玄自认为 自己已经想通了其中的关键 心里一颗悬着的大石头也落下了一半 不管怎样 自己好歹不用跟这个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家伙为敌了 这就是极好的 至于报仇 冲薛玄乃是来自深渊的魔物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 当然不会有那种可笑的想法 更何况 无非就是一些血缘后代吧 死了就死了 大不了以后再繁衍就是 但自己的命 可是无法再生的 所以她的脸上浮现出笑意 原来是这样 那我可以答应你 前后态度的转变之快 简直判若两人 薛安心中冷然 表面上却点了点头 很好 冲薛玄尝出了一口气 试探性地问道 那么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请便 冲薛玄转身便走 同时心中暗暗决定 等我重新召集好人马 有了绝对的把握之后 一定要你好看 可就在她刚一转身 还没走出几步 薛安的眼中 陡然现出一抹璀璨的光滑 无比汹涌的神念狂涌而出 并以无法理解的速度 瞬间出现在了冲薛玄身后 冲薛玄心底一颤 对于危险的直觉 让她下意识地想要躲避 可一切都太晚了 没有什么能比神念的速度更快 你卑鄙 冲薛玄吐吼一声 便试图抵抗着神念对自己的入侵 薛安文言一笑 来自深渊的魔物 居然痛斥别人卑鄙 你是在跟我说笑话吗 冲薛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她惊觉 这神念正如复古之躯般 往自己的石海攻去 这个发现 吓得她亡魂皆冒 哪怕是身躯全毁 对于冲薛玄来说 都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可以再生 可若是石海受损 那么自己可就真玩完了 这对于将生存摆在 第一位的深渊魔物来说 简直是绝对的死穴 因此 她疯狂地调动自身神念 试图阻挡着 汹涌袭来的神念攻击 可她所有的努力 在此刻都显得那么孱弱 之前说过 薛安现在的实力 虽然还没恢复 但她的神念 却已经达到了前世的标准 甚至因为重生的魔力 让薛安的神念 产生了质德的变化 其强大 简直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区区一个冲薛玄 怎么可能是这等神念的对手 因此 不过几个照面 冲薛玄的神念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 紧接着 这些神念便以摧枯拉朽之势 攻入了冲薛玄的石海之中 冲薛玄浑身一震 然后双眸便暗淡下来 整个人变得如木雕泥塑一般 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实际上 此刻在冲薛玄的石海之中 正在进行一场惊天大战 薛安的神念 正在疯狂地改造她的石海 但这一切 在外面却根本看不出来 不过几个呼吸的光景 冲薛玄的眼眸又重新变得璀璨起来 脸上的神情也逐渐变得生动 然后她满脸崇敬地上前一步 冲着薛安躬身一礼 大人 若是有他人看到这一幕 估计会把眼珠子都瞪出来 因为现在的冲薛玄 老是乖巧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薛安静静地打量了她两眼 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我让你做的事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很好 那你先下去吧 是 说吧 冲薛玄站起身来 目光坚定地往外变走 冲薛兰呆若目击地看着面前这一切 大脑都处于一种当机状态 她实在无法理解 为何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尤其自己的父亲 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听话了呢 正在想着 就见冲薛玄走到了她的身边 冲她微微一笑 记得要听大人的话 说完 她又一次目光坚定地离开了 一股发自肺腑的寒意 令冲薛兰整个人都开始颤抖起来 你觉得你父亲现在这样 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 薛兰笑眯眯地言道 冲薛兰简直不敢直视薛兰的眼睛 因为在她的心目中 这个男人 俨然已经化身为了魔鬼 没错 是令深约魔物 都要恐惧的魔鬼 其实你不用那么害怕的 我改造你父亲 只是为了方便行事而已 至于你 薛兰淡淡一笑 还没有让我改造的资格 冲薛兰不敢说话 只是低着头静静地听着 但你要好好配合我 因为一旦搞砸了 我倒是没什么事 但你肯定是要死的 明白 冲薛兰不敢吭声 只是疯狂地点着头 很好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演一出好戏吧 这几天的刺猬街 被一件事情给刷屏了 什么 冲薛家的那个废物坠续 居然一招翻身 掌控了大权 有人满脸惊恶地说道 我觉得不可能 想那冲薛家族是何等存在 怎么会让一个外人掌权呢 更何况 此人还是个出了名的废物 有人满脸不幸 可外面 都已经传遍了呀 甚至连之前跟黑煞 十分不对付的赤销都说 现如今的这个黑煞 已经跟之前判若两人了呢 听到这么说 有人皱了皱眉 有些惊疑地说道 莫非是被其他魔物所寄生了 对于深渊魔物而言 被寄生夺射 并不是一件太稀奇的事 因为深渊生物的奇鬼难言 所以 哪怕你的实力再怎么高深 都有可能不胜重招 可你觉得这个黑煞 要是被寄生的话 冲薛家族 会没有什么反应吗 是啊 而且最奇怪的是 一直到现在了 冲薛家族之中 都没有人站出来表个态 那些高层 好像都集体沉默了一样 总之 随着消息的疯狂传播 整个刺猬街 也变得热闹起来 人们众说纷纭 都在猜测 这次的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那些跟冲薛家族一样 同为豪门的世家 更是第一时间 派出人来打探消息 想要知道 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令人惊异的是 之前在冲薛家族之中埋下的眼线 在此刻 居然全都失效了 所有的探寻 都如泥牛入海般 杳无音讯 甚至连那些 依仗着自己实力强横 施展各种秘书 试图偷偷潜入 冲薛家族本部的探子 也都一去不返 一时间 整个冲薛家族的本部 好似化身为了 深不见底的黑洞 吞噬着一切探寻的目光 这种诡异的情景 令很多人暗暗色变 莫非这冲薛家族之中出事了 不然 为何仅仅只是 发出了一个消息 然后便陷入了彻底的沉默呢 就在各方都在为此事 感到惊异不定之时 在冲薛家族的本部之中 突然有一道光滑冲天起 然后在高空之中炸开 化为了漫天光滑 往各个方向飞去 而在光滑之中 赫然是一封封请柬 这里是冲薛家族的书房 此刻 冲薛弦正一脸恭敬地冲背 对着他坐着的薛安 躬身失礼 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擎铁夜已发给了个方 嗯 薛安应了一声 然后转过椅子 来看向了冲薛弦 做得不错 冲薛弦面色一喜 连忙俯首道 大人过誉了 态度之恭敬 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这就是堂堂的冲薛家族的家主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站起身来 走到了书房的墙壁之前 在这堵偌大的墙壁之上 挂着一张巨大的地图 上面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 依次画着施乐园的十三层天 这张地图极为详细 甚至在每一层城市之旁 都备注有需要注意的强者 在现如今所在的第八层城市之中 更是详详细细地标注出了各方势力 这显然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薛安之前 也是一直在观看这张地图 此刻 他的目光从第八层城市缓缓上移 接连跨过了第九第十等城市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 位于最顶端的十三层天上 这一层城市 同时也是整幅地图之中最简略的地方 仅仅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在旁边则有一行简单的注解 不可知之处 书房中十分地安静 冲虚弦秉息凝神 静静地站在薛安身后 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 两久之后 薛安头也不回地说道 这幅地图是谁所画 回大人 是我命人所画 哦 薛安豁然转身 目光炯炯地看着冲虚弦 那么对于这最顶层的城市 你还知道些什么 冲虚弦摇了摇头 我所知道的 都已经标注在了地图之上 说吧 冲虚弦有些奇怪地问道 大人为何要问起第十三层城市呢 哦 没什么 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薛安轻描淡写地说道 虽然说现在的冲虚弦 因为被自己用神念改造过的缘故 已经变得十分可靠 但薛安还是不愿跟他说得太过详细 这时 冲虚弦的脸上 现出一抹迟疑之色 大人 如果没必要的话 我劝您最好不要多过问 第十三层城市的事 因为那里 对于整个失了云而言 乃是禁忌般的存在 哦 为什么这么说 具体因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知道 高卫阶的那些大人物们 在谈起第十三层城市的时候 都为之色变 不愿多谈半个字 显然那里有什么是他们 都不敢忘义的 这样啊 薛安点了点头 忽然说道 那之前的第十三层城市 是这样吗 不是 冲虚弦摇了摇头 以前的第十三层城市 虽然也高不可攀 但偶尔还是会有人降临下来的 但好像是突然之间 一切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薛安眼前微微一亮 因为冲虚弦的话 显然跟洛兰廷兄妹二人 被驱逐下界的事件对上了 这样一来 薛安心中那个 本来模糊的猜测 就变得越发清晰起来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冲虚弦应了一声 但却没走 怎么 还有事 大人 虽然不该问 但您这次 变幽第八层城市的 所有强者前来 是打算干什么呢 冲虚弦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薛安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地冲他说道 你觉得呢 冲虚弦浑身一颤 有些不自然地低下头 我也不知道 但这件事 您总得给我透露一些 我也好知道怎么去做 你不用刻意地去做什么 以前你是怎么招待客人的 这次就还怎么招待 在需要你出场的时候 我自会让你出场 冲虚弦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卑下明白了 说吧 转身便要离去 薛安突然又叫住了他 哎 对了 这次来的人应该会很多 宴会厅显然是招待不下的 就安排在中庭广场之上吧 那里够大 是 冲虚弦应声离去 薛安看着他的背影无声一笑 然后缓缓退入了黑暗之中 等再次出现 便已经来到了中庭广场 这里是整个冲虚家族本部之中 最大的一个广场 足以容纳上千人 往常 这里是用来练功的 不过因为冲虚家族的所有高层 被薛安一扫而空 所以 此刻的中庭广场 十分冷清 薛安站在广场正中 环视了一圈整个广场 然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依照我现在的实力 在神殿的辅助下 全力示威的话 应该有八成的把握 将所有人都改造过来 说到这 薛安仰起头来叹息一声 还是太弱了 若是我能再进一步 挣得半步先王的修为 就不用如此大费周章了 直接单挑这一切都足够了 但八成把握 已经足够拼一把了 哪怕到时候有漏网之鱼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说吧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头顶之上 便献出了数十道神殿虚像 然后各自散开 站到了广场的各个角落之中 紧接着 这些神殿虚像 便跟随着薛安的本体 开始一笔一画地刻画符文 每一道符文的出现 都会让中庭广场改变一丝 渐渐地光雾四起 将整个中庭广场 彻底遮蔽起来 也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窥探 与此同时 外界之中 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来自冲须旋的亲笔勤俭 显然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邀请我们前去参加庆典 庆什么典 这个冲须旋 莫非是脑子坏掉了不成 他们冲须家 难道真要将所有的权柄 交给一个坠序 有人一脸猛逼地说道 匪夷所思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有人更是满脸震撼地呢喃道 各方势力对此意识反应不一 但不管是谁 都对这件事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个冲须旋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赤销市是在第八层城市之中 同样有着赫赫威名的一个家族 此刻 来自其他几大世家的传人 便齐聚于赤销市中 几位大人 我家少爷便在这书房之中 一位管家公升言道 行了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管家赶忙弯腰失礼 是 因为他知道 来的这几名男子 可都是各大世家的嫡系传人 同时也是自己家少爷的至交好友 因此 他什么都不敢说 翘无声息地便退了下去 锦衣男子直接推开书房门 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其余几人紧随其后 书房之中有些阴暗 只有一个身影躺在椅子上 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锦衣男子见状微微一皱眉 怎么不点灯 说着他随手一挥 一缕火光便引燃了屋中的蜡烛 光亮之中 但见赤霄面色苍白地靠在软塌之上 目光呆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锦衣男子有些惊恶地走上前去 一屁股坐在了赤霄的对面 喂 老赤 你这是怎么了 啊 赤霄浑身一颤 眼中现出惊恐之色 直到见到是这个锦衣男子后 方才尝出了一口气 眼中的惊恐也随之退下 原来是你妈 嘖嘖赤霄兄 你这是怎么了 听闻 你自打从冲须家族回来后便闭门不出 整天神志不清的样子 我还以为是其他人胡说 没想到真是这样 锦衣男子一脸惊疑地问道 赤霄苦笑了几下 没没什么 锦衣男子跟他身后的那些人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疑 他们此来也是听到了传言 说这位赤霄的精神状态 似乎出了些问题 当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话 认为纯粹就是胡说 毕竟赤霄再怎么样 好歹也是一名准先王的强者 这样的存在 精神状态还能出问题 但现在看来 传言似乎是真的 至少这个赤霄看上去 确实状态很不好 你们怎么过来了 赤霄勉强坐直了身子 样样地说道 哦 我们这不是听说 老赤 你出了点问题吗 便特意过来看看你 多谢柳财兄了 赤霄有气无力地道了个谢 但看得出来他十分地心不在焉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 还有什么事 嘿嘿 看来老赤 你还真是消息闭塞呀 最近轰动 咱们刺猬街的消息 你还不知道吗 什么消息 赤霄忽然精神一震 慌忙问道 自然是冲须家族 突然下出请柬 邀请各方强者跟势力 前去参加他们家族庆典的事情了 我们几个此来也是打算 邀请你一同前往呢 柳财的话音刚落 赤霄就跟屁股底下 安了弹簧一样 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并且在空中便大喊起来 不能去 嗯 柳财一愣 赤霄满脸惊骇地说道 千万不能去 因为这分明就是 他设下的圈套 我们一去就上了他的档了 所以千万不能去啊 谁 谁设下的圈套 你在说什么啊 柳财简直都被搞猛了 赤霄面色苍白 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却没有过多的解释 因为他知道 自己说出来 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谁能想到 一个之前还以废物 而著称的豪门坠序 其实暗中 早已积蓄了恐怖的力量呢 不要说别人不相信 若不是赤霄亲眼所见 他也不会相信 但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都让赤霄铭心刻骨 回来之后 他鬼使神差地 将所有的事情 都宣告于天下 然后便躲进了书房之中 因为他越想越害怕 甚至闭上眼睛 就会想到 黑霞那双幽深到 看不到底的毛子 这种恐惧 在冲须家族 一直保持沉默的时候 达到了顶峰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冲须家族之中 肯定是出事了 如果不是因为 不知道往哪里去 赤霄真恨不得 现在就离这冲须家 越远越好 坦白来说 赤霄显然是被薛安 给吓破胆了 这其实也是薛安 当时用神念 影响他的神志 所产生的副作用 所以当 现在他听说 冲须家族 突然给各方下了请帖 邀请所有人前去的时候 立马便认定 这肯定是薛安所不下的陷阱 至于他的目的是什么 赤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看着神情变幻不定 浑身更是颤抖不止的赤霄 柳才等人的眼神深处 不禁都现出了一丝不屑 这个家伙 莫非真疯了 柳才耐下性子 微笑着说道 老赤 你这是怎么了呀 说的这都是些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全套方套的 难道说冲须家族 还打算一举歼灭 我们刺猬阶 所有的强者不成 此言一出 柳才身后的这几名世家少爷 全都发出了阵阵笑声 在他们看来 这显然就是个笑话 但这句话却提醒了赤霄 只见他的脸色苍白的 近乎透明一样 喃喃自语道 没错 他就是打算 一举歼灭我们所有人 让我们成为他的奴隶 对 一定是这样 他是比恶魔还要邪恶的存在 柳才并没有听清赤霄 再说些什么 但这并不妨碍 他面现嫌恶之色 只见他微微一皱眉 赤霄 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很丢脸 身为堂堂的准先王级强者 你这样语无伦次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你真以为 冲须家族要对我们不利 笑话 柳才冷笑着 接着往下说道 即便他们冲须家族真的这么想 也注定是一场无用功 因为我已经收到了消息 此次不光是各方世家 要前往 连戒主大人都收到了消息 并有动身前往的意思 那可是准一流的先王强者 你觉得他们冲须家族 何德何能 可以对付得了这样的存在 这番话确实起到了作用 至少抚慰了赤霄那胶着的内心 他瞪大了双眼 直愣愣地看着柳才 借戒主大人 也准备前去 消息是这样说的 可能性应该很大 赤霄的神情 开始变幻不定 如果真如传言所说的那样 连戒主大人 都准备动身前往这次庆典的话 那么这个家伙 可算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了 赤霄不相信 各大世家的实力 能阻挡黑煞那诡异莫测的能力 但戒主大人不一样 那是出自深渊深处的绝顶强者 准一流的先王实力 令他即便是在这失乐园中 都算是一方巨拨 所以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他很清楚 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出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的话 那么自己以后 就不要想在修炼意图上 有所存尽了 所以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 这次的庆典 自己也得去一趟 抱着这个想法 他的神情逐渐沉静下来 冲着柳才等人微微一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便跟着诸位一同前往 在第八层城市 那永远黑暗的天空之中 漂浮着一座殿宇 这座殿宇 距离上层城市很近 而这便是刺猬街街主所居之地了 很多时候 刺猬街的街主 都不在这第八层城市之中 而是居住于九层之上 而这次 他正好就在宫殿之中 这是一片空气的大殿 殿宇之下 跪着很多的人 而在一方巨大的桌子后面 则有一团近乎虚无般的黑暗 勤俭飘浮于空中 似乎有人正在查看 梁九 一团黑暗之宴 陡然自勤俭之上升起 将其坟灭为了虚无 而后才听一声冷笑 从那虚无之中传来 这冲须玄 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区区一个坠续灯位 也敢邀请我前去 他是怎么想的 台阶之下 有一名老者闻言一笑 借主大人息怒 我觉得这件事里面自有蹊跷 毕竟冲须玄那个家伙 也不是傻瓜 怎么会让区区一个灵史 执掌他们家族的权柄呢 蹊跷 呵呵 能有什么蹊跷 能从深渊之中走出来的 又有几个是傻瓜呢 那一借主的意思 我们去还是不去呢 老者沉声问道 哼 若是以往 我当然不会去 但这次情况不同 本来我就打算召集众人前来 既然有这个机会 那倒省了我的事了 就去一趟吧 也好当众宣布一些事情 老者闻言面色大变 借主大人所说可是 正是来自高卫街 几位大人的传语 老者的面色 变得有些苍白 满脸敬畏地低下了头 去吧 回复一下充须玄 就说我到时候自会前去 让他做好准备 明白 就在整个次卫街 都为之沸腾起来的时候 薛安终于刻完了 最后一道符纹 然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老公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一个好似花精灵般的 虚向翩仙飞出 其中传来了安言的声音 这是他最新钻研出来的用法 可以只用一丝神念画形 这样飞出福宝小楼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安全了 薛安抬起手来 安言便停留在了 他的手指之上 然后薛安才笑道 没什么 只是送给这次 未接众人的一个见面里罢了 哦 安言应了一声 正在这时 两条毛毛虫 突然出现在了薛安的手臂之上 这两条毛毛虫一出现 便开始努力地爬动起来 同时从里面还传来了 想想和念念的喊声 哈哈 笨念念 你追不上我 姐姐 你耍赖 说喊一二三在一起爬的 你却先爬起来了 我就是耍赖 有本事你来追我呀 没错 这两条憨憨的毛毛虫 正是想想和念念 以神念所化 跑在前面那条是想想 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是念念 这两人将薛安的手臂 当成了赛场 开始咬牙切齿地追逐起来 只不过 他们追逐的速度 实在有些感人 别看喊得那么起劲 实际上爬了半天 也不过爬了几公分而已 薛安健壮 真是哭笑不得 喂 谁让你们两个出来了 安言问道 是鹰姐姐啊 对 是鹰姐姐 想想念念 异口同声地说道 胡鹰 一二也出来了 薛安微微一正 然后便见一条 卡通文化版的小狐狸 突然从薛安的袖口 钻了出来 调皮地笑道 嘿嘿 是啊 外面这么热闹 我们当然要出来看看啊 这么说来 就剩下小鱼一个人在家了 安言问道 话音刚落 就听上空传来了一声惨叫 啊 小心 我要掉下去了 说着 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 从天而降 甚至可以看到 他脸上那惊恐万壮的表情 薛安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出手来 一把接住了这只蜘蛛 张小鱼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冲着安言不好意思的一笑 颜姐姐 我也出来了 化身为一只小狐狸 犹如猛宠般的胡鹰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然后脸上的神色逐渐变得压异 好强的神念波动 薛哥哥 你这是要对付谁啊 居然布下了此等阵法 作为出身于青秋湖国的天湖 胡鹰 对于阵法 以及神念的敏锐直觉 远远超过人足 所以 他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 这片中庭广场的异样 薛安笑了笑 自然是对付这座城市中的那些家伙了 看着薛安那笑眯眯的样子 胡鹰的心中忽然对素未蒙面的这群人 充满了同情 因为他知道 既然薛安都如此认真了 乃至于提前布置下了此等阵法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帮家伙不管多厉害 到时候都得完蛋 惹谁不好 只要惹薛哥哥 胡鹰心中默念了一句 然后便随着安言 以及两个小丫头一起回去了 喂 颜姐姐 胡姐姐 你们等等我啊 蜘蛛状态的张小鱼急得大喊 可似乎是故意逗她一样 安言和胡鹰都装作没有听到 静止地走了 张小鱼急得八条腿 一个劲得挥舞 薛安健壮 简直是哭笑不得 抬手便捏住了张小鱼的后背 然后往眉心之中一按 这才算将这个活宝 给送回了福宝小楼之中 此刻阵法夜已布置完毕 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就等着庆典开始了 因此 薛安转身便往书房走来 这个冲须家族别的优点没有 就是书多 经过历代家主的积累 书房之中 简直是琳琅满目 啥样子的书都有 但薛安对于其他类型的书籍 都没啥兴趣 尤其那些记载功法修炼的书籍 薛安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她只对记载失了缘 以及深渊密室的那些书籍感兴趣 这段时间 薛安已经将所有关于此类的书 都给看完了 这次薛安打算再看一遍 从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可是她刚刚走到书房门口 忽然便是一震 脸上浮现出一抹古怪神色 然后方才推开了门 书房之中很黑 却带着一丝甜香之气 薛安却没有走进去 而是静静地站在门前 眼眸低垂 淡淡道 穿上衣服吧 我对你没兴趣 此言一出 黑暗之中传来了一声 满是羞愤的英明 然后便传来了 一阵稀稀苏苏的穿一声 直到声音彻底消失了 薛安方才迈步 走进了书房之中 信手一挥 蜡烛便被点燃了 摇曳的光亮之中 冲绪兰面色苍白地站在书桌之前 眼中满是惊恐和羞愤之色 这两天对于冲绪兰来说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之前一直被自己所瞧不起的夫君黑煞 突然性情大变 将整个冲绪家族的高层 都给屠戮殆尽 甚至连自己的父亲 身为冲绪家族的冲绪玄 都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黑煞点头哈腰 卑躬屈膝已急 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然让冲绪兰的心中充满了惊恐 他到现在还记得薛安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你还没有让我改造的资格 没没想到 他便会陷入战力之中 因为他可以确信 面前这个人 虽然在气息和神念 都跟自己名义上的那个夫君黑煞 没有任何区别 但他绝对不是黑煞 因为黑煞绝对不会有这等的实力 那简直是比深渊恶魔 都要恐怖的存在 这个事实令冲绪兰激进崩溃 甚至闭上眼 就是薛安娜略带一丝讥讽的眼神 他很明白 自己能活下来 并非是对方不想杀自己 而是不屑为之 但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他心里也没底 他自认为 自己很清楚 这些强者的性格 因为从小到大 他所见到的 都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者 只要自己在他眼中的价值消失了 那么也就是自己该死的时候了 他当然不想死 但问题是 如何增大 自己在这个人眼中的价值呢 苦思良久之后 他忽然灵机一动 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法 自己在他面前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自己的身体了 没错 肯定是这样 他就是因为垂涎自己的美色 才没有杀自己 可他又不肯说 这显然是在考验自己 是否有自知之明 若是让他等得厌烦了 那么自己也就该死了 这个想法一出 冲虚兰就彻底坐不住了 他自然是不敢直接找上薛安的 但他知道 这几天中 薛安一有时间就会去书房 那里就是自己先生的好地方了 抱着这个想法 他在今晚 终于付诸了行动 他先是趁薛安不在 偷偷躲进了书房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外面 响起脚步声的时候 他的心 简直都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然后咬着牙 在黑暗之中脱下了衣服 可万万没想到 薛安在门前就感知到了 里面有一个急促的呼吸声 略意感知便知道了是谁 以及他想干什么 因此 薛安才直接干脆地表明了意思 看着站在书桌前身形摇摇欲坠 似乎随时会倒下的冲绪兰 薛安面无表情地言道 你不用 以这种方法来讨好我 我不杀你 是因为有很多事需要你的配合 只要你配合得好 那我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 明白 薛安的话 让冲绪兰苍白的脸上 多了一丝血色 然后颤抖着点了点头 是我明白 在灯光的映照下 低头不语的冲绪兰 多了一丝妖异的美感 可薛安压根不为所动 甚至连眼皮都没聊一下 淡淡道 很好 明白的话 现在就请出去吧 冲绪兰暗暗松了口气 但同时又隐隐有些失落 然后脸任意里 恭敬地退了出去 看着他离开了书房 薛安微微一笑 他确实没想杀这个冲绪兰 因为自己只是暂时借用下 黑莎的这个身份而已 不管他跟黑莎之间发生过什么 那都跟自己无关 只要他好好配合 那么放他一码也是可以的 至于所谓的诱惑 在这三千年中 薛安所经历的诱惑 多了去了 比冲绪兰美上十倍的都有不少 即便这样 薛安都没动过心 更何况 这个冲绪兰 还是个深渊魔物 说白了 你会对一个一丝不挂的章鱼动心吗 约定的庆典之日 终于到了 这一天 明月刚刚挂在树梢 冲绪家族便开始热闹起来 无数的来宾 让冲绪家族门庭弱势 其中更是不乏各大势力的强者 说白了 大家都很好奇 好奇冲绪家族之中 到底出了什么事 乃至于能让一介坠绪绝地翻盘 看到如此热闹 柳才忍不住也兴奋起来 然后对一旁的赤霄含笑说道 我说什么来着 各方大人们 显然都不会错过这场热闹吧 仅凭现在到场的这些强者 就足以令人咋舌了 哪怕戒主大人不来 冲绪家族 也别想翻出什么浪花来 赤霄的面色稍微有些苍白 但正如柳才所说 到场了这么多的强者 他的心也稍微踏实了一些 很快 在仆役的引领之下 各方来宾都被领到了中庭广场之上 这里早已备下各种珍修美味 美酒佳酿 所以很快 人们便彻底放松下来 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庆典而已 开始三五成群地凑到一起谈笑 真是奇怪 怎么今天一个冲绪家族的长老都没见到呢 引领我们来的只不过是个仆役而已 难道说冲绪家族都已经如此傲慢了吗 想给我们一个下马位 有人一脸不满地说道 谁知道啊 不过我觉得 倒不至于说是故意给我们一个下马位 没准是冲绪家族之中 有什么事正在忙吧 有人劝解道 但更多的人 还是在满脸古怪笑意地讨论这个黑煞 哎 听说了吗 这个黑煞充其量 只是个刚出深渊的土包子 之所以能当上临时 都是因为冲绪家族的面子呢 岂止是这样 你觉得 冲绪家族就那么好心 想要提拔一个全无根基的家伙 别傻了 他们只是想掠夺这个黑煞的血脉而已 则则 那这么说来 这次的庆典 没准也是一个针对黑煞的阴谋了 我觉得还真没准 这些议论声甚嚣沉沉上 令全场都为之沸腾起来 是消听到了心中不经一阵的冷笑 还针对黑煞的阴谋 等你们见到黑煞 就不会这么说了 正在这时 就见广场的入口处一阵的喧哗 然后便见冲绪家族的家主 冲绪玄走了进来 因为冲绪家族的实力 所以一见到他 人们纷纷开始打招呼 冲绪家族 家主当然好 冲绪玄满脸笑意地频频点头 看那样子似乎十分开心 很快 他便走到了正位之上 然后跟几个身份相等的家主谈笑起来 气氛更加地轻松了 人们甚至忘记了 此次庆典的目的是什么 直到一阵脚步声传来 本来喧闹的人群 方才逐渐安静下来 咚咚咚 沉闷的脚步声 好似踩在了人们的心头之上 令人为之站立 而后便见 薛安款步走了进来 当然 在众人的眼中 进来的依然是那个曾经 出了名的废物黑煞 很多人不禁面现 讥讽之色 可还没等他们说出些什么 跟在薛安身后 一起走进来的冲绪兰 便让所有人都住了嘴 因为此刻的冲绪兰 一身朴素衣裳 低眉顺眼 紧随在薛安身后 态度恭敬的 好似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 这个画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很多人不禁睁大了眼睛 这才相信 传言居然是真的 这个曾经很不起眼的坠绪 居然真的反客为主了 人群之中 赤消满色苍白的低下头 连看薛安一眼都不敢 因为他到现在 还记得当时 被薛安所支配的恐惧 在这一刻 他甚至有些后悔 来参加这庆典了 一旁的柳才 却饶有兴致 甚至有些兴奋地说道 有意思 居然真将这个充须兰 给降服了 倒是有点本事 但接下来的一幕 才更让人为之震动 见到薛安近来 冲须玄慌芒迎了上去 脸上甚至堆满了 谄媚的笑意 这个画面 令很多人当即愣在了那里 这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堂堂家主啊 居然对一个坠绪 如此羡美 到底是自己眼睛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便信不 走到了正位之前 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这下 很多强者的面色 都变得很不好看 尤其刚才跟冲须玄 谈笑的那帮人 更是脸都绿了 以他们的身份 只有冲须玄 才配跟他们坐在一起 可现在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居然也敢坐下 真是找死 很多人便带发作 薛安豁然抬眸 扫射了全场一眼 就是这么一个眼神 立即让那些 想要出言斥责的人 将话又重新咽了回去 因为他们忽然感到了 一种发自内心的惶恐 就好像 被什么上古猛兽 给盯上了一样 令人不寒而栗 全场瞬间变得十分安静 也就是在这一愣神的功夫 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喧哗 然后便见一成龙脸 突然撞破虚空 出现在众人的头顶之上 借主驾道 闲人退避 冰冷的喊声中 人群慌忙让出了一片空地 龙脸落于地上 车帘猛地掀开 然后便见其中 献出了一团虚无 而在龙脸之旁 则是数十名甲骤鲜明 气势雄魂的守卫 人群一阵的喧哗 然后人们便开始 一个劲的座衣行礼 更有人直接跪在了地上磕头 这种杂乱之中 虚安淡然而作 根本不为所动 冲虚玄的脸上 则现出了一丝色缩之色 但玄疾便又鼓起勇气 迎了上去 见过戒主 虚无之中 好似有一双眼睛 正在窥探众人 而在听到冲虚玄的问候后 虚无之中 传来了一阵 说不清什么含义的笑声 冲虚家主此次那德贵婿 真是可喜可贺呢 多谢戒主大人夸赞 还请上座 冲虚玄殷勤的招呼道 那就算了 我这次来可不是为了 你这所谓的女婿而来 说着 虚无之中的声音 骤然变得寒凉 众人听令 一声令下 各方俯首 然后便听声音言道 高卫阶诸位大人有诏 命令我召集各方强者 前往高卫阶商议要事 不得有误 此言一出 全场一静 然后便沸腾起来 很多人面面相去 都是一脸的兴奋之色 因为高卫阶有诏 那就说明 次卫阶的地位 将水涨船高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兴奋 而这团虚无从始至终 也没有看薛安一眼 接着往下说道 事不宜迟 而等既然都在此处 也就省得我征兆了 现在便随我 一同前往高卫阶 是 众强者低头领命 便要离去 可就在这时 正在低头饮茶的薛安 将茶杯轻轻放在了桌上 淡淡言道 慢着 这一声好似惊雷 令全场都为之一镜 而后薛安慢慢抬起头来 冲这团虚无微微一笑 我觉得 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都留下来陪我吧 什么意思 这个家伙是疯了吗 他想干什么 众人的心中 不约而同地生起这些疑问 虚无也随之一致 然后从其中传来了一个 满是讥讽的声音 黑煞 你该不会以为 掌控了充虚家族 就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了吧 可别忘了 就连你的身份都是我赐予你的 质问声中充斥着无上的威严 乃至令人机遇窒息 人们也是一阵的骚动 很多人的脸上都现出幸灾乐祸之色 用看死人一般的目光看向薛安 尤其之前便对薛安颇有微词的这几名家主 更是大声斥责起来 居然敢这么跟戒主大人说话 还不跪下 没错 跪下 呵斥声中 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甚至都没理会这些家主的叫嚣 只是抬起头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团虚无 缓缓言道 那你觉得 什么才叫有资格呢 放肆 还没等虚无之中传出声音 在庞侍奉的护卫 便大声呵斥起来 更有几个 急于想在戒主面前表现自己的家主 直接便动了手 他们想得很明白 这个黑煞 今天估计是死定了 戒主大人 是不会允许一个质疑他权威的人活下去的 趁此机会 自己当然要好好表现一番 这样一来 也能加深自己 在戒主面前的印象 更何况 对方只是一个小小的坠绪而已 杀起来更是毫无压力 这样全无危险 收益却很丰厚的事 这些家主们自然不会放过 可惜 他们全都错判了一件事 而就是这件事 将他们的姓名都给断送了 就在他们的攻击业意 轰到了薛安的面前 眼见就要将薛安给吞没的时候 薛安猛的一抬眸 所有的攻击 便好似被施以定身法一样 齐齐停滞在了半空之中 紧接着 这些攻击便开始寸寸断裂开来 并急速地往后延伸 这些动手的家主们 大惊失色 刚要躲避 但一切都太晚了 薛安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只见他随手拿起桌上的茶杯 猛的一握 碰 一声炸裂的脆响 茶杯碎裂 蹦见出的瓷片 化为道道光滑 直袭这些家主 扑扑扑 尽管这些家主们 都有着极强的实力 但在面对这一击的时候 却好似湿了痣一样 呆立在原地发沙 因此 这些瓷片轻而易举地 便穿透了这些家主的咽喉 鲜血瞬间奔涌而出 这些家主们 满眼惊骇地看着薛安 眼中的光滑逐渐暗淡 最终扑通倒地 这一击 击碎得不光是他们的咽喉 连带着他们的神魂 都被气气震碎了 死 全场所有人 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虽然说这些动手的人 仅仅只是一些普通的强者 甚至连最末流的先王都不是 但薛安甚至都没有站起身来 仅仅只是一击 就结果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这个事实 还是令很多人为之毛骨悚然 至少刚刚还对薛安满是轻视的人 此刻的神色 全都变得凝制起来 赤消浑身颤抖 面色惨白 嘴里轻声呢喃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会这样 薛安轻轻拍了拍手 将手心之中的瓷片碎渣 全都震落 然后好整以侠地抬起头来 冲着那团虚无微微一笑 怎样 你觉得我现在可有资格了吗 虚无之中一阵的沉默 直到过了片刻 里面才传来了一阵冷笑 好 很好 看来我还真是看走了眼 黑煞 哦不 现在不应该叫你黑煞了 因为真正的黑煞 早就已经死了 对吗 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因为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面前这个男人 不管神念波动还是气息 明明都是黑煞 但戒主怎么说 真正的黑煞 已经死了呢 薛安却轻轻点了点头 微笑着说道 看来还真是瞒不过你啊 没错 真正的黑煞 确实早就已经死了 随着话音 薛安的面容和身躯 泛起了一阵涟漪 最终现出了本来面目 见到这个气质高贵 眉目如画的白衣少年 冲虚兰忽然暗暗松了口气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私下想过 冒充黑煞的这个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会不会跟深渊中的那些恶魔一样 争名可不呢 直到现在见到薛安 他才算将心放回了肚子里 甚至隐隐地有些欣喜 全场则是一片大滑 人族 妈的 薛安是人族的强者前来捣乱吗 鼓噪声中 虚无之中的声音冷笑道 人族强者 你确实很厉害 甚至能完美模拟出黑煞的神念和气息 来至于将我都给蒙蔽住了 但你不该如此嚣张的 所以现在给我跪下 话落 周遭天地骤然一变 所有的契机 全都开始排斥薛安 巨大的压力 甚至将薛安周遭的空间 挤出了道道裂缝 可面对这样的威压 薛安依然没有任何的表情 反而淡淡一笑 我嚣张了吗 不 我只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 而且 你以为 这样的威压便足够了吗 说着 薛安右手的食指 轻轻在桌上滑过 粘起了一滴水珠 然后随手一弹 碰 这滴水珠 瞬间化身为无间不摧的炮弹 将屏蔽自己的天地契机 以及空间 齐齐震碎 虚无之中 传来了一声微不可查的闷哼 薛安淡淡一笑 还有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我大费周章地伪装成黑煞 并将你们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虚无之中的声音 此刻变得极为冷冽 但语气却变得审慎了许多 显然也被薛安刚刚 所表现出的实力所惊 为什么 很简单 我要你们随我一起杀上高卫剑 同意的话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哄 这句话好似一颗炸弹 令全场都为之轰动 虚无也是一颤 似乎也被薛安的这句话所惊 但旋即 这个声音便放肆地大笑起来 人族强者 我知道你确实很厉害 但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 就凭你这点实力 便想跟高卫剑作对 而且还痴心妄想地 试图控制我们 怎么 有问题吗 薛安笑眯眯地言道 声音变得讥讽起来 你觉得呢 我现在甚至怀疑 你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 不然怎么会如此地狂妄呢 众人也纷纷开始吃笑 薛安轻叹了一声 早就知道 你们这些家伙 不被彻底打服 是不会老实的 也罢 既然道理说不通 那么我就打到你们通 说到这 薛安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森然的冷笑 动手吧 我一个人 单挑你们所有 数字狂妄 虚无之中传来了一声怒喝 这位借主 显然被彻底激怒了 狂暴的杀意汹涌而出 直接笼罩了全场 被薛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屡次挑衅 如果这位借主 不能彻底祭拜薛安 那么他的权威 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到时候 很有可能连他的统治 都会出现问题 毕竟 对于这些出自深渊的强者而言 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你强大的时候 一切好说 但只要你稍稍现出一点 衰弱的迹象 就会有无数人 开始蠢蠢欲动 因此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尊严 他都要当着众人的面 将薛安彻底击败 杀意如海 在薛安的身旁汹涌 然后将其彻底锁定 准一流先王的强者实力 在此刻显露无遗 一般的强者别说动手了 仅仅只是 面对这种杀意 便足以令其贵道认输 可薛安却只是笑眯眯地看着 好似这些令周遭温度 急剧降低的杀意 根本不存在一样 就这些吗 薛安甚至还有心情问了一句 哼 虚无之中传来了一声冷哼 并不理会薛安言语之中的嘲讽 而是冷喝一声 九弓魔剪 咔 随着这一声令下 狂暴的杀意 直接化身为了玄奥的阵法 将薛安困在了当中 紧接着 阵法之中泛起了一道道魔光 在空中纵横交错 变成了一团乱麻 阴阳双杀 哄 这些魔光瞬间收缩 无情地 绞杀着所笼罩的一切 这等威势 也令所有围观之人 为之色变 有那胆小的 更是悄悄往后退了几步 虚无之中 传来了一声得意的冷笑 因为这一招 乃是他赖以成名的一招绝技 一旦施展开来 诡异难缠的魔光 便会将所遇到的一切 彻底轰碎 而且 这还是直接作用在 最基本的粒子层面上的 根本无从防御 所以 在这位戒主看来 只要这一招成型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人族少年必死无疑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自这九宫魔解阵中 突然传来了一阵 嘎吱嘎吱的声响 就好似链条齿轮 突然被什么东西 给卡住了一样 声音刺耳难听 而那满天的魔光 更是随着这声响 而震颤起来 怎么回事 虚无微微一颤 探寻的神念 便看向了这九宫魔解阵中 也就是在这时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这强大的九宫魔解阵 直接化为了乌有 虚安端作其中 甚至连脸上的表情 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而在他的手中 赫然握着一团 黑色的光滑 正是那九宫魔解阵的魔光 只是此刻 这些足以将人 轰碎为粒子状态的魔光 在轩安的手中 柔弱得好似一团果冻 虽然屡屡挣扎 却连轩安的手掌表皮 都没伤到 捏 这下 虚无之中的声音 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 要知道自己这一击 足以灭掉同级别的强者 可对面前 这个少年 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这说明什么 难道说 这个人族少年 比自己还强 乃是一流的先王强者 但是这真的可能吗 人族之中的先王强者 本来就携手 如这个少年般 年轻的先王强者 更是屈之可数 那样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呢 很有意思的玩具 薛安 把弄着手里的魔光 饶有兴致地抬起头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你从深渊之中 带出来的魔光吧 全场阵战 虚无之中 更是一阵的沉默 直到过了片刻 虚无之中 才传来了一声轻叹 说真的 我越来越 搞不清楚你的来历了 如此年纪 能有这等修为 想必你是来自那些 人叫大昌的凡胜之地吧 让我猜一猜 玄冥林亦或千鹤公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猜了 我不是来自你所想的任何地方 也跟那些星空大教 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 你大可不必顾忌这些 要想杀我的话 那就趁早动手吧 否则 我可不敢担保 自己一直有这么好的耐心哦 薛安笑眯眯的言道 虚无之中 又是一阵的沉默 然后便传来了一阵 刺耳难听的笑声 好 很好 真是太好了 这位借主连说了三个好 杀意却在逐渐收敛 可越是如此 气氛便越显凝重 很多人勃然色变 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开始悄悄往后退去 人族强者 既然你不肯说出自己的来历 又执意要跟我等作对 那么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还没等他将话说完 便被薛安直接打断了 说得 好像我需要你客气一样 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有什么本事 就直接拿出来吧 这样的话语 令很多人一阵的无言 因为这已经不是在挑衅了 而是在作死 呵呵呵呵呵 虚无之中传来了一阵 近乎愤怒欲狂的笑声 你们人族之中有一句话 叫做英雄出少年 现在看来还真是不假呢 现在既然你如此地作死 那我就成全你 言罢 声音猛然变得无比凛练 而等听着 闭目所念 不可窥探 一声令下 在场的所有强者 全都浑身俱阵 齐齐想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 然后便忙不迭地 将自己的无感彻底封闭起来 不敢有丝毫的窥探之念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这位借主大人 便将施展出真正的杀招了 薛安靠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 眼中现出了一丝玩味之色 然后随手一挥 两道神念便飞到了 冲须玄跟冲须兰的身上 正在惊惧不已的他们 随之变得冷静下来 冲须玄念如了几下 然后低声言道 大人 这个借主 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我倒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薛安似笑非笑地言道 正在这时 就见那团虚无 好似被水化开的墨迹一样 蕴染开来 紧接着 从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说真的 能逼我用出这一招 你也足可自傲了 但也仅此而已了 所以都结束吧 说吧 虚无之中陡然现出了一个 形貌奇鬼难言的身影 这个身影一出现 整个世界都变了 本来璀璨的星辰 瞬间暗淡下去 好似天地的契机 都被夺去了一样 唯有这个身影 才是世界的中心 面对这等异象 冲虚玄和冲虚蓝 心中油然而生 一股鼎鼎膜拜的冲动 在薛安度 给他们的神念的支撑下 这才勉强没有跪到 姐姐 人族强者 你是第一个 看到我本体形态的人 你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位借主 姐姐怪笑道 薛安目光清冷地看着 周深的气机 如大海般起伏不定 淡淡言道 意味着什么呢 哥哥哥哥 每一个见到我本体形态的人 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而你自然也不例外 说到这 借主的声音变得极为诱惑 好似魔鬼 正在引诱迷途的灵魂一般 到时候 你的身体将陨灭 灵魂将消散 而你的气韵 将为我所用 成为你奉献给我的祭品 这声音 在中庭广场的上空游荡 天地间的某些因果 好似都为之而改变 庞大的威压 开始无声无息地磨灭着 薛安身上的气息 因果的改变 更是试图掠夺薛安身上的气韵 这便是这位借主 之所以能被称为 准一流先王强者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乃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 是一种近乎无解的杀手锏 只要见到他的本体 那么你的因果就可以被其所改变 气韵更是会被强行掠夺 到时候 你将成为一个 不为天地所容的废物 直接被抹杀掉 可以说 这个能力 即便是在深渊之中 都算是极为恐怖的存在了 逆天改运 掠夺因果 这足以让这位借主秒杀同级 甚至对上一流的先王强者 都不在话下 所以 在场的这些人 在听到借主要动手的时候 才会那么恐惧地封闭住自己的五官 因为这种看到 并不仅限于肉眼 哪怕一丝一毫的窥探 都算在其内 要不是因为每一次献出本体 这个借主 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话 他甚至可以仅仅通过这个天赋 而成为一流先王 借主的嘴角扬起一丝得意的冷笑 似乎已经看到 薛安被自己修改因果 气运被掠夺的下场了 可就在这时 身处因果乱流之中 好似一座礁石般屹立不动的薛安 忽然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 我其实一直在等你献出本体 因为只有这样 薛安豁然抬眸 我才可以将你彻底改造 不知怎叠 当看到薛安的目光之后 这名借主没来由地 感受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这种恐惧 让他立即改变了策略 周身的魔血瞬间燃烧起来 直接献祭给了遥不可置的虚空 咔 一阵密集的爆响声中 一股好似自时空尽头 穿越而来的磅礴因果之力 骤然降临 然后便开始疯狂地改变着一切 借主扑的一下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这是他无法承受 如此巨大压力的缘故 但他若无其事地 擦去了嘴角的血迹 凝笑地看着薛安 这下你还不死吗 可就在这时 一直坐在椅子上 全程没有起身的薛安 缓缓站起身来 居然想掠夺我的气远 我是该说你投铁呢 还是说你找死呢 话落 一股足以令天地为之站立的 庞大气运 冲天起 如果说刚刚的因果之力 犹如海洋般 要将薛安的吞没的话 那么现在从薛安身上 迸发出这股气运 就好似照亮诸天的 一根巨大火炬 足以令任何人为之俯首 碰 强大的气运之下 本来汹涌的因果之海 瞬间被抹杀 这个戒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私生尖叫道 不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气运 无怪乎他会如此的恐惧 因为 哪怕是 他在面对高位阶的那些大人时 都未曾感受过 如此庞大的气运 唯一能与之相媲美的 就是 他当初在深渊之时 曾经因为机缘巧合的关系 见到过一名 深居于深渊之底的邪神 当时还很弱小的他 感受到来自邪神身上的气运 犹如星辰大海般 令人震撼 而那名邪神 至少也是半步先帝的修为 可即便是那名邪神的气运 都无法跟面前的这个人族少年相比 难道说 他比半步先帝还要厉害 乃是先帝一级的存在 这个想法一出 这个戒主通体冰凉 金巨欲死 但他没有逃跑 因为他知道 如果这个人族少年 真是先帝级强者的话 自己哪怕 现在就跑到诸天之外 他也能一把将自己抓回来 所以他只能浑身站立 满眼惊恐地看着薛安 至于全场的其他人 则因为封闭了无感的缘故 而没有查知道这一点 唯有冲须玄和冲须兰这两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 只见薛安抬步而行 瞬间便来到了 正在颤抖的这个戒主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 现在 你可相信我说的话了 这名戒主浑身震战 你你到底是谁 现如今的薛安 在他的眼中变得无比神秘 但他至少可以断定一点 那就是 这个少年绝对不是出身于那些星空大教 因为即便是传承万载的星空大教 都不可能交出媲美先帝的存在来 要知道 诸天之中人族先王数量最稀少 但实力也最为强悍 深渊之中的先王则要多上很多 但一旦到了先帝一级 那么不管是何等种族 都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难道说他是某位大能转世重来 戒主的脑海中陡然浮现出了这个想法 不得不说 这个想法已经很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但薛安显然不准备回答这个戒主的问题 只见他微微一笑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以后我便是你的主人了 戒主浑身一震 刚想说话 就见薛安的眼中光滑爆亮 然后轻贺一声 逆转五行轮回大阵 哼 一声令下 中庭广场的地板上 献出了无数繁密的符纹 然后狂暴的契机冲天起 将所有的人都给笼罩其间 这是什么鬼阵法 戒主感受到了这些浮光的异样 忍不住惊惧地大喊起来 没什么 就是改造你 让你重新做人的阵法而言 不 这个戒主终于感到了害怕 可一切都晚了 狂暴的浮光 渗入了每一个人的眉心失海之中 开始强行改变着一切 浮光终于退下 此时在看场中的所有人 脸上全都充满了迷茫 就连这位戒主也不例外 他满眼迷茫地看着薛安 似乎在努力地回忆着什么 薛安微微一笑 怎么 见到主人都不知道行礼了吗 此言一出 这位戒主浑身一颤 眼神迅速变得清明 然后便冲着薛安身失意里 主人恕罪 悲下刚刚失礼了 这一幅画面跟大厅之中 那些犹如木雕泥塑般呆立在原地的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有薛安的神念护身 所以冲绪兰并未受到浮光的影响 也因此 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后 眼睛逐渐睁大 心中满是震撼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刚刚还要跟薛安决一死战的戒主 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恭敬 甚至口称主人了 而且 其余的这些人都是怎么了 为何全都一脸的呆滞呢 这些疑问 令冲绪兰的心乱成了一锅粥 看向薛安的眼神之中 也充满了深深的敬畏 虽然 他已经竭尽全力地 将薛安的实力拔高了 但现在看来 自己的想象力 还是太过匮乏 面前这个少年 很可能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 正在这时 薛安随手一挥 在场众人那被屏蔽的无感 便被解封开来 全场一阵骚动 众人面面相去 都有些茫然 但很快 他们便想起了什么 不约而同地冲着薛安身失忆 见过主人 其声振振 令人目眩 见到这一幕 站在一旁 从史智中都没有说过话的洛兰亭 突然悠悠叹道 这就是大人 早就已经盘算好的结果吗 仅凭一人之力 便改造了全场所有的强者 真是厉害 洛兰亭的这声赞叹 发自肺腑 因为面前的这一切 对他来说 简直是闻所未闻 哪怕是自己哥哥的师父 估计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薛安微微一笑 好了 都起来吧 说吧 他转过头 来看向了这位借主 说说吧 这次高位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召集你们前往 是 借主毕恭毕敬的一失礼 然后沉声说道 主人 这次我乃是受高位阶增红 上鹏 以及余扬三人的相召 他们命我尽量多召集强者 然后前往高位阶议事 而且 这次的议事 不光有他们 几乎整个 高位阶的强者都会参加 哦 议事 薛安反问了一句 是的 具体要商议 何事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似乎是打算对付某个人 对付某个人 薛安轻声刀念了几遍 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危险的寒光 主人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借主一脸恭敬地问道 实际上 整个逆转五行轮回大阵的八成浮光 都用在了他身上 所以他也是被改造的最彻底的一个人 现在的这个借主 俨然已经将薛安视为了最高贵的主人 其忠诚之心 简直无可比拟 这也是这一阵法的可不知处了 因为他可以完全地改变一个人的神念 若不是在施法条件上有诸多的限制 这个阵法 足可以改变诸天的格局 而这 也是薛安当初从某处上古遗藏之中偶然得来的 没想到这次便派上了用场 你给高贵阶回信了吗 回了 我告诉他们 最迟明天便道 借主言道 那好 那我们即刻动身 前往高贵阶 是 这个借主对薛安的话 自然没有半点疑异 至于其他的人 也因为这个阵法的影响 而对薛安充满了忠诚之念 所以立马便开始行动起来 冲薛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还从未见过刺猬阶的众多强者 如此团结一致过 比如 刚刚他就亲眼看到 两个彼此之间 有着血海深仇的势力 亲密无间地凑到一起准备事务 这在之前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可现在 他就真实地发生在自己面前 甚至连冲虚弦 也冲进了大部队中 十分卖力地忙碌起来 顷刻间 全场似乎就剩下了自己 以及一旁的洛兰亭 在傻站着了 正在这时 薛安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淡淡道 好了 之前说 让你好好配合 现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会依照承诺 放你一码的 说完这句话 薛安转头冲洛兰亭微微一笑 马上就要返回高位阶了 你有什么感想吗 洛兰亭低头沉默了片刻 等再抬起头来 眼眶叶已发红 咬牙恨声道 大人 其实我并不十分恨对付我哥哥的人 因为连我哥哥的师父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说了也不奇怪 但我最恨那些背后捅刀子 对我兄妹落井下石的人 所以我现在最想要的 就是让那些人死 薛安机长赞叹道 说得不错 既然如此 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小小的愿望 到时候 自然会让那些家伙们 付出应有的代价 说吧 薛安迈步便要离开 冲虚兰却忽然抬起头来 满脸肃然地说道 大人 我也想随您一同前往高位阶 哦 薛安站住了脚步 有些讶异地 看了冲虚兰一眼 你可要想清楚 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 你现在已经自由了 但你要是跟着一起前往高位阶的话 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冲虚兰的心中很是纠结 但还是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大人 我都已经考虑好了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薛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最终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你都已经做好了决定 那就跟着一起来吧 说吧 薛安转身离开了 冲虚兰长出了一口气 这才惊觉 自己的后背 都已经被冷汗给浸透了 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这么做 但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 如果现在不把握好机会的话 那么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会后悔 所以 他才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断 人一旦毫无保留地合作起来 效率是极为惊人的 很快 一切便已经准备妥当 主人 我们何时动身 现在吧 还有 你要记得到了高卫街后 我明面上的身份 只是你的一个贴身灵史 不可露出马脚 明白 是 高卫街 如果说底卫街是施乐园的基石 次卫街是施乐园的山腰 那么 高卫街就是施乐园的山顶了 除了位于最顶端的第13层城市外 这里几乎拥有着整个施乐园最巅峰的战力 各方大佬齐聚于此 也让这里成为了真正的险恶之地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 会是谁 可能是某个屠灭了一整个星辰的恶魔 也可能是来自正道的叛徒 但无一例外 能出现在这里的都不是一鱼之辈 甚至 一个普通的路人都可能有着强大的实力 此刻 在位于高卫街某处的一栋富丽堂皇的宫殿之中 曾鸿 尚鹏 以及鱼羊这三人正在对坐而已 酒乃是出自百花星系深处的绝顶佳酿 一杯便可在诸天之中卖出不菲的高价 菜是以种种珍贵食材 精心烹制而成的佳肴美味 不远处 有以乐入道的高手正在弹奏古乐 在那以最为纯粹的灵气化为丝丝 白雾的眼印之下 有家人正在翩翩起舞 总之 在这宫殿之中 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 无异不是最好的 此刻 酒已至微醺 曾鸿信手将万年玉水雕琢而成的酒杯扔在了桌上 溅出来的酒水落在纯玉的桌面上 居然长出了一棵棵林草 这是酒水中所蕴含的灵气太过浓郁所导致的现象 还是上鹏老弟会享受啊 每次来到你这里 我都不想走了 曾鸿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腰腹间那球结的肌肉随之伸展开来 发出了一声声宛若雷暴般的巨响 这是他的身躯已经凝炼到极致的表现 没错 这个曾鸿便是在诸天之中都极为少见的纯体羞 听说要不是因为他性情暴力 试杀无度 并且十分贪悲 在一次酒醉之后 居然生生涂灭了一个星球的人族 导致尸门暴怒的话 他现在可能已经成为某处星空的执掌者了 也是因为他的尸门暴怒 到处找他 要将他名正典型的缘故 他才会来到这尸乐园中避难 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一个无奈之举 没想到来了这里之后 曾鸿却如鱼得水 很快便因为自身的实力而成为了高位阶中的一方巨博 而后 他又结设尚鹏跟鱼羊这两人 这两人的来路也都跟曾鸿差不多 尚鹏本来也是一名正道修士 但因为自视尸门不凡 实力强横 再加上对用妖族之魂提升自己实力的这一捷径 乐此不疲 导致他开始对妖族大肆杀戮 不管正邪 只要被他盯上的妖族便没有能够幸免的 对于此举 尽管很多宗门颇有微词 但尚鹏的尸门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尚鹏屠灭妖族之后 会十分乖巧地将一部分收益上缴尸门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贪婪的尸门高层自然假装不知道 甚至多有回护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尚鹏杀妖族杀得顺风顺水之时 却惹上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当时尚鹏盯上了一只修炼已久的狐族 这只狐族躲在星空荒蛮之地 与世无争 只想增强实力 而对外界没有什么防范 修士他们还十分地友好 可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他们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尚鹏先是用极为卑鄙的手段 赢得了这只狐族的信任 然后联合自己的尸门 里通外合 一举将这只狐族彻底摧毁 并俘获了上百只气息纯净的狐妖 这些可都是对于南修士而言 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于是尚鹏的整个尸门 都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 居然将这些狐族全部抓走了 可就在他们刚刚回到尸门 还没来得及为这件事庆祝的时候 一场灭顶之灾 骤然降临 一个看上去吊锒当的狐族男子 突然出现在了尚鹏的尸门之中 然后以一己之力 将尚鹏的尸门彻底毁灭 而整个过程 仅仅只用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要知道 尚鹏的尸门之中 可是有一流先王及强者坐镇的 即便如此 依然没能逃过这个狐族男子的手段 但尚鹏却侥幸逃脱 成为了漏网之鱼 但已经被这个狐族男子的手段下破胆的他 怎敢继续在外停留 再加上失去了尸门庇护 他便一咬牙 直接投奔到了这尸乐园之中 并很快混得风生水起 至于于羊 他的来历 就要比尚鹏和曾宏神秘多了 乃至一直到现在 他们两人也仅仅只是知道 于羊乃是一名邪剑修 因为杀戮太多 引发了众怒 最终被迫跑到了尸乐园中避难 没错 剑修也分正邪 正派剑修涵养胸中一口浩然剑气 凭此来斩断修行路上的一切阻隔 最终达至绝顶之境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极难 甚至比体修还要难上几分 因为剑修意图 本来就是一学南京之道 初期的时候静静极快 威力也堪称同级之中无敌 但越往后 所需要破除的东西就越多 直到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舍弃 只剩下一口剑气的时候 方才算是大成 但这个度若是把握不好 很有可能便会成为 彻头彻尾的剑疯子 再无半点人的感情 相比起正道剑修 斜剑修就要 直接了当得多 说白了就是一个字 杀 杀一切可杀之人 通过这种方式 积攒杀气 然后反补剑气 最终成就无上斜剑 这可以说是最邪恶 但同时威力 也最大的修法了 但一个不慎 就会引来无边杀劫 因此会招来所有修士的攻击 也就是在这黑暗之地的施乐园 这个鱼羊才能平安地活下去 不然早死多时了 当然 这也是因为他那一身堪称奇轨的剑道修为 令人不敢招惹的缘故 此刻 他们三人凑到了一起 饮酒作乐 好不快活 尚蓬哥哥笑了几声 曾老哥说笑了 若是你喜欢的话 这处宫殿就赠给你了 反正我还有好多 则则 尚兄果然够爽快 怪不得能成为高位阶中 首屈一指的大富豪呢 曾鸿笑得十分开心 一旁的鱼羊撇了撇嘴 然后凝视着云雾缭绕中 翩翩起舞的女子 舔了舔嘴唇 怎么 于阳兄对这些娘们感兴趣 那便将他们叫过来玩乐一番啊 尚蓬笑着说道 于阳摇了摇头 然后用嘶哑难听的声音说道 我只是在想 用什么方式虐杀他们 会让他们的叫声最凄惨 尚蓬的笑容变得有些勉强 眼皮微微跳动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连他都有些心声寒意 曾鸿健壮 赶忙出来打圆场 好了好了 于阳兄就不要想怎么杀这些娘们了 不然到时候 谁跳舞给咱们看啊 呵呵 于阳笑了几声 然后便低下了头不说话了 哎 你说我们这次集结整个高位阶 甚至是次未接之力 到底能否对付得了那个女人啊 曾鸿忽然压低了声音问道 此言一出 包括刚刚还满脸杀意的于阳在内 三人的面色全都为之一变 变得很复杂 既像是恐惧 却又带着急许垂涎 但更多的 还是跃跃欲试地躁动 呵呵 曾兄你觉得呢 上鹏笑呵呵地说道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我觉得 既然这次连我们高位阶都被搅动的风云变换 那也就意味着 上层的大人物 真的准备对这个女人下手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女人必死无疑 说到这 曾鸿的语气变得极为阴冷 毕竟 连之前那位存在都被这些大人物们生生击败 就此不知所终 即便这个女人确实足够强横 身具黑暗圣体 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了失了缘中首屈一指的存在 可她毕竟根基太浅 若是真要对付她的话 她绝难撑得过去 听完曾鸿的话 上鹏鼓掌赞叹起来 曾兄所言 正是我心中所想 实际上这个女人能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撑到现在 已经很出乎我的意料了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咱们 说到最后 上鹏意味深长地看了曾鸿和于阳二人一眼 于阳冷笑一声 浑水摸鱼 从这个女人的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 没错 曾鸿和上鹏一口同声地回答道 然后三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可就在他们三人满心欢喜之时 一道微不可查的波动突然惊醒了上鹏 她不禁微微轻移了一声 疑 奇怪 怎么了 曾鸿问道 世次未见 凶民那个家伙的气息 突然消失了 哦 怎么会这样 莫非次未接出世了 曾鸿面色意识一变 因为凶民可是次未接的借主啊 论实力 虽然稍赐于他们三人 但因为出身深渊之中 一身诡异难测的天赋神通 令他们见了 都为之头疼 要不是上鹏的师门心法 刚好可以克制这个凶民 还真有点麻烦呢 可为何这样的存在 气息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呢 我也不知道 莫非 话还没说完 上鹏的神情又放松下来 好了 没事了 他的气息波动又回来了 回来了 不会有什么事吧 鱼杨冷声问道 上鹏微微一笑 放心吧 我已经仔细探查过了 气息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凶民的 别人绝对代替不了 至于为何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 没准是时空乱流 恰好经过的缘故吧 你知道的 神念连接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稳定 这番解释可谓合情合理 所以曾鸿和鱼杨便也点了点头 不再多问了 可根本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他们并不知道 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失乐园的大风暴 正在悄然接近 当再一次踏上高位阶的土地 洛兰亭的神情变得极为复杂 这里承载了他许多的记忆 至少在幼时 这一切的记忆 还都是充满温馨色彩的 在哥哥的忽悠和宠溺下 他天真烂漫 几乎不知道 什么叫做痛苦 但这所有的一切却在某一天 戛然而止 直到现在 洛兰亭还清楚记得那一天 那天 哥哥受一些朋友索邀 除外参加宴会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可仅仅几个时辰之后 满身是血的洛残阳便闯进了家中 当时的洛兰亭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直接就被吓傻了 然后满心茫然的他 便被洛残阳抱在怀中 再次往外杀去 洛兰亭从未见过那样的场面 鲜血似乎将天空都给染红了一样 往常那些满脸堆笑的所谓朋友们 在此刻全都变得凶神恶煞一般 恨不得当场便将他们兄妹二人彻底撕碎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洛残阳的实力 作为那人的嫡传弟子 他居然奇迹般地杀出了重围 但当时已经身负重伤的洛残阳很清楚 这些人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和妹妹 要想活下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离开高尾街 但并不是去上层 相反的 而是往下走 因为洛残阳很清楚 自己身为他的弟子 却被人抱起发难 这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 自己的师父 现在肯定也已经出事了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便往下层城市杀去 最终才落到了底位街之中 并亲手创立了极恶之花 并用地狱般的难度 开始特训洛兰亭 当时的洛兰亭 哭过 闹过 但最终都无法让曾经对自己 无比宠密的哥哥 有丝毫动摇 他只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并迅速地成熟起来 然后 洛残阳便死了 死在那些依然不肯放弃 追杀的人的布局之中 直到亲手抱起哥哥 并感受到他的身体 在自己的怀中 逐渐冰冷的那一刻 洛兰亭才明白 为什么哥哥 要自己尽快成熟起来 因为他知道 自己肯定会死 所以 在临死前 他要让自己的妹妹 有尽可能多的机会活下去 这个想法 犹如一把尖刀 直直地插入了 洛兰亭的胸腹之中 并疯狂地搅动着 一直到哥哥神魂俱灭 他都没能跟他好好地说上一句话 但他知道 哥哥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所以他没有哭 而是十分平静地 将哥哥的尸体埋葬起来 一起被埋葬的 还有他又是所有的善良和软弱 他想报仇 非常非常地想 发了疯的那种想 但他同时也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做不到 仅仅只是一个 被扶植起来的兴罗道 自己都打不过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 高位阶的这些强者 这种巨大的落差 足以令人直接崩溃 但他都熬过来了 直到遇到了薛安 他这才重新踏上了 高位阶的土地 这么多的想法 在洛兰亭的脑海中 电闪而过 令他呆立在原地 眼中满是痛苦和迷茫 薛安也没有催促 只是站在不远处 静静地看着 直到过了两久 他才淡淡言道 走吗 洛兰亭缓缓吐出一口气 眼中的迷茫逐渐退下 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走 好 薛安微微一笑 那就走吧 说吧 他率先往前走去 对于居于高位阶的 这些强者而言 平时很少有什么东西 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但这次却是个例外 因为这次可是曾鸿 上鹏 还有余扬这三位大人 联手发出的邀请 邀请大家一同商议要事 至于什么要事 邀请韩上却没有说 也因此 整个高位阶 都为之沸腾起来 人们都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能 惊动三位大人联手呢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距离会议召开 还有足足一天的光景 但会议场地之中 就已经变得热闹起来 有很多离这稍微远一点的人 都已经提前赶到了 其实对于他们这些强者而言 哪怕到时候 再往这里赶都不会误了时间 但事关重大 没有谁愿意 落在别人的后面 相比之下 次未接的众人 便显得有些不起眼了 借主兄名引领着众人 来到了会场之外 然后便用神念 悄悄对薛安说道 主人 这里就是曾宏他们三人 选定的会议地点了 薛安仰起头来 看了看 这座宏伟的会议场地 对于这些强者而言 造一栋宏伟高大的建筑 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 失乐园中越往上走 城市的面积也就越大 因为实力越强的人 就越是会给自己 建造宏伟的房屋 相对的城市面积 也就变大了 主人 我们进去吗 兄名低声问道 薛安收回目光 微微点了点头 走 是 兄名一马当先 在前引路 众人紧随其后 走进了这座会场之中 这里面的空间 要比外面看上去 还要宽大得多 布置得更是奢华至极 此刻 已经有提前入场的人 凑在一起 小声谈论着 即将召开的这场会议 当薛安等人走进来后 自然也吸引了 很多好奇的目光 但当看到是来自刺猬街的人后 这些目光立马变得满是不屑 甚至有人还冷哼了一声 刺猬街的废物 跑来凑什么热闹 声音之中 满是居高临下的 笔薄之意 跟随着薛安而来的 赤霄等人 闻言全都面现愤怒之色 尤其是那位柳才 更是满眼的怒火 居然看不起我们 难道他就不知道 主人的厉害吗 没错 当被逆转五行轮回大阵改造过后 这个柳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之前对薛安满是不屑的他 现在已经成为了薛安最忠实的崇拜者 所以在听到这些满含恶意的话后 他才会如此的勃然大怒 薛安文言却只是淡淡一笑 压根就没往心里去 对于他而言 言语上的叫嚣 连让他抬头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毕竟一切还是得靠实力说话的 众人正要走到角落之中坐下 正在这时 却听一个满是惊恶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洛洛 你是洛洛吗 这个称呼令洛兰亭如遭雷击 豁然望去 就见一名盛装少女 正站在不远处 满脸惊恶和不幸地看着这边 当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后 这名少女的神色骤然大变 有些黄急地看了看四周 见到没什么人注意 这才快步走上前来 一把抓住了洛兰亭的手腕 洛洛 天啊 你居然还活着 洛兰亭的眼中 现出一抹复杂的神色 欺然一笑 是啊 我当然还活着 对此 你是不是很失望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见到你还活着 我简直太高兴了 少女有些不解地说道 洛兰亭笑了笑 却没说什么 这名少女又看了看四周 然后凑上前来 将声音压得极低 洛洛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难道不知道 有很多人都在找你们兄妹吗 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要是被发现的话 你可就太危险了 看着少女一脸的黄疾 洛兰亭默然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多谢你的提醒了 但我是不会走的 哎呀洛洛 你怎么这么倔 你知道 这次要召开会议的人是谁吗 那可是三巨头啊 你要是被发现了 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听我的话 赶紧离开这里 逃得越远越好 少女急得直跺脚 洛兰亭的眼中 现出了一抹柔光 麦黎 多谢你的好意了 但我说了不会走 那就绝不会离开 这个少女 正是洛兰亭幼年之时 最好的一个朋友 同时也是卖家的小女 名叫麦黎 麦黎急得都要哭了 死死抓着洛兰亭的手腕 洛洛 你不走 到底想干什么呀 答应我 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洛兰亭不动神色地 将麦黎抓住自己的手推开 淡淡道 我做什么 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请你走吧 你 麦黎愣住了 他没想到 久别重逢后 洛兰亭对自己 居然会是这个态度 正在这时 薛安走到了一旁 淡淡一笑 怎么 你朋友 洛兰亭眼色复杂地 看了麦黎一眼 最终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是 麦黎的眼泪夺眶而出 嘴唇颤抖地说道 为什么洛洛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洛兰亭执拗地转过头去 冷声言道 没有为什么 还有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赶紧走吧 麦黎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先是有些疑惑地 看了看薛安 以及其他众人 忽然想到了什么 面色刷的一下 变得无比苍白 洛洛 你当我是朋友也好 不是也罢 你告诉我 你们正多人来这里 是想干什么 是不是想趁此机会报复 洛兰亭不发一语 可他的沉默 却更佐证了麦黎心中的猜测 你不要傻了好不好 这次会议 可是三巨头亲自召开 各方强者全都来了 你这样做 纯粹就是在找死 如果不是担心 被其他人看出一样 麦黎真恨不得大吼起来 可洛兰亭 却已经不想听他说话了 只见他冲着薛安医师里 大人 我们走吧 听到洛兰亭 喊薛安为大人 麦黎眼中光滑一亮 仔细打亮了薛安极眼 但很快便失望地摇了摇头 洛洛 你要是想靠这个人帮你出头 那就太痴心妄想了 听我的 赶紧走 趁现在还没人发觉 你还有机会 不然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够了 洛兰亭忽然一声立合 远处有人好奇地看了这边一眼 见到是两个少女 在说话 便以为是小孩子在怄气 不禁会心一笑 根本没拿这个当回事 麦黎都被猴猛了 呆呆地看着面目猙獰的洛兰亭 麦黎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你的关心我心灵了 但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事情了 明白 为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麦黎的泪水 简直如绝地的洪水一样 擦都擦不及 为什么 呵呵 洛兰亭冷笑几声 这就要问你们 麦家当初都做过些什么了 麦黎一愣 洛兰亭垂下目光 麦黎 我念在之前的情意上 不想说别的 只是告诉你 从此以后 我们之间再无任何联系 你就当我死了吧 说吧 他转身便要离开 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满脸肃然地补充道 还有 这位大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请你的嘴巴放尊重点 否则我可是会翻脸无情的 说吧 他冲着薛安点了点头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麦黎满脸茫然地站在原地 似乎还没从洛兰亭这番狂风暴雨的话中醒悟过来 什么叫当初我们麦家所做过的事 他到底都在说些什么 这些念头在麦黎的脑海中纠结成了一团 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这时 却见薛安宠他微微一笑 你刚刚说想靠我出头 是痴心妄想 麦黎微微一惊 然后歉意地冲薛安脸韧一礼 十分抱歉 刚刚是我口不择言了 对您多有冒犯 实在对不起 说吧 他失魂落魄地便要转身离去 正在这时 薛安那淡然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如果我要是真的替他出了头呢 麦黎脚下一个亮墙 险些栽倒在地 然后转过身来呆呆地看着薛安 神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薛安笑眯眯地说道 你不是说 这次召开会议的是所谓的三巨头吗 那我就偏要试一试 这三巨头有多厉害 怎么样 你觉得如何 如果有可能的话 麦黎真想吃笑出声 这年头 有些人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 一个普通少年 居然敢说出如此嚣张的话来 这在麦黎的眼中 已经不是狂妄二字 可以形容得了 而能让一个少年 突然说出这等大话来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博取我的注意 这种方式 麦黎从小到大见得多了 没想到 这个被洛洛尊称为大人的少年 居然也是这种人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 洛洛的处境 岂不是更为堪忧 想到这 麦黎的眼神 不禁变得冷冽起来 然后深吸一口气 寒声言道 我不知道 你用的什么方法 让洛洛对你如此幸福的 但我只想说 在这个地方 你的这些狂妄 最好全都收起来 否则你可能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怎么 不相信 薛安冷然一笑 麦黎哼了一声 转身便走 他自认为 自己已经受够了这个少年的狂妄 同时心中满是悲凉的想到 洛洛 你不是一向聪慧的警吗 为何会被这样的一个家伙给欺骗呢 正在这时 薛安的声音又一次从背后传来 记住你说的这些话 因为很快 你就会知道 到底是我狂妄 还是这三巨头该死了 麦黎的心中 简直好似有十万头马匹飞过 这个少年 到底得有多大的自信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因此 他便加快脚步离开了 当麦黎回到麦家所在的区域后 他的父亲瞥了他一眼 怎么回事 刚刚去哪了 怎么没见你 哦 刚刚见到了一个朋友 便说了两句话 麦黎低着头 小声解释道 麦黎的父亲 并未察觉到有何异样 转身继续跟几个老友 高谈阔论起来 黎儿 过来这里 麦黎的大哥麦铃 含笑喊道 麦黎走了过去 麦铃递过去了一杯茶 喝点茶吧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炮制的 对于自己这个小妹 麦铃可是很宠的 麦黎晕头晕脑地喝了一口 怎么样 好喝吗 麦黎现在哪有什么心思去品茶啊 十分敷衍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咬了咬牙 小声问道 大哥 我问你个事可以吗 说吧 有什么话直接说就行了 这么客气干什么 麦铃笑呵呵地说道 麦黎将心一横 大哥 我想知道 当初洛家到底怎么了 此言一出 麦铃的面色陡然大变 先抬眸看了自己父亲那边一眼 见他还在跟几个老朋友谈笑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 这才稍稍放下了心 然后压低了声音呵斥道 麦铃 谁让你问这些问题的 这要是被父亲听到 就连你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 麦黎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泪光 我真的很想知道怎么回事 洛洛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居然被驱逐下界了 麦铃默然片刻 最终长叹一声 不要问了 这里面的事远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更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你只要记住 洛洛他们都已经死了就行 说吧 麦铃将手中的茶饮饮而尽 然后转身便离开了 麦黎看着自己大哥的背影 眼中满是茫然 因为他知道 当初关系最好的 其实不是自己跟洛洛 而是麦铃跟洛残阳 你说他们兄妹都死了 可洛洛分明还活着呢 麦黎轻声嘀喃道 对于这些强者而言 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等到会议约定召开的日子 这会议场中可谓是热闹非凡 来自各方的强者 将这里占了个满满当当 人们都在议论着 即将召开的这场会议 也就是在气氛达到热闹顶点的时候 三道身影逐渐浮现于主位之上 眨眼间 曾鸿 上鹏 于扬三人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们三人的实力 可能不是高位阶中最强的 但因为他们三人臭味相投 彼此帮助构成了一个铁三角 所以也被称为三巨头 也因此 他们才会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 当看到底下这满满当当的人群后 上鹏满意地点了点头 轻咳一声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然后上鹏微微一笑 淡淡道 这次我们三人邀请诸位前来 只商议一件事 那就是 如何共同对付黑暗公主 范梦雪 哄 全场一片哗然 黑暗公主范梦雪这个名字 好似有某种魔力一样 令所有人都为之色变 刺猬接接主兄明 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他满脸震撼的呢难道 居然是要对付这位存在吗 旋即他浑身一震 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赶忙对一旁的薛安说道 主人 他们说要对付的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凶鸣便愣住了 因此此刻的薛安 脸上的神情可谓肃杀至极 周深更是弥漫着一股 令人胆战心惊的杀意 这不禁令凶鸣 将本来想说的话 全都咽了回去 心中更是生起了一个疑问 主人这是怎么了 为何在听到这件事后 反应如此之大 不光是他 包括洛兰亭在内 所有刺猬接的人 都察觉到了薛安的一样 但他们又不敢问 只能默默地站在身后 静静等待着 与此同时 全场也随之沸腾起来 有很多人为之惊惧 但也有很多人眼前一亮 似乎看到了再进一步的机会 尚大人 请问要对付黑暗公主这件事 是您三位的意思 还是说 有上面的受益呢 人群之中 传来了一声呐喊 尚鹏很满意在场众人的反应 文言更是微微一笑 你觉得呢 说着 尚鹏惬意地靠在椅子上 你觉得 如果没有上面的受益 仅凭我们三个 敢对他动手吗 尚鹏如此干脆利落地承认 这件事出自上面的受益 更是令很多人的眼神 越发明亮起来 可是这位黑暗公主 身具黑暗圣体 天赋恐怖至极 很短的时间内 便修成了无上修为 若想对付他 谈何容易 有人颇为迟疑地说道 这同样也是很多人心中 共同的疑问 曾鸿对此却满是不屑 冷笑道 这个兴犯的娘们 确实很厉害 但她再厉害 还能厉害过当初的那位存在吗 就连她都被杀得不知所踪 你觉得这个范梦雪能撑多久 洛兰庭面色一变 因为她敏锐地感觉到 曾鸿口中的那位存在 应该就是自己哥哥的师父 尚鹏这时也说道 曾兄说得没错 而且我现在便可以告诉你们 上面说得清楚 只要这次能将这个范梦雪打倒 那么出力者都将有丰厚的奖励 自古财博动人心 尽管对于能参与这场会议的强者而言 寻常财富已经根本不入他们的眼 可这次所面对的 可是上层大人物的许诺啊 他们口中的丰厚奖励 可想而知该有多珍贵 因此 很多人都为之一动起来 薛安默不作声地看着 眼中满是凛冽寒意 其实在次卫阶的时候 他就已经隐约感觉到 高卫阶的这些动作 应该跟范梦雪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连自己那位老熟人的突然消失 也是一样 但当真的从上棚口中 听到范梦雪这三个字的时候 薛安的心中 还是涌现出了疯狂的杀意 但他并没有立即动手 因为他倒要看看 这些人打算以何种方式来对付范梦雪 所以他一直没有说话 尽管大部分人都已经为之一动 但还是有那头脑清醒的人喊道 可是几位大人 哪怕有上层大人物的授意 就凭我们估计 也难以打倒这位黑暗公主吧 尤其听闻 他身边有一位绝顶的黑暗杀手 要想对付她 可是首先要将这个黑暗杀手给除掉的 说得好 上棚文言不禁笑着鼓了鼓掌 然后环视全场 众所周知 这个范梦雪来我们施乐园的时间很短 所以他虽然实力强横 但根基很浅 现在又可谓是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 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 但正如这位朋友所说 要想对付范梦雪 首先要除掉他身边的那名黑暗杀手 只要这个黑暗杀手一死 失去了左膀右臂的范梦雪 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针对的重点 便是这位黑暗杀手 说起来容易 但这个黑暗杀手来历极为神秘 信息又少得可怜 我们怎么对付他 有人摇头说道 哼 你们真以为我三人召集大家前来 仅仅是为了宣布这件事吗 你们想错了 实际上 我们是有了一定的把握 才会如此行事的 比如这个黑暗杀手 我们现在便已经有了第一手的信息 上鹏满脸得瑟地说道 什么 众人一阵地骚动 有人更是迫不及待地问道 三位大人 请问是什么消息呢 呵呵 等会你们一见 自然便会知道 上鹏笑盈盈地说着 然后冲手下一点头 带上来吧 手下领命而去 过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 才听外面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同时还有沉重的脚料撞击声 紧接着便见一群人簇拥着一名 浑身被重重锁去封印 连嘴巴都被特制的器皿控制 防止他咬蛇自杀的女子 缓缓走进了场中 当见到这名遍体鳞伤 甚至有很多地方的伤口 都已经露出了森森白骨的女子后 薛安浑身一震 然后眼中便现出了无限的震怒之色 是他 不对 相貌是气息也对得上 但给我的感觉 却为何如此的孱弱呢 薛安的心中 瞬息间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而杀鸡 更是浓郁到了近乎实质的地步 压迫的刺猬接众人 连连往后退去 若不是此刻 全场众人的注意力 都被这个女子所吸引 肯定会察觉到这边的异样 正在这时 女子被推到了会议场中央的位置 抬起头来 上鹏满脸得意地说道 咔咔咔 随着她的一声令下 困附着这个女子的封印锁具开始转动 牵动着这个女子 缓缓抬起头来 当接触到这个女子眼神的那一瞬间 有很多离着近的人 被吓得倒吸一口冷气 纷纷往后退去 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神啊 没有情感 没有波澜 有的只是无尽的虚无和冷漠 在那一刻 有很多人甚至怀疑 这个女子并非人类 而是一具冰冷的机械 薛安也为之一正 然后便明白了什么 强自按捺下胸中的沙翼 冷冷地看着 诸位可知道 这个人是谁吗 上鹏一闪身 便来到了女子身前 抬手揪住了女子的头发 满脸冷笑地问道 是谁 对啊 这是谁啊 还没等上鹏说话 一直沉默不语的鱼羊 冷笑了一声 用嘶哑难听的声音缓缓说道 她就是范梦雪身边的那位黑暗杀手啊 什么 这个女子 就是那位明镇失乐园的黑暗杀手 很多人都为之一惊 但玄机又觉得不对劲 若这个女子 真是那位黑暗杀手 上鹏三人 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召集众人呢 再说了 那个黑暗杀手 可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真会如此轻易地被捉住 正当众人满心疑惑的时候 上鹏得意洋洋地说道 于兄说得没错 这个女子确实就是那位黑暗杀手 但她又不是 很多人都被上鹏的这番话给绕晕了 那到底是还不是啊 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是 也不是 确切地说 她乃是那位黑暗杀手的一具分身 说着 上鹏抓着女子的头发 猛地往后一拽 女子的脑袋便往后仰去 露出了脖梗间一行细密的纹身 在那纹身之上 赫然有着一个小小的舞 看到了吗 这就是她的代号 舞就意味着她 乃是那个黑暗杀手的第五号分身 据可靠消息 这个黑暗杀手 有着二十个分身 而这五号便已经是非常靠前的分身了 在某种意义上 她可以代表一部分的零号本体 所以我们可以从她身上得到许多有用的线索 比如这个黑暗杀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弱点 上鹏侃侃而谈 越说越是兴奋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只要我们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那么对付那个黑暗杀手还用费劲吗 人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薛安的目光 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冰冷 深周的空间 似乎都在凝结出点点冰花 但正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上鹏 并未注意到这些 她满脸邪宁地用手 在五号杀手那光滑的脖梗上轻轻划过 节节怪笑道 真是滑嫩的肌肤呢 可惜 这些很快便将不属于你了 我知道你 虽然只是一句分身 却也有自己的思维 但你实在太固执了 这么多残酷的刑罚 都没能让你张开嘴巴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将你一点点地解剖开来 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番话中所蕴含的恶毒之意令 在场的很多强者都微微色变 可这五号杀手 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依然波澜不惊地注视着上鹏 那种极致的虚无和冷漠 在此刻都好像化作了讥讽一样 令上鹏越发恼怒起来 找死 说着 他二指如钩 直接往五号杀手的眼睛戳去 显然是打算将他的这双毛子 给生生挖出来 麦家阵营之中 麦黎浑身发抖 面色都变得有些苍白起来 他的哥哥麦玲 健壮叹了口气 然后伸手挡住了他的视线 黎儿 闭上眼睛不要看 不光是麦黎 此刻有很多心地还算良善的人 都面现一丝不忍之色 侧过头去 不忍再看 波 鲜血蹦剑 紧接着便是一声惨叫 可奇怪的是 这声惨叫却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纷纷转头看去 就见上鹏用另一只手 捂着自己的手掌 鲜血顺着指缝流淌出来 疼得脸都白了 而地面上 赫然是两根血淋淋的手指头 哄 全场一阵骚动 谁也没想到 刚刚还气势汹汹准备动手的上鹏 突然之间却成为了受害者 不过以他的修为 只是两根手指的伤而已 哪怕就是手指被砍断了 也应该转瞬之间便重新长出来 可很多人并不知道 此刻在那两根断指的伤口之上 不时地有淡淡的剑光闪过 阻止着伤口的痊愈 并不停地斩灭着那些重新长出来的血肉 这样的痛苦 令上鹏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然后满脸怨毒地看向人群 嘶声利吼道 是谁 谁暗中偷袭的我 与此同时 曾鸿和于阳两人 也在瞬间飞至了上鹏进前 其中 于阳扫了一眼上鹏的伤口 眼中现出一抹古怪之色 然后便看向人群 缓缓言道 在场之中 居然有剑术高手吗 不过阁下既然做了 那便请站出来吧 否则怎么对得起 你这道凛冽坚毅呢 众人齐齐一领 然后你看我我看你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骇 到底是谁突然下的手 麦黎和麦玲这兄妹二人 自然也感到了惊恶 尤其是麦黎 他虽然修为不算太好 却也对剑道颇为精通 刚刚他都没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剑意 砍断了上鹏的手指 因此 在听到于阳的质问后 他也满脸 好奇地看向人群 想找出这位剑术高手 一切沉默依旧 于阳的眼中 现出讥讽之色 怎么 敢做不敢当吗 就这点胆怯 也敢修剑吗 正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叹 从于阳三人的身后传来 哎 从刚才出手的时候 我便已经站出来了 你自己眼下看不到 这也赖我吗 此言一出 三人耸然而惊 奇奇转身望去 果然 就见在主位之上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 一名身着白衣的人族少年 正满脸冷笑地 看着他们三人 人群先是一镜 然后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这个少年是谁 不知道啊 我刚刚好像看到他跟着刺猬街的人一起进来的 议论声中 刺猬街的人在凶名的带领下 也全都出现在了虚安的身后 麦里的眼睛逐渐睁大 嘴巴更是惊恶到何不拢 他一眼便认出了虚安 这不就是之前对自己说 要让自己看看这三巨头 是怎么死的那个少年吗 没错 就是他 因为站在他身后的那个女子 不正是落落吗 天哪 难道他之前所说的话 并不是吹牛 而是来真的吗 一时间 脉离心乱如麻 而曾鸿 上鹏 还有余扬这三人 面色则逐渐变得阴沉下来 尤其是上鹏 此刻他手指的鲜血已经止住了 但因为附着其上的那股难缠剑意 导致他依然无法重铸血肉 这怎能不令他为之愤怒 因此 他阴策策地说道 好身法 好手段 真没想到 刺猬街中居然能有你这样的少年强者 过奖过奖 虚安淡淡一笑 不过我想生命一下 不是我强 而是你们太弱了 众人进阶无语 这可是高位阶的三巨头啊 随便哪个拎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哪怕是上层那些大人物们 也得对其礼遇有加 可这一切 到了这个少年的嘴里 却变得那么的稀松平常 不堪一击 这怎能不令人感到惊讶 至少上鹏和曾鸿便怒急反笑起来 至于于阳 此刻的他正目光深沉地打量着薛安 犹如躲在阴影之中 责人而逝的毒蛇 试图找出薛安身上的破绽 好 好 好 果然英雄出于少年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如你这般狂妄的人了 乍一见到 还真是有趣呢 曾鸿节节怪笑道 薛安转过头来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淡淡言道 怎么 你不相信 呵呵 你觉得呢 曾鸿因侧侧地冷笑道 同时身体内部传来了一阵 如雷鸣般的筋骨爆响 本来就很高大的身躯 瞬间又高了足有一头 犹如一只自洪荒穿越而来的怪兽般 面目猙獰地盯着薛安 说吧 现在是你跪下来 被我一拳昏为碎末呢 还是你自我了断呢 曾鸿声若剧中般吼道 真的很多人耳朵嗡嗡作响 可面对这样恐怖的威势 薛安却没有丝毫的动容 反而淡淡一笑 不好意思 两条路我都不选 而且你信不信 待会我连手都不必动 便能让你跪下来 向我求饶 薛安的话 惹来了很多人的痴笑 曾鸿更是仰天大笑起来 小子 我看你莫不是脑袋有毛病吧 要不就是被吓傻了 还不动手 便让我跪下 你以为你是 还没等他说完 薛安靠在椅子上 慢条丝里的言道 你在外面这么嚣张 你是否知道吗 这句话 令曾鸿的大笑声戛然而止 然后死死盯着薛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薛安微微一笑 没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 楚无相那个家伙英雄一世 怎么会交出你 这样的败类徒弟呢 说到这 薛安抬起头来 看着面色大变的曾鸿 淡淡道 我说的对吗 龙相门的叛徒 再看此刻的曾鸿 已经在吴之前的嚣张气焰 眼中满是金黄之色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甚至可以看到 他的双腿都在微微颤抖 即便如此 他依然色力内忍地冲薛安喊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会知道这些 我是谁 薛安冷冷一笑 然后缓缓抬起手来 宛若轻欲雕琢而成的手掌 迅速变得透明 到最后 甚至可以无比清晰地看到 其中的血管跟骨骼 可就是 在这样一只近乎有些 鲜弱的手掌之中 却蕴含了无上距离 甚至仅仅只是随手一握 便将手掌之中的空间 生生握碎 你觉得 我会是谁呢 薛安轻描淡写地说道 曾鸿的面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苍白起来 到最后 甚至到了近乎透明的程度 然后诗神尼南道 天禅无相公 是天禅无相公 墨殿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扑通一下 便跪倒在薛安面前 产生道 敢问您您和我师父是什么关系 即便 已经被逐出了师门 但提起师父的时候 曾鸿依然不敢直呼其名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自己的师父 到底有多恐怖 而天禅无相公 便是自己师父的成名绝迹 除非跟他关系最密切的人 否则一般人 根本就不可能学到这个 但面前这个少年却会 这都说明 他跟自己的师父 肯定有某种关系 再加上他刚刚甚至 当面直呼 自己师父的名字 这都佐证了这一点 越是这么想 曾鸿的心中 便越是发冷 乃至浑身都在颤抖 而见到曾鸿 就这么干脆利落地跪下 众人意识一阵地惊恶 刚刚薛安说不动手 便让曾鸿跪下的时候 很多人还以为 他是在说笑 但没想到 这么快便对信了 而且 全城这个少年 都没动过地方 这实在是太匪一所思了 这时薛安微微一笑 你师父 哦 你是说储物相吗 我们应该算是不错的朋友吧 现在知道 我是谁了吗 实际上 薛安和储物相之间 何止是朋友那么简单 当初储物相因为炼体出刹 而走火入魔 差点陨落 若不是当时以为 先遵的薛安出手相救 这个储物相早就死了 哪里还轮得到 他创办龙巷门 而听到薛安的话后 曾鸿简直是魂飞天外 千算万算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 遇到了自己师父的朋友 他深知 自己已经是师门的叛徒了 若是被师门知道自己在这里 依照那帮炼体 炼得肌肉入脑的师兄弟们的性格 哪怕杀上师乐园 也得将自己绳之以法 想到这 曾鸿不禁暗暗叫苦 要早知道这个 自己就不该掺和这些事 找个隐蔽的角落躲起来多好 可世上没有后悔要可以卖 他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是 弟子知道了 弟子刚刚多有冒犯 还请大人恕罪 薛安淡淡一笑 恕罪 不用了 薛安摇了摇头 语气淡漠的言道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做错了 那就动手自裁吧 省得我再费事 全场一片死寂 包括上棚 都有些傻眼了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突然之间 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曾鸿更是满脸的恐惧 色声道 大人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机会了吗 有啊 乖乖散去修为 然后被我封印 等以后我将你送回师门 交给你师父发落 曾鸿激凌凌打了个冷战 那样的话 他还不如现在就死了 可就这么自裁死了 心中又满是不甘 因此 他便悄悄地看了身旁的上棚一眼 上棚心领神会 他们三人合作无间 曾鸿实力又很是强横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 对自己的利益 可没什么好处 而且 曾鸿怕这个少年的身份 他可不怕 因此 他上前一步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闹了半天 原来是一家人啊 二位要不听我说两句 听你说两句 没错 我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所以应该坐下来 彼此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上棚侃侃而谈 薛安却缓缓垂下眼眸 然后冷冷一笑 心平气和地跟你谈一谈 你真以为 你做的那些事 就没人知道吗 信不信 我让你也跟着他一起跪下 上棚的面色 渐渐阴沉下来 眼中更是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要知道 此刻他手上的伤 依然没有痊愈 还在隐隐作痛 自幼嚣张跋扈的他 何曾受过这等折磨 因此 早就想要将薛安杀之 而后快乐 只不过 因为曾鸿的突然下跪 让上棚以为 薛安肯定颇有来头 这才耐着性子 打算先谈一谈 可现在这个人族少年 既然如此地不识抬举 那上棚也就不打算客气了 毕竟此刻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若是自己处理不当 那对自己的生威 也是一大损害 可就在上棚打算 说些什么的时候 站在一旁 一直没有吭声的渝阳 忽然冷笑起来 然后满脸英智地盯着薛安 英策策地言道 剑法不错 薛安微微一笑 也就还行吧 至少杀你是没有问题的 文婷此言 很多熟知渝阳性格的人 不禁暗暗为薛安捏了一把汗 他们三句头中 曾鸿和上棚虽然嚣张 但至少还有些常理可循 但这个渝阳则不然 他简直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疯子 根本不能用常理来衡量 有时候 往往只是一句 很不经意的话 便会招来他的嫉恨 从而惹来杀身大祸 所以 除非确实有必要 不然是没有人敢 跟这个渝阳多接触的 现在这个人族少年 居然公然地出言挑衅渝阳 这不是做死是什么 果然 就见渝阳眼中的光滑 越发冰冷 瞳孔也在逐渐收缩 最终变为了 只有针尖大小 然后凝笑起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了 为此 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忧胆 我会将你的神魂抽取出来 凝恋为我的剑魂 侍奉于我 并永远不得超生 言语中所包含的恶毒 令人闻之色变 而且一边说着 渝阳还一边用肆无忌惮的目光 打亮着薛安 眼中满是蛇蝎 见到雾后的得意之色 别看他出手狠辣 从不讲情面 实际上 渝阳却是个很谨慎的人 刚刚在见到薛安之后 他一直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观察 就是想看看这个 突然出现的人族少年 到底有什么出奇之处 经过仔细地观察他发现 这个人族少年 除了一双淡然的双眸外 似乎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 至于刚刚斩断上鹏手指的那道剑意 虽然凛冽 但在渝阳看来 也算不得什么 因此 他最终笃定 这个人族少年 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自身的实力 可能并不怎么样 至少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确定了这一点后 渝阳方才出面 果然 渝阳看到 在听到自己的这番话后 这个人族少年 微微低下了头 像是被吓到了一样 他心中不禁更是得意 可也就是在这时 低着头的薛安悠悠一叹 在你眼中 见识什么 声音不大 却清晰无误地传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尤其是渝阳 他只觉得 好似有一声惊雷在耳畔乍响一样 脑袋都在嗡嗡作响 回答我这个问题 薛安抬起头来 冷冷地注视着渝阳 渝阳心中一颤 因为薛安的这个目光 实在太恐怖了 就仿佛高居于九天之上 审判一切的神王 在审视自己的子民一样 充满了无可辩驳的威严 在这一刻 渝阳甚至有一种跪下的冲动 但玄机 他便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了愤怒 自己居然怕了 而且是怕了一个不起眼的人族少年 这简直不可饶恕 因此 渝阳怒涩冷笑道 剑就是 我用来杀你的东西 说着 他抬手展落 一道至阴 至邪的黑色剑光轰然出现 于须于间便来到了薛安的面前 可就在这一道剑芒 准备继续往下展落的时候 两根手指突然出现 直接夹住了这道剑芒 碰 剑芒被这两根纤细的手指 生生停住 强大的惯性 甚至激起了一股风浪 摇曳着薛安的头发 即便如此 薛安依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只是冷冷地看着这道 被自己牢牢夹住的剑芒 这道黑漆漆的剑芒 就好似活物一样 在薛安的手指中挣扎着 里面还传来了 阵阵惨嚎之声 似乎有无数的灵魂 被禁锢其中一样 薛安的眼中引现怒色 以生灵练剑 这便是你的剑刀吗 质问声中 全场一片安静 人们震惊地 甚至都已经无力吐槽了 一手困剑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一件事 鱼羊更是勃然色变 要知道他的剑 可都是以无数的生灵祭练过的 同级之中 根本无人能敌 结果却被这个少年 用两根手指给夹住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但鱼羊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只见他的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化为树道分身 分立于薛安的左右 然后便开始疯狂地向薛安攻击 一道道黑色剑芒 挟着无数生灵的怒吼和惨嚎 指掌而来 这样的场面 足以令人为之胆寒 这也就是鱼羊这类斜剑修的可怕之处了 他们可以通过种种邪宁的手段来祭练剑意 最终拥有了比同级强大许多的实力 就在这惊涛骇浪般的攻击之中 薛安眼眉微微扬起 脸上浮现出一抹冰冷的沙印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 你甚至连剑为何物都不知道 就这样也好意思自称自己为剑修吗 少废话 剑就是用来杀人的 我管它是什么东西呢 而且今天连你也得死 鱼羊怒吼着 手中的攻势又一次加快了许多 这时 一道道黑色剑芒叶以灵体 眼看就要将薛安彻底撕碎 人群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惊呼 尚鹏和曾鸿二人却面现喜色 死得好 这个不知道哪蹦出来的神秘少年一死 自己三人统领高位阶便将再无阻碍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就见薛安面无表情的言道 剑可为杀 亦可为护 咔 一言而出 这些攻来的黑色剑芒便齐齐停滞下来 悬于空中 好似一堵黑色的墙壁 鱼羊浑身俱阵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攻出的这些剑芒 怎么会突然停下来呢 而紧接着 便见薛安缓缓言道 既然你不知剑为何物 那我今天便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真正的剑修 说着 薛安手指一用力 砰 夹着的这道剑芒 轰然破碎开来 一同破碎的 还有面前的这些黑色剑芒 砰砰砰 接连不断的炸裂声中 这些剑芒一个个地爆裂开来 而被禁锢其中的生魂们 则失去了束缚 化为满天黑烟 绕着薛安盘旋一圈 就此散去 这一幕奇景 令众人为之则舌 于扬同样也不例外 不 我的剑芃 于扬惨叫一声 然后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要知道这些剑芒 可都是他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 现在突然破碎 心神震动之下 便已受了不清的伤 这也让他的脸上第一次 浮现出金锯之色 因为他知道 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 因此 他色力内忍地怒吼道 我跟你拼了 说着做事欲扑 但身形却猛地往后退去 显然是打算声东击西 然后逃离此处 薛安剑壮 微微冷笑一声 修剑者 必已急于剑 除胸中一口剑气外 舍弃世间万物 一剑而破万法 方为剑道之针 今日 就让你死在这样的剑下吧 说吧 薛安抬手 斩落 这是无法形容的一剑 在这一瞬间 璀璨的光滑 甚至令所有目睹的人为之目盲 紧接着 便是一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剑意 冲天起 然后直奔鱼羊而来 鱼羊连头都不敢回 就觉得自己 好像正在逃离风暴漩涡的一只小鸟一样 那般的孱弱而无助 这种感觉令鱼羊亡魂接茂 因为他知道 若是再不拼命 那自己将必死无疑 所以他疯狂地施展秘法 逃窜的同时 在身后留下了一道道屏障 试图阻挡攻来的这一剑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一剑的锋芒 已经不是凡俗可以理解的了 在他面前 任何的密集阵法都失去了效用 所谓一剑破万法 无外如是 因此 这些所谓的屏障 连让他停留的资格都没有 便被直直斩断 然后便轰至了鱼羊的身后 不 鱼羊感到了身后传来的刺骨寒意 对于死亡的恐惧 令他发出了绝望至极的呐喊 一如他虐杀别人时 那些受害者的呐喊一样 鱼羊从未像现在这样 期盼过奇迹的降临 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他便已经向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神灵 进行了祈祷 甚至连那些实力远低于自己的神灵 他都没有放过 就是希望能活下来 可不知道 是神灵没有听到他的祈祷 还是听到了却 不敢管的缘故 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发生 破 一声轻微至极 好似热刀窃黄油般的清响之后 鱼羊的身形 瞬间停滞在了半空之中 紧接着 就见鱼羊的脖子 艰难地转动着 想要回头 可就在这时 一道蟹线顺着脊椎开始显现 然后便见鱼羊的身体 犹如被从中间切开的土豆一样 分为了两片 然后滑落下来 一同被斩碎的 还有鱼羊的修为 以及他所有的神魂 直到落地的那一刻 仅剩最后一丝意识的鱼羊 转动了一下眼珠 最终看到了远处站着的薛安 当看到这个白衣圣雪的少年之后 鱼羊的心中 闪过了一丝懊悔 因为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 自己惹上了一个根本惹不起的存在 全场宿景 地上是鱼羊的死尸 死尸下是蜿蜒流淌的鲜血 而在旁边则是半跪余地 本想起身却又没起来 满脸尴尬和惊惧的增红 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副诡异血腥中 透露着极许滑稽的画面 可是没人敢笑 因为刚刚发生的这一切 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范畴 仅仅只是一剑 便将强横一时无人敢惹的 鞋剑修鱼羊给展规了两半 这得多强大的实力 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莫非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乃是超一流的先王 甚至超越的先王 达到了不可知的境界 这个想法 在很多人的脑海之中盘旋着 麦黎瞪大了双眼 傻愣愣地看着 原来 他说的都是真的呀 可笑自己 当时还嘲笑他 现在看来应该被嘲笑的是 自己才对 不过 麦黎忽然想到了什么 看向了远处的洛兰亭 以这位大人的实力 还真有可能将洛洛和他哥哥的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呢 这时薛安轻轻吐出一口气 然后缓缓转过身来 看向了一脸猛逼的上鹏 不好意思 可能我这一件用的力量比较大了 结果弄脏了地板 真是抱歉 薛安微笑着言道 只不过 此刻他的笑容 在上鹏的眼中 却变得无比可怕 呃 这个 上鹏一时间 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 表现出 因为朋友被杀得愤怒 别逗了 刚刚那一件上鹏自问 自己也挡不住 没有实力的叫嚣 纯粹就是在找死啊 就此认怂 可这么多人看着呢 如果认怂的话 自己以后可怎么混啊 一时之间 上鹏的心中满是纠结 乱成了一团 一旁的曾宏 却没有这些烦恼 只见他不动神色地 从刚刚的半跪 变成了权跪 同时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妈的 幸亏老子认怂得早 且不说这个家伙 跟自己师父认识 单凭这一手剑术 就不好惹啊 至于面子 面子能值几个钱 可就在曾宏 暗自庆幸的时候 薛安转过头 来冲他微微一笑 我刚刚不是说过 让你自裁吗 现在动手吧 曾宏的嘴巴瞬间张大 啊 薛安微笑着 伸出了一根手指 大人 我确实知道错了 而且 您不是认识我师父吗 求您看在我师父的面子上 饶过我这一次吧 曾宏声泪俱下的祈求道 薛安没有说话 微笑着伸出了第二根手指 大人 这一切都是上棚策划的 就是 他提出要对付黑暗公主的 罪魁祸首是他 求您给我一条生路吧 曾宏见机得很快 立马便意识到 这个人族少年 很可能是跟他们对付黑暗公主这件事有关 可就在这时 薛安伸出了第三根手指 然后轻看到 好了 时间到 看来你是不可能自裁了 那我便送你上路吧 此言一出 曾宏浑身的肌肉瞬间紧绷 然后自地上一跃而起 满脸凶神恶煞的 冲薛安 轰出了一拳 哪里还有半点刚刚的软弱和求饶 实际上 曾宏心里盘散得很好 自己跟于阳那个家伙不同 自己可是堂堂的体修 一身肌肉 更是修炼的跟法宝一样坚硬 寻常剑气 压根就伤不到自己 所以 若是无法和解的话 那自己 就先轰出一拳 这个人族少年肯定会躲 到时候 就是自己逃跑的好时机了 这个计划看上去很是完美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当他的这一拳 刚刚轰到薛安面前的时候 本该如自己所想的那样 躲避开来的薛安 非但没动地方 反而也抬起手握掌成拳 兴冲冲地喊道 来得好 然后便跟自己对轰了一击 开始的时候 曾宏心中还为之依喜 认为这个人族少年 怕不是晕了头了吧 居然敢跟自己一拳对一拳 难道他就不知道 自己乃是堂堂体修吗 哪怕他会自己师父的天长无相功 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毕竟 他是个剑修嘛 在曾宏的思维中 剑修除了那一身的剑术修为外 身体简直孱弱得要命 这个想法也不算错 因为诸天之中绝大部分的剑修 确实是这样的 可凡事总有例外 比如现在 当曾宏的脸上刚刚浮现出 一抹得意之色的时候 只听东的一声巨响 然后便见曾宏的身体 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 并且在空中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全场众人的目光 都随着曾宏的身体而移动 曾宏的心中简直充满了震惊 怎么回事 为何对拳的时候 被轰飞出去的 居然是自己 不光如此 曾宏还可以感受到 自己的手臂 乃至半边身躯的骨骼 都已经被轰碎 由此也可见 薛安的一拳之威 有多强大 越是这样 曾宏就越是恐惧 所以还没等落下 他便不顾身上的伤 疯狂地催动修为 试图逃离此处 但就在这时 从他的头顶 传来了一个淡漠的声音 既然储物箱那个家伙不在 那我便先替他清理门户吧 话落 曾宏就感觉自己浑身的毛发 起起耸立 那是在遇到极度危险时的应激反应 他想逃 可与此同时 薛安的一拳叶椅砸落下来 在这一刻 曾宏就感觉 好似是一座大山 兜头盖脸的砸落下来一样 他绝望地大吼一声 然后双手托天 试图挡住这一拳 动 又是一声巨响 曾宏的身躯 被直接从半空之中砸落下去 并将坚硬无比的地面 都给砸出了一个大坑 坑底之中 曾宏犹如一滩烂泥般躺在那 浑身时不时地 还微微抽搐一下 眼中的生机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暗淡下去 终于 在几个呼吸后 曾宏便崛气身亡了 而且 是死得不能再死的那种陨落 空中弥漫着被震出的烟尘 薛安站于半空之中 轻轻吹了吹拳头 这才冲上鹏微微一笑 接下来 该处理处理我们之间的事了 上鹏浑身俱阵 问我们什么事 一边说着 上鹏一边左右张望 试图找到逃跑的时机 子子 你忘得可真快啊 我刚刚不是说过吗 你做过什么我可都知道呢 比如 你身上那些来自狐妖异族的怨节咒 上鹏大惊失色 脱口出道 怎么可能 我明明都已经花重金请神殿大能 给我消除掉了 你怎么还能看出来 消除掉 真是笑话 那可是狐妖们 以自身血肉和灵魂为代价 所发出的大咒 岂是那么轻易 就能消解开的 薛安冷笑道 怨节咒 是一种很神奇的咒法 只存在于身具青秋湖国血脉的狐族之中 乃是他们一种独有的血脉天赋 这种咒法 没有任何杀伤力 但施法代价 却大得吓人 往往需要全部的血肉 来作为献祭 而这种咒法的唯一用途 就是用来标记 所以 它便成为了被残害的狐妖们 临死前对敌人的最后反击 只要中了怨节咒 那么你身上 便会有磨灭不掉的印记 一旦见到这个印记 也就意味着你的手上 一定沾染了狐妖一族的鲜血 不光如此 当在你周围一定的范围内 出现青秋湖国的狐族时 就会第一时间知道你的位置信息 简直比GPS定位都准 最关键的是 这种咒法 几乎是无解的 一旦中了 除了死亡 再无任何破解的可能 至于尚蓬所说 请神念大能替自己解开 那纯粹就是胡扯 最多也就是替他遮掩了一些而已 尚蓬这时索性抛开了一切 歇斯底里的吼道 没错 我就是杀过那些狐狸精 那又怎样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少多管闲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跟其他人却有很大的关系 薛安冷声言道 然后随手一挥 眉心之中 献出一道光滑 然后胡鹰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当见到他的时候 很多人都为之一愣 因为这个女子实在太过惊艳了 美而不厌 媚而不俗 而胡鹰在福宝小楼之中 便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在出来后 他袖眉微挑 满脸怒意地直视尚蓬 居然敢杀我族人 真是找死 尚蓬没有说话 实际上 他在见到胡鹰后 身形一僵 立马便呆立在了原地 而后眼中 便现出了近乎崩溃的恐惧之色 因为他从胡鹰的身上 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这道气息他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到现在他闭上眼睛 还会想起那个吊锒铛 却在弹指间 灭掉自己师门的狐足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前这个狐女妖身上 怎么会有她的气息 尚蓬的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想逃跑 手脚却已经僵硬地 连动都动不了 这时胡鹰夜已冲到了近前 扬起手来 掀视两个耳光 扇得尚蓬满嘴流血 紧接着 胡鹰满脸杀意 从怀中掏出一柄平底锅 照着尚蓬 就是一通狂砸 这个平底锅 是他特意仿照安言那个做出来的 虽然没有气灵 却十分不俗 因此 几下便砸得尚蓬鼻青脸肿 叫苦不迭 可这并不能伤及尚蓬的根本 所以 在发泄完心中的怒火后 胡鹰求助地看向了薛安 薛安微微一笑 让他自裁吧 有你哥哥的气息在 他不敢不听你的话 哥哥了 听到这番话 被打得口鼻流血不止的尚蓬 忽然发出了一阵 如夜宵般阴森恐怖的笑声 你笑什么 胡鹰秀眉一挑 便要继续动手 尚蓬浑身一颤 显然已经怕急了胡鹰 但他还是强自支撑着说道 你打呀 打死我 这个人也得死 说着 他抬手指向了远处的杀手五号 脸上现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我在他的尸海之中 安装了一道符露 这道符露跟我的神魂紧密相连 所以只要我一出事 他也得跟着一起死 说吧 他便得意至极地 哈哈大笑起来 胡鹰气得小脸煞白 你这个混账败类 说着 挥无其手中的平底锅 就是一通狂砸 因为胡鹰身上 有胡叶的气息加持 所以尚鹰连躲闪都不敢 只能连连惨叫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没有停止大笑 打死我呀 打死我你们 就永远也不想救回他了 哈哈哈哈呀 胡鹰哪里吃他这套 本来因为尚鹰身上的那数十道怨结咒 就已让胡鹰对这个家伙恨之入骨了 因为除非是血海深仇 否则生性平和 与人为善的胡族 是不会对他下这么重的咒法的 再加上现在这个家伙 居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要挟自己 更是林胡鹰暮火中烧 真恨不得一平底锅拍死他 也因此 胡鹰下手越发得很落起来 平底锅挥舞的呼呼挂风 拍的这个上棚 发出阵阵如狼嚎般的惨叫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上前一步 沉声言道 婴儿 住手 婴儿这才气喘吁吁的 停下手中的平底锅 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满脸恨意地冲薛安说道 薛哥哥 他 薛安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迈不上前 来到了这个上棚面前 此刻的上棚 模样可谓是凄惨至极 全身大半的骨骼 都已被胡鹰用平底锅生生拍碎 断裂的骨头茬 刺破肌肤裸露在外面 令人看上去 就觉得渗得慌 因为脖子都被打断了 所以上棚连头都抬不起来 只能用一种诡异的角度 斜视着薛安 但即便如此 依然不能掩饰他眼中的得意跟嚣张 薛安蹲下身来 静静地看着这个上棚 两久之后他才缓缓言道 你知道激怒我的后果是什么吗 上棚嘴角咧开 无声地笑了起来 伴随着这个笑容 他全身的伤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痊愈 毕竟 胡鹰给他留下的 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 看上去虽然血腥恐怖 但对他这样修为的强者而言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 不过眨眼间 就听他体内传来阵阵咔咔的脆响 那是骨骼重新接续起来的声音 外面的淤种也在迅速消退 除了那两根断指 依然没有长出来外 他已经变得跟正常人 没有什么两样了 然后他十分嚣张地 吐出一大口淤血 冷笑着说道 什么后果我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 只要我一死 他也得跟着死 而且是无可挽回的那种陨落 哈哈哈哈 此刻的上棚 已经豁出一切 除了本能地对胡鹰感到畏惧之外 他对薛安 简直充满了恨意 所以 言语中满是挑衅和嚣张 可就在这时 就见薛安突然伸出手来 一把握住了上棚的手腕 然后猛地往里一推 上棚浑身巨震 就觉得一股巨力自手腕处传来 紧接着便听到一阵密集 如爆竹般的爆响 上棚疼得浑身震战 却连动都动不了 因为那爆响 乃是浑身的骨骼 正在寸寸断裂所发出的声响 而这一切的起因 仅仅只是因为 薛安握住手腕的 那轻轻一推 说白了 薛安以一种极为巧妙的角度 配合着秒到巅峰的掌控力 将这手腕骨骼往里一推 先是震碎了上棚的手臂骨 然后剑刺往里 最终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上棚的体内奏响了一曲交响乐 此刻的上棚 体内所有的骨骼 都已经碎成为粉末 哪怕以他的实力 想要彻底恢复 也得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所以他只能满脸惊恐地瘫软在地 嘴巴大张 却连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薛安的这一击 连他舌头上的软骨都给震碎了 只有喉咙里发出的咯咯声响 证明他还存在着意识 薛安也不废话 抬手将手指摁在了他的眉心之上 然后眼中光滑闪烁 开始强行检索上棚的神念记忆 而这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剧痛 也令上棚浑身俱阵 他想惨叫 想挣扎 可浑身骨骼 尽碎的他 连动一动手指都是奢望 因此只能圆睁二目 无比愿读地看着薛安 片刻之后 薛安松开了手指 薛哥哥 怎么样 胡鹰赶忙问道 薛安面色凝重 轻轻摇了摇头 这个上棚果然没有说谎 他确实将一道与自身神念紧密相连的俘禄 放在了五号杀手的尸海之中 只要他的神念有任何意外 这道 俘禄就会立即炸脸 令这个五号杀手神魂俱灭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胡鹰有些心疼地 看了远处站着的五号杀手一眼 很难 因为这道 俘禄极为恶毒 除非他自己解开 否则是没有办法强行破除的 薛安冷声言道 正在这时 因为强大的生命力 而率先恢复了言语能力的上棚 极为怨毒地怪笑起来 哈哈哈哈 除非你是先帝强者 可以只手断因果 否则他跟我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所以 你还是死心吧 薛安面冷如冰 却没有出言反驳 因为这个上棚说的并没有错 自己现在的神念 确实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但上棚的这道 俘禄乃是以因果之力 跟自身联系在一起的 若想解开 只能斩断因果 而且必须是干脆利落的那种断开 否则这道浮转 还是会爆炸 自己现在虽然已经可以部分地断绝因果 但只手断因果 还是很难 见到上棚这满脸嚣张的样子 胡鹰简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抬脚便狠狠地踹在了他的嘴巴上 碰 好不容易才长好的骨骼又一次被胡鹰给踹碎 嘴里更是鲜血直流 但即便如此 上棚脸上的得意依然没有退去 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越是愤怒 就代表着自己越安全 可就在这时 一直如木雕泥塑般立在远处的五号杀手 忽然动了 只见他步履缓慢地走到薛安进前 眼神毫无波澜地看了看地上的上棚 然后才抬起头来直视着薛安 嘴唇轻起用变了调的嘶哑声音说道 杀了我 哄 此言一出 全场震动 蝼蚁尚且贪生 更何况是人 可面前这个遍体鳞伤的少女 却以无比平静的神态 说出了这三个字 这其中所代表的勇气 足以令人为之动容 上棚更是睁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五号杀手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少女 眼中忽然现出了一抹痛惜之色 其实我可以先将这个人的神念封印起来 五号杀手坚定地摇了摇头 又一次说道 杀了我 薛安沉默了 你这个疯女 你难道就不怕死吗 上棚燃烧修为 先行修复好了嘴巴 然后声嘶力竭地吼道 五号杀手转过头来 静静地看着他 不怕 上棚就觉得手脚冰凉 因为这个五号杀手的言语 简直平静地可怕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 因此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吼道 那你为何在被抓起来后 承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刑罚 却不肯自尽呢 说白了你还是不想死 五号杀手没有动目 继续弹幕地言道 那是因为 在我的设定之中 并没有自杀这个选项 我只能选择承受和等待 说吧 他又一次看向了薛安 杀了我 这样 你们就不用受他的要挟了 上棚简直到疯了 他还没见过如此平静地 处置自己生死的人 你这个疯子 混蛋 上棚大叫起来 胡音一皱眉 一脚踩在了他的脑袋上 住嘴 否则我现在便先杀了你 因为胡叶的气息 所以上棚对胡音充满了畏惧 因此 只能无奈地闭上了嘴巴 与此同时 薛安静静地 看着五号杀手 最终缓缓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你 五号杀手一如既往的冷静 谢谢 动手吧 说吧 他便十分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见到这一幕 很多人都有些不忍地转过头去 麦里更是已经红了眼眶 但反应最大的居然是他的哥哥 只见麦林默默攥紧了拳头 心中陡然升起了无限的痛悔之念 当年 自己如果有这个女子的一半勇气 是不是就可以冲破父亲的阻拦 前去为自己的好朋友助阵了呢 那样的话 至交好友残阳 是不是就不会惨死了吗 这些念头 犹如毒蛇般 啃视着麦林的内心 乃至指甲刺破肌肤 一缕鲜血顺着手腕流淌下来 他都恍然未决 与此同时 薛安缓缓地走到五号杀手的近前 然后缓缓俯下身 在五号杀手的耳边轻声说道 小蕊 你且先回去 至于将你变成这样的那些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此言一出 五号杀手豁然睁开眼眸 从不曾有过情感波动的眼眸之中 现出了一抹惊恶 小蕊这个名字触动了 他那隐藏于灵魂深处 也以所剩不多的回忆 见到他脸上的茫然和无措 薛安的眼中引现怒火 没错 这个五号杀手 正是之前在风魔洞天 见到的那个前夕蕊 确切地说 应该是小蕊的一个分身 在他的尸海之中 蕴含着一道小蕊的神念 但这道神念十分的孱弱 仅能维持他最基本的情感认知 这也是薛安再见到他的第一眼 惊觉他虽然是小蕊 气息却如此薄弱的原因所在 而且薛安还可以看出 这个分割版的小蕊 身体跟人类也有很大的不同 有诸多的器官 都已经被炼金器皿所取代了 甚至连他全身的骨骼 都是金属打造 说白了 此刻的他 纯粹就是个半机械人 而这也是 让薛安如此愤怒的原因所在 因为要想达成这个目的 显然要无比残忍地对待小蕊 首先要将小蕊的本体神念 生生分割开来 然后制造半人半机械的身体 容纳其中 这其中的每一步 小蕊都要承受无比巨大的痛苦 而他 仅仅只是个孩子 做出这一切的人 显然已经灵灭了人性 方才会如此地丧心病狂 此刻 小蕊五号呆呆地 看着薛安 薛安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 在他的眉间 便现出了一朵 晶莹剔透的璀璨红莲 红莲如火 瞬间包裹住了小蕊的身体 无物不容的红莲夜火 将小蕊的身体燃为虚无 但这夜火 却在烧到石海的时候 突然以柔和之力 包裹住了小蕊的神念 在这神念之上 确实有一道黑色的符露 并且已经跟小蕊的神念 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要想不伤及小蕊的神念 将这道符露弄出来 简直是不可能的 薛安面冷如冰 眼中光滑一闪 红莲夜火轰的一声 便吞噬了小蕊的神念 啊 上鹏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然后便从口鼻之中 流出了黑色的乌血 显然符露已经被夜火烧毁 反噬作用之下 他才受此重创 上鹏的眼中 终于现出了无限的惊恐之色 他尾时没有想到 这个杀手五号 居然会如此的刚烈 薛安出手 又会如此的无情 居然真的将这个杀手五号的神念 给炼化了 难道他就不怕这个杀手 五号神魂俱灭吗 不光是他 就连胡鹰都为之叹息了一声 他自然也认出了 这个杀手五号的真实身份 所以才会为这个结果 而感到叹息 可就在这时 但见薛安猛地一伸手 手指插进红莲夜火之中 从中生生 拽出了一个光滑暗淡的东西 赫然是一道残缺不全的神念 紧接着 薛安的另一只手 急速写下了一道符传 将这道神念包裹起来 即将溃散的神念 这才瞬间稳固起来 薛安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轻声说道 去吧 说着 他摊开手心 这道神念 有些依恋地绕着薛安飞了一圈 然后便在薛安赐予他的那道符传的帮助下 直接顿入了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胡鹰见状先是一阵 然后便会心地笑了起来 果然还是薛哥哥厉害啊 那是什么 啊 那到底是什么 上鹏同样见到了刚刚那一幕 不禁私声尖叫起来 胡鹰闻言面色一愣 然后毫不留情地一脚踩落 碰 上鹏的脑袋便被胡鹰这一脚 直接踩爆开来 脑浆崩裂间 上鹏的神念引现其中 依然在私声尖叫 那到底是什么 胡鹰对这个家伙显然已经恨极 文言不禁冷笑道 你说 那能是什么 真以为平哥破福传便能耀武扬威了吗 薛哥哥直接教你做人 上鹏简直如遭雷击 自己的福禄居然失效了 怎么可能 与此同时 胡鹰怒冲冲地便要动手 将这个上鹏的神念彻底绞碎 慢着 胡鹰一正 然后满脸疑惑看向薛安 薛哥哥 这个家伙 难道还要留着吗 薛安淡淡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就让他这么死了 岂不是便宜他了 喂 你想干什么 别过来啊 看着快步走向自己的薛安 上鹏惊惧以及 凄惨的叫声 就跟杀猪一样 这里要说一下 上鹏的脑袋 虽然被胡鹰一脚踩爆 但仅仅过了这么一回功夫 居然就以恢复如初了 甚至连他身上那些 最为积焚的骨骼 也好了得七七八八 这样的生命力 即便是在他这个实力层次 都是十分罕见的 真是有趣 你的天赋能力 居然是强悍的生命力 薛安在上鹏的面前停住脚步 微笑言道 上鹏的魂 简直都要被吓飞了 在他眼中 薛安尽管是在笑 却比魔鬼还要可怕 你给我去死啊 上鹏从地上一跃而起 不顾一切地朝薛安攻来 因为他知道 要想活命 首先就要 将这个白衣少年给杀了 所以 尽管心中忐忑 但他还是豁出去了 但是面对愤怒之 即将被点满的薛安 哪怕他比现在再厉害十倍 也于事无补 碰 一声闷响之后 薛安一把抓住了上鹏轰来的拳头 冷冷一笑 游戏开始 希望接下来的活动 你会喜欢 说吧 薛安一拧手腕 咔 上鹏的臂骨便被声声拧抱 还不等上鹏发出惨叫 薛安上前一步 两只手直接抓住了他的脑袋 然后双臂韵力 猛地一扭 咔咔咔 在一声声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之后 便是一声类似开罐头的闷响 薛安居然硬声声 将这个上鹏的脑袋给拧了下来 即便这样 无头尸体依然没有倒地 甚至还张牙舞爪地 试图攻击薛安 薛安面无表情 两只手猛地往外一掰 就跟掰西瓜一样 直接将上鹏的脑袋从中掰开 脑浆散落了一地 而上鹏的神魂又一次浮现 不过这次薛安显然不会再给他重新复活的机会了 只见薛安前进一步 抬手一握 直接将上鹏的神魂掐在了手中 然后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之中一摁 上鹏惨叫一声 紧接着便消失在了薛安的手心之中 至此 这个上鹏陨落 从会议开始到现在 不过一个时辰的光景 三大巨头便已全部身亡 这样的结果 简直令在场所有人的血都凉了 与此同时 薛安抬起头来扫射了全场一眼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扶手 全场近的可以听到 人们因为恐惧而牙关打颤的声音 没有人敢支持薛安 人们都想知道 这位杀意惊天的少年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自己这些人 是不是也会落得 跟着三个倒霉蛋一样的下场 一片死寂之中 薛安缓缓深吸一口气 本来狂暴的杀意瞬间收敛 脸上的寒意也随之退去 紧接着 他的目光一闪 火焰便布满了全身 将沾染上的所有血污 统统稍微虚无 直到做完这一切 薛安的脸上方才浮现出 一抹淡淡的笑意 全场气氛 意为之一松 这位大人看样子 应该是不打算杀自己了 不管怎样 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 洛兰亭 以及刺猬街的众人 也都跟了上来 此刻的他们 对薛安更为崇拜和恭敬了 不仅仅是因为 薛安通过逆转五行轮回大阵 改造过他们的缘故 也因为薛安刚刚所表现出的实力 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不管何处 都是强者为尊的 而能跟着这样一位老大 自己以后的前途 也将不可限量 尤其是那位冲绪兰 此刻的他 眼睛恨不得长到薛安身上去 心更是砰砰直跳 自己要是能跟着这样一位大人 那以后还有谁敢看不起我 一想到那个美好的前景 冲虚兰就激动得浑身发抖 因此 他整理并发 极尽搔手弄姿之能事 就是想尽量在薛安面前 展现出自己的魅力来 可惜 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因为此刻的薛安 压根就没看他一眼 而是转头看向人群 最终将目光 停留在了神志恍惚的麦黎身上 然后微微一笑 麦姑娘 现在你还觉得我狂妄吗 话语声中 所有的目光瞬间都汇聚到了麦黎身上 全场瞩目之下 麦黎的脸红的都要滴出血来了 滴着头呢喃道 对对不起 大人是我有眼无珠了 一旁的麦家家主 也就是麦黎的父亲麦长健壮 却是眼前一亮 怎么回事 这位大人似乎跟黎儿认识 因此他慌忙上前一步 满脸堆笑地说道 这位大人 小女年幼无知 多有冒犯 实在抱歉 您 还没等他将后面的话说完 洛兰婷不知道何时走到了虚安身后 冷声言道 麦家主 好久不见 听到这个声音 麦长不禁有些疑惑 这个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因此他抬头望去 也就是在这时 洛兰婷撤去了伪装 与含讥讽地说道 怎么 不认得了 洛洛 你是洛洛 还没等麦长说话 麦玲却已经激动地大喊起来 洛兰婷在刚入场的时候 是以本来面目示人的 也因此 麦黎才能认出他 但后面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便以秘书 遮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以 麦长和麦玲两人 是不知道洛兰婷就在虚安身边的 此刻一撤去伪装 两人自然为之惊恶 呵呵 真没想到 你们居然还认得我 我还以为 你们都是些狼心狗肺的家伙呢 洛兰婷深深看了麦玲一眼 满脸厌恶地说道 麦玲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 嘴巴张了张 想说什么 却没有说得出口 麦长也是浑身一颤 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所以他抢笑一声 原来是洛洛呀 你还活着那简直太好了 你不知道 我们有多担心你 哦 说说吧 到底有多担心我呢 是我们兄妹二人 被追杀得走投无路 敲你家门的时候 却被拒之门外的那种担心吗 洛兰婷满脸恨意地说道 听到这番话 麦玲浑身俱阵 眼睛瞬间睁大 满脸金黄地看向麦玲 哥哥 这这是怎么回事 麦玲的脸上 现出深深的羞愧之色 却没有回答自己妹妹的话 麦玲又看向了自己的父亲 颤声言道 父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回答我呀 麦长满脸尴尬 额头上全是汗珠 这这个 洛兰婷看向自己昔日的好闺蜜 冷冷言道 你不是想知道 当初发生了什么事吗 好 那我现在便告诉你 你的好父亲 好哥哥 我们兄妹二人 当初的好长辈好兄长 在明知道我们二人被追杀的时候 闭门不出 甚至连面都不露 结果 我哥哥身负重伤 到了底位街后 很快便死去了 而这一切 都是拜他们两个所赐 你说 洛兰婷的眼中影现泪光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他们呢 这番质问 让麦玲面白如纸 低着头 眼泪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 可脸上却现出解脱之色 因为这么久的时间里 他无时无刻 不再承受着内心的折磨 此刻听到昔日好友妹妹的呵斥和怒骂 居然让他感到了一丝未见 麦玲却如遭雷击 颤抖着问麦长 父亲 落落所言 是不是真的 麦长无力地点了点头 瞬间 麦玲如躲冰窖之中 直到这时他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也终于明白 之前在见到洛兰婷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态度为何那么地冷淡 发生了这样的事 换作是谁都不可能不抱有满腔的怨气 可是这个事实 却是他实在难以接受的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一直都是英雄般的存在 现在这个形象 却突然崩塌了 这怎能不令他感到难以接受 薛安没有吭声 而是抱着肩膀 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可就是他这种无言的态度 却给了麦长极大的压力 他可是亲眼见到洛兰婷 走到薛安身边的 可见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很不一般 这要是应对不好 那三个倒霉蛋的尸体 就摆在面前 可都还没凉呢 洛洛 你听叔叔解释 少给我提这个字眼 你是谁叔叔 洛兰婷横眉立目地呵斥道 麦长赶忙闭上了嘴巴 正在这时 麦琳上前一步 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朝着洛兰婷 便磕了几个响头 地板都被磕得咚咚作响 可洛兰婷一脸的冷笑 根本不为所动 磕完之后 麦琳抬起头来 一脸平静地说道 洛洛 你别说了 是我对不起你们兄妹 现在你要杀药寡随便 我绝不吭声 说着 麦琳认命地闭上了眼睛 哥 麦琳满脸泪水地喊了一声 洛兰婷却冷笑起来 呵呵 怎么 给我玩这套 道德绑架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麦琳闭着眼没有说话 麦琳 你知道吗 你父亲不开门 我其实根本无所谓 毕竟他是麦家家主 我不渴求 他会为了我们兄妹如何 但你不一样 你跟我哥哥 可是过命的交情啊 说到这 洛兰婷声色俱利地吼道 你可记得我哥哥都为你做过什么吗 你的命都是他救的 结果 你就那么狠心 眼睁睁看着 他被众人围攻 打得接连吐血 却连门都不敢出吗 这是姬存在洛兰婷心中多年的怨气 一招发泄出来 自然极为恐怖 麦琳没有辩驳 依然闭着眼睛 一脸的平静之色 洛兰婷怒火中烧 一把拔出了随身佩戴的匕首 就要冲上前来 可就在这时 麦长忽然也跪倒在地 背呼道 兰婷姑娘 先不要动手 洛兰婷停住了脚步 冷冷地看着麦长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麦长轻叹一声 兰婷姑娘 其实 够了父亲 不要说了 这都是 我欠他们落实兄妹的 和你无关 麦琳忽然喊道 麦长却摇了摇头 神情哀痛地说道 兰婷姑娘 事情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当时你们兄妹被追杀 灵儿是要出去相助的 但是却被我拦住了 洛兰婷停住脚步 神情变换不定 麦长继续往下说道 当时是我严令 她不准出去 灵儿不肯答应 我甚至跪在了地上说 如果她出去 我就死在她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 她才不得不困在家中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洛兰婷轻声呢喃道 麦长叹了口气 兰婷姑娘 当时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 当时来自十三层天的强者们 已经牢牢控制了局势 并放出话去 任何人不得出手救你们兄妹 当时我们麦家要是出手 那么紧接着 就是我们麦家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为了麦家的血脉 我只能这么做 说到这 麦长一脸平静地看着洛兰婷 所以 罪魁祸首其实是我 你要杀就杀我吧 这也是我们麦家 欠你们兄妹的 但跟林儿无关 麦琳尾顿在地 气不成声 众揭默然 当初发生的事 在场之中 有很多都是亲历者 所以自然知道 麦长并没有说谎 洛兰婷死死盯着麦长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就拿命来吧 说着 他一仰手 匕首脱手而出 麦长没有任何的躲闪 一脸平静地等待着 但就在这时 匕首却擦着他的头皮而过 然后斜斜地定在了地板之上 麦长一正 与此同时 就见洛兰婷转身去 好了 你们麦家欠我哥哥的已经还了 自此之后 我们再无瓜哥 也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 麦长 麦琳 以及麦黎三人 全都愣愣地看着洛兰婷远去的身影 薛安健壮 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便也转身离去了 刺猬街的众人紧随其后 呼啦啦地跟着走了 见到薛安离开 麦长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但侥幸逃过一劫的他 忽然有些发了 因为他觉得 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 这场会议 最终以三巨头身孕 洛兰婷的重新回归 而宣告结束 但一场更大的风波 正在酝酿 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沉默了 因为谁都明白 洛兰婷的突然出现 显然不是 仅仅为了对付三巨头 而那个来历沉迷的人族少年 显然更不寻常 难道说 夜已平静了许久的失乐园 要迎来又一次的震荡吗 这是位于十三层天的一处隐秘角落 阴暗的房间之中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香 没有灯光 没有声响 好似一切都在沉睡一样 正在这时 房门被轻轻推开 然后有一名女子走了进来 殿下 刚刚收到的消息 莫离城失守 清城 吕洪两位大人 全部战死 说到战死二字的时候 女子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两久之后 黑暗之中 有人缓缓转过身来 然后屋中便现出了一道忧深而星红的光芒 照亮了许多事物 那是自她眼眸中发出的光 而在这迷离的光线之下 一张冷艳无双的面孔 也显露了出来 范梦雪 好久不见 范梦雪目光低垂 静静地看着 这名暴性女子 没有说话 一时间 房间中安静地可怕 女子有些紧张地低着头 默默等待着殿下的回应 正在这时 就见范梦雪眼中黑芒一闪 然后便用无比冷冽的声音说道 既然都已经来了 还不肯现身吗 暴性女子悚然一惊 怎么回事 殿下这是在跟谁说话 就在她万分惊疑之时 一声饱寒完味 与讥讽的冷笑 从她背后传来 居然能看破我的伪装 看来你身上的伤 已经好了很多了吗 随着话音 一道淡淡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房间之中 这是一名面容冷峻 身材挺拔的男子 尽管只是一道虚像 却依然可以感受到 他身上的不凡气度 尤其他的那双眼睛 好似两颗 以地狱魔火淬炼过的 黑色宝石一样 充斥着邪恶跟阴毒 令人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为之毛骨悚然 见到这名男子 暴性女子面色大变 因为这个男子 在这第十三城市中 都是犹如梦魇般的存在 同时也是范梦雪的生死大敌 几个月前的那场大战 就是由他主导 并直接导致了范梦雪身负重伤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可问题是他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 难道说 这束藏身之地 也已经泄露了吗 这些想法 在暴性女子的脑海中 不停闪过 令她的呼吸 都不禁急促了几分 范梦雪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淡淡道 温玲珑 你费尽心机地找到这里 不会仅仅只是看看 我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吧 当然不是 说到这 温玲珑深深地看了范梦雪一眼 当看到即便身负重伤 却依然惊艳无双的范梦雪后 她的眼中 不禁现出了一抹贪婪之色 我想你 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莫离成夜已被我等联军攻破 你手下的两员大将 也已全部战死 算起来 这已经是近一年多来你丢掉的第十八座城池了 范梦雪没有吭声 因为温玲珑说的都是事实 而她的这种态度 也令温玲珑越发地得意起来 接下来 你们将要面对的 是更加严苛的环境 就凭你们现在所掌控的地盘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就会被我们联军踏平 到时候 你将面对怎样的绝境 现在可曾想过吗 范梦雪面无表情 没想过 哼 那我现在便可以告诉你 到时候 你将成为我们的阶下囚 而因为你的特殊体质和容貌 你甚至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玩物 温玲珑的话语之中满是冷漠 而她所描述的景象 却让这名暴性女子浑身颤抖 满眼的惊恐之色 因为以这些恶魔的形式手段而言 她所言的一切 很可能都是真的 一想到自己最尊崇的殿下 将沦落到那般惨劲 这个暴性女子 就满心的绝望 可范梦雪却依然没有任何的动容 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继续用冷漠的语气说道 然后呢 这个态度也令温玲珑颇为恼火 但看到范梦雪那 掩映在宽大衣服下的纤细身躯 她还是强自按捺下来 微笑着说道 然后你的灵魂将被禁锢 肉体将成为工具 到时候死对你而言 都会是一种奢望 似乎是被温玲珑的这番话 给震动了一样 范梦雪沉默了 见此情景 温玲珑不禁眼前一亮 旋即便做悲天闽人状 轻叹道 公主殿下 说实话 那个场面也不是我想看到的 虽然你我乃是敌对状态 但我对你却颇为欣赏 不然的话 几个月前的那场大战 你就不可能仅仅受现在这点伤了 欣赏 范梦雪微微冷笑一声 没错 就是欣赏 温玲珑十分认真地言道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从第一眼见到阁下开始 我便认定 你将会是我的女人 范梦雪靠在椅子上 手指无一时地敲击着座椅扶手 淡淡道 哦 何以见得 很简单 因为我足够强大 温玲珑副手立于空中 满身僻逆天下的无敌气势 范梦雪冷笑不语 温玲珑接着说道 我乃深渊之子 依照你们人族的划分 我有着一流先王的实力 而你则是诸天罕见的黑暗圣体 只要我们两人结合 必将诞下极为强大的后裔血脉 到时候 诸天都将仰视我们的存在 所以我们才是最为合适的伴侣 而你也必将属于我 温玲珑说完这番霸气凛然的话后 本以为面前这个女子会为之动容 可万万没想到 范梦雪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可我若是不同意呢 温玲珑微微一正 旋即便森然冷笑起来 范梦雪 我希望你最好先搞清楚当下的局势 你已孤立无援 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继续这样死撑下去 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吗 实话告诉你 若不是我一力劝阻 联盟大军早就已经大举进犯了 还会留给你这几个月的喘息之机吗 所以乖乖投降 然后成为我的女人 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否则 温玲珑冷笑起来 意思不言而明 他说的也确实是真的 因为他对于范梦雪 确实早已垂涎三尺 不管是强大的黑暗圣体血脉 还是天下无双的相貌 都让温玲珑对其势在必得 更重要的是 范梦雪这种绝不低头的性格 也让温玲珑产生了强大的征服欲 也因此他才会令联军栩栩涂之 切不可操之过急 想以这种炖刀割肉的态势 来给范梦雪施加压力 直到范梦雪手中最重要的茉离城 都宣告覆灭后 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这才通过密法将一道神念 依附在这个暴性女子的身上 然后走进了这处秘密基地之中 此刻 在说完这些软硬兼施的威胁话语之后 温玲珑冷冷地注视着范梦雪 想看到他屈服的样子 可以就是在这时 范梦雪缓缓站起身来 面无表情地冲温玲珑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就动手吧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些所谓的连军 到底能不能灭掉我 你 温玲珑勃然色变 还有我永远也不会向你屈服 因为我只属于他 说到他这个字的时候 范梦雪的眼中 忽然泛起了一丝柔情 似乎在怀念一样 温玲珑微一震 旋即便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屈辱 从来还没有人敢拒绝自己 尤其对方还是自己所看中的女人 这不禁令他勃然大怒 可还没等他发作 范梦雪垂下眼眸 我不想再听他废话了 让他消失 话音刚落 一柄幽暗如黑拳的匕首 便自温玲珑的胸膛之中透了出来 温玲珑的虚项随之开始崩解 但他还是满心不甘地怒吼道 范梦雪 你会后悔自己现在所做出的决定的 我发誓啊 扑 匕首猛的一脚 虚项彻底崩碎 声音也随之戛然而止 一切重归于计 那柄匕首在灭掉温玲珑的虚项之后 便也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但报信女子知道 匕首的持有者 一定就站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之中 冷冷地看着自己 尽管同属一个阵营 但想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黑暗杀手 那诡异凶利的手段 报信女子 还是忍不住满头大汗 殿下 女子颤声言道 满脸的羞愧 范梦雪摆了摆手 不必说了 这件事不怪你 深渊之子的手段 也不是你能够防范得住的 那莫离成的事 我知道了 这件事 我自有应对的办法 你先下去吧 是 女子点头应道 转身便要离开 正在这时 范梦雪又叫住了她 等一下 殿下还有什么吩咐 范梦雪略愁出了下 轻声言道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不要告诉别人 女子一正 然后深深点头 明白 范梦雪点了点头 然后便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满脸疲惫地挥了挥手 示意女子可以走了 见此情景 女子脸上 现出了一抹心疼之色 想说什么 却又没说出来 最终只能无奈地退了下去 当房门轻轻关上之后 屋里便只剩下了范梦雪一个人 她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眼中光滑闪烁 似乎在思考什么 两久之后 范梦雪忽然苦笑了一下 然后轻声呢喃道 然真成为孤君了 师父那个混蛋 难道真的死了吗 小蕊 你说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没有人回应 只是在黑暗的角落中 浮现出了一双冰冷至极 没有任何情感的眼睛 你看我 明知道你不会说话 居然还问你 是不是很可笑 范梦雪笑着言道 可笑着笑着 眼泪便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黑暗之中光影一闪 然后便见一名少女 出现在了范梦雪面前 伸出手来 轻轻是去了她脸上的泪珠 你知道吗 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 每天都有人在死去 可我却根本无能为力 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 就是那些死在深渊 砸碎手中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如果哪天真的撑不住了 我可能会先崩溃吧 到时候 可能连你也被连累了呢 范梦雪笑着说道 少女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静静地站在她身前 除了那双冰冷的双眸外 乖巧地宛若一个普通少女 小蕊 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你的来历 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秘密 我本来想替你找寻出来的 现在也已经不可能 这个叱咤十三层天 令众人闻风丧胆的黑暗杀手 居然是范梦雪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捡来的 所以直到现在 范梦雪也不知道她的来历 想听我说一些故事吗 小蕊当然不会有任何回应 她除了忠实履行范梦雪的命令外 其余就跟一个机器人一样 当初我的年龄 就跟现在的你一样 是个小姑娘 说到这 范梦雪的眼中 现出一抹痛苦之色 你知道吗 那时候 我的整个人生 都是灰暗无光的 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学校之中 又有那么多恶意的言语 甚至整整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人跟我说话 我被彻底地孤立起来 近况就跟现在差不多 那时候的我 就像生长在黑暗之中的一棵杂草 从不知光明为何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便会被毁灭 直到有一天 她出现了 说到这 范梦雪的脸上 忽然现出了光亮 语气也变得近乎梦意一般 到现在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 所发生的一切 在无数不怀好意的揣测 以及恶毒的谩骂声中 她挺身而出 将我护在了身后 那时候的我 呆呆地看着她的影子 忽然觉得 像是见到了光明 而她的到来 也让我知道了 原来生活 是可以不用那么灰暗的 而那 也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甚至每天能见到她 我就很开心 很满足了 有时候她会送我回家 那时候的她 永远一脸的笑容 尽管自身的状况 可能比我还糟糕 却从未抱怨过 我那时候就想 如果能永远待在她身边 哪怕是死 我也愿意了 但她却不知道这些 她当时甚至都不知道 我喜欢她 呵呵 真是个傻瓜 范梦雪笑着说道 眼中却引现泪光 可那时的我就已经知道 她将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 所以我要陪着她 哪怕是死 我也不会松手 我说的这些 是不是很可笑 范梦雪抬起头来 满眼之城地看向了小蕊 当然 她没有指望小蕊能给她什么回应 只是有些话堵在心里不吐不快罢了 更何况 此刻的她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也算是一次宣泄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神盲突然自虚空之中蹦践出来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入了小蕊的眉心之中 小蕊浑身一震 眼中陡然现出了一抹光滑 随即身上便泛起了一股滔天气息 气势之强大 乃至于在她的头顶 凝结成了一个淡淡的虚像 冲着范梦雪点头微笑了一下 这才散去 范梦雪呆若目击地看着 直到这道气息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范梦雪才猛地回过神来 然后便用手死死捂住嘴巴 泪如雨下 是她 她来了 叶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末离城中 温玲珑末地睁开眼睛 脸上现出了一抹狠立之色 自己的神念分身 被毫不留情地斩灭不说 关键是她听到了范梦雪那句 我只属于她的话 这个她到底是谁 难道说她已经有男人了 这个想法 让温玲珑额头上清精显现 心中满是疯狂的杀意 怎么 温少这次又是无功而返吗 随着话音 从外面鸟鸟停停地走进来一个女子 这名女子身材高挑 神情傲然 居然是一名人族女子 听到女子言语中的嘲讽之意 温玲珑冷笑一声 什么时候 钱天院也开始关心起我的私事了 没错 这名女子 正是之前在获知夜寒常重出 炼金地狱驻城时 曾经短暂路过面对钱天院的门下弟子 当时她本想去探查炼金地狱之事 但钱天院院主商量 却将她派到了施乐园中 成为了围剿范梦雪的联军议员 温少真是说笑了 我这不过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罢了 话虽然这么说 但女子脸上的计竅之意 可是显露得明明白白 温玲珑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只见她深深凝视着这名女子 两久之后方才言道 切未央 我希望你能搞清楚 你现在是在跟谁说话 当然 大名鼎鼎的深渊之子 拥有先王实力的温玲珑阁下 我怎么敢不知道呢 切未央淡淡淡言道 温玲珑的眼中引现怒声 那你还敢跟我这么说话 哪怕是你们前天院的院主 也不过是个先王而已 你真以为我会怕了 你们不成 切未央闻言并未动怒 只是面含讥讽地打量了温玲珑两眼 温大少 你该不会真以为你的先王 能跟我家院主的先王相提并论吧 这句话一出 温玲珑立马未知语色 因为切未央说的 确实是事实 修炼意图本就是这样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 深渊种族 虽然因为天赋加成的原因 可以比较容易地成就先王果位 但这先王的含金量 可不能跟人族的先王相提并论 人族之中 随便哪个先王 都得有在亿万人中拔尖的天赋 还得有无与伦比的气韵加成方能成就 两相对比之下 深渊之中的这些先王就要水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 前天院仅仅派出了手下的一个弟子 就能加入联军的缘故 因为前天院的院主商量 可是一名货真价实 经历过生死大劫 最终方得成就的人族先王啊 这样的实力 不说秒杀温玲珑 至少也得是温玲珑的父辈方 能与其抗衡依二 看到温玲珑那变幻不定的神色 切未央 也觉得自己刚刚说的话 有些太僵硬了 毕竟现如今的联军还是得以这些深渊种族为主 弄得太僵的话 彼此脸上都不好看 因此 他眼波流转 巧笑倩兮到行了温大少 你我都是奉命而来 你为的是在家族长辈面前露脸 我是为了完成师门嘱托 彼此之间算是同一阵营 所以应该合作 而不是彼此针对 温玲珑默然 但之前嚣张的气焰确实收敛了许多 说起来 他近段时间也是有些太过膨胀了 毕竟一出深渊 便被委以了重任 连施乐园的十三层天 都交给了他自己打理 难免有些心交气哦 但切未央的话提醒了他 现在十三层天中 几乎所有的强者都不在 自己的家族长辈 更是远在深渊之中 自己要想做出点成绩 还真得依靠众人的协力才行 否则要是真把这件事给搞砸了 那自己可能永远别想再出深渊了 切未央 看出了温玲珑的心思 微微一笑 这才对吗 而且我这次来也只是想问问 你到底何时能将对方拿下 毕竟 因为你的策略 我们已经耽搁了太长时间 说到这 切未央的目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如果对方执意不肯低头的话 也该到了收割的时候了 温玲珑面色一冷 这件事 我自有分寸 但你放心 用不了多久 范梦雪就会乖乖成为我的人 因为诸天万界 只要是我想要的 那就一定会属于我 从无例外 看着满脸嚣张的温玲珑 切未央微微一耸肩 好 既然温少这么有信心降服这个女子 那我等就静候佳音了 说吧 切未央干脆利落地转身去 温玲珑看着她那远去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抹危险光芒 你家院主若是在此 我可能还会怕你 但现在就你自己 也敢来质问我 等事情了结 我会让你乖乖地跪在地上 跟范梦雪一样 都成为我的奴隶 正在远去的切未央 感受到了背后的阴毒目光 却连头都没有回 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轻声呢喃了一句 蠢货 自幼便天赋不凡 小小年纪便踏上修行之路 最终更是败入前天院门下 成为首屈一指的内门弟子的切未央 当然看不上这个顽固跋扈的温玲珑 因为她除了头抬头的好以外 简直是一无是处 这次之事便是例子 诸多强者们 已经将那位存在 困在了深渊之中 施乐园中 可以说是大局已定 剩下的 无非就是些扫尾工作而已 所以这个温玲珑 被委派了这个任务 纯粹就是来休闲杜金的 按理说这样的机会 她应该牢牢把握 尽快完成任务吧 可万万没想到 她居然对那个存在的女弟子 产生了兴趣 并自作主张地改变了策略 说什么要施以威势 好逼犯梦雪屈服 结果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这不是纹固是什么 正当切未央 对温玲珑满心鄙夷之时 在那处隐秘的古堡之中 气氛压抑而沉闷 前线的战报已经传回 莫离城失守 两员大将战死 这样的消息 让所有人都为之沉默了 很多人的脸上 都现出了茫然跟绝望之色 因为他们看不到 前方有丝毫的希望 深渊联军气势逼人 自己这边 只能节节败退 实际上 他们能称道 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到了此刻 最终的结果会怎样 已经是众人心知肚明的一件事了 殿下伤势未遇 而最终的战败 也已无法避免 不如趁现在还有机会 尽快让殿下离开吧 也算是留下了最后一线火种 人群之中 忽然有一个声音说道 众人闻言进阶默然 然后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可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推开了 然后范梦雪从中走了出来 殿下 殿下 众人全都为之一惊 然后纷纷见礼 范梦雪点了点头 然后深吸一口气 你们刚刚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很感动 但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可是 不要说了 而且谁说 我们就一定会败了 说到这 范梦雪苍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这还是从初始以来 众人第一次见到范梦雪笑 不光如此 此刻的范梦雪 浑身都散发着一股强大的自信 这种自信 也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讶 怎么回事 殿下怎么像是 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难道说有老祖的消息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就太好了 这个念头 让很多人心头为之火热 连忙问道 殿下 是有老祖的消息了吗 范梦雪有些黯然地摇了摇头 还没有 众人眼中刚刚燃烧起的火焰 一下子又熄灭了 可范梦雪神秘地眨了眨眼 但有一个人很快就会来了 只要他一到 那么所有的问题 都将不是问题 他 这个他到底是谁 众人面面相去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但看到殿下那信心满满的样子 很多人不禁又一次重燃了希望 莫非 真的会有人来拯救自己这些人吗 范梦雪说的 自然是薛安 只不过此刻的薛安并没有立即动身 前往第十三层天 而是暂时留在了高卫阶中 但他并未出现在任何人面前 甚至连次卫阶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这种突然的失踪 令很多人心惊胆战 毕竟 此时的外界可是有不少虎视眈眈的目光啊 那薛安去哪里了呢 他当然没有失踪 而是进入了一个玄妙的地方 这是一片到处都充斥着火焰的地方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一切都不存在了 有的只是肆虐的火魔 就是在这样宛若地狱的环境之中 赫然有一道神魂被悬在正中 享受着这足以烤化一切的炙热高温 在这种高温之下 这道神魂根本承受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崩溃 但神奇的是 当他的神魂刚刚崩溃 立马便会被一股古怪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 然后再次复活 于是乎 这道神魂的惨叫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往往啊啊啊了没几声 便会戛然而止 然后待到复活之后 又重新开始 而这样的折磨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在此刻 智人的热浪忽然退去 甚至连这漫天的火焰都突然收敛起来 而后便见一人自远处缓步而来 每一步踏下 都会有一朵火焰凝聚而成的莲花生起 这样神奇的景象 却没有引起这道神魂的注意 它只是静静地低着头 似乎已经崩溃了 正在这时 薛安来到了神魂境前 先饶有兴致地 打亮了这道神魂几眼 然后微微一笑 上棚 这场款待如何 没错 这道饱受火焰制烤的神魂 正是上棚 而这片神奇的空间 正是在薛安的体内 随着薛安实力的逐渐恢复 他已经可以在体内 开辟出单独的神念空间 而这便是其中一个 这些火焰 自然也是薛安为上棚特意设置的 上棚依然垂着头 并非他不想说话 而是现在的他 神智已经先于身体而崩溃了 毕竟 这种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的折磨 可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薛安健壮微微一笑 然后随手一挥 一股莫名的神念之力 灌入了上棚的神魂之中 上棚这才浑身一颤 然后缓缓抬起头来 一脸茫然地看着薛安 直到过了好一会 他才彻底恢复了清醒 然后便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惨叫 杀了我 求求你杀了我 此刻的他已经不再奢求活下去 他也知道 薛安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他只求诉死 好尽快摆脱 这足以令人崩溃的折磨 薛安好争以挟地看着上棚 直到他变得不那么激动了 方才淡淡言道 怎么 就这么点折磨便已经承受不了了吗 上棚简直都要哭成累人了 这他妈叫一点折磨吗 这简直比最阴毒的地狱 还要令人绝望啊 所以他替泪横流地喊道 大人 求求你杀了我 只要你能结果了我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 哦 那我问你 十三层天中到底什么情况呢 又是谁让你去对付帆梦雪的 薛安淡淡言道 是温玲珑 上棚立马说道 温玲珑 对 他是自深渊而来的强者 号称深渊之子 也是现如今掌控第十三层天的人 掌控十三层天 就他一个 薛安微微一愣 立马问道 没错 那么其他的强者们都去哪里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明知道的 当初那场事变之后 十三层天就跟其他城市断开了连接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实在不知道 哎 对了 还有一个人 一个人组女人 上棚忽然补充道 人组女人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是来自一个叫做前天院的地方 听到前天院这个名字 薛安的眼神陡然爆亮 你确定是前天院 对 就是前天院 这就有意思了 薛安的脸上献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可眼中却是一片寒凉 对于前天院这个名字 他当然不陌生 因为上一世薛安还未成先尊之时 就跟这个前天院接触过 而且两者之间还曾发生过一些恩怨 但等后面薛安成为先尊之后 还没来得及收拾这个前天院 就陨落了 没想到 这次居然能在这里碰到前天院的人 不过他们前天院乃是人族大宗 虽然院主仅仅只是先王 但背景却深不可测 就是这样的宗门 为何突然掺和进湿乐园的这趟浑水呢 但不管是好是坏 这都说明自己离当初修行之时的轨迹 已经越来越近了 这也就意味着 当初的朋友和仇敌都将一一遇到 而自己重生的消息 也将随之而传遍开来 上鹏心惊胆战地 看着陷入沉默之中的薛安 想求饶 却又不敢说出口 对于这个神秘的人族少年 他现在充满了敬畏之情 正在这时 薛安抬起头来 冲他微微一笑 多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上鹏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玄机满脸堆笑地说道 大人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您 薛安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临死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上鹏浑身一颤 眼中现出了惊恐之色 刚刚他身受酷刑的时候 确实是一心求死的 但现在他又改变主意了 毕竟蝼蚁尚且贪生 更何况是人 本以为靠着提供情报 可以免去一死 没想到这个人族少年 还是不肯放过自己 因此他满脸绝望地吼道 大人 难道您就不能饶我一命吗 这些话 去跟那些被你害死的 无辜妖族说吧 说吧 薛安随手一挥 火焰凭空而生 瞬间覆盖了上鹏的神魂 还不等他惨叫 便将其彻底焚为了虚无 这样的痛苦 上鹏已经经历了无数次 只不过这次的他 却再也无法复活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 上鹏身上所附的怨结咒 也随之化解开来 一道道狐妖的虚相浮现出来 满是感激地冲薛安身失意 薛安微笑着挥了挥手 这些虚相便随之消散开来 但就在他们消散的同时 一道道类似祝福的咒法 降临于薛安的身上 薛安知道 这是这些狐妖 对自己替他们报仇的报答 有了这些祝福的气息 以后有狐足见到的话 就会知道 你做了什么 这样一来 便可有种种便利 不过 我好像不需要这些东西吧 毕竟我跟狐足之间 本来关系就不错呀 薛安心中默念了一句 然后转身去 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归外界 而是返回了福堡小楼之中 此刻的福堡小楼 很是热闹 两个小丫头 正骑着日渐长大的神福井里 在空中玩耍 正在这时 薛安出现在了空中 两个小丫头一见到薛安 惊喜地大喊一声 爸爸 然后便飞入了薛安的怀中 薛安笑眯眯地抱着两个人落在地上 好一通的亲热 与此同时 安言 胡英 以及张晓鱼三人 全都走了出来 胡英一眼便看到了薛安身上的祝福气息 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已经杀了那个家伙了吗 薛安点了点头 谢谢薛哥哥 替我们狐妖一族报仇 胡英真心实意地感谢道 薛安微微一笑 抬手捏了一把他的脸蛋 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胡英也没挣扎 反而一脸郑重地说道 这并非是我客气 而是替那些无辜惨死的狐族 向您致谢 薛安知道 这些狐族们一贯团结 因此便也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老公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孟雪现在怎么样了 安言有些急切地问道 他自然也已知道外界的情况 当听说众多强者 正在密谋对付范孟雪的时候 心中也不禁满是担忧 接下来自然是去十三层天啊 至于他 薛安微微一笑 放心吧 我已经送过去了一道神殿护佑 所以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那就好 安言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 两个小丫头 满脸阴气地抬起头来问道 爸爸 孟雪阿姨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吗 我好想她了呢 我也一样 薛安健壮一笑 对啊 你们的孟雪阿姨就在这里 而且很快 你们就能见到她了呢 真的吗 对啊 因为这次 我要带着你们 一起前往十三层天 当薛安带领着安言 以及两个女儿 还有胡英等人返回外界的时候 本来翘首已盼着薛安 尽早归来的众人 不禁全都惊呆了 谁都没想到 薛安离开了这么一段时间 等在回来的时候 居然领回了这么一大帮人 尤其其中 还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粉雕玉琢般的小姑娘 大人 这是 洛兰婷有些惊讶地问道 哦 这是我女儿 薛安淡淡道 咔 站在人群中的冲须兰 在听到这句话后 就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原来这位大人 不但有了夫人 连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尤其是当冲须兰 看到翘然立于薛安一旁的安言后 所有的幻想 更是瞬间破碎 尽管她对自己的相貌 一向很自信 可面对励志天成 并且气质殊胜的安言时 还是感到了自残行贿 洛兰婷也微微有些惊讶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然后满脸肃然地问道 大人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前往十三层天 这也是压在洛兰婷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因为自己哥哥的死 可都是十三层天 那帮家伙所为 这等血海深仇 他当然鸣克肺腑 因此见到薛安后 立即迫不及待地问道 薛安淡淡一笑 这么着急吗 那好 那就现在便动身吧 此言一出 很多人为之一惊 次未接的戒主凶名 便有些惊愕地说道 可是现在十三层天 跟其他城市之间 都是隔绝开的 若想进入其中 还得 他本想说 进入十三层天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可话音未落 就见薛安一步 跨出厅房之外 然后抬手便是一剑斩出 哼 一道凛冽至极的剑芒 于须域间横跨千万里 直接撞击在了十三层天外 所设立的防御枷锁之上 砰砰砰 随着一声声巨响 这道沉重的枷锁 就此被薛安展开 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低下头 冲凶名微微一笑 你刚刚说什么 凶名呆呆地望着 夜以门户大开的十三层天 不仅浑身一震 然后连连摇头 没没事了 既然没事 那就全都随我来 说吧 薛安抬手抱起了想想念念 然后一马当先 直直地往那十三层天飞去 在他身后 便是安炎 以及胡鹰等人 刺猬接着众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也飞升而起 紧随其后 而如此大的阵仗 自然也引来了 整个高卫阶的注意 什么 一剑展开了十三层天 这个少年 到底有多强的实力 如此看来 施乐园真将不平静了 在高卫阶那沸沸扬扬的喧闹声中 薛安率领众人 出现在了第十三层天中 这是一个繁华而青颓的事件 繁华是因为 这里到处都是华丽的宫殿 宏伟的城池 青颓则是因为 这些城池全都空荡荡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这些城池都空了 安岩有些惊讶地问道 薛安目光闪烁 很简单 因为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 安岩不明白什么意思 离开 去哪了 去哪了 薛安笑了笑 那就应该问问当事人了 说吧 薛安看向了某个地方 走吧 先去见梦雪 十三层天很大 实际上在很早之前 施乐园就是指的这第十三层天 只不过后面因为施乐园的逐渐壮大 所以才有了下面的那些城池 薛安曾经来过这里 再加上神念之中的感知 所以很快便飞越了大片大片的城池 最终来治了联军跟范孟雪阵营之间对峙的前线 因为范孟雪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温玲龙的招安 所以这两天在温玲龙的指挥之下 联军阵营大举入侵 正在疯狂地蚕食范孟雪所掌控的地盘 当薛安率领众人来治这里的时候 战斗更是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 尽管双方的强者都没有出场 可仅仅是这些兵族们便已经杀红了眼 但可以看得出 在这些来自深渊的兵族强攻之下 范孟雪这一方正在逐渐落入下风 只能且战且退 在这种情况下 深渊兵族越发的疯狂 有些受伤倒地的人还没断气 就被几名深渊兵族直接生吞活泼了 而这样残忍的景象 遍布于整个战场之中 令人不忍直视 薛安健壮冷哼一声 然后面前便献出了刀刀剑盲 紧接着 这些剑盲如雪般落下 开始疯狂地绞杀所有的深渊兵族 扑扑扑 面对如有龙般的剑盲 这些深渊兵族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直接便被切开了咽喉 然后颓然倒地 眨眼间 整个战场之中的所有深渊兵族 便全部被绞杀 范孟雪这一边的兵族们都傻了眼 呆呆地看着这犹如神迹般的一幕 然后方才抬起头来 看向了天空之中夜以远去的众人 天哪 是老祖显灵了吗 有人轻声呢喃道 薛安当然不会听到这些 因为在发出剑盲之后 他便已经离开了 前线距离范孟雪所住的地方并不算远 以薛安的速度可以说是请客极道 而正在古堡之中安坐的范孟雪 也有所感觉 墨地抬头看向了外面 与此同时 薛安也赶到了 范孟雪就觉得 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口干舌燥之下 他近乎慌张地站起身来 然后便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刚刚走到外面 恰好薛安也已落在了地面之上 两人正好打了个对联 范孟雪一下子便愣住了 薛安将怀中抱着的两个小丫头 放在了地上 然后冲她微微一笑 好久不见 范孟雪深吸一口气 强自抑制住自己的激动 缓缓言道 是啊 好久不见 也就是在这时 整个古堡也都被惊动了 所有留守于此的人 全都赶了出来 这就是殿下所说的那个人吗 应该错不了 看上去蛮帅的嘛 咦 怎么还有两个小姑娘 正在议论之时 想想念念 便已经兴高采烈地 跑到了范孟雪跟前 孟雪阿姨 真的是你啊 我们好想你啊 听着两个小丫头纯真的话语 范孟雪的眼泪忽然夺眶而出 然后便蹲下身来 颤抖着抚摸着两个小丫头的脸颊 我也很想你们啊 孟雪阿姨 你怎么哭了 想想说道 是啊 孟雪阿姨 有人欺负你吗 那就让我爸爸替你揍他们 念念挥舞着小拳头说道 范孟雪破涕微笑 嗯嗯 与此同时 安颜等人也都赶到了 范孟雪赶忙擦了擦眼泪 站起身来 脸刃一礼 颜姐姐 安颜快步上前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柔声道 好了 你我之间就不要这么多礼了 说着 安颜打量了范孟雪急眼 轻叹一声道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瘦了 范孟雪低下头 眼眶又红了 胡英在后面看着 她是不认识范孟雪的 但凭借着女人的直觉 她几乎一眼 便可以看出 范孟雪对薛哥哥的心意 因此 她不免生了些比较之心 嗯 长得还行 虽然还差一点才能比上我 但也算不错了 身材嘛 胡英低头瞅了瞅 自己那平板身材 然后便自动忽略了这个话题 不过看上去 这个女人 似乎受了很重的伤啊 胡英站在原地 正在胡思乱想 张小鱼轻轻拍了她一下 胡姐姐 大人她们都进去了 啊 胡英这才清醒过来 脉步也往里走 不过走了几步后 她忽然问道 小鱼 嗯 你觉得我跟这个范孟雪 谁漂亮 张小鱼忽然觉得 头发都竖了起来 眼神也随之变得飘忽不定 这个吗 老实回答 当然是胡姐姐 您更漂亮了呀 嗯 眼光不错 我也是这么觉得 说吧 胡英便兴冲冲地走了 张小鱼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妈呀 幸好我机灵 当走进大厅之后 范孟雪的那些手下们夜已赶了过来 所有的目光全都汇聚到了正在跟范孟雪谈笑风生的薛安身上 而且他们还注意到 平时对任何男人都不假以此色的殿下 此刻居然一脸女子的娇羞之态 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目瞪口呆 正在这时薛安忽然停住了脚步 然后静止走向了一个角落之中 范孟雪一愣 不明白薛安这是要干什么 但也赶紧跟了上去 此刻 身着黑衣的小蕊正静静地站在角落之中 薛安走到她的面前 缓缓停住了脚步 眼中满是痛惜之色 一旁的安言 这时也认出了小蕊 惊叫一声 老公 她她是小蕊 范孟雪也是一愣 严姐姐 你们认识小蕊 安言轻叹一声 便将经过大概讲述了一遍 范孟雪听完之后 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 而在这时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 已经被改造成最强杀手的小蕊 眼中的怒火正在逐渐赤脸 她是我捡来的 范孟雪轻声言道 听到这句话 想想和念念睁睁大了眼睛 然后看向了薛安 爸爸 这个姐姐都已经这么大了 怎么还会走丢呢 是啊 我们两个 现在都不会迷路了呢 薛安却没有说话 只是轻叹一声 然后便静静地看着 站在角落中的小蕊 不知怎的 当薛安站在场中之后 小蕊就变得一呼寻常的安静 但她还是没有说话 甚至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 这时 范孟雪接着往下说道 当时师父刚刚失踪 她便出现在了我所住的古堡外面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 那是个很普通的早晨 我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 却在出门之时 一眼便看到了站在角落中的她 当时的她伤得很重 我甚至没有见过 有谁能在受了那么重的伤后 还能活着 但那时候的她 却是一脸平静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看到她后 我下意识地就感觉到 她是来找我的 于是 我便将她带回了古堡之中 然后 我替她检查伤势 说到这范孟雪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愤怒之色 这时我才发现 她身上不光有惨烈战斗后 所遗留的伤 还有很多陈年旧伤 而这些 伤都不是战斗所留 而事儿是被人残忍 虐待后所留下的 范孟雪的声音 带着一丝战力 而众人 闻言则全都沉默了 人们无法想象 这个看上去平静 如林家少女般的小蕊 到底经历过 怎样残酷的折磨 那时候 我的感觉就像是 捡回了一只受伤的小猫 可等她逐渐恢复之后 我才发现 她居然有着 极为可怕的失恋 范孟雪缓缓而谈 将当时如何 捡到小蕊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薛安默默地听着 忽然伸出手来 摸向了小蕊的脑袋 这个动作 也让范孟雪的 这帮手下们 心惊肉跳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个外表看去很近的女孩 其实是个生人墨镜的杀神 在场之中 除了范孟雪可以触碰她外 任何稍稍靠近 她的人都会被其 摸到小蕊的头发时 她非但没有反抗 反而浮现出一抹 惬意的神色 就好像一只小猫 在接受主人的爱抚一样 这样的景象 也令范孟雪为之惊恶 这时薛安淡淡道 孟雪 你知道 你为什么会捡到她吗 范孟雪摇了摇头 那是因为 你身上有我的气息啊 说到这 薛安的脸上 现出了一抹痛惜之色 经历过地狱般的残暴折磨之后 她已经忘记了许多事 唯独还记得我的气息 所以 她才循着这丝气息找了过来 最终才找到了你 听到薛安的解释 范孟雪恍然大悟 两个小丫头 则听得满眼都是泪水 爸爸 这个小姐姐 好可怜啊 你能帮帮她吗 是啊 她太可怜了 能让她恢复正常吗 很多人也将目光投向了薛安 薛安沉默半赏 最终点了点头 我试试吧 但想让她恢复的前提 就是要将她所有流落在外的分身 都集合起来 这样才有一丝希望 将被分开的神魂 重新融合在一起 范孟雪文言抢先说道 古堡之中 现在有她的三个分身 除此之外 在外面还有五个 我现在就召集他们回来 很快 八个分身便被召集回来 再加上 之前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两个 现在已经有了足足一半的分身 看着这些相貌一致 满身冰冷沙翼的小蕊 安言都不禁为之愤怒 这得什么手段 才能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小姑娘 试炼金朔 薛安轻声道 嗯 炼金术 薛安点了点头 是啊 将人的神魂强行分割开来 然后制造出一具具强悍的身躯 又将这些神魂灌住其中 这也只有炼金术才可以做到了 是帮混蛋 安言神情变幻 最终恶狠狠地骂道 若是让我抓到那个罪魁祸首 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让他也尝尝这种被当成玩具的滋味 薛安面无表情 只是轻声言道 别着急 他们很快便要为自己的傲慢 而付出代价了 说吧 薛安吩咐道 你们都出去吧 就剩下炎儿和孟雪在这边好 众人文言不敢怠慢 赶忙退了出去 虽然看不透薛安的实力 但通过言行举止中 所透露出的那股冤庭悦志的气度 这些人也可以猜出 这个少年绝对不同凡响 没准这次的局势 真会如殿下所说 发生逆转呢 很快 大厅中便剩下了薛安和安炎 以及范孟雪三人 就连两个小丫头都被胡英和张小玉给带出去了 薛安深吸一口气 然后抬手便在空中描绘出了一枚繁蜜的符传 紧接着 薛安上前一步 一把便将这枚符传 印刻在了站在最前面的小蕊的额头之上 小蕊闷哼一声 面现痛苦之色 而后头顶之上便现出了一道神光 光芒所致 其余的八名小蕊便齐齐嘶吼一声 头顶上纷纷出现了一道虚像 薛安上前一步 蛇战春雷 大喝一声 喝 哄 这八道虚像便齐齐汇聚到了正中的小蕊身上 光芒随之大胜 薛安眉目低垂 抬手便是一掌拍下 夜已凝食许多的小蕊 虚像就这样被薛安一掌拍进了十海之中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狂暴的力量在瞬间透体而出 薛安面现痛苦之色 身躯也随之开始膨胀 似乎随时会爆裂开来一样 薛安毫不迟疑 抬起手来一直点在了小蕊的眉心之上 正在肆虐的力量直接被压制下去 虽然几次挣扎 但无一例外都被薛安镇压下去 最终 这些狂暴的力量才温顺地低伏下来 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长出一口气 然后后退一步说道 好了 剩下的你们来处理吧 说吧 薛安便转身离开了 当他走出房间之后 小蕊身上的光滑呼地散去 然后就见不着寸吕的他 颓然倒落余地 彻底昏迷了过去 安言和范梦雪这才明白 薛安刚刚之所以让众人出去 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一轮明月高悬 古堡之中十分的热闹 因为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在召开 前线的战报此刻已经传了回来 当听说薛安一剑灭掉了 联军阵营的所有兵族后 范梦雪的所有手下都疯狂了 于是才有了这场庆祝活动 因为这些人已经压抑了太久了 自从老祖失踪 他们无时不刻不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尤其面对联军那咄咄逼人的强大威压之时 更是夜不能寐 来至于很多人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可是现如今局势忽然有了转机 殿下居然请来了援兵 而且这位援兵一来就取得了一场胜利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疯狂 对此薛安只是淡淡一笑 并未阻止 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确实需要一场胜利来发泄一下了 此刻 薛安坐在古堡最高的平台之上 把酒淋风 漠然不语 摇摇传来的欢笑声 更衬托出了这里的安静 安岩也在薛安的一旁静静地坐着 两久之后 他才轻声说道 老公 你是不是很不开心 薛安转头看了安岩一眼 微微一笑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可以感觉出来啊 说着 安岩将头轻轻靠在了薛安的肩膀上 老公 你的心里是不是很不好受 薛安轻轻抚摸着安岩的头发 静摸片刻后 轻轻叹了口气 没错 我确实很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 很对不起小蕊 老公 安岩轻声喊了一声 薛安摆了摆手 当初小蕊的母亲 在临死前 曾经求我将小蕊救回来 我答应了她 结果等在找到小蕊的时候 她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心里很难过 安岩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抱紧了薛安的手臂 直到过了一回 她才低声道 老公 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自责的 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 是将小蕊 变成这般人不忍鬼不鬼样子的家伙 而不是你 薛安文言转过头来 静静地看着安岩 安岩被盯得面红耳赤 老公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薛安轻笑一声 然后抬手揉乱了安岩的头发 当然对啊 只是觉得 我家炎儿突然长大了 安岩英明一声 轻轻捶了薛安一拳 讨厌 说的 好像我是个小孩子一样 薛安哈哈一笑 然后便将安岩搂在了怀中 安岩顺势躺在了薛安的腿上 薛安仰望远处的月色 淡淡道 实际上我也没有自责 只是觉得有些难过而已 因为正如你所说 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 是将小蕊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人 安岩看着薛安说话时 那一脸沉静的样子 目中现出了一抹痴迷之色 他喜欢薛安现在的样子 沉静 而又强大 正在这时 天台的台阶上传来了脚步声 安岩慌忙坐起身来 与此同时 范孟雪端着几杯酒走了上来 颜姐姐 这是给你的 说着 范孟雪递给了安岩一杯酒 安岩笑着接了过来 却没有喝 而是站起身来说道 两个小丫头呢 想想和念念 正跟那只小章鱼在下面玩呢 我去看看他们吧 你们先聊 说着 安岩转身欲行 范孟雪不禁有些恶然 颜姐姐你 可还没等他将话说完 安岩夜已走下楼梯离开了 场中一时间就剩下了薛安跟范孟雪两人 范孟雪端着盘子 有些窘迫地站在那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正在这时薛安淡淡一笑 坐吧 炎儿确实去看两个小丫头了 不然光凭张小鱼 可是镇不住他们两个的 范孟雪沉默片刻 最终将酒杯放在了茶几之上 然后坐在了一个离薛安稍远的地方 薛安健壮 眼中光滑一闪 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便淡淡言道 说说吧 离开地球之后的这些日子 你都经历了什么 范孟雪确实有无数的话想对薛安说 但话到嘴边 却又全都咽了回去 最终他低下头 双手捏弄着衣角 轻声叙说起离别后的这些经过 薛安静静地听着 直到范孟雪将话都说完了 他才端起杯来 轻轻戳饮了一口 天台之上 静得只有风吹过 范孟雪的一颗心渐渐揪紧起来 却连抬头看薛安一眼都不敢 直到两久之后 薛安方才轻笑一声 居然让你拜他为师 这个家伙 还真是会占便宜呢 范孟雪知道 薛安说的是谁 不禁有些惊异地 抬起头来 看向了薛安 你认识我师父 岂只是认识那么简单 说起来那个老家伙 还欠我三个人情呢 范孟雪的大脑 陷入了当机状态 自己的师父 居然跟薛安认识 薛安看到范孟雪 那一脸惊讶的样子 不禁轻笑道 很惊讶吗 看来那个老家伙 没对你说起这些事啊 不过我实在很纳闷 你修习的黑暗圣皇觉 品阶之高 乃是他都无法企及的 所以他当你老师 又能教会你些什么 范孟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师尊确实没有教我功法 他只是告诉我 让我好好修习这个法觉 然后 然后又教给了你些应用之道是吧 范孟雪点了点头 薛安笑骂道 这个老东西 真是狡猾得不行 你真以为他是要当你师父吗 你错了 当他看到你所修习的圣皇觉后 就应该明白 你跟我的关系了 所以他这么做 就是想让我过来一趟 范孟雪有些惊恶地听着 这些事 他还真的不知道 薛安淡淡道 现在那个老家伙去哪了 你知道吗 范孟雪文言 面色一暗 摇了摇头 不知道 因为师尊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一同消失的 是不是还有十三层天的诸多强者 薛安忽然问了一句 范孟雪一正 然后立即点了点头 没错 确实如此 果然是这样 薛安冷笑一声 然后站起身来 信不走到了平台的边缘 不惜这么多强者之力 也要将那个老家伙困住 你们到底在图谋什么呢 仅仅只是脚下的这个失乐园吗 薛安轻声言道 范孟雪没有说话 只是痴痴地看着薛安那杯月光 镀上了一层迎边的背影 正在此刻 远处的天际忽然有隆隆雷声碾过 风也随之变得狂暴起来 西安迎风而立 一昧飘荡 宛若折仙 而在他的眼中 则是一片寒凉 很好 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温玲珑现在很生气 非常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手下的兵族 居然一朝之间毁损了大半 谁这是谁干的 看着战场上那满地的死尸 温玲珑怒吼道 回回禀大人 刚刚已经查明 是有一队人马路过此处之时所为 那么这队人马呢 夜已前往黑暗公主的阵营了 温玲珑一正 黑暗公主 范孟雪的手下 怎么可能 除了范孟雪之外 还有谁能有这等实力 一击灭掉我所有的兵族 一旁的窃未央闻言 却不禁冷笑了一声 那如果是新来的援兵呢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温玲珑立马说道 现如今施乐园已经被彻底封锁 十三层天 更是独立于诸多城市之外 怎么可能还会有范孟雪的援兵 那现在的情况 你要怎么解释 窃未央淡淡道 温玲珑目光 阴狠地打量着这满地的死尸 一时有些无语 窃未央这时淡淡道 其实要想解决这个事很简单 直接杀过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不就行了 直接杀过去 这 温玲珑忽然有些犹豫 窃未央脸上的鄙夷之色 越发浓重 怎么 还舍不得这个范孟雪 温大少 希望你怜香惜玉的时候 也别忘了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若是真出了什么纰漏 后果你是知道的 温玲珑面色一变 窃未央接着说道 况且 我们已经给了对方足够的时间了 现在他都不肯投降 那逼迫他就范的希望 便已经很渺茫了 还不如直接杀过去 以武力令其屈服呢 在窃未央的寻寻善诱之下 温玲珑面色戍变 最终一咬牙 说得有道理 那我们现在便动身 于是 温玲珑这才率领大军 直接赶了过来 因为是他亲自率领大军 长驱直入 所以那些 防守的兵族们 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清风越过了 而当他挟风雷之势 来至了古堡之前时 正在热烈庆祝的众人 也都察觉到了异样 纷纷冲了出来 仰头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这些人的面色 瞬间变得无比苍白 因为就在此刻 半边天空 都被温玲珑所率领的 深渊联军给占据了 但间在那黑压压的大军之下 强大的威势 似乎令风都停滞了 一瞬间 全场变得鸦雀无声 人们胆战心惊地 看着这些深渊联军 有些胆小的 更是两腿都在发抖 刺猬街的戒主凶名 这时候面色惨白 汗出如江 险些就要跪倒在地了 因为同为深渊种族 来自温玲珑身上的血脉压制 实在让他有些无力招架 就连胡英的眼中 都不禁现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虽然不知道韩金亮如何 但从这气息上看 领头的这个家伙 居然有着一流先王的修为 又想到薛哥哥现在的实力 仅仅只是半步先王 这不禁让胡英的心中 也犯起了一丝担忧 而就在众人打量温玲珑等人的时候 温玲珑也在打量底下的所有人 那些熟悉的面孔 他只是略略地扫了一眼 便直接掠过了 然后他的视线 便被站在最前面 长身玉立 一脸淡然之色的 那个人族少年所吸引了 不仅仅是 因为这个人族少年身上的独特气质 更重要的是 温玲珑看到自己朝思暮想 都想得到的黑暗公主范梦雪 此刻正站在这个人族少年身后 乖顺地真好似一个小丫鬟 这不禁令温玲珑的心中 泛起了滔天怒火 尤其联想到之前范梦雪所言的那句话 这个少年 莫非就是他所等的那个人 这些想法 令温玲珑心中杀意生疼 不禁阴瑟瑟地笑道 范梦雪 怎么 这么快就找了个帮手吗 可惜 你觉得这样就能逃脱了吗 我说过 你是我的 那就一定会是我的 谁都改变不了 叫嚣声阵于四眼 薛安文言微微一扬眉 然后转头 看了范梦雪一眼 之前就是他一直欺负你吗 范梦雪忽然觉得 这句话是如此的熟悉 不禁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他他想让我屈服 成为他的玩物 薛安点了点头 好了 我知道了 别怕 有我 听到最后那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范梦雪一正 然后鼻子一酸 眼泪便夺眶而出 因为当初之时 薛安就是对自己这么说的 而就在薛安跟范梦雪说话之时 温玲珑简直都要被气疯了 从来还没人敢如此无视自己的存在 尤其对方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族少年 滔天怒火之下 他怒吼一声 哪里来的小子 居然敢如此狂妄 给我去死 说着 温玲珑一掌拍下 磅礴距离轰然降临 若是拍中 足以将一条魔龙轰成肉饼 可薛安却都没正眼看这一掌 随手一挥 便将这一掌之力破掉 然后冷冷说道 你刚刚说他是你的 谁都改变不了 是又如何 温玲珑怒吼道 然后又是一掌拍下 没什么 只是想确认一下而已 话音未落 薛安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速度之快 乃至连温玲珑都没有察觉出来 这不禁令他悚然一惊 可也就是在这时 在他身后传来了薛安的声音 连我的朋友你都敢欺负 那你现在就去死吧 实际上 在薛安刚刚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 温玲珑便已经催动身形 试图离开此处了 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一股距离 便直接禁锢住了温玲珑的脖子 温玲珑惊叫一声 便试图挣扎开来 可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举起拳头 直接砸在了温玲珑的脑袋上 碰 这一声闷响 似乎连天地都给震动了 幸亏温玲珑的脑袋足够硬 否则这一拳 就能将他的脑袋 直接轰爆开来 但即便如此 温玲珑也被这一拳 砸得晕头转向 鼻血直流 与此同时 薛安又一次扬起手来 看看你的脑袋 到底能承受我多少拳吧 说着 薛安直接压着晕头转向的温玲珑 落到了地面之上 然后抬起手来一拳轰下 碰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深坑 温玲珑的脑袋 连带着大半截身躯 都被这一拳 砸进了地面之中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就见薛安不急不缓 一拳一拳地砸着 而每一拳都会让大地为之震战 温玲珑的身躯也随之抽搐一下 顷刻间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温玲珑的大半截身躯 都已经深入其中 消失不见 尽管如此 薛安依然慢条斯理地出着拳 鲜血蹦践到了脸上 薛安都没有任何的表情 终于 只听扑的一声闷响 地面上现出了一滩乳白色的江叶 薛安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冲着天空中已经看傻了的 切尾扬微微一笑 前天愿 切尾扬被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 因为此刻的薛安身上的气势 实在太过害人了 尤其刚刚他面无表情地 将温玲珑直接砸成肉泥的样子 让人看了 便不寒而栗 不过 切尾扬好歹也是出身名门大派的弟子 因此很快便恢复了镇定 然后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师门 呵呵 我不光知道你的师门 我还知道 你家院主叫商量 对吗 薛安淡淡言道 一边说着 他一边用手轻轻 失去了脸上的血迹 切尾扬这下 更是勃然色变 前天愿乃是诸天之中 都能叫得上号的宗门 被人叫破名字也不奇怪 但自家院主的名字 可不是谁都知道的 面前这个白衣少年 却敢直呼其名 莫非他跟我前天愿之间有什么渊源 正当切尾扬 静一不定的时候 大帝忽然开始震战 紧接着在薛安身后的大坑之中 有一股强诀威势冲天而起 威势之中传来了一个满含怨毒的怒吼 薛安敢伤到我 我要杀了你啊 随着话音 一道身影直奔薛安而来 速度之快 乃至将空间都给离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小心 大人小心 人群惊呼不断 可薛安却连头都没有回 只是在千军一发之际猛的一回手 碰 薛安的手掌声声挡住了直冲而来的温玲瓏 并将其反震出去 温玲瓏连连后退 最终才算是在空中稳住了身形 再看此刻的他 脸色铁青 眼皮疯狂跳动 眼中满是疯狂的杀意 没错 此刻的温玲瓏 确实已经快要起疯了 从诞生意识的那一天开始 他还从未被人如此羞辱过 尤其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丢人简直丢大发了 所以他刚从被打爆脑袋的猛逼中苏醒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找薛安算账 可没想到居然又被震退了 他也不是傻瓜 自然知道面前这个屡次三番击退自己的少年 绝非一般人 眼神也变得凝重了许多 但不管如何 他都要将薛安彻底击败 否则自己以后就不要想统领这些深渊联军了 因此他深吸一口气 但见地面上那个叶已成为肉泥的尸体 忽然开始疯狂地蠕动 然后化为一团血肉 跃到半空之中 跟温玲珑融合到了一起 在他身后 一股狂暴至极的威势渐渐浮现 并不停地增长着 眨眼间 这些威势便宁为了一头巨大无比的章鱼虚像 人群之中的章小鱼 在见到这一幕后 满脸呆滞 嘴巴忍不住张大 然后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感叹 卧槽 居然也是章鱼 然后 他便十分羡慕地看着温玲珑 心里忍不住想到 为什么同为章鱼 人家就能这么厉害呢 章鱼虚像挥舞着庞大的触手 所过之处 空间都被隐隐震出了一道道裂痕 这一幕 令很多人看得是心惊肉跳 毕竟这样的威力 他们简直闻所未闻 薛安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静静地看着 他当然清楚 不可能仅凭一顿拳脚 就能要了这个温玲珑的命 至于这只庞大的章鱼虚像 别的人害怕 但他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甚至嘴角还渐渐扬起 露出了一丝冷然的笑意 见到这一幕 温玲珑心中更是狂怒 这种无言的蔑视他还从未见过 因此私生怒吼道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你都死定了 话音刚落 这只巨大的章鱼 虚像便跟温玲珑结合在一起 然后那一条条巨大的触手 便挥舞起来 并好似弹簧一样 往后压缩起来 气氛陡然变得凝重 薛安微微一笑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而且 薛安缓缓抬起头来 双眸灿若星辰 刚刚只是一叠开胃菜而已 接下来 才是重头戏 哄 也就是 在薛安话音刚落之时 章鱼触手被压缩到了极致 然后猛被一松 巨大的压力之下 温玲珑犹如一枚炮弹般直冲而来 所过之处 空间好似脆弱的纸张一样 被层层折叠压缩起来 速度之快 更是令人连反应都来不及 便已经冲到了薛安的进前 被巨大压力所激起的狂暴气流 吹拂着薛安的头发 可薛安却没有任何动作 温玲珑心中一喜 这下看你还不死 可就在这时 但见薛安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然后便缓缓地抬起了手 在肩不容发的时间内 顶在了冲来的温玲珑的脑袋之上 动 离着近的一些人 直接被这股巨大的声浪 震得大口吐血 然后满脸骇然地往后退去 而狂暴的气流 更是席卷了全场 可就是在这样巨大的威力之下 薛安的身形 依然没有任何的动摇 但他脚下的地面 却咔咔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温玲珑就觉得自己这一下 好似撞在了一堵坚硬无比的墙壁之上 将自己震得头晕眼花 但身为深渊种族 同时又深具先王修为的他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认输 就在被薛安所组的那一瞬间 身后的章鱼触手瞬间涌了上来 然后便将薛安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 紧接着便是一阵疯狂的绞杀 直到听到触手包裹之中 所传来的咯咯声响 温玲珑方才如释重负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居然跟我硬碰你 这一下 我让你连骨头都成为碎末 站于高空之中的切未央健壮 也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这个温玲珑虽然愚蠢 但实力还是有的 不管这个少年是谁 现在都已经死定了 紧接着 温玲珑便满脸得意地看向了范孟雪 呵 范孟雪 这就是朝思暮想 也要等待的人吗 可惜 他现在已经死了 而且是死在了我的手中 但你不同 只要你乖乖投降 我还是可以放你一马的吗 可温玲珑并没有在范孟雪的脸上 看到预想之中的难过 相反的 反而浮现出一抹冷冷的讥讽之色 哦 你真觉得 你已经赢了吗 废话 这个家伙都已经死了 所以 当然是我赢 最后一个了字还没出口 就见层层包裹的触手之中 陡然往外一掌 温玲珑刚然一愣 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一只拳头 从中猛然轰出 正好轰在了温玲珑的脑袋上 砰 这一拳力道极大 再加上温玲珑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因为被砸了个结结实实 温玲珑当时便倒飞了出去 紧接着 这些触手便开始痛苦地蠕动 最终砰的一下炸裂开来 薛安自终缓缓走出 身上甚至连一丝鲜血都没有沾染 冷冷地看了一眼 已经被轰飞出去的温玲珑 然后微微一笑 轻轻吹了吹拳头 就这 见到这一幕 刚刚还为之担忧的众人 全都松了口气 窃位秧却不禁 江星提到了嗓子眼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这怎么可能 他全程都没动用多少修为 仅凭肉体之力 便跟来自深渊的温玲珑 打了个难解难分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难道不是外表所表现出来的半部先王 亦或 他是诸天之中都极为少见的体修 这些想法在窃位秧的脑海中纠缠在一起 让他的心乱成了一锅粥 此时的温玲珑 半边脑袋都差点被这一拳给轰碎了 尽管因为身体坚硬 免于脑浆泪裂 但他也不好受 比如 他的口鼻就在往外流淌着 混杂着脑浆的鲜血 显然是被这一拳给砸成了重度脑震荡 这样的伤哪怕是他也得耗费巨大的精力 才能恢复 因此 此刻的他只能头晕眼花地看着对面的薛安 眼中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他还从未吃过这样的亏 关键是从始至终 自己都被这个白衣少年压着打 这种感觉可太憋屈了 只见温玲珑深吸一口气 冷冷言道 不得不承认 你的实力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 不过单凭肉体之力 你真以为能击倒我吗 薛安浩正以侠地掏了掏耳朵 嗯 那么你以为呢 哼 我明白 你一定就是人族之中 那些专门锤炼身体的体修吧 可你的肉体之力虽然强大 却还是要输 因为我之所言 极为法则 最后八个字 温玲珑是以一种极为古傲的语言念出来的 此言一出 天地变色 无数的契机 全都汇聚到了温玲珑身上 将他衬托得好似掌控一切的主宰一般 切未央的眼中 现出了凝重之色 轻声念叨 言出法随 这才是深渊温家 能够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所在 没错 此刻温玲珑所施展出的 正是在温家嫡系血脉之中 才会觉醒的天赋 言出法随 这个天赋顾名思义 只要他所说出的话 都会达成 这是一种强悍到近乎无解的天赋技能 也是因此 温玲珑才能以这般年纪 成就先王之位 与此同时 就见温玲珑面如古神般威严 抬手一指薛安 辱之身躯当面 神魂皆云 言出 天地法则瞬间成立 并开始疯狂地绞杀薛安 温玲珑的心里 暗暗松了口气 好了 一切终于结束了 虽然施展出这样的天赋 对自己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但好歹是灭掉了对方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些试图排斥 或者绞杀薛安的天地法则 刚然降临于他的头顶之时 薛安微微一笑 这样的天赋能力 也好意思叫言出法随 嗯 怎么可能 温玲珑的眼睛瞬间睁大 怎么可能会有人 在中了自己的天赋能力后 依然能够若无其事地说话 也就是在这时 就见薛安猛地往前迈出一步 冷声言道 我之所在极为天地 你又怎能绞杀于我 说吧 薛安的身形 直接冲破了那些束缚于 他的天地契机 瞬间出现在了温玲珑面前 然后仰手便又是一拳 碰 温玲珑跌跌撞撞地倒飞出去 脑袋上又多出了一个大包 他气得简直都要吐血了 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 脑袋好似成为了一个沐鱼 被这个人族少年敲个不停 我他妈 温玲珑还想说些狠话 可薛安显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了 只见他身形一闪 仰手又是一拳 碰碰碰 接下来便是薛安自己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 但见温玲珑被薛安轰得到处乱飞 往往还没等站稳呢便又被薛安轰飞出去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幕 我是谁 我在哪 这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这三个问号浮现在了很多人的心头 因为这一幕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之前军临十三天 十里惊人的温玲珑 此刻居然被一个半步先王的人族少年打得满天乱飞 这要不是亲眼所见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窃未央更是嘴巴张的老大 也就是在这时 温玲珑忽然带着哭腔的大喊起来 不不要再打脸了 而后人们便看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一幕 但见脑袋已经被揍得足足肿了四五圈的温玲珑躺在地上 有气无力地喊道 求求你 不要再打我的头了 薛安站在他的身前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 淡淡道 哦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说着 薛安抬起脚来 重重地踩在了他的脑袋上 碰 这一脚让温玲珑浑身一颤 手脚更是一阵地抽搐 然后便大哭着喊了起来 我的脑袋好痛 求求你 不要再打我的头了 全场进阶无言 薛安却微微一笑 然后蹲下身来 看着泪流满面的温玲珑 怎么 我刚刚热身完毕 你就已经撑不住了吗 看到薛安脸上的笑意 温玲珑简直就跟见到了魔鬼一样 浑身都在发抖 他从未见过如薛安这样的人 冷静 同时又强大的可怕 从刚刚到现在 自己已经不知道被他砸了多少下头 自己却毫无还手之力 这种绝望 很快便击倒了温玲珑 令他彻底地崩溃 只要不打我的头 做什么都可以 求求你了 我不想打了 温玲珑现在的表现 可谓窝囊至极 跟之前那嚣张无比的形象 简直判若两人 薛安的脸上 却无任何表情 反而抬起手来 一把薛住了他的头发 将他生生提了起来 然后薛安凑到镜前 默冷如冰地说道 认输可以 但你要告诉我 失乐之主 天褶娜现在在什么地方 天褶娜 你原来是天褶娜的人 温玲珑浑身一颤 忍不住嘶声尖叫起来 但是下一秒 这些尖叫声便戛然而止 就见薛安缓缓自温玲珑那鲜血淋漓的嘴里拔出拳头 一起被带出来的 还有那满嘴的碎牙 回答我的问题时 请不要说其余的废话 明白 温玲珑乌叶着点了点头 浑身都在颤抖 没办法 他的嘴巴实在太痛了 这样的伤 哪怕是以他的生命力 想要复原再生 也得需要一段时间 而见到这一幕 跟随温玲珑而来的这帮深渊联军 亦是一阵大话 谁能想到 无往而不利的温家大少 居然被一个人族少年 给打成了这副模样 切未央更是面色铁青 眼中满是惊疑跟凝重 他实在看不明白 这个少年到底什么来路 而且 他居然打听 失乐之主天遮纳的消息 难道说 他真是天遮纳的人 可是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天遮纳可是出生于深渊底层的存在 跟人族简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 没错 这位失乐之主天遮纳 便是薛安之前所提及过的那位老熟人 同时也是范孟雪的师尊 这帮手下口中的老祖 而他 也确实是一名出生于深渊的存在 至于他为什么会跟薛安认识 甚至欠下薛安三个人情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 薛安现在已经明白 所有的癥结 此刻都出在了这个天遮纳身上 要想揭开薛安心中的诸多谜团 那就更得需要他的出现 比如 当初教诲围离时光技能的人是谁 残忍对待小蕊的人 又是谁 只有这些谜团揭开了 才能找出 当初在背后指使人来 屠戮华族的那帮家伙 至于眼前这个温玲龙 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马前卒而已 甚至连他身上所拥有的先王实力 都不入薛安之眼 袁英之前已经说过 靠着天赋加成投机取巧 所证得的先王果位 根本无法跟一不一个脚印 所取得的先王相提并论 更何况 薛安两世重修 基础之扎实 堪称诸界第一 也因此 有很多人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会误以为他乃是半部先王的修为 比如这位 妾未央 甚至连胡英都犯了这个错误 实际上 此刻的薛安 还差一次才能踏出那一步 所以 若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他还只能算是大罗巅峰 但这却更凸显出 薛安现如今实力的可怕 毕竟要是被这个温玲龙知道 将自己打得如此凄惨的人 居然只有大罗巅峰修为的话 估计会哭得更惨 现在告诉我 天遮那的下落 还有十三层天的那些强者们 都去哪里了 薛安冷声言道 大大人 我哪里会知道 失了之主天遮那的下落啊 至于十三层天的这些人 温玲龙满脸鲜血 神态惶恐 但说到最后的时候 眼中却陡然闪过了一抹寒光 因为从他现在这个位置看去 正好可以看到 满天的深渊联军 正在切未央的带领下 直奔薛安而来 温玲龙见状 心中不由大喜 忍不住想到 这个女人平时高傲地要死 关键时刻 倒是挺仗义的嘛 可他并不知道 此刻的切未央心中 却是叫苦不迭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才不想 跟这个来历成命 实力又惊世骇俗的人族少年作对 可无奈他 奉了师门之命前来 务必要全力配合好 这位深渊之子温玲龙 如果他真出了什么差池 自己也无法交代 更重要的是 所有关于十三层天的消息 都要绝对保密 不能泄露出分毫 而现在 薛安却在从温玲龙的口中逼问情况 而且看情况 若是不加以阻止的话 可能温玲龙真就说了 在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之下 妾卫央只好硬着头皮 接管了这些深渊联军 然后冲向了薛安 试图救出温玲龙 但也就是在这时 在薛安的头顶之上 一道光滑冲天起 然后便化为了一柄黄黄巨剑 剑气缭绕 威势凛然若天欠 正好横跟于直冲而至的 妾卫央等人面前 妾卫央心中大害 全力催动修为 这才算堪堪停住了身形 尽管如此 她依然可以感觉到 有一缕剑气 将自己的头发给削断了几根 这下吓得她是亡魂接茂 她虽然停住了 但身后的那些深渊联军 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只见在全力冲锋的情况下 这些深渊联军收视未及 惨叫着便扑向了这道剑海 扑扑扑 一声声闷响中 冲在最前面的这些深渊联军 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被这凛冽剑一斩为了碎片 但这些深渊联军数量可是极多的 所以虽然前面的人 都已经被填进剑海之中 成为碎片了 后面的人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正在疯狂地往前涌动着 这下 处于中间部位的这些深渊妖魔们 可就倒了大霉了 只见他们嘶声惊吼道 停下 快停下 啊 你们这群混蛋 快停下 可是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又是一阵好似下饺子般的扑通声 这些深渊联军又死伤了一大批 这才算堪堪停住了身形 可是还没等这些侥幸生还的深渊联军 缓过一口气来 就见薛安冷笑一声 斩 一声令下 这柄黄黄巨剑瞬间便直斩而出 好似秋风扫落夜般 从这些深渊联军的身上 斩过 刹那间 见过 人停 一切都安静下来 紧接着 就见这些呆滞于空中的深渊联军 腰间开始蹦现出一道蟹线 然后便听扑的一声闷响 这些深渊联军的上半身 直直滑落下去 鲜血迸射而出 染红了天空 一剑 便将温玲珑所带来的深渊联军 斩位了两段 温玲珑吓得倒吸一口冷气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从始至终 面前这个少年 可是连头都没有回过的 就这样 便灭掉了自己的所有手下 与此同时 在苍穹之中 出现了一个淡淡的人影 这个身影刚一出现 立即便往远处逃去 正是窃未央 此刻的他 简直都要被吓破胆了 作为亲眼目睹了 刚刚那一剑的人 切未央知道 若不是自己剑机得快 可能现在的死势之中 也会有自己一个了 尤其这一剑中 所透露出的 惶惶若天道般的威严剑意 更是令他为之毛骨悚然 所以 他连一丝抵抗之心 都不敢生气 在从虚空之中 跌落的那一瞬间 直接便往外跑去 可薛安怎么可能 会让他逃走 只见他连追都没追 只是淡淡道 信不信你再往前跑出三步 剑芒便会刺穿你的石海 令你神魂俱灭 这句话直接跨越了 极远的距离 送进了切未央的耳中 切未央浑身一寒 虽然心中瞬间 生起一个念头 他是不是在骗我 但整个人 还是下意识地 停住了脚步 而这时 恰好也是第三步 也就是 在他刚刚停下的 那一瞬间 一道近乎透明的剑芒 便出现在了 他的眉心之前 距离之近 乃至他都感受到了 从中传来的那股 至尖至瑞的极寒剑意 这令他的身体 瞬间僵住 大脑更是一片空白 如果自己当时 再往前踏出半步 那么这道剑芒 绝对会神不知 鬼不觉地刺穿眉心 将我的神魂 都给斩碎 一念至此 切未央简直肝胆剧烈 与此同时 剑芒无声无息地碎裂开来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那就乖乖回来 否则 下次我可不会 这么好心地提醒你了 薛安淡淡言道 听到这句话 切未央没有犹豫 立即转身飞回了场中 然后乖乖地 落在温玲珑身边 连动都不敢动 至此 刚刚还耀武扬威 甚至占据了 大半个天空的深渊联军 转眼间 就只剩下了温玲珑 和切未央 这对难兄难弟 看着浑身颤抖 好似带在高阳的两人 范梦雪的这帮手下们 眼中都现出了一丝迷幻之色 因为这前后的对比 实在太强烈了 强烈到近乎虚幻的地步 与此同时 薛安冲着温玲珑微微一笑 你刚刚还没回答完我的话呢 怎么 是不是需要我再问你一遍 温玲珑浑身一颤 然后便将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不需要 那么现在就请你说吧 毕竟我的耐心 可是很有限的 说说什么 温玲珑被吓得都快要疯了 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 嗯 薛安微微一扬眉 你是在逗我吗 虽然只是极为简单的一句质问 但狂暴的杀意 还是席卷而来 将这个温玲珑 吓得是肝胆剧烈 不不敢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失乐之主天遮那的下落呀 那这失乐园中本有的那些人呢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薛安冷冷言道 温玲珑浑身一震 这这个 薛安眼中光滑一闪 一道剑芒指掌而过 瞬间便将温玲珑的一条胳膊砍下 而且还没等这条胳膊落地 一道烟红的火焰便将这条胳膊彻底吞噬 然后焚为了虚无 温玲珑惨叫一声 眼中的惊恐之色越发浓重 我现在开始数三个数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肯说的话 那么你身上便会随机丢失一个灵箭 而且你可以放心 被我的剑芒斩落下来的灵箭 你根本无法修复 薛安冷声说道 不大人 我 一 薛安根本不理会温玲珑的话 静止伸出了一根手指 温玲珑的额头上 现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一部分是因为疼的 但更多的 则是陷入了惊恐的纠结之中 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真的透露出这个消息的话 那么等待自己的下场 可能会更为的凄惨 可不说现在就会死 正在他陷入了两难之中的时候 薛安又伸出了第二根手指 二 杀医又凌冽了几分 温玲珑的眼中 现出了绝望之色 如果早知道会是现在这个局面 当初打死他 他都不会离开深渊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三 薛安的三还没说完 在温玲珑一旁站着的 切未央忽然上前一步 公声说道 大人 我知道 他们去哪了 哦 你知道 薛安瞥了这个 切未央一眼 是的 切未央低头硬道 温玲珑先是一正 旋即便嘶声怒吼起来 切未央 你这个贱人 你若是敢透露出这个消息的话 你跟你的前天院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切未央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冷冷道 那不是 你能说了算吗 说着 他抬起头来 满脸肃然地看着薛安 大人 天遮那的具体下落 现在 确实还是个未知数 但施乐园的这些强者们 却都去了一个地方 一个名叫地球的地方 此言一出 本来面色沉浸的薛安 勃然色变 而且 不光是他 安炎 范梦雪 乃至胡鹰等人 全都为之大惊 地球 你确定 这群人去的是地球 范梦雪上前一步 焦急地大喊道 这样的消息 我怎敢胡说 他们似乎是奉了什么命令 然后便齐齐离开施乐园 往地球而去了 切未央有些颤抖地说道 因为 他清晰地感觉到 随着自己的话音 一旁的这个人族少年身上的威势 正在疯狂地暴涨 请客间 便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 心惊胆战的地步 得到切未央的肯定回答之后 范梦雪的面色 变得极为难看 转头看向了薛安 小安哥 现在怎么办 能居于十三层天的人 可都是绝顶强者啊 他们要是真去了地球 那地球 后面的话 范梦雪没有说完 但意思已经不言自明 就凭地球的那点实力 怎么可能抵御得了这些 动辄便是半步先王 甚至更高实力的 强者的进犯呢 安言更是急得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老公 这下怎么办 正在这时 薛安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之悠长 真好似巨龙吐息一般 令天地间都刮起了一阵狂风 而后薛安的脸色 就逐渐变得沉静下来 别怕 当初离开时 我已经在地球上 布置了足够的后手 哪怕是这些强者集体进犯 也不可能轻易得手 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回去 你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看着面沉似水 缓缓走来的薛安 温玲珑好似见到 凶恶大汗的无助少女 颤声尖叫起来 薛安的脚步 没有丝毫地迟滞 嘴角更是浮现出 一抹淡淡的冷笑 那么害怕干什么 相信我 很快的 一点都不疼 温玲珑简直都要哭了 声音中都带了一丝哽咽 色力没人的吼道 我告诉你 我可是堂堂的深渊之子 你要是敢杀了我 你就等着承受来自深渊的无惊怒火吧 听到温玲珑这番威胁的话语 一旁的切尾央眼中 现出了一抹不屑之色 真是个蠢货呀 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还想用自己的身份来压人 难道他就看不出现在的形势吗 果然 就见薛安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淡淡的 这么厉害吗 可我要是不怕呢 温玲珑满头大汗 你 话音未落 就见薛安的眼神陡然爆亮 无比磅礴宏大的神念狂涌而出 如汹涌的潮水般将温玲珑彻底淹没了 温玲珑惨叫一声 身上闪烁了几下黑光 想要反抗 但在薛安的神念之下 他的反抗孱弱得好似玩笑一样 瞬间便被摧毁 紧接着 便见温玲珑的眼神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来 顷刻间 他的眼神便彻底熄灭了 而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章鱼 则从他的眉心之中 升腾而出 这便是温玲珑的神魂本体了 还没等众人有所反应 神念直接便阵风了这只章鱼 然后飞入了薛安的手心之中 消失不见 整个过程总共不超过三个呼吸的光景 刚刚还生龙火虎的温玲珑 便成为了薛安的阶下球 看到这一幕 切未央的瞳孔瞬间收缩为了针间大小 他当然不认为温玲珑会是面前这个少年的对手 可他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阵风了温玲珑 尤其他刚刚所展现出的磅礴神念 强大到已经超出了切未央的理解范畴 与此同时 薛安缓缓转过头来看向了切未央 切未央浑身一颤 旋即满脸公顺地低下了头 对于他们这些大派宗门的弟子而言 自然懂得什么时候应该表现出绝对的敬意 现在的薛安便有这个实力令他为之敬畏 所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即便放弃了抵抗 正在这时 薛安突然开口道 你刚当能告诉我 这些失乐园强者们的去向 我很欣慰 切未央立即恭声言道 大人 您既然知道我家院主的名字 那么应该也跟我的师门有所渊源 所以 这都是卑下应该做的 切未央的这番话 无形中便拉近了自己跟薛安的关系 薛安听完之后 却失声轻笑起来 是啊 我跟你的师门 还真是颇有渊源呢 切未央闻言 暗暗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心中便为之欣喜起来 果然 被自己猜对了吗 可就在这时 薛安猛地一抬手 一道神念之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刺穿了切未央的眉心 然后往外一拽 切未央的神魂 就这样被薛安抓了出来 只见他的神魂 满脸茫然地站在半空之中 显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薛安淡淡道 我确实跟你的师门有渊源 因为有笔账 我还没跟商量算呢 至于你就先委屈一下吧 说吧 薛安不等 切未央说话 便以同样的方式 将其阵风起来 纳入了手心之中 至此 十三层天的深渊联军 全军覆没 再无一人 而后 料理完这些首尾的薛安 便转过身来 看向了众人 沉生言道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即刻 便动身返回地球 好 安言立即点头应道 范孟雪也立即言道 师父留有几家非洲 速度堪称顶级 我们 不等范孟雪说完 薛安便摆了摆手 不必了 我们这次回去 不坐非洲 嗯 此言一出 范孟雪便睁大了眼睛 不坐非洲 那怎么回去 难道纯靠肉身 飞度虚空吗 可地球离此处 极为遥远 要是以肉身 横度的话 不知道得什么时候 才能到呢 不光是它 连安言也感到了疑惑 老公 那我们怎么回去 薛安沉生道 施乐园的这些强者 已经消失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以他们的实力 此刻肯定 已经抵达了地球 而我们即便是 做最快的非洲 也得需要最少 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返回 这么久的时间 地球众人能撑住吗 这声质问 让所有人都为之沉默了 是啊 若是几个月之后 才能赶回地球 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看着吗 安言急得脸都红了 要知道 地球上可是有 诸多的亲友啊 安晴 轩 哪一个出了事 都是无法接受的损失 所以我决定 构建时空阵法 直接传送回去 薛安沉生言道 传送 很多人面面相去 胡英却露出了一丝 会心的笑意 没错 就是传送 然而 你可能不知道 在上次我们从地球 离开的时候 我已经在地球上 设立了一个时空坐标 就是为了紧急情况下 传送使用 只不过 当时我的实力还没恢复 所以力有未待 毕竟要想构建时空阵法 至少也得先王之力才可以 但现在 我已经是大罗巅峰 应该可以一试 只要时空阵法设立完毕 我们便可以将几个月的行程 缩短为一天 甚至更短 听到薛安的这番话 安言以及范梦学等人的眼睛都亮了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开始动手构建吧 人群中的张小鱼 突然迫不及待地说道 薛安微微一笑 当然要构建 但我一个人不行 还得大家一起动手才可以 没问题 大人放心 您帮了我们 又是我家老祖的朋友 这件事 我们责物旁贷 不等范梦学说话 这些手下们便纷纷鼓躁起来 薛安点了点头 很好 既然如此 我们即刻动手 接下来的几日 整个十三层天热闹非凡 所有人都按照着薛安的吩咐 开始铺设阵法 而且一边铺设 人们一边暗自心惊 因为薛安的阵图 俨然已经将整个十三层天 都给包裹在内了 如此巨大的阵法 简直堪称奇迹 实际上 若不是薛安以强决的神念 加以辅助 仅凭在场的这些人 根本就无法完成 这样宏伟的阵法 即便如此 依然耗费了整整五天光景 方才将整体的框架铺设完毕 而后薛安又调适了三天 这才算将整个阵法彻底完成 终于 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范梦学留下了自己的这帮手下 再次看守 然后便毅然决然地 准备跟薛安回去 薛安健壮轻叹一声 梦学 你身上的伤 范梦学当初被温玲龙 以炎出法随的天赋 击伤了神魂 尽管这几天 薛安已经帮着他调理了一部分 但这种神魂上的伤极为难缠 所以现在 还没有彻底痊愈 范梦学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一脸淡然地说道 小安哥 你放心吧 我身上的伤 已经没有大碍了 而且 这次我一定要回去 因为 我要看看 这帮居然敢基于我家的混蛋 最终会落个什么结果 薛安文言 哈哈大笑起来 好 那我便让你看看 他们最终会落个什么结果 至于洛兰婷 他要跟着的理由也差不多 这个女孩心心念念的 都是将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兄妹的人 绳之以法 因此 他也要跟着 除此之外 就是小蕊了 已经融合了一半神念的他 此刻的行为举止 已经好了许多 至少比较像个人了 而不是跟之前一样 冷冰冰的好似的机械 他其实是最简单一个 因为范梦学 在哪他就会跟着在哪 绝不肯分开 这样一来 回去的人就又多了一个 最终 薛安另次未接的借主兄明 还有其余众人留在此处 协助范梦学的手下们 管理失了缘 在这个过程中 冲虚蓝的眼神 都快要滴出水来了 可薛安却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终于收拾好一切 薛安让安言带着所有人 都返回了福宝小楼之中 然后站于时空阵法的中央 眼神陡然间灿若星辰 然后轻贺一声 时空相连 一念横针 且 哄 一声令下 整个十三天 乃至整个失乐园 都开始震动起来 而这样的异动 自然也惊动了所有人 高卫街中 卖家家主 卖长本来坐于书房之中饮茶 突然感到了异样之后 他一个闪身 便来到了外界之中 然后便满脸凝重地 往上空的十三天望去 旁边身形一闪 卖灵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满脸惊骇地问道 父亲 怎么了 十三天发生什么事了 卖长缓缓摇了摇头 沉声道 我也不知道 但如此磅礴的距离 尾时令人心惊啊 实际上 卖长并没有说完 因为他分明在这股距离之中 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是那个白衣少年吗 与此同时 十三天中 一道道璀璨的光滑 沿着那些阵法纹路 汇聚到了一处 咔 时空之门被缓缓打开 虚然身形一闪 然后便消失在了门后 顷刻间 光滑散去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只是虚然的人 夜已消失在了原地 如果将诸天宇宙 理解为一个平面的话 那么时空阵法 就相当于将纸张对折在一起 这样一来 本来需要跨越极远距离 才能到达的目的地 可能仅仅需要 极短的时间就能到达 但这样的做法 同时也是极度危险的 因为这可不同于 在世界内部旅行 而是实实在在地 在诸天之中行走 而且还是以一种 投机取巧的方式 走得捷径 这样一来 遭遇狂暴的时空乱流的机会 可就大增了 那可是 能将一个大罗强者 彻底撕碎的恐怖乱流啊 所以一般 只有到了先王之后 才会有人敢以这种方式 旅行诸天 但薛安不一样 首先是他有着 足以令人惊叹的阵法修为 通过构建时空阵法的方式 可以大幅降低危险性 第二就是 薛安有这个信心 能闯过那些时空乱流 第三 则是因为时间确实紧张 所以他才会冰形显拙 也因此他才会让安岩等人 全都进入福堡小楼之中躲避 果然 这一路上薛安并未遭遇什么太大的危险 即便有些时空乱流 也平安地渡了过去 就这样 在足足一天光景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道隐约的光亮 这对于七黑道不见五指的时空通道而言 也意味着 出口就在前方了 薛安却没有任何激动的神色 相反的 此刻的他 面色越发地凝重起来 因为他知道 这个时候 往往也是时空乱流 最为狂暴之时 果然 就在薛安离出口 只剩下一小段距离的时候 一股时空乱流 狂涌而出 并在薛安的面前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无间不摧的时空之力 疯狂地旋转着 似乎要吞噬掉 所有一切 薛安的眼中 猛地升腾起两团跳跃的火焰 与此同时 一道道凛冽的剑意 护住了薛安的周身 然后薛安深吸一口气 猛地往前一冲 立即便消失在了漩涡之中 漩涡疯狂地叫嚣着 似乎要搅碎一切 可就在这时 在漩涡的另一端 一个身影逐渐浮现 然后就听砰的一声巨响 薛安自漩涡之中直冲而出 奔入了光亮之中 消失不见 当从时空通道中跌落出来后 率先映入眼帘的 居然是一条破败不堪的走廊 地面上更是散落着各种瓶瓶罐罐 显然荒废已久 而在走廊的墙壁上 赫然是一枚眉烟红的掌印 看那样子 显然是人在极度痛苦时 所印上去的 周围静得可怕 隐隐地却可以听到 从远处传来的拍球声 这个单调乏味的声音 更衬托出了此处的荒凉和恐怖 薛安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本来时空坐标的落点 就不是固定的 更何况 薛安是以大罗之力催动 所以 有些落差也是正常 但是 看地上那些垃圾的标识字 这个地方 应该还在国内 至于所谓的恐怖 那对薛安而言 简直就是个笑话 他先略略整理了下 被时空乱流撕烂的衣服 其中有几道伤口 此刻也已经止了血 只剩下烟红的血痕 然后 他便迈不往前走去 这一天的时空旅行 对他的实力损耗很大 所以他得先稍微缓一缓 可就在薛安 刚刚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 一道小小的影子 忽然从墙角窜了出来 然后消失在了拐角的另一边 紧接着 就听一个孩子哥哥笑了起来 伴随着笑声的 还有一阵拍球声 叔叔 我好无聊啊 你还陪我玩会吗 在如此寂静的环境下 突然听到一句这样的话 一般人估计连头发根都得立起来 可薛安对此 却只是淡淡一笑 轻声道 好啊 你让我陪你玩什么呀 哥哥哥哥 叔叔 你真好 那我们就先来拍皮球吧 随着话音 整条走廊突然变得无比阴冷 紧接着在走廊正中 出现了一个身体笼罩在黑色烟雾之中 只有一张脸露在外面的小男孩 小男孩的眼眸 都是忧生至极的黑色 冲着薛安咧嘴笑着 只是这本该天真无邪的笑容 出现在他脸上的时候 却充满了诡异和恐怖 薛安不为所动 站在那静静地看着 与此同时 小男孩突然一伸手 将自己的脑袋摘了下来 然后扔在了地上 当皮球拍了起来 砰砰砰 一声声沉闷而单调的响声之中 小男孩那颗正在颠上 颠下的脑袋 缓缓转向了这边 冲着薛安咧嘴一笑 叔叔 你要像我一样拍皮球哦 面对这样一幅 足以另一般人 吓破胆的恐怖画面 薛安的脸上 却连一丝表情都没有 相反的 在他的眼中 反而现出了一抹玩味之色 妖鬼乱世 不对 这只妖鬼身上的气息 似乎有点奇怪啊 见到薛安不为所动 这个小男孩的眼中 现出了一抹狠利之色 紧接着一行血泪 便顺着他的眼角流淌下来 叔叔 你不听话 你为什么不跟我玩 哭声好似魔鹰一般 足以撼动人的心魄 可薛安对此 却只感觉有些好笑 这个妖鬼实力怎样 且先不论 智商倒是真够低的 虽然自己现在的气势 有些低落 但他难道就看不出 丝毫的端倪吗 这时 这个小男孩见到薛安 依然不为所动 不禁有些焦躁起来 然后猛的一张嘴 嘴角便撕开耳朵 咧到了后脑勺上 口水顺着满嘴 争鸣可不的牙齿滑落下来 小男孩节节怪笑道 叔叔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呢 既然你自己不愿意动手 那我就只好帮帮你了 说着 他的脑袋猛地扑向了薛安 薛安简直是啼笑皆非 如果有死法排名的话 这只妖鬼 一定是活活蠢死的 就在薛安神念一动 准备结果了 这只不知奶蹦出来的 搞笑妖鬼之时 一声轻贺 忽然从远处传来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妖你还不受死 随着话音 就见一道浮光邪风雷之势 直奔这只妖鬼而来 这只妖鬼见状下的一击灵 本来扑向薛安的脑袋 在中途猛的一转圈 便准备逃窜 可就在这时 这道浮光突然一化为二 然后二化为四 顷刻间便构成了一道牢笼 将这只妖鬼牢牢困在了当中 妖鬼私生尖叫一声 除魔师 你们这群混蛋 说着 她的脑袋便猛地炸裂开来 然后无数乌血往四方而去 显然打算通过这种方式逃走 可就在这时 一名穿着紧身皮衣的女子 从天而降 手持一柄银色质地的转轮手枪 对着这团乌血便连开几枪 砰砰砰 巨大的声响 轻而易举地便震碎了走廊的寂静 龙玉的火腰味弥漫开来 令人精神未知一震 而这团乌血在中了几枪之后 则疯狂地蠕动起来 并发出了刺耳至极的尖叫声 道法子弹 你们这些混蛋 说着 便要扑向这名女子 女子往后推了半步 完全不为所动地 吹了吹枪口的烟雾 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道服的年轻道士 突然出现在女子面前 然后轻贺一声 天地玄宗 赤妖灭形 砰砰 她猛地一抖手 一个布口袋便张了开来 然后直接将这团乌血装入其中 布口袋中左冲右突 并隐隐传来了 这只妖鬼的嘶声利吼 布你们这些牛鼻子 可年轻道士根本没管这些 只见她面沉似水 双手急速叠印 然后干脆利落地 将这只布口袋 叠成了方块大小 直到这时 妖鬼的嘶吼声 才消失不见 年轻道士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脸上却现出了一抹兴奋之色 师兄 这下 我们的师门历练 可要得一个高分了 女子也兴奋不已地说道 年轻道士微微一笑 却没有回应女子的话 而是将布口袋贴身收好 然后才看向了薛安 在他们除谋的整个过程之中 薛安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 不过他这种状态 落在这二人眼中 却像是被吓傻了一样 这名皮酷女子撇了撇嘴 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 师兄 这估计又是一个 为寻求刺激 而到处惹事的凡人 不要理他 我们还是走吧 年轻道士文言 却瞪了这个女子一眼 然后冲着薛安打起手 做了一个问讯 扶身无量天尊 师主身上的伤 现在可有妨碍吗 薛安文言 这才收回了目光 微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不说话 你该不会是个哑巴吧 女子有些没好气地说道 年轻道士微微一皱眉 净平 女子吐了吐舌头 往后退了一步 狠狠瞪了薛安一眼 却不说话了 这时 年轻道士从随身的布兜中 掏出了一碗丹药 师主 这是一枚疗伤丹 可以驱斜舰体 您收下吧 薛安看了这枚丹药一眼 然后随手便接了过来 喂 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吗 你好歹也是被我们 想要除魔小分队救下来的呢 这个女子又一次探出头来 恶狠狠地说道 净平 再废话 小心我以后不带你出来了 年轻道士脸色一沉 净平吓得一缩脖子 再不敢废话了 但嘴里还是轻声呢喃道 自己到处乱跑 惹到了妖鬼不说 被我们救了 居然也不说声谢谢 真是 年轻道士冲薛安歉意的一笑 不好意思 我师妹年纪太小 不会说话 不过施主为何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 难道不知道 自从天地大动之后 妖鬼已经到处横行了吗 薛安莫不作声 反而颇感兴趣地 打量着这个小道士 年轻道士却以为薛安是自知理亏 所以才不吭声的 因此轻叹一声道 好了 以后施主还是不要来这种危险的地方了 这次你是碰到了我们这只 降妖除魔小分队 才侥幸逃脱 但下次就不敢说 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说吧 他宠薛安一拱手 此处妖魔已除 施主还请自行离去 告辞 可就在这师兄妹二人 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薛安忽然轻笑一声道 降妖除魔小分队 那天师府的张楚 跟你们是什么关系 放肆 这个叫静平的女子 闻言面色便是一变 居然敢直呼我师爷的名字 你懂不懂礼貌 你师爷 薛安似笑非笑地 瞥了这个女子一眼 也是这个眼神 让她将后面本来准备说的话 全都咽了回去 因为她惊恶地发现 这个男人的眼神 幽深地 简直好似一弯黑弹 仅仅只是一个对视 便令人情不自禁地 想要顶礼膜拜 正在她为之师语之时 年轻倒是上前一步 将自己的师妹挡在了身后 然后拱手一礼 施主认识我家师爷吗 这时的她 不管是语气还是态度 都变得恭敬了许多 薛安微微一笑 算是认识吧 没错 薛安口中所言的这个张楚 正是之前的血淇灵特种部队教官 同时也是天师府的唯一传人 当时薛安还曾赐予了 他道府真兵之术 算是帮了他一把 而看现在这样子 这天师府夜已开之散夜 有了昔日的一丝风采了 年轻倒是闻言 面色变得十分肃然 立即执以晚辈之礼 天师府第69代传人张凤武 见过前辈 敢问前辈大明 说着他不动神色地 踩了身后的女子一脚 女子有些不情愿地撅起嘴 但还是脸认为理 天师府第69代传人张净平 见过前辈 只是在说这话的时候 他心中默默想到 看这个少年的样子 比自己还要小一些 怎么就成自己的前辈了 还敢说认识师爷 我看就是在胡说八道 师哥就是太老实了 薛安会信他的鬼话 正当他在那边胡思乱想的时候 薛安微微一笑 并未直接回应这个张凤武的话 只是淡淡道 既然你是张楚的传人 那么此处也是华国所属了 张凤武虽然奇怪 这个神秘少年 为什么会这么问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当然 此处乃是领南所属的地界 领南 薛安倾笑一声 怪不得能感受到 一股智锐见义 看来渔民这些年来的见到修为 还真是没有落下 开始的时候 张凤武还没反应过来薛安所言的 这个渔民是谁 直到过了片刻 方才为之悚然一惊 渔民那不就是领南瑜伽的现任家主 被称为当时活剑仙的那位大人吗 可这个少年又到底是谁呢 为何 他对这样的大人物会如此熟人 而且听语气还十分地轻描淡写 好似在说一个自己的晚辈一样 正当他为之经营之时 薛安慢条思理地继续往下说道 既然这里是领南 那么以渔民的剑道修为 应该不会允许 境内有这等妖鬼存在吧 这又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当一个人的剑道修到一定程度后 便可以镇压一方天地的契机 在此方天地之内 任何的妖魔斜碎都会受到无差别的剑意攻击 所以在诸天之中 若说妖魔斜碎 最怕的是哪派修士 自然非剑修莫属了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 这帮剑疯子都是一帮翻脸就不认人的主 那杀起妖魔斜碎来 简直是一个赛一个的狠 堪称妖魔克星 有些剑修大能更是能以一己之力镇压一方星系 在他的领地范围内 别说一般的妖鬼了 就连先帝级别的妖鬼都得绕着走 因为能达到那般境界的剑修大能 可都是除了胸中一口剑意外 谁都不服得住 甚至有那更为霸道的 连其他派系的修士 在自己的领地内都会受到压制 唯有剑修方可畅通无阻 剑修之霸道 由此也可见一般 于明虽然远未达到那般境界 但以他现在的修为 镇压岭南一地还是没有问题的 更不可能让岭南境内出现这种妖鬼 听到薛安的话 张凤武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旋即便苦涩地一笑 前辈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嗯 张凤武不免有些惊愕 但看薛安的样子似乎真的不知情 于是便轻叹道 您说的确实不错 以往岭南境内有余渐心地镇压 堪称平安无事 更轮不到我们天师府的人来此降妖捉拐 可自从数月之前的那场天地大动之后 一切便都变了 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妖魔四起 邪碎横行 而且这些妖鬼跟以往的妖鬼不同 形势根本不顾及后果 手段更是极端邪宁残忍 一时间犯下了无数血案 为了搅除跟镇压这些突然出现的妖鬼 各方这才联合在一起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这次 一时奉了师门之命 下山降妖扶母而来 听到张凤武的话 薛安的眼中光滑一闪 天地大动 没错 这是我们给那次事件所起的名称 实际上就是一场全无征兆 范围却波及全球的地震 但这次地震十分轻微 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从那之后 这个世界之中的邪魔妖碎 就变得多了起来 张凤武很是耐心地解释道 薛安微微点了点头 忽然问道 那安晴以及唐轩他们呢 他们在干什么 如果说刚刚提及师爷跟渔民 只是让这对师兄妹感到惊讶的话 那现在 薛安直呼唐轩和安晴的名字 则让他们多为之一阵 张静平的眼中 更是浮现出一抹怒色 用极低的声音呢喃道 居然敢直呼唐姑娘他们的名字 那可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守护女神啊 张凤武要稳重很多 尽管心中也有些不满 毕竟现如今的唐轩 跟安晴等人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地位极高 但良好的涵养 还是让他按捺了下去 唐姑娘他们自然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只是对付些散落各地的小喽啰 真正来自域外的妖魔 都是由他们来拦截和对付的 说到最后的时候 张凤武一脸的崇敬之色 薛安则为之漠然片刻 然后才倾笑着点了点头 域外妖魔 有点意思啊 听到这 薛安已经大概理清了形势 看样子 地球并未遭受太大的动荡 虽然多了些妖鬼 但也不足为患 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域外妖魔 也没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反而被唐宣等人 给阻拦于地球之外了 这乍听起来 似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至少地球并未遭遇什么危险 但薛安却从中嗅到了 一股浓浓的阴谋味道 毕竟 那帮施乐园的强者 按理说早就应该到地球了 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如果他们来了 即便地球 有薛安当初离开时 所留下的一字镇压 也只能阻挡一时而已 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轻松 可问题是 他们到现在居然都没有出现 那他们去哪了呢 这个疑问在薛安的脑海之中生疼 也让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冷练 而这个改变 也让场中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 张凤武心中微震 忍不住又一次问道 前辈 敢问您的尊姓大名 回去后 我也好禀告给师爷 他实在是很想知道 这个少年到底是谁 因为他总感觉 这个少年有些眼熟 却又想不起来从哪见过 这时 薛安眼中的冰冷逐渐退去 然后颇为欣赏地 看了这个张凤武一眼 虽然这个人的实力不怎么样 甚至堪称低微 但心性却很不错 堪称可造之才 因此 他轻笑了一声 我的名字就不必说了 你回去后 只要问你师爷一句 这道府真兵用得可顺手吗 他应该就知道 我是谁了 道府真兵 张凤武浑身一震 眼中现出骇然之色 因为那可是天师傅最高的机密 别说外面的人了 就是一般的弟子都不知道 就连他也是因为受师父赏识 才见过那么一两次 可这个少年 却一语道出了这个名字 正当张凤武陷入震恶之时 薛安微微一笑 哦对了 谢谢你当当的赠样 说吧 薛安随手一扔 一道白光便飞向了张凤武 张凤武下意识地一伸手 接住了这道白光 然后伸手一看 手心中赫然是一个洁白温润的玉瓶 这是 他为之一愣 这时 薛安夜已转身离开 并头也不回地说道 这是我给你的回礼 虽然你现在吃也可以 但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回天师府后 有人替你护法的时候再吃 声音渐行渐远 待到说完之时 薛安的整个人夜已 消失不见 张凤武和张静平这对师兄妹 呆立在原地 直到两久之后 张静平才有些色缩地咽了口口水 师师兄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张凤武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这个人肯定来历不凡 甚至真有可能是师爷的好友 说着 他看了张静平一眼 静平 以后你切不可再像刚刚那般任性了 今天这位前辈没有怪罪你 是你的运气 以后可就不敢说了 张静平吓得一吐舌头 是 师兄 我知道错了 可是这样的前辈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谁知道啊 如这样的高人 一般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根本无法以常理来揣测 张凤武轻叹道 哦 张静平应了一声 然后便好奇地 看着张凤武手中的那个小玉萍 师兄 这位前辈赠给你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啊 还说 让你回天师府再吃 要不要现在先打开看一下 张凤武迟疑了一下 然后便点了点头 轻轻拔开了瓶塞 当瓶塞被拔出来的那一刹那 一股异香扑鼻而来 仅仅只是闻了一下 他们二人刚刚所耗费的道法修为 便在瞬间恢复如初 并且 道法根基在隐约间 更显稳固 这下 张凤武和张静平 全都被惊呆了 仅仅只是药香 便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这要是吃下去 那还了得 紧接着 张凤武便明白过来 薛安所说的 让他回天师府 再吃 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样的丹药 实在太珍贵了 自己吃下去后 很可能会就地突破 这样的话 还真是得需要有人在旁护法指引 想到这 他赶紧将瓶塞又塞了回去 然后面色凝重地说道 走 正迷醉于这股药香之中 无法自拔的张静平一愣 师兄 去哪 回师门 正当这对师兄妹 立即准备返回天师府的时候 薛安夜已出现在了岭南的高空之中 此刻 正值月圆之夜 星空如洗 万里无云 薛安站于苍穹之顶 刚风凛冽 吹拂得他身上的衣服作响 脚下便是璀璨的万家灯火 而在远处的天际 则隐隐有一座山峰处里 薛安知道 那便是瑜伽的所在地了 但薛安并不打算去见于明 因为就在刚刚 他忽然察觉到 这个世界多了些不一样的奇迹 感受着这股熟悉的气息 薛安先是一震 然后嘴角便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这老家伙居然也来了 看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热闹了 也好 正好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那么既然来了 就别想轻易地走了 说吧 薛安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个深呼吸 是如此的悠长而猛烈 好似要将整个世界 都纳入废中一样 高空之中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无数灵气蜂拥而来 在苍穹之上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然后被薛安如龙巾吸水般 全都吸入了体内 如此狂暴的动作 自然也引动了天地契机 就见 刚刚还光滑璀璨的星月 瞬间变得暗淡无光 乌云遮天蔽日而来 九天之上 更是有雷声隐隐传来 如此大的动静 也在瞬间惊动了全球的强者 就在同一时间 无数的强者纷纷抬头 满脸骇然地 看向了岭南的方向 怎么回事 天地灵气 为何会如此剧烈地波动 是岭南方向 莫非是那位当时 剑仙又突破了 不可能 以他的实力 不可能引动 如此强烈的天地波动 莫非是又有大妖现实 一时间 整个世界为之沸腾 岭南瑜伽的反应 更是不可畏不快 瑜伽虽然不在家中 而是留下了一道剑意镇守 但其他的人 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在寝客之间 瑜伽之中 便有数百道剑芒冲天起 往薛安这里奔来 对此 薛安只是淡淡一笑 往后一退 整个人便翘无声息地 消失在了原地 他前脚刚走 后脚瑜伽的人便到了 领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瑜伽的大小剑 也就是渔明的妹妹 于然 此时的于然 已经彻底退去了 以往的稚嫩 变得成熟而干练 而且眉目顾盼之间 剑意流转 显然已经有了 不俗的剑道修为 平时哥哥于明不在的时候 都是他在家中主持一切 所以 在岭南之中 他也有一个小剑仙的称号 只是 人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尽管他早已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 却从来不对 任何男人假以辞色 有很多年轻一辈中的 少年俊艳 因为仰慕他的修为和相貌 极力追求于他 最终却都杀鱼而归 时间久了 坊间不禁有传言说 他不喜男人 当然 只有他的哥哥于明 以及少数几个人知道 到底因为什么 于明当然不是不喜欢男人 只是他所喜欢的人 是个根本无法触碰的存在 所以 于明在听到这些传言之后 也只能轻叹一声 却做不出任何的改变 不过也因此 于明在于家之中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 令人又惊又怕的存在 此时就是例证 只见众多于家剑客分散各方 将周遭天地牢牢封锁起来 然后于明款步而出 眼神如剑般巡视四周 勘察是否有什么异样 全场静的只能听到狂风呼啸的声音 正在这时 于明猛的一条绣眉 微微轻移了一声 因为他可以感觉到 周遭天地的灵气极度匮乏 并且契机十分紊乱 就好像有人以绝大神通 将这方圆百里内的天地灵气 全都咬走了一样 只留下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空洞 这也是刚刚天地波动 那么剧烈的原因所在 可关键是 到底是谁有如此大的神通 做出这等事呢 于然面冷如冰 努力感知着 这紊乱气息中的异样 墨电 他的眼前陡然一亮 这丝气息 怎么这么熟悉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他 他现在根本就没在地球之中 怎么会有他的气息出现在这 于然的身躯微微颤抖 脸上现出激动之色 同时心中也在极力否认着 而等他准备再次感知 那丝微不可查的气息 却已消失不见了 紊乱的天地气机 也在逐渐恢复 于然在原地呆立了半赏 最终垂下了眼眸 低声道 人已经走了 说吧 他也不跟众人说话 转身镜子离去了 留下一脸猛逼的瑜伽 重剑客 在风中凌乱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怎么刚刚突然面线激动之色 然后又不告别了呢 但不管怎样 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而与此同时的薛安 则正在横跨华国疆域 此时的薛安 因为那一个吐纳的缘故 夜已将一路穿越而来 所损耗的实力 补齐了大半 剩下的再有几日 也就恢复如初了 实际上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一个弹指尖 可能就飞出地球了 但他并不着急 而是不急不缓地 在高空之中行走着 最终 他来到了一处 繁华都市的上空 当看到脚下的万家灯火之时 薛安的嘴角 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有意思 居然跑到我的老家来了 没错 薛安脚下的这座城市 正是北江 而他这一路行来 也是为寻觅那道气息 所以 当看到脚下是北江的时候 他甚至连天字一号别墅 都没回 而是静止落下地面 然后迈步走入了 繁华的都市之中 此一去 薛安已经离开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 地球的变化很大 北江的变化更大 只见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经济显然已经繁荣至极 而行走在大街之上 身具修为之人 更是随处可见 真人已经成为了标配 逍遥境毫不稀奇 天人遍地皆是 散仙也在大街上乱晃 甚至连街边一个打扫卫生的 都有不弱的修为 这样的景象 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薛安走入其中后 除了因为出城的气质 与俊逸不凡的相貌 而引来一些侧目外 并未有多少人特别地关注她 没有人知道她就是 一手缔造了眼前这盛况的薛安 薛安并不介怀 因为这也正是她所特意追求的 不然她刚刚就该直接显露行踪了 不过大街上还是有些东西 吸引了薛安的目光 比如 街边高楼的电子屏幕上 所出现的画面 画面之中 居然是唐轩和安晴等人 正在战斗的照片 尽管只是抓拍 但可以看得出 拍摄者的功力很深 一张简单的照片 就将唐轩 以及安晴等人的风采 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 街头巷尾 也能听到人们兴奋地谈论之声 昨晚唐女神一个人 便灭掉了三只妖鬼 那战斗场面 简直太劲爆了 果然不愧是我的女神 没错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今天 我就花钱为唐女神买了个排名 咱们唐女神 必须得有排名 呵呵 你们才知道啊 我早就已经加入唐女神的后援团了呢 而另一边 则兴致勃勃地 谈论着安晴的事迹 安将军变身 重组女王的时候 简直摔爆了 尤其那句 我即是重组 想想就激动了 唉 我又没能报上名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参加外太空的阻击战 亲眼见识下诸位大人的战斗呢 类似的谈话还有很多 而且基本上谈论之人 都是各个强者的粉丝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谈论都这么友好 比如 有一群人凑在一起 正在激烈地争辩着 我觉得 还是唐女神厉害 那实力绝对杠杠的 而且长得还漂亮 难道安将军长得丑吗 而且不是说唐女神不厉害 只是跟安将军的重组之力比起来 还是差点 我觉得晶晶女神也不错啊 如兰姑娘厉害 这些喊声中 忽然有人沉声言道 我觉得 还是薛安薛大人最厉害 毕竟他们所有人 都是他教出来的 这句话 让众人立马都沉默了 两久之后才有人小声说道 可这位大人 什么时候回来呢 而且回来之后 他真的还能比过这几位大人吗 毕竟现如今地球上 众位大人的实力 可是在突飞猛掌啊 有人本想反驳这句话 却忽然发现 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正在这时 薛安忽然拍了下说话之人 这人吓得一击灵 扭头看去 什么事 薛安微微一笑 没事 就是觉得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说吧 薛安便似笑非笑地转身离开了 这人有些发猛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忽然有些疑惑 这人的背影 怎么看着这么厌熟啊 这里 就像遗落在时光之外的一处所在 尽管周边那些低矮的棚户区 早已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 高大整洁的楼房 但这老谢饭店 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依旧是那三间临街的房子 甚至连招牌都没变 招牌上 饭店两个字 夜已被油烟熏地发黑 只剩下老谢两个字 还算清晰 在这夜色中 破旧的饭店 就这样静静处立在繁华的市中心 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但没有人想过 要去动它 甚至连过往的行人 都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 不光如此 每每到了吃饭的时候 这饭店的门口 便会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豪车 但不管是多大的老板 有多高的权势 到了这座小小的饭店门前 都会乖乖下车 不敢有丝毫的造次 因为这座饭店 可是夜已飞升于海内外 受到无数人尊敬的谢金金 谢女神的家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 关键是 这饭店的老板 在上次的大劫之中 还挺身而出 跟那些邪魔们抡起了菜刀 现在身上还有不轻的伤 再加上隐约还有传闻说 当初那位力挽狂澜 就地球于水火之中 并一手缔造了 如今这等盛事的那位薛安薛大人 也跟这饭店的老板十分亲密 甚至都要尊称其一生叔叔阿姨 这样的背景 谁又赶不进 也因此 这老些饭店 俨然已经成为了北江市的一个传奇 跟那天字一号别墅 一起并列为 来到北江后 必须要瞻仰的景点 但不管饭店生意多么火爆 就餐客人的身份多么尊贵 老些饭店都坚持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涨价 时至今日 在这老些饭店中 饭菜价格依然停留在五年 甚至是十年之前的水平 如此低廉而可口的饭菜 自然也吸引来许多低收入的打工者 对此 老些饭店是来者不惧 并且不会有丝毫的另眼看待 你是身价百亿的富翁也好 一不明的穷人也罢 到了这里都一视同仁 没有任何的差别 于是 在这老些饭店中 便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 在一起拼桌的时候 这位可能是 某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旁边就有可能 做这个扫大街的清洁工 关键是 还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甚至在喝到兴高采烈的时候 素不相识 并且身份差距极大的两人 还会一起喝一杯 这样奇幻的场景 也就只有在老些饭店中 才能看到了 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从太阳刚一落山开始 老些饭店便开始忙碌起来 四方时刻齐聚一堂 但却很少有人摧菜 尽管如此 胖姨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在前堂和后厨之间 跑来跑去 老些 一盘麻辣豆腐 老些 再炒个第三线 剁焦鱼头 每每听到这爆菜之声 战于厨造之前的老些 便会转过头来 冲跑进来的胖姨笑一下 但因为半边脸庞 都是机械的缘故 所以她的笑容 会显得很古怪 但胖姨却总会在这时 笑骂一声 看什么看 好好干活 被骂的老谢 便会喜滋滋地回身 继续烹制菜肴 而这种无言的小温馨 经常让胖姨 在不知不觉中便湿了眼眶 因为她知道 这是老谢 在对自己表达爱意 尽管外人看去 那笑容会很古怪 但这已经是老谢 能对自己做出的 最人性化的表现了 当初拎着菜刀 对质满天邪魔的她 被一击灭掉了半边身躯 本来必死无疑的她 硬生生被薛安 以逆天手段复活了过来 但从此之后 她的半边身躯 便被炼金机械所取代 并且再也不能开口说话 甚至连智商都倒退成了 七八岁小孩的样子 可胖姨很幸福 因为她不在乎老谢 会不会说话 更不在乎她 变成了什么样子 只要她还活着 还能陪在自己身边 那就是最好的 越见西沉 食客们纷纷散去 一天中最为忙碌的这段时间 便也随之告一段落 其实就以现如今 老谢饭店的菜价 以及所提供的饭菜质量来说 是根本挣不到钱的 有时候越忙碌 反而会越赔钱 但胖姨还是坚持下来了 因为她坚信 总有一天老谢会恢复正常 所以 她当初才会力排众议 将这间小小的饭店 又重新开了起来 不在乎挣钱与否 关键是只有这样 老谢才能继续做她的厨子 胖姨的心里 才会感到踏实 趁着这段闲暇的时光 胖姨开始收拾桌子 老谢则在一旁 沉默无言地打着下手 两人配合之默契 简直如同一个人一样 正在这时 饭店的门外 忽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铜铃声 听到这铃声 胖姨连头都没抬 便知道来的人是谁 不禁笑道 老家伙 你今天可是来晚了呀 嗨嗨 今天巧遇了一名 即将深遭大难的男子 老夫慈悲为怀 怎忍心见其受灾 于是便点拨了他几句 故此来晚了 随着话音 饭店的房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名穿着一身破旧道袍 胡子拉叉 西术的头发 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发剂 然后用一根一次性筷子别住 全且荡成发散的老头 便信不走了进来 在他手中 还抱着一根杆子 杆子上飘着一个破烂不堪的幌子 幌子上绣着四个大字 诸葛神算 只是这本该金灿灿的字 已经因为风吹日晒而退了色 显得十分的暗淡 杆子的顶端 还吊着一串铜铃 一走起来叮当乱晃 刚刚的铃声 就是来源于此 胖姨文言 却是一撇嘴 呸 我还不知道你 满嘴跑火车 整天一句实话都没有 估计你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吧 老道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 走得匆忙 还为急用善 真是搞不懂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整天装神弄鬼的做啥 现在灵气复苏 到处都是修行人 你一个糟老头子 还到处给人算卦 这不是自己找罪兽吗 胖姨恨铁不成钢地嘟囔了两句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行了 赶紧坐下去吧 今天正好 还有点剩下的食材 让老谢给你炒了 老道立马坐到了椅子上 然后神色一正 宝箱庄严地说道 谢师傅的公宝鸡丁乃是一绝 还是做这个吧 记得我要吃腰果炒的 花生米的不要 我呸 还腰果炒的 吃吃 不吃滚 哪那么多废话 胖姨把腰一插 喝骂道 花生米其实也可以 老道的声音 立马变得缓和下来 哼 胖姨哼了一声 转身离去了 老谢的脸上 又浮现出那种古怪的笑意 然后便慢腾腾地 转身回厨房去了 看着老谢的背影 老道的眼中光滑一闪 然后便微微叹了口气 一阵热闹地烹制身后 胖姨端着几盘菜 搁到了桌上 吃吧 呃 有没有酒 胖姨把眼一瞪 可当看到 老道脸上那讨好的笑意后 还是无奈的一朵酒 真是服了你了 说吧 便从柜台后面 拿了一个半瓶的酒 重重地放在了桌上 喝吧 别的客人剩下的 老道喜笑颜开 迫不及待地倒出一杯来 先美美地喝了一口 然后夹起一筷子菜 扔进了嘴里 一阵咀嚼之后 他竖起了大拇指 不得不说 谢师傅的手艺 真是见长啊 行了 快吃吧 这都堵不住你的嘴 胖姨毫不领情地回道 其实他到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老道是哪来的 好像是在一年之前吧 他突然便出现在了 老谢饭店附近 当时胖姨见到他的时候 他就是现在这个模样 并且说 自己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胖姨出于好心 便给他做了点饭 当时这个老道 吃的是狼吞虎咽 险些噎死过去 而且从此之后 这个老道就吃顺嘴了 几乎隔三差五 便回来饭店里吃白食 北疆地下势力的 老大杜凡在 知道这个情况过 曾经不止一次地 问过胖姨的意见 要不要教训教训这个 不知道奶冒出来的破老道 但都被胖姨给回绝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在外奔波 靠给人算命挣点钱 也挺不容易的 无非就是吃点白食而已 又不会怎样 就由他去吧 如此一晃 就是一年光景 今天这不又来了 老道听到胖姨的嘲讽 也不以为意 只是黑黑一笑 老夫不会白吃你的东西的 到时候 我免费赠送你三挂 行了吧 我猜不信你那套 你还是留着给别人算吧 老道摇了摇头 你不懂 行 我不懂 你懂 你是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的诸葛神算吗 胖姨嘟囔着 转身离开了 老道淡淡一笑 轻声呢喃道 逐天之中 想求老夫一挂者 多如过江之计 甚至那些绝世强者 被以无上重礼 我都不屑一顾 现在我赠你三挂 足以抵偿你这一年饭费了 说话之时 老道眼神清明 内韵神光 哪里还有半点江湖片子的油腻之相 当然 这一幕只是稍纵即逝而已 胖姨根本就没有看到 老道便继续埋头大吃起来 可正在这时 天地灵气 忽然泛起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波动 刚刚饮下一杯酒的老道 末地一震 然后眼中便神光大胜 是他 他回来了 不枉老夫耗费百年修为 推演出的周天大褂 他果然没事 老道忽然有些激动 正想起身 但很快便又重新坐下了 同时 脸上还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真不愧是曾经登顶朱天第一 压得所有强者 都无法抬头的绝世先尊啊 我都已经如此压制修为隐匿气息了 居然还能在归来后 第一时间感知到我的存在 说吧 老道正经危坐 眉目低垂 静静地等待着某人的到来 夜渐渐深了 本来喧嚣的城市也逐渐安静下来 正在这时 老谢饭店的房门忽然被推开 然后就见一名西装革履 头发打得赠光瓦亮的男子 迈步走了进来 在男子身后 还跟着几名身形魁梧 满脸凶利之气的壮汉 这样的组合 就插在脑门上 写上我很拽这三个大字了 可当听到房门响动的胖姨 从后厨走出来后 这个看上去就不好惹的男子 脸上却立马堆满了笑容 恭恭敬敬地失礼道 胖姨 他这一低头 身后那几名壮汉 也忙不迭地躬身失礼 齐声喊道 胖姨 声音之大 震得天花板都在往下掉尘土 胖姨却根本没当回事 反而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小杜啊 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没错 来人正是北疆地下势力的绝对大哥 多一脚大半个城市都会颤三颤的杜凡 只不过 这位在外人眼中威风扒面的龙头老大 此刻在胖姨面前却毕恭毕敬 这不是有段日子没来了吗 正好今天有空就过来看看 最近店里还平安吗 胖姨微微点了点头 还行吧 有事您随时吭声 我一定笑全马之劳 杜凡笑道 咱们正正经经开门做生意 哪有那么多事啊 胖姨语气有些生意地说道 是是是 杜凡连连点头 看到堂堂的社会大哥 在自己面前将姿态摆得这么低 而且平时隔三差五的就过来转转 胖姨心中也有些感动 与其因此也放缓了许多 小杜还没吃饭吧 要不让你谢叔给你炒两个菜 啊 那不麻烦吗 麻烦什么啊 很快的 既然这样 就多谢了 杜凡连连致谢道 实际上在来之前 杜凡早就吃过饭了 但胖姨都邀请了 他生怕搏了胖姨的面子 赶忙硬了下来 然后对身后的人吩咐道 你们去外面守着 是 几名壮汉走出了饭店 胖姨见状笑了笑 转身回后除了 杜凡点着了一颗烟 锐利的目光在大厅之中巡视着 然后便是一愣 因为他看到了 正在角落之中坐着的老道 对于这个经常来老谢饭店 吃白食的家伙 他可是记忆深刻 要不是胖姨拦着 他早就 让手下将这个家伙 给扔出北江了 现在见到他坐在那低头不语 杜凡不禁面色一沉 然后脉步便走了上来 一拍桌子 老家伙 又跑到这吃白食来了 老道微微睁开双眸 瞥了杜凡一眼 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又把眼闭上了 这种无言的蔑视 让杜凡的火腾就上来了 老东西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你就敢跑到这打秋风来 信不信我今晚 就让你滚出北江 老道漠然不语 好似入定了一样 杜凡目光一寒 手中微微献出了一团钢气 抬手便要拍向老道 可就在这时 老道忽然轻声说道 居然吃过龙肝 你也算是有造化了 这句话让杜凡一愣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胖一端着饭菜走了出来 一见这阵势 连立马就沉了下来 小杜 你干什么呢 啊 没没什么 我 老道睁开眼睛 看了胖一一眼 没事 这位施主想让我给他算一挂 但我今天挂七一满 就不招待了 啊 对对对 我确实想让他给我算一挂 呵呵 杜凡赶忙说道 心说这个老道 反应倒是挺快啊 胖一狐一地看了他们两个一眼 却也没说什么 将饭菜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 好了 小杜 赶紧趁热吃吧 杜凡深深看了这个老道一眼 可这时 老道又已经闭上了眼睛 杜凡心中满是疑问 这个老道 怎么知道 我吃过龙肝 这件事除了薛先生外 外人根本不知道啊 抱着满腔的疑问 杜凡坐到另外一张桌子旁 低头吃着 他之所以整天往着老谢饭店跑 并且将姿态摆得很低 一部分是因为谢晶晶的面子 但更多还是为了履行对薛安的承诺 当初薛安曾经说过 让他没事多看顾一下老谢和胖姨 这句话 他可就牢牢记在心里了 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年光景 但他风雨无阻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哪怕自己的身份 已经举足轻重 也从不敢摆出任何架子 因为杜凡很清楚 老谢和胖姨 在薛安心中的地位 而自己能有今日之功 也是蒙薛安所赐 杜凡虽然平时很嚣张 但恩怨还是很分明的 更何况 杜凡是个有心之人 他也知道自己帮不了多少忙 这次天地大动 斜碎四起 唐轩等人 成为了守护地球的一道防线 杜凡唯一能做的 就是照顾好这些 对薛安很重要的人 与此同时 被杜凡派到外面看守的几名大汉 正在路灯下吸烟闲谈 则则 晶晶姑娘昨晚可真厉害 看那样子 至少也得有惊心的修为了吧 是啊 你说这位胖姨也是 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女儿了 为什么还要开小饭店呢 谁知道 可能是因为闲得没事做吧 正当他们谈论的热火朝天之时 顺着街道 忽然走来了一名白衣少年 这白衣少年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年纪 身形挺拔 姿态舒朗 相貌清秀至极 再加上脸上那一抹闲适而安然的笑意 更是令人一看便为之失神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这个少年行走的速度 刚刚还在街道那头 可一眨眼便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 而且 整个过程全无丝毫烟火气 这几名闲谈的壮汉 全都为之一乐 与此同时 少年夜已穿过他们 来至了饭店面前 然后站住了脚步 仰头看了看那副招牌 微微一笑 这才准备推门而入 几名壮汉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便要出声阻止 可就在这时 少年转头扫了他们一眼 仅仅只是一眼 这几名有着不俗修为的壮汉 就感觉整个人如堕冰窖之中 请客间便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后少年方才一推门 迈步走入了饭店之中 与此同时 本来正经微作 眉目低垂的老道豁然抬眸 正好跟走进来的少年对视在一起 就是这一个简简单单的对视 令整个北疆市都为之一阵 而后便见老道的脸上 渐渐溢满了笑容 站起身来 冲少年微微一点头 恭迎先尊大人 薛安也笑了 只是他的笑容之中 带着一丝玩味之色 然后便慢条丝里的颜道 诸葛藏 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没错 这个整日在胖一这里蹭吃蹭喝 跟个江湖骗子似的老道 便是以一手神鬼莫测的推演之术 而闻名诸天 号称诸天万界之事 可知八九的诸葛藏 诸葛藏苦涩一笑 这不是没办法吗 没办法就跑到我的老家 来也不打声招呼 说着 薛安迈步走到了诸葛藏的对面 缓缓坐了下来 整个过程之中 正在一旁吃喝的杜凡 连头都没抬 没有丝毫的察觉 不光如此 本来有着各种杂音的大厅 也在瞬间安静下来 就好像一层无形的屏障 将一切都隔绝在外了一样 薛安笑了笑 你还是这么惊笑甚微 呵呵 人老了 胆子自然 也就跟着小了 而且 你确定 我们的谈话 要让这些凡人知道吗 诸葛藏笑着言道 你老了 薛安上下打量了诸葛藏几眼 然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除了头发比之前又少了些外 我没看出 你哪里老了 这句话 让诸葛藏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赶紧伸手摸了摸自己脑后的发际 真的又少了吗 你说呢 再这么掉下去 你就成秃兔子了 不过 到时候你也就省事了 直接改行当和尚卷 诸葛藏文言连呸了好几声 呸呸呸 我才不想 跟月静那个家伙一样 当秃驴 薛安眉毛一挑 这话要是被月静听到 你们两个又该大打出手了 月静乃是诸葛藏的冤家对头 两人经常互对 薛安曾为先尊之时 就不止一次地 为他们两个人调解过 打就打呗 真以为我会怕了他不成 说吧 两人默默对视了片刻 然后便齐声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薛安端起桌上的酒杯 轻声道 诸葛老二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两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待重新将酒杯放下 诸葛藏的眼角引现泪花 不着痕迹地擦去之后 他微微感叹了一声 你陨落的消息传来时 我根本就不相信 那是真的 果然 你向死而生 转世重修了 薛安微微一笑 你对我就那么有信心 当然 诸葛藏郑重点头 我识人无数 诸天之中那些叱咋一时的强者我 更是见过许多 但唯有你 我根本就看不透 哦 薛安饶有兴致的一扬眉 说来听听 人都有命格 或负或贫 哪怕是先帝强者 也不能逃脱命格的束缚 但你不一样 诸葛藏肃然言道 你的命格笼罩在一团 至尊至贵的紫气之中 我根本无法看透 那这是好还是坏呢 薛安一有所指地问道 诸葛藏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 实际上 我仅仅只是 为了找出你这一世的下落 便足足耗费了上百年的修为 即便如此 周天推演大政给出的结论 也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我 才会再次等候 你一年之久 薛安漠然不语 两久之后 方才轻笑道 说起来 你费了这么大劲 找我是要干什么 诸葛藏嘿嘿一笑 然后抓耳挠腮地说道 好久没有喝到你烹制的茶了 先让我解解馋呗 片刻之后 薛安如行云流水般 将茶具整理完毕 运火烧开了茶壶中的水 然后冲诸葛藏一伸手 莫 什么意思 诸葛藏有些发猛 少装傻 这么久没见了 你肯定已经搜罗了不少好茶了 贡献出来吧 诸葛藏脸色一苦 嘟嘟当当地说道 龙族那些傻大哥说得没错 你可真是个血巴皮啊 说着 他有些不情愿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包 满脸肉疼地正在打开 薛安一把便抢了过来 你看看 你那抠嗽的样子 不就是一包茶叶吗 有那么心疼吗 说着 薛安随手打开茶包 直接倒进了茶壶之中 顷刻间 一股奇异的香气便晕音开来 令人紧紧闻上一下 便心旷神疑 诸葛藏目瞪口呆地看着 过了好一会 方才悲鸣了一声 薛安 你知道那是什么茶叶吗 什么茶叶 还能是九转灵雾茶不成 九转灵雾茶 一种只生长在人际罕至的星空深处 跟即将陨落的恒星 相伴相生的灵雾 其茶有种种神奇妙用 所以受到了诸天强者的追捧 一朵茶瓣便价值万斤 而且极其稀有 有价无事 没想到诸葛藏在听到这句话后 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说对了 那就是九转灵雾茶 薛安 过了会薛安才嘿嘿一笑 那正好 我还真没尝过这种茶呢 这次正好尝一尝 诸葛藏已经心疼地说不出话来了 但当薛安将茶烹制好 倒入茶杯之后 她的眼睛亮得都要放光了 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 也顾不得茶汤烫嘴 直接一饮而尽 然后便闭住了呼吸 直到两酒之后 她才满脸舒爽地尝出一口气 近乎呻吟地说道 还是你烹制的茶好喝啊 薛安笑了笑 轻轻戳饮了一口茶汤 感受着九转灵雾茶的奇妙味道 然后才淡淡地 说说吧 你不辞辛苦地 跑到我的老家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诸葛藏放下茶杯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实不相瞒 前段时间 我忽然心血来潮 一大阵推演了一番 结果发现 你所出生之地 将有大节灵头 意义非凡 但你重生时间毕竟太短 很有可能无法消灭这场灾祸 于是我便赶了过来 说吧 诸葛藏满脸肃然地看着薛安 果然 等我来到这里没多久 天地忽然大动 而后斜碎现世 外遇更有邪魔进犯 薛安闻眼眼中 现出一抹感激之色 他跟这个诸葛藏关系莫逆 但这个老头 能因为地球之事 而不远亿万里地赶过来 这还是让薛安为之感动 多谢 薛安端起茶杯来 十分认真地说道 诸葛藏摇了摇头 你我之间 何必如此多脸 等又将杯中茶水引进之后 诸葛藏接着说道 但我总觉得 这次的事情有些蹊跷 哦 什么蹊跷 我推算出的 乃是一场浩劫 甚至连这个星球 都将难以幸免 可我来此之后 这个星球虽然也不太平 但跟推算出的大劫 还是相差的太多 薛安当然不会说 没有劫难 难道还不好吗 因为他知道 诸葛藏的实力 这个老头虽然实力不算太高 但一手推演之术 堪称独步天下 他既然说 推演出了地球将有大劫 那就肯定会有 而且 此刻薛安的心中 也感到了一丝异样 施乐园倾巢而出 却只是闹出了这么点风波吗 因此 他在沉阴片刻后 沉声言道 我也感觉到不对了 因为就在之前 我刚刚去了一趟施乐园 施乐园 天遮那的地盘 你见到他了吗 诸葛藏问道 薛安摇了摇头 没有 实际上 此刻我也不知道 天遮那去哪了 说着 薛安便将施乐园的经过 大概讲述了一遍 诸葛藏听完之后 眉毛不禁皱到了一起 深渊居然也掺和尽这件事了 那这么说来 当初屠戮你们华族的人 来历显然不小啊 薛安文言冷冷一笑 当然不小 不然的话 我能到现在还没查清楚吗 诸葛藏沉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帮你推演一下 看看天遮那那个家伙 到底去了呢 说着 诸葛藏抬起手来 便从脑袋上拔下了六根头发 薛安健壮 脸上不禁现出了凝重之色 因为以诸葛藏的实力 随手推演 便可知晓 世间绝大部分是 若是动用器具的话 就算是十分认真了 这次居然直接动用了他 视若珍宝的头发 可见诸葛藏对这件事的看重 别小看了诸葛藏的头发 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 这些头发 俩然已经成为了一件独门法器 配合推演之术 可以辨知各种密室 正在薛安暗自惊异和感动之时 就见诸葛藏嘴里念念有词 猛地将头发往空中一抛 头发飘浮于半空之中 如舌般球结扭动起来 诸葛藏细细端向 同时双手急速变换 一道道悬傲至极的契机 吞吐不定 墨叠 诸葛藏停住了手中的硬诀 怎么样 薛安问道 正在这时 诸葛藏的脸上 现出一抹清白之色 紧接着半空中 那六根坚弱晶实的头发 便无火自燃起来 并在瞬间化为了乌有 诸葛藏闷哼一声 然后面色极为难看地说道 有高人遮掩了天机 我看不透 薛安对此 似乎早有预料 轻叹一声道 我就知道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如果仅凭推演 就能知道幕后真凶的话 我又何必如此艰难地探索呢 诸葛藏默然不语 两久之后方才叹息道 其实我早就感觉到 在诸天平静的表面之下 隐藏着一股暗流 只是一直不知道是谁 说着 诸葛藏目光炯炯地看向薛安 现在我知道了 这股暗流绝对非同小可 否则也不能在万载之前 便布下此等惊天杀局 吐露你华足 薛安冷笑一声 再非同小可又能如何 既然做了 那就要付出代价 这是我说的 谁来也没用 说这番话的时候 薛安的眉间满是凛冽杀意 狂暴的气势 更是在深周吞吐不定 令人为之色变 诸葛藏点了点头 这个我自然明白 你若是屈服了 那也就不是当初那个 威压诸天的红莲仙尊了 说到这 诸葛藏忽然问道 你现在的修为 已经恢复到何种境地了 大罗之上 先王未满 什么 你还不是先王 诸葛藏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中更是现出了一抹惊骇之色 他见薛安举手投足间 流露出的无上威势 还以为他早就已经突破 先王之境了 没想到 却只是大罗巅峰 这简直太可怕了 因为仅凭大罗境界 就有如此威势 这要是突破成了先王 那还了得 而这要是重回先尊果位呢 想到这 诸葛藏不禁击零零打了个冷战 恐怕那时 整个诸天万界 又将不平静了 薛安淡淡一笑 其实我早就可以突破了 但我总觉得 还欠缺点什么 所以一直在等待 等待什么 薛安端起桌上的茶杯 骨节分明的手指 将洁白的慈悲 都衬托得黯然失色 然后薛安轻轻戳饮了一口 低声言道 等待一个契机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 但诸葛藏却听明白了 只见他默然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薛老弟 不管怎样 你都记住一句话 我会永远站在你身后支持你的 薛安玩耳一笑 然后举起茶杯来 多谢 这声道谢 薛安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上一世的自己 就曾多次蒙受这个老者的帮助 不想诸葛藏却摇了摇头 你我之间 谈什么谢子 淡了 淡了 薛安知道这个老者是个孩童脾气 因为哈哈一笑 说起来 你其实还欠我一个人情吗 哦 此话怎讲 于是 薛安便将自己在天照星域 遇到诸葛家族的两位传人 诸葛玄亲跟诸葛伴葬 然后又是如何帮助他们 脱离天照神王的掌控等等诸事 大概地讲述了一遍 说完之后 薛安笑眯眯地 看着对面这个老头 那诸葛伴葬天赋不错 可谓是你们诸葛家的后起之秀 却险些丧命于天照神王之手 现在被我所救 你说 应该怎么感谢我 这个嘛 诸葛藏可是再清楚不过薛安的脾气了 要是真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那自己身上这点玩意 估计一个都保不住 因此 他眼珠一转 一脸淡然地摆了摆手 其实我已经不是诸葛家的人了 至于这些后人的事 我也不想掺和 但你能救下他们 也是他们的造化 所以我在这就替他们谢谢你了 看着睁着眼 说瞎话都不带眨眼的诸葛藏 薛安简直是啼笑皆非 忍不住笑骂道 怪不得都说 人老奸马老滑 看来你还真是老奸巨滑呢 嘿嘿 喝茶喝茶 行了 我又不是真的要你的东西 看把你吓的 薛安笑道 然后话锋一转 诸葛老头 当初就是 你在鬼界之中 将我的真实身份 告诉了那个张雪玲吗 诸葛藏毫不意外 薛安会问起这个 因此点了点头 没错 是我 你闲着没事 跑到鬼界去干嘛 当时 我是碰巧路过鬼界 结果却发现 叶寒长那丝 居然也转世重修了 而且还变成了个大傻瓜 因此便算了一挂 挂项上显示 你将成为这件事的转机 于是便顺便 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张雪玲 对了 你一说 这个我才想起来 叶寒长那个家伙 可恢复了吗 薛安点了点头 已经恢复了 而且我帮他重铸鬼界 建造了一处炼金地狱 也算是为那些孤魂野鬼 找了个去处 说着 薛安大概地讲了讲当时的事 诸葛藏听罢之后 由衷地叹服道 薛老弟 我别的不服 就是扶你做事时的气魄 将炼金明跟鬼界融合在一起 建造了一方世界 诸天之中 也就唯有你 才有这么大的手笔跟眼界了 薛安哈哈一笑 少灌我迷魂汤 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 说吧 两人便同时大笑起来 笑声中 整间大厅的寂静 也随之轰然破碎 来自外界的杂音 又一次涌了进来 与此同时 坐在一旁 正在吃东西的杜凡 忽然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怎么忽然觉得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呢 而且 这种感觉 还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杜凡心中有些疑惑 于是便转过头来 望向诸葛藏这边 薛安是背对着他而坐的 所以一眼望去 杜凡只能看到一个 白衣少年的背影 但就是这个背影 却让杜凡的眼睛逐渐睁大 心跳更是开始疯狂加速 这个背影 这个气质 怎么那么像大人呢 不 不可能 大人根本就没在地球之上 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 可是这种浊然出臣的气质 又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 薛安偶游所感 不禁转过头来看向了杜凡 然后微微一笑 杜凡 晚上好 当见到这个笑容之后 杜凡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 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怎么 你也过来吃饭 薛安淡淡道 杜凡的嘴唇开始颤抖起来 激动的眼睛都有些发花了 是是 大大人 真的是您吗 怎么 几年不见 不认识我了 薛安笑道 杜凡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然后才明白过来 吓得 他将头摇得跟风扇一样 当然不是 您的大恩 永世都不敢忘记 我只是有些不敢相信罢了 说到这 杜凡眼眶一红 眼泪居然流出来了 薛安心中也颇为感触 这个曾经的江湖大哥 倒是个知恩图报的 自己只不过是 赏了他几块不要的龙肝 他就牢牢记在了心里 看今天这样子 他应该也是依照自己的吩咐 而过来看顾胖一的 想到这 薛安微微一笑 随手对过去了一杯茶 好了 你现在好歹也是一方大哥 哭哭啼啼的 像个什么样子 喝杯茶吧 当然 薛安已经将这杯茶稀释了 否则就以酒转灵雾茶的灵性 一杯茶下肚 这个杜凡就得被撑炸了 杜凡慌忙凑上前去 双手接过这杯茶来 尽管不知道这是什么茶 但从茶杯上空 那阴晕不散的灵气 也可看出绝非凡品 因此 他又一次激动的热泪盈眶 看着薛安 居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一旁的诸葛藏见状 不禁有些好笑地说道 行了 还不快谢谢薛老弟 你能得他两次赏赐 也算是你的造化了 这十度凡才知道 这个被自己当成江湖骗子的老道 原来也是一位世外高人 不禁满脸羞愧地看了诸葛藏一眼 诸葛藏微微一笑 并不以为意 实际上 以他的年岁和历练 早就已经不把这些外界的荣辱当回事了 杜凡这才深吸一口气 满脸严肃地对薛安说道 大人 我也不说谢了 您对我有再造之恩 以后 我杜凡这条命 就是您的了 说吧 杜凡将这杯茶一饮而尽 薛安淡然一笑 并未说什么 与此同时 正在后厨之中洗刷餐具的胖姨 听到杜凡在前面大呼小叫 便迈步走了出来 一边走 他还一边说道 小杜啊 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这个老头吃完就 胖姨刚想说 诸葛葬吃完就走了 不要难为他 可后面的话却戛然而止 因为 他看到薛安夜已站起身来 冲他微微一笑 胖姨 当当一声 胖姨手中的盘子便落在了地上 摔成了粉碎 然后惊叫道 小安 薛安微笑点头 没错 是我 胖姨 我回来了 这句话一出 胖姨欢喜地直接窜了过来 一把握住了薛安的手腕 真是小安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薛安心中涌出一股暖流 这才是亲人啊 然后他便轻笑道 当然不是做梦了 我真的回来了 胖姨欢喜地冲后厨大喊起来 老谢 快别忙了 看看谁回来了 老谢慢慢腾腾地走出后厨 冲薛安黑黑一笑 这已经是他所能表达出的最强烈的感情了 薛安心中轻叹一声 老谢上次被打碎了半边身躯 连神魂都散落于天地之间 尽管被自己找回了一些 但毕竟受到了重创 所以就成了现在这样 薛安点了点头 谢叔 快 快坐下 小安 你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炎儿和那两个小丫头呢 直到坐下之后 胖姨的手都拽着薛安的手没有松开 薛安笑着回道 他们都没事 只是我刚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解开封印 所以还没出来呢 一会你就能见到他们了 好 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胖姨喜不自胜 然后便看到了对面坐着的诸葛葬 此时的诸葛葬夜已 撤去了所有的伪装跟压制 尽管还是一副白发老者的样子 但眉目之间多了股屁腻天下的气概 胖姨不禁有些惊讶 这 薛安微笑道 我来介绍下 这位就是 我曾经的至交好友 来自诸天之中的诸葛葬 胖姨这才明白 这位经常来自己这里蹭吃蹭喝的老道 原来是一位绝世高人 他不禁有些羞愧 正想说些什么 朱葛葬笑着摆了摆手 行了 不用介绍了 我跟胖姨已经很熟了 对吧 胖姨 胖姨高兴的 已经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忽然看到了桌上的残羹剩菜 这才一拍脑门 十分懊恼地说道 小安你刚回来 应该还没吃饭呢吧 我这就让你解书给你做 保证都是你爱吃的 你等着啊 然后胖姨不由分说 领着老谢便又去了后厨 薛安静静地看着他们二人的背影 没有说话 对面的诸葛葬则轻叹了一声 好人啊 然后他笑着 看向了薛安 怎么 还不准备让我见见弟妹 和那两位小公主吗 薛安洒然一笑 当然不是 说着 薛安抬手摁在了自己的眉心之上 一道光滑闪过之后 之前穿越时空通道时 为了稳妥起见 而家上的封印便音声而碎 紧接着便见安言领着想想念念 率先走了出来 而后便是范梦雪 以及胡英 张小鱼 洛兰廷几人 甚至连小蕊 也在最后走了出来 一时间 场中变得十分热闹 而随着众人的出现 诸葛葬的目光 也逐渐变得压抑起来 正在这时 胡英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 诸葛葬的身边 然后一把揪住了 他脑后的那个小发迹 满脸欣喜地喊道 牛鼻子爷爷 你居然在这 小胡小胡英 诸葛葬的眼睛逐渐睁大 对啊 是我呀 牛鼻子爷爷 你没想到吧 胡英笑得简直开心极了 哎呀 牛鼻子爷爷 你的发迹 怎么又小了好多呢 是不是马上就要凸了呀 一边说着 胡英一边捏了捏 诸葛葬的小发迹 诸葛葬的脸 一下子变得比苦瓜还苦 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小冤家 居然会出现在这 薛安 他怎么会在这 诸葛葬忍受着胡英的折磨 满脸蒙比地说道 薛安笑眯眯地说道 他就是在这呀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关键是你也没问啊 诸葛葬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 转过头来 冲着胡英 挤出了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小狗奶奶 你能别揪了吗 我就剩这么几根头发了 牛鼻子爷爷 我就是要揪这个发迹 哈哈 胡英笑得十分得意 想想念念 有些发愣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轻轻拽了拽薛安的衣角 爸爸 胡姐姐 这是怎么了呀 为什么这么开心的样子 是啊 这个老爷爷 又是谁啊 薛安笑着说道 这个嘛 说起来就话长了 上一世的薛安布光 修为了绝世先尊 同时还收获了一批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其中关系最好的 便要数胡叶 叶寒长 还有诸葛葬等几人了 不过诸葛葬和胡叶 却认识得更早 实际上 不光是跟胡叶 诸葛葬跟青秋胡国的 几大长老关系 都十分的不错 用胡叶的话说 就是这个牛鼻子 老到没事就跑来青秋胡国 蹭吃蹭喝 烦都烦死了 但也因此 胡英在很小的时候 便已经认识了诸葛葬 当时只不过 灵智刚开的胡英 因为在青秋胡国之中 很少见到外界的人 所以每次诸葛葬来 他都会缠着他 听他讲述外界的趣事 对于这个经常跟在自己 屁股后面的小狐狸 诸葛葬也是颇为的喜爱 经常带一些外界的小玩意给他 但后面随着胡英的逐渐长大 性情也越来越古灵精怪 尤其在认识薛安之后 胡英经常会用一些调皮的手段 来作弄诸葛葬 对此 诸葛葬当然不会往心里去 认为 不过是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罢了 直到有一次 诸葛葬跟青秋胡国的大长老喝酒 结果 喝的是鸣鼎大醉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可没想到 胡英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柄 以精精打造的剃须刀 这玩意 一般都是佛门中 用来给那些皈依的大妖剃度的 堪称锋利无双 不管多坚硬的毛发 都能给你刮得干干净净 胡英一直就对诸葛葬脑后的 那个小发剂 十分感兴趣 但诸葛葬不允许他碰 因此 胡英这次变赌气一般 将诸葛葬的头发 给刮了得干干净净 甚至连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胡子 都没剩下半点 整个过程之中 因为诸葛葬喝得不省人事 所以没有丝毫的察觉 直到第二天早上 诸葛葬在悠悠行转之后 才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怎么头顶忽然凉嗖嗖的 等用手一摸 诸葛葬这才发现 自己的脑袋光滑无比 当时诸葛葬就被惊醒了 从床上一跃而起 凑到镜子前一照 然后就被气得差点吐了血 因为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头发 跟胡子此刻全都不翼而飞了 只剩下一颗圆滚滚 赠光瓦亮的大肉蛋 照的屋子都比之前光亮了几分 不得不说 胡鹰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而且在刮完头发后 生怕诸葛葬的脑袋不够亮堂 还弄来一瓶核桃油 给他盘了一盘 所以才呈现出了现在这个效果 当时诸葛葬简直是怒火中烧 哇哇爆叫着 冲出来要找青秋湖国的人算账 青秋湖国的几大长老 文讯都赶了过来 然后全都当场笑喷了 因为平日里 诸葛葬对和尚 可是极为看不上的 整天明朝暗讽 认为和尚的光头简直太丑了 没想到转眼间 他却也成了光头 看着笑得直不起腰的众人 诸葛葬被气得差点当场暴毙 嘶吼着 让青秋湖国给个解释 为什么自己睡了一觉 头发就全都不见了 这些青秋湖国的长老们 自然也知道 这么笑是很不尊敬的一件事 但没办法 实在是忍不住啊 尤其当诸葛葬怒吼的时候 他那颗赠光瓦亮的脑袋上 飘起了丝丝烟雾 真跟一颗暴怒的茶叶蛋一样 就在诸葛葬气得 要跟青秋湖国当场绝交的时候 自知自己做错了事的胡鹰 怯生生地站了出来 承认事情是自己做的 这下 诸葛葬只能将后面那些发痕的话 全都生生咽了回去 没办法 自己堂堂诸天第一神算 难道还能跟一个 少不更式的小狐狸计较吗 因此 他只能无比郁闷地看了胡鹰一眼 最终跺脚叹了口气 你这孩子真是爱 你说 你刮头发就刮头发呗 连我的眉毛都给刮掉了算怎么回事 这还让我怎么见人 当时胡鹰笑眯眯地 从身后拿出了一顶假发 牛鼻子爷爷 我早就已经替你想好了 头发没了 可以戴假发吗 至于眉毛 要不我替你画两条 诸葛葬当时简直都要被气哭了 可又没办法发作 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忙不迭地离开了青秋湖国 没办法 当时听到消息过来 看热闹的狐妖们越来越多 而且个个笑得直不起腰 诸葛葬只能又羞又气地离开了青秋湖国 然后找了个荒芜人烟的世界 足足待了一年多 直到头发重新长出来 才赶出来见人 但从此之后 诸葛葬对这个古灵精怪的狐鹰 简直是敬而远之 只要听到它出现 诸葛葬就会躲得远远的 可没想到 这一次居然在这里又碰到了 这就是诸葛葬刚刚再见到狐鹰后 会有那么大反应的缘故 没办法 他心里都已经有阴影了 只见狐鹰笑阴阴地说道 牛鼻子爷爷 我看你的头发 似乎又少了很多 我可是听过一个偏方的 只要将头发刮干净 等再长出来的时候 头发就会多了 要不再试试 诸葛葬摇头如风扇 算了算了 还是让他们自然脱落吧 狐鹰心中好笑 但同时又有些歉意 他小时候确实调皮得不行 所以做过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但现在他已经长大了 当然不会再干那种事 现在这么说 也只是逗逗诸葛葬而已 没想到诸葛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看来自己当初做的 还真是有点过分了呢 薛安这时也有些忍俊不惊 但看诸葛葬那一脸便秘的表情 还是忍不住出声道 好了婴儿 别闹了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前辈 岂能一再作弄 这话说得很好听 可诸葛葬半点感激的心都没有 因为此时全场笑得最开心的 就要数他薛安了 这时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凑到了诸葛葬进前 然后歪着小脑袋 满脸好奇地问道 老爷爷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是啊 为什么你的脸色那么难看呢 是要死了吗 念念神补刀 诸葛葬 但面对着这一对粉雕欲拙 好似从画中走出来的小丫头 诸葛葬是一点气也生不起来 哪怕她是诸天第一神算 但到了她这个年纪 在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孩子时 心中便会不自觉地充满宠溺 更何况 这两个小丫头 还是自己至交好友的女儿 因此她笑着俯下身来 爷爷没事 来 告诉爷爷 你们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啊 似乎每一个初次见到 他们两个的人 都会问这个问题 因此 两个小丫头并未直接回答 而是笑嘻嘻地说道 爷爷你猜 我们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嗯 诸葛葬有些犯难 因为这两个小丫头 不管是身高还是长相 简直是一模一样 站在一起的时候 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当然 诸葛葬想算的话 随便算一下 就能分辨出来 但如果不是必要 诸葛葬是极少推演天机的 用她的话说就是 要是将以后所要发生的事 都推算得一清二楚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 她有些为难地看了好一会 最终摇了摇头 猜不出来 嘻嘻 爷爷真笨 姐姐的旁边是妹妹 没错 妹妹的旁边就是姐姐啊 说着 两个小丫头便笑弯了腰 诸葛葬也是一正 然后便也跟着大笑起来 真是两个天资聪颖的小丫头 来 这是爷爷给你们的见面脸 说着 诸葛葬从怀里掏出了两个小小的八卦镜 虚安健壮 眼中光滑一闪 却没有说什么 来 这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诸葛葬满脸宠溺地 将两个八卦镜给了想想和念念 谢谢爷爷 然后两个小丫头便满脸好奇地 摆弄其手里的这个八卦镜 突然 八卦镜开始转动起来 并放出了一道道豪光 哇 她还会动爱 两个小丫头 简直就像是 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 可他们两个哪里知道 当这两个八卦镜转动之时 他们自身的所有天机 都被完美地遮掩了 也就是说 如果以后 有人想通过推演天机的手段 来查探这两个小丫头 结果将是一无所获 除非对方在推演天机上的实力 能超过诸葛葬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破解 这个礼物的价值 可就太大了 因此 薛安冲诸葛葬点了点头 以示谢意 诸葛葬微微一笑 然后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胡鹰 轻叹一声 又掏出了一个小东西 诺 小胡鹰 这是给你的礼物 本来想去青秋胡国的时候 再送给你的 现在正好见到了 便先给你吧 胡鹰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诸葛葬居然还给自己准备了礼物 因此有些愣神 因而 还不谢谢这位前辈 这时安言走上 前来提醒道 谢谢爷爷 胡鹰有些羞愧地接过礼物 然后退到了一旁 而后安言冲诸葛葬微微一笑 前辈 谢谢你给想想念念的礼物 我叫安言 是薛安的那人 这番话说得落落大方 诸葛葬眼前一亮 然后正色肃然道 弟妹无需如此多礼 我跟薛老弟关心莫逆 区区礼物 合足挂齿 是啊 言儿 你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这个家伙跟胡爷一样 你就当他是个老大哥 便行 薛安有些被懒地 在一旁补充道 安言笑了笑 却没说话 而是静静地退到了一旁 正在这时 胖姨端着饭菜 从后厨走了出来 一见到这么多人 不禁就是一愣 可等看到人群中的安言 跟两个小丫头后 便喜不自胜地喊了起来 言姑娘和想想念念都回来了 安言微笑回礼 胖姨 两个小丫头也跑了过去 胖姨赶紧将饭菜放下 然后蹲下身 一把抱住了他们两个 亲热得不得了 这时 范梦雪站起身来 我去后厨看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张小鱼也喊道 我也去 洛兰婷没说话 可也起身往后厨走去 胖姨连连摆手 哎呀 不用不用 饭菜都已经做好了 你们就在这坐着就行 可安言却笑道 好了胖姨 我们这么多人 岂能看着 你自己一个人忙活 还是让我们 帮你打打下手吧 也显得热闹 说吧 安言便也跟着 一起去了后厨 人多好办事 很快一大桌子菜 就都做好了 因为人太多 所以胖姨干脆 用几张大圆桌 拼在了一起 然后一群人便围坐在一起 开始享受 回到地球后的 第一顿晚餐 这时安言悄悄问薛安 老公 叫薛儿一起过来吧 还没等薛安说话 胖姨便笑道 燕儿 你这就不知道了 薛儿姑娘 现在根本就没在北江 啊 那她去哪里了 她跟我们晶晶 还有你妹妹琴儿等人 正在外太空防守吗 外太空防守 怎么回事 安言有些哑然 薛安一笑 没什么 就是一点小事而已 先吃饭吧 安言想问 但见薛安的样子 还是将话又咽了回去 这时薛安又看向了胖姨 胖姨 我谢书呢 啊 她呀 她现在在后厨忙呢 怎么不叫她过来一起吃饭 嗨 她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让她过来干什么 薛安摇了摇头 我去叫她 说着 薛安起身来到了后厨之中 此刻 老谢正弯着腰洗涮锅具 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薛安忽然回想起 自己当年穷困潦倒 连饭都吃不起时 就是这个男人 拍着自己的肩膀说道 小兄弟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以后每天都过来吃饭 然后再带回去一些 我老谢别的不敢说 至少能让你跟你媳妇吃几顿饱饭 就是这句简单的话 薛安一直记到了今天 因此 她默然片刻 然后轻声道 谢叔 老谢停下手中的动作 缓缓转过身来 有些茫然地看着薛安 因为半边脸庞都是炼金机械 尽管表面蒙上了一层仿真皮肤 但一眼看去 还是令人觉得十分的不自然 谢说 我回来了 走吧 陪我喝两杯 我可是一直都想在尝尝你藏着的那些酒的 薛安笑着言道 老谢咧嘴笑了 尽管她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她还是笑得十分开心 薛安的眼眶忽然红了 然后上前 拉着老谢的手 将她拽到了桌前 并挨着自己坐了下来 胖姨见状转过脸 去擦了擦眼角的泪花 然后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灰真大 把眼都给迷了 我去拿酒 很快 胖姨便去后面库房 拿出了老谢珍藏着的那些酒 尽管这些酒水 根本比不上薛安在诸天之中喝过的那些美酒 但不管是她还是诸葛藏 都一脸肃然地针满了酒 然后薛安举起杯来 冲着老谢说道 谢说 来 我们喝酒 说吧 薛安一饮而尽 老谢傻呵呵地笑着 然后也学着薛安的样子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而薛安在喝完之后 将酒杯轻轻放到了桌上 忽然说道 诸葛老头 帮我一个忙 诸葛藏立马说道 好 薛安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 我要治好谢叔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要治好他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诸葛藏眼神逐渐变得锐利 然后点了点头 明白 听到薛安的这番承诺 胖以喜极而泣 哽咽着说道 小安 这位前辈 谢谢你们 我 诸葛藏摆了摆手 洒然一笑道 何须如此多礼 这一年多来我可是白吃了你们不少的饭菜 这就当作是我付的饭钱吧 薛安也说道 是啊 胖姨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你放心 我们一定可以让谢叔恢复正常 胖姨泪眼婆娑地 看着坐在一旁 好似木头人一样的老谢 轻声道 其实就算治不好 也无妨的 饭桌上逐渐安静下来 胖姨低下头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无法接受 每天逼着老谢说话 想让他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可渐渐地 我变得不再 那么执着于这件事了 因为我想开了 说到这 胖姨抬起头来 脸上挤出了一丝 比哭还难看的微笑 声音发颤地说道 小安 胖姨 我谢谢你的好意 但如果治不好 胖姨也不会怪你的 真的 因为相比于那些 彻底失去了亲人的 我已经足够幸运了 至少我每天睁开眼 便可以看到他 哪怕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只要 他能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就再无奢求了 众人全都沉默了 安岩的眼中 更是现出了盈盈泪光 他又何尝不理解 胖姨现在的感受呢 当初薛安失踪之后 自己不就是每天都生活在 痛苦的煎熬之中吗 那种滋味 哪怕只是回想 安岩都会浑身微颤 似乎是感受到了安岩的异样 薛安轻轻将手 放在了他的膝盖上 安岩抬起头来 看了他一眼 薛安冲他一笑 尽管没有说话 但眼神之中 却充满了疼惜之色 见到这一幕 在对面坐着的范梦雪 满脸黯然地低下了头 正在这时 感受到饭桌上 气氛有些低沉的诸葛葬 赶忙说道 好了好了 今天是小安归来的日子 咱们都开心便 胖姨闻言 赶忙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对对对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咱们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 来 胖姨 我用饮料带酒 咱们大家喝一杯 众人轰然而动 来 喝一杯 气氛瞬间变得热烈起来 而就在众人推杯换盏 谈笑风生之时 在老谢饭店 斜对面的一条小巷之中 正在车上闭目打坐的杜凡 末底睁开了双眸 刹那间 一股雄魂霸道的气息 扑面而来 而在他的眼眸之中 更是闪烁着璀璨的光滑 令人不敢直视 杜凡缓缓长出了一口气 眼中的光滑逐渐退去 刚刚那股狂暴的气息 也随之收敛起来 尽管如此 在他的举手投足间 还是不时显露出 争容僻腻之气 若是有人在旁边 见到这一幕的话 一定会惊呼一声 因为此刻的杜凡 这等境界的存在 即便是在现如今的地球之中 都算是一方强者了 杜凡自然也感受到了境界的变化 脸上献出了兴奋之色 因为就在刚刚 他在引下薛安赏给他的那杯茶水之后 就感觉五脏之中 好似有一团火在燃烧一样 精纯的灵气 更是不停地 冲刷着他体内那些杂质 杜凡知道 这都是那杯灵茶所制 而这也将是一个 自己突破现有境界的良机 要知道 杜凡因为天赋和资质所限 已经困在散仙境之中 很久没有丝毫存尽了 对此 杜凡本来都已经认命了 毕竟 要不是蒙薛安赐下的龙肝 他可能连天人境都修不到 更遑论散仙了 可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又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所以 杜凡立即退出了老谢饭店 坐上了自己来时的车 然后宁神打坐 试图冲击长生境 结果 他在几乎没有经历任何波澜的情况下 便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散仙 来致了长生之境 尽管还是比不了 动辄便是精先修为的那些顶级强者 但杜凡对此已经很满足了 毕竟在很久以前 自己可是不得修炼之门 而入的普通凡夫啊 想到这 杜凡对薛安不禁充满了感激之情 毫不夸张地说 哪怕现在薛安让杜凡抹脖子 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怨言 因为只有到了长生之后 方知修行之间难和不易 薛安却一连给了他两次机遇 他怎能不对此而感恩戴德 稍稍平复了下胸中沸腾的气血 杜凡降下车窗 在远处看守的手下 立即赶了过来 凡哥 我打坐的这段时间里 饭店周围可曾有什么异样吗 杜凡沉声言道 回凡哥 我们几个按照您的吩咐 将周围仔细寻视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那就好 杜凡点了点头 然后吩咐道 都给我睁大眼仔细看着 要是发生了什么纰漏 冲撞了里面的贵客 我亲手扒了你们的皮 几名手下面色疑速 是 凡哥放心 我刚刚已经通知兄弟们了 现在周围都是我们的人 嗯 正在这时 一名跟随杜凡多年的手下 有些敬畏地看了老谢范店眼 然后压低了声音道 凡哥 刚刚进去的 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位 杜凡面色一沉 呵斥道 不该你们操心的是少打听 万一冲撞了大人 你们担得起吗 是是是 我们就是出于尊敬 所以才想问一下 杜凡这才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那位大人 几名手下文言面色 全都为之一俗 身形都挺直了 然后满是崇拜地 看了老谢范店眼 去吧 记住让兄弟们精神点 是 手下们这才各自散去 杜凡在车上又待了片刻 从他这个角度 正好可以透过玻璃门 隐约看到一些里面的情况 而传来的欢声笑语也证明 里面的人正在欢咽 杜凡并没有不知趣地凑上去 因为他知道 现在能跟薛安坐在一起的 都是他的亲朋好友 自己虽然跟大人有点交情 但远未到那么亲密的地步 更何况 还有这身份上的差距 但杜凡这时 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片刻之后 手机之中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女生 什么事 杜凡立即说道 董事长 大人回来了 什么 本来平静如水的女生瞬间变得无比激动 在哪 就在谢叔的饭店这 大人应该是刚刚回来 好 我马上过去 说吧 手机立即被挂断了 杜凡收起手机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在北疆有很多董事长 其中更是不乏跨国企业的大董事 但能让杜凡尊称一声董事长的 唯有一个人 那就是龙泰集团的掌管者 号称手握北疆半边天的秦渝 现如今的龙泰集团 规模比之前大了何止一倍 尤其在跟有华国第一巨头的天元集团合作之后 龙泰集团更是以令人扎舌的速度 开始疯狂发展 而龙泰集团的开创者秦家 也就成为了北疆第一豪族 而秦家的老爷子秦源 已经久不管事 一切事物都交给了孙女秦渝来管理 这也让秦渝成为了北疆 乃至整个华国都屈之可数的富豪之一 如此滔天的才势 尽管秦渝为人形势十分低调 还是让他成为了无数人追目的对象 但一般人平时根本见不到他 整个北疆之中有他手机号 能跟他直接联系的更是没有几个 杜凡正好就是其中一个 不过平时 杜凡根本就没打过这个电话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 虽然到哪都被人尊称一声凡歌 但跟秦渝比起来 身份还是有差距 但是这次 杜凡便通过这件事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与此同时 在北疆市中心那栋高耸路云的 龙泰大厦的顶层之中 秦渝的秘书 正在整理第二天需要的剑 此刻业已经很深了 但一天的工作 却还远没有结束 不过这名小秘书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因为一起加班的 不光是自己 远处那间办公室中亮着的灯光 证明董事长也还在工作 人家都是身价数千亿的女神啊 还这么努力 自己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 更何况 自己现在这份工作 不光薪酬十分丰厚 关键还十分的体面 只要跟人一说自己是在龙泰集团工作 并且是秦董事长的秘书 那不管是谁 都得高看自己一眼 这时 小秘书又忽然想到 董事长不光人长得漂亮 还很有能力 手下又有如此庞大的企业 却一直保持着单身 并不是没人追 相反 每天想要求见董事长的人 简直多如牛毛 可董事长除了工作上的事外 其余一概不谈 真不知道 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配得上董事长这样的女人啊 正当小秘书胡思乱想之时 办公室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小秘书神色一领 赶忙站至身躯 准备听后董事长的吩咐 可就在这时 只见办公室的房门被一把推开 然后秦渝便风风火火地从中跑了出来 速度之快 险些撞倒了门前的风水花瓶 尽管如此 秦渝的速度 依然没有丝毫地减缓 反而越跑越快 甚至在 跑到中途的时候 因为脚下的高跟鞋有些碍事 秦渝干脆往外一踢 直接将脚上的高跟鞋给踢出去了 然后光着脚丫狂奔去 小秘书的嘴巴逐渐张大 目瞪口呆地看着秦渝那远去的背影 脑袋上渐渐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董事长这是怎么了 以秦渝的身份 自然是有专属电梯的 但这么高的大厦 即便是坐电梯 也得几分钟才能到底 秦渝趁着这个时间 对着电梯中的镜子 整理了一下妆容 将那些过于职业化的气息抹去 然后将披散的长发收容起来 在脑后简单地挽了一个马尾边 看着镜中那个少了很多强势 显得轻力动人的自己 秦渝微微松了口气 然后掏出手机 拨通了爷爷的号码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因为除了很紧急的事情之外 秦渝是很少通过手机联系秦渝的 怎么了 大人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然后秦渝沉声道 在哪 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谢书那 听杜凡说 应该是今晚刚回来的 好 你先去 我随后就到 秦渝一惊 要知道 自从自己掌管龙泰集团之后 爷爷就已经彻底退休了 平日里根本不抛头露面 没想到 这次居然也要出面 大人与我们秦家有提携之恩 这次他征战归来 我哪怕躺在床上动不了了 也得见一见他 秦渝神情一领 是 我明白了 电话挂断 电梯恰好也到了一楼 丁一声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在一楼专门负责这部电梯的女前台 赶紧上前一步 董事长 秦渝却没有时间理会他 而是迈步便往前走 这时 这名女前台也注意到了 秦渝居然是光着脚的 不禁惊讶地合不拢嘴 正在这时 秦渝猛地停住了脚步 然后低头看了看 这名前台穿着的那双运动鞋 多少钱 啊 我问你鞋多少钱 秦渝提高了音量 前台有些发猛 颤声延到 八八百 秦渝转身 冲气喘吁吁 好不容易才赶过来的女秘书说道 待会给她五千 啊 是 然后秦渝对这名女前台说道 脱下来 女前台都已经傻了 浑浑噩噩地将鞋子脱下来 秦渝立马穿上 然后便大步往外走去 女秘书有些发愣 紧走几步 董事长 不用跟着我 说吧 秦渝静直 穿过大厅 也不管周围人惊恶的目光 直接出了龙泰大厦 然后上了一辆跑车 一脚油门踩下 跑车咆哮着 如离弦之剑般飞了出去 顷刻间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老谢饭店距离龙泰大厦并不算近 但在秦渝这近乎疯狂的速度之下 不过五分钟的时间便赶到了 但她并没有直接开到老谢饭店的门口 而是跟杜凡一眼 将车停到了远处 然后步行着走了过来 杜凡正在门前等着 当看到她后 不禁迎了上去 秦董事长 秦渝点了点头 大人还在吗 正在里面喝酒呢 秦渝深吸一口气 目光复杂地看了这间小饭店一眼 然后迈步便走上前去 轻轻推开了房门 众人听到响动 不禁齐齐抬头看向了这边 秦渝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正中间的薛安 心神便是一阵 大人身上的气息 似乎根本看不透了 尤其那双眼睛 简直如星空般深邃 但很快 秦渝便回过神来 冲薛安微微一笑 大人 薛安淡然一笑 点了点头 我就猜到你会来 坐吧 一起吃个便饭 秦渝暗暗松了口气 说实话 他在进门之前是很紧张的 因为他并不知道 薛安是怎么想的 是否会因为自己的突然到来 而不开心 毕竟 薛安回来后并没有通知自己 要不是杜凡 自己到现在 可能也不知道 薛安回来了 现在见薛安 似乎并未因此而恼怒 秦渝的心 这才算放下了一半 这时安颜站起身来 笑着招呼道 来 秦董事这边坐 谢谢严姐 你喊我鱼儿就行 可千万不要这么叫我 秦渝慌忙说道 与此同时 两个小丫头笑嘻嘻地 从安颜身后探出头来 秦阿姨 还记得我们吗 秦渝心中一暖 笑着点头道 当然记得呀 我怎么能忘记 两个小美女呢 嘻嘻 两个小丫头 笑得很开心 他们两个对秦渝的印象 全都停留在 她经常给自己两人 买零食的时候了 然后秦渝便坐到了 两个小丫头身旁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 饭桌上多了些 自己不认识的面孔 比如胡英 比如洛兰婷 尤其是胡英 当看到这个绝美的少女时 就连秦渝都不禁微微失神 然后眼中 献出一抹惊骇之色 这个少女身上 怎么没有人类的气血 要知道 现如今的秦渝 不光是龙泰集团的董事长 同时还有一身不俗的修为 虽然比不上唐轩等人 但好歹也算是一名 长生境的强者了 但她却根本感知不到 这个少女的契机 这怎能不令她为之惊骇 似乎是注意到了晴渝的惊怡 胡英抬起头来 宠她微微一笑 这一笑 简直如万花 绽放一般 立即让晴渝陷入了迷茫之中 婴儿 不要胡闹 快撤去妹说 轩安无奈地喊了一声 胡英嘻嘻笑了几声 谁让她用那种眼神看我的 只是给她个小小的教训罢了 说着 胡英轻轻打了个响指 晴渝这才如梦方醒 然后震害道 你是胡 胡英的面色一沉 胡什么 晴渝何等聪明 立即便看出胡英的小孩子脾气 因此立马改口道 原来是胡仙妹妹啊 真是令人惊艳啊 胡英这才得意地哼了一声 晴渝心中好笑 但也隐隐猜出 这个少女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否则不会有如此强大的魅力 然后她便看向了对面而坐的范梦雪 眼中忍不住泛起一抹亚异之色 她当然认得范梦雪 自然也就知道 这位曾经的大明星 后面的欧洲黑暗议会统帅 也已经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 没想到这次 她居然也随着大人一起回来了 而且气势深沉 显然修为极高 想到这 她冲着范梦雪微微一笑 没想到梦雪姑娘也回来了 黑暗议会的人要是知道 肯定会十分开心的 范梦雪自始至终话就不多 但当听到秦渝的话后 她的脸上便也浮现出一丝笑意 然后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 就听门外传来了一个爽朗的笑声 薛先生 我也来讨杯酒喝 你不会嫌弃吧 随着话音 就见秦渊迈步走了进来 现如今的秦渊 因为修为日深的缘故 所以并未现出丝毫的老态 甚至比以前还要显得年轻些 但除此之外 你看不出她有丝毫的出奇之处 一身简单随意的衣裳 花白的头发 和善的笑容 这一切都跟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 完全看不出 她是龙泰集团的前任董事长 薛安这次微微欠了下身 然后笑着说道 当然不会嫌弃 秦老爷子请坐 秦渊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了一个位子上 然后笑着说道 我听鱼儿说 先生回来了 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希望没有打扰到先生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举起杯来 秦老爷子客气了 都是朋友 何必如此多礼 来 大家同饮一杯 听到薛安的这句话 秦渊的另一半心 也随之放了下来 实际上 她确实有些忐忑 因为薛安离去几年之久 突然归来 却不做任何的通知 尽管秦渊自认为 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 但心中难免还是有些不安 直到薛安这么说 她才彻底放下心来 酒宴继续往下进行 气氛也越来越热烈 但秦渊等人不知道 此时的整个北疆 也开始变得沸腾起来 因为秦家突然之间 这么大的动作 别人自然不会不知道 尤其当酒不露面的秦渊 都连夜出行之后 更是引来了 诸多有心人的目光 什么重要的是 能让秦渊这样 归隐已久的大人物 都不惜深夜出行呢 而后 杜凡手下的动作 也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杜凡的一声令下 本来平静的地下江湖 开始涌动起来 各方小弟都被从被窝里喊了起来 然后出现在了老歇饭店附近 开始严密地巡视 杜凡更是亲自坐镇于中 目光森然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这样大的举动 自然会惹来无数的猜疑 尤其当秦渊和秦渊二人 先后进入了老歇饭店之后 这个猜疑达到了顶峰 无数公司或者世家的高层 都在深夜被惊醒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这间看似不起眼的老歇饭店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居然能引来如此大的阵仗 几年的时间 有很多心境的强者 已经淡忘了当初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年轻人 根本就不知道薛安的存在 但那些在北疆待了多年的资深强者们 心中却全都隐隐有了些预感 莫非是那位薛先生回来了 否则的话 又有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 让秦渊亲自到访吗 这个猜疑一出 很多人的心都开始忐忑不安 尽管已经时隔多年 但薛安当初的赫赫神威 可是谁都不敢忘怀的 那些没有犯过事的还好 一些依仗着自己的实力 而逐渐骄狂的人 可是被吓得脸都白了 浑身更是忍不住开始颤抖起来 而且 这股风波正以恐怖的速度 往外传播着 省城 南方诸省 乃至中都之中的众多强者 都通过各种渠道 获知了这个消息 整个华国 一随之而逐渐沸腾起来 中都 天元集团 现在的天元集团业 已成为了全亚洲 乃至整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公司 除了主打产品天元药水外 其业务范围 还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光如此 天元集团还培养出了无数的强者 并成为了华国的中流砥柱 而这一切也让天元集团 成为了一家 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司 此刻 在天元集团的总部之中 正在忙碌的乔勒 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大哥 怎么了 乔勒歪着脑袋夹住电话 一边忙碌着 一边问道 刚刚收到的消息 小安可能已经回来了 乔勒文言豁然一惊 立即站起身来满脸欣喜地说道 二哥回来了 在哪 消息是从北江传出来的 但具体在哪我还不知道 乔勒立即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 同时急切道 大哥 既然有消息说 二哥回来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 现在就去北江啊 等一下 先不要着急 我能不急吗 那可是我二哥呀 乔勒十分急躁地说道 我是这么想的 小安这次回来十分地突然 而且没有通知任何人 所以我觉得 还是暂时不要过去的好 为什么 乔勒加大了声音 难道咱们哥们之间的感情淡了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小安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用意 我们还是暂时不要打扰的为好 而且他若是想见我们的话 肯定早就已经过来了 在他们四人之中 就以老大赵学辉最为老成持重 所以想的也最为长远 乔勒听罢沉默了 两久之后才有些色声道 可我真是想二哥了 咱们都很想他 但既然小安已经回来了 也就不急在这一时了 而且 小安这次归来 肯定会引来各方的震荡 我们替他看守好 这天元集团比什么都强 赵学辉说道 那你跟老四说了吗 冰一那我刚刚就已经联系了 他也跟你一样的反应 好吧 乔勒挂断了电话 然后有些颓丧的坐回椅子上 一言不发 过了好一会 他才回过神来 然后轻轻拿起桌上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 当时还很年轻的赵学辉 薛安 还有自己跟杨斌一四人 正在灿烂地笑着 乔勒轻轻抹撒着相片 眼眶渐渐发红 最终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与此同时 各方势力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反应 也是各不相同 有立即动身前往北疆 准备觐见这位极具传奇色彩 甚至可以说 一手对造了现如今这盛世的大人的 也有满心惊恐 瑟瑟发抖 生怕在因为某些见不得人的事 而惹来杀身大祸的 但不管如何 薛安的归来 将本来平静的一切都给击碎了 见此情景 有人不禁感叹 能以一人之归 而令天下接聚者 唯有薛安 而不管外面如何的纷乱 老些饭店之中 依旧平静而温馨 这时 秦元放下酒杯 正色言道 薛先生 但不知您此次归来 可有什么打算吗 薛安微微一笑 本来是想解决此次危局的 但看现在这样子 似乎用不着 我出手了 薛儿他们 就能将此次事件完美解决 秦元闻言皱了皱眉 然后迟疑了片刻 这才用试探性的语气说道 薛先生 但不知有句话 我该讲不该讲 说 我总觉得 此次的事件 透露着诡异和蹊跷 薛安微微一扬眉 饶友兴致地说道 哦 为什么这么说 秦元苦笑道 其实我这也是瞎猜 并没有什么证据 但我还是觉得 那些攻击地球的 域外妖魔 似乎根本就是来送死的 说下去 薛安面色沉静地言道 我在家经常看 从外太空传回来的新闻 然后我就发现 这些妖魔虽然厉害 但跟薛儿姑娘等人比起来 还是要差许多 以这样的实力攻击地球 完全就是在遗卵基石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 地球被打了得猝不及防 导致折损了一些人手外 后面基本上再没遭受 任何的损失 相反的倒是 这些妖魔损失严重 这难道不好吗 薛安似笑非笑地言道 秦元摇了摇头 我并不这么看 因为是出反常必有妖 这些妖魔又不是傻瓜 为何损失这么大 却还是在 切而不舍地攻击地球呢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这些妖魔们 是故意这样为之 为的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 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混淆视听 从而达到某些 不可告人的目的 说到这 秦元的面色 变得十分凝重 因为这些确实是 埋藏在他心底的 一个猜测 可这些话 他平时根本不敢往外说 因为现如今的舆论氛围 已经完全走向了 一个极端 如果说以前的人类 在面对外来强者时 充满了绝望跟无力的话 那现在的人类 自信心几乎已经 膨胀到一个 令人扎舌的地步 甚至有媒体 煞有介事地推测 人类还需要多久 便能走向诛天 将以往高高在上的 最多不超过百年便能做到 更关键的是 居然没有人觉得 这是在说笑话 都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 乃至顺理成章的事 尽管秦元身份和地位都很高 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吾 说出心中的这些猜测来 直到今天遇到了薛安 他才算将心中的想法 全都吐露出来 说完之后 秦元有些紧张地看着薛安 想知道 这位薛先生 会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就见薛安此刻微微有些讶异 看向秦元的眼神之中 也现出了一抹赞许之色 不愧是曾经白手起家 创建了龙太集团的人物 居然能通过很有限的线索 抽丝剥茧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实际上 秦元的看法 跟薛安不谋而合 施乐园的强者 近乎倾巢而出 目的显然不会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这种零星的攻击 根本就是个笑话 因此 薛安点了点头 秦老爷子果然目光如炬 你所想的 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